周崇举有些意外 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随后以十分坚定的语气沿道 这些功法神通汇聚前人智慧心血 的确不该就此悔气 不过既入我手 日后再有传续 也当不再是那一家一性之法 张颜微微一笑 沿道 师兄这些年来并未收徒 去往新田之后 不妨可考虑选几名弟子 延续御萧真法 他对御萧派并无什么偏见 于共而言 明仓派与御萧派 只是悼念之争 没有对错之分 于斯而言 周族覆灭因果也了 哪怕林牙上人此刻再度出现的面前 只要不来招着他 也不会去多做理会 周崇举笑了笑 迎着湖面上 吹来的和训威风道 维兄余下兽数不多 也的确是该寻觅几个弟子了 东华州高空之上 吉壤平干守天二人 正往东省州方向飞驰 因此刻大战已定 明仓派此前又承诺过 可惜的两家同学踏出 故事允他们去将门人弟子接来 他们看着身后残破周路 神情之中既有惊骇 又有一丝庆幸 若非被明仓派强请过来掘取地气 说不定早已亡在大截之中了 随自开战以来 他们一刻不停摄取地气 主使损了不少的本源精气 但与自身性命相比 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吉壤平感应了一下四周 甘道兄 你有感觉 这天地灵机 似有比往日浓胜了不少 干守天道 天下小姐洞天 八成以上巨石破散 洞天真人更是王学大半 此时赋予了不少 只这不过是昙花一现 待地气社区过后 灵机必衰 数万载 也不见得能恢复如今这局面 吉壤平哈哈一笑道 我等既去新田 那也不必去管日后如何了 甘守听陈生道 可惜九州之地 此后恐再无休到人了 吉壤平不以为然 吃笑道 九州 早已无有什么九州了 便再无休到人 又能如何 天地有可摔 日月终虚落 我被授数纵长 与此比起来 不过匆匆一瞬 又何必去想这么多 不是自寻烦恼吗 甘守听一正 随即点头道 还是吉道兄看得通通 也罢 不去想这许多 先我门下接下来就是 日后之事 日后再言 数日之后 龙云大则之前 一团雾气正隐隐飘浮 此时那补天阁山门所在 此前所有弟子 已是进入王在千语良圣之术 最后一击之下 不过 因此拜山门乃是一张阵图 倒是不曾毁坏 死到清晴一闪 杜云瞻 火轩 宁冲玄 吕俊阳四人 献出身形来 他们此行 是守山门之命 设法将这方阵图收了 纵然补天阁 已是断了传承 但门中诸多法宝 和炼器功绝 仍是存在 去望新天之后 恐仍是免不了杀伐斗伐 这些物事 与其放在这里朽烂 还不如一同带走 与此同时 南华派山门之前 陶镇人 嫁得一头青鸾而来 此刻 因南华弟子上下巨王 诸多临情走兽 已是无了主人 其中有不少 察觉到患主身故 都是壮毙殉死 还有一些 也是缩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不隐不识 陶镇宏看过之后 微叹一声 他将南华外长们 印信拿出一照 将中山所有豢养圣灵 都是收了 又在门中走了一圈 将所有有价值之物 也是一并取了 这才离去 不仅这两派 于下悬门之中 也同样有名仓派 潜出去的修士 收脚修道外物 丹玉更是重中之重 这与那些功法密策 虽民仓少卿两派修士 并不十分看得上 但却可大大充实福库 供给后来人参见观摩 三个月之后 虽然诸多镇人 还未能安全恢复元气 不过地级见窟 灵级见节 天中残存灵雪 也是一个个崩散 秦岳两位掌门 已是意识到 不可再等下去 于是名仓少卿两派 在东华州上 开了一座小界门户 并颁下告令 两派半月后 即将动身前往天外 欲同取之人 可入界内牺牲 这些时日内 九州所有大街之后 幸存下来的修士 包括一些散修 都是察觉到天地灵机 正由盛转衰 闻得此讯 大部分都是 积极往东华北地而来 唯恐错过了机会 被留在了九州这片绝地上 这一日 戒门之前 来了一名 带着俯首圈的青年道人 其人衣着朴素 混在一众散修之中 并不起眼 他对着腰间一枚玉牌 以心念传音道 世孙 明仓派叫我等入的那小界 却又如何去那天外他界 那玉牌之中浮出一道人影 你可看见那头大昆了 青年道人望了望天空上 如同山脉一般大小的身影 回道 想不瞧见也难 那人影道 我那些分身听的言语 说是这头大昆 乃是明苍白祖师太明镇人所留 能携的诸多小界 一同去往新田 青年道人点手道 原来如此 这时 他抬目看去 见戒门前 有两道光亮照下 神色一临道 师尊 门前古事全有还真万的浮摸双镜 稍后弟子过去 师尊可要千万小心了 那人影叹道 唉 为师如今实力衰微 帮不得你什么了 实则你无需带我去 那样 反而有可能将你暴露出来 青年道人 却是摇头道 恩师 若非你提醒 及时出的小界 弟子也难逃此劫 施恩难报 作人过不去 我亦不会弃时毒走 人节起时 他本在那洞天之中修行 但得那无形人影提醒 玉香门中弟子 居然一个都未曾入的小界 他顿着其中必有文章 立刻从里退出 这才逃过了一命 以往他败在此人门下 只有脱臂之心 但那一刻 却是由衷感激 他歇了口气 尽量使得自己身情变得自然一些 说道 师尊 得罪了 说着 自秀中取了两枚铜片出来 将玉佩裹住 既只有香魔双镜把关 他事先也不是无忧准备 这两枚铜片 乃是取自天外而来的铜顶残片 将之又重新计恋了一番 做那遮掩之用 他心吓道 能否过去 就看这一关了 脚香迈不走去 当那戒关之前停下 那静光在他头上一招而过 可就在此时 门前把手的一名女修 忽然疑了一声 露出几分疑惑之色 他不由心下一紧 但神情确实不变 只是暗扣住扶手圈 随时准备动手 那女修 对他露出一个甜美笑容道 这位师兄 好精准的学门法力 可是哪派下宗弟子吗 青年到日 暗松了一口气 侧过手来 回忆一笑道 啊 在下不过一戒伞修 只是侥幸 得了一些仙人传承罢了 那女修瞪大美目 惊叹道 那师兄能修到如今这境地 可是极为不易呢 徐氏少有见的 他这般修为的伞修 故他又兴致勃勃问了几个问题 青年到日 勉强应付几句 终备放行 过了戒门之后 他整个人 如同削脱了一般 稍稍运传法力 才恢复几分精神 他望着小节之内 诸多在门前 截罗打坐的修士 暗道 我放心啊 迟早有一日 要超脱众生之上 不再由他人左右性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 征锋 转瞬街 又是十日过去 又是十日过去 终是到了起行之日 张也站在 遭游天池之上 俯瞰苍茫打地 地汽经犹翻宣写之后 不知多少万年才会得福 天地灵机不在 日后之人想求长生这道 怕是再也不得其门而入了 不过如此 他确实可将那一门功法传下 给后来人留下一线入道之机 他骑之一滑 滴落一滴精血在地 少时 那精血便变化出一个道人 大约三寻上下 额头高高 双目明亮 看去渊博雅正 智慧过人 大约力道四转修为 张也言道 此处便拜托于你了 那道人笑了笑 有我在此 你放心去便是 若是有缘人 自能领会我等妙法 说完之后 他躬身一击 就架起云光 飘身下山去了 一道光滑过来 汪采薇现出在他身侧 俯首一拜道 恩师 时辰已到 张也点手道 知晓了 他一晃身 傻是顿破虚空 来这一处大殿之上 此时 九州之上所有洞天真人 都是聚集在此 见他到来 齐齐起身 鸡首 口称张真人 张也点了点头 踏步穿过大殿 在众人目光之中 上到台阶 与秦月两位掌门建立之后 便在御台上落座下来 请掌门半转过身 对他言道 稍后 我将打通天底之门 便请杜真殿主 为我护法 张也神色一正 言道 弟子领法御 秦掌门 威以合手 他把扶尘一百 莫作片刻 少时 殿那次起得洪浪奔流 整个大地 都开始颤颤摇晃 众人仰头看去 见天穷之上 豁开一个裂口 好似无底悬动 就在这等时候 大殿之上 轰然升起一股红光 直直灌入其中 傻时间 天地九州 仿佛连接在了一处 张眼抬眼看去时 秦掌门整个人 已是化作了那一道 贯天彻地的清光 而远处扑端之上 这余下那退去的 曲窍存在 他看过太明祖 时留下那福书 才得知晓 九州之地 天地关门之故 远胜他处 出入很是不易 修饰到了洞天之景 实则有一件护身法宝 就可设法遨游虚空 但因此之故 只有修着反退之景 方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若是此刻秦掌门 是独自一人去往上街 那不难办到 但要带得全天下修饰 便需围抑这天地关门 不在短时间内合避 这却比原先 困难少数倍不值 而这等事 外人也帮不上忙 此刻 若另一名反退修饰插手进来 因契机不合 最后结果 定会导致二人法力碰撞 那破戒之人就此身陨亦有可能 此前剿灭欲销之战 不但是为了收得地气 更是为了防备林亚出手搅扰 不过 无论是他还是月轩销 此刻都是神色镇定 靠秦掌门一人 的确无法做的此事 但有法宝相助 却又不同 而为应付眼前的局面 两派早是有所准备 至一二呼吸之后 便见以竹节形状的鱼飞出 画一道清光顿处浮游天宫 直至闯入天中穷冻另一端 与此同时 挺在下方雷一鼓震震 每敲动一下 那天地关门 便似被震荡一次 好似不断有一股 浑然目测之力 从中投出 这其怎么也无法合拢 此时名仓派至宝 和空谷 本身用来驾驭大昆之宝 不过 其还有一个作用 只要有气急相连 未断之物在前 哪怕是分别落在 不同界空之内 只要鼓声一响 亦可震开一条去路 张颖建设两件宝物 差不多也仍是把这方天地之桥定住 便轻声严倒 朱镇速速过去 不可延误 月轩霄此时 也是沉声鹤道 迟一徘徊之辈 皆斩 众臣一听此言 多数人都是心狭一领 无有一人敢有所迟疑 纷纷记起顿光 往天门之内冲入 不过是一瞬之间 数十道清光 即使消散不见 张颖身躯一晃 来着那河空谷处 也不用那谷锤 这旗帜 轻轻在上一敲 那大昆 如山巒一般大小的身躯 力变动了 先是上得前来 张口也吞 把佛游天宫 与天青殿 拒是吞入腹内 随后 昆缓缓挪动身躯 一身往天门之上行去 其因虚弱太久 眼下所能做的 仅是在破戒之时 护住众多小戒 连动天真人藏身其中 一时负担 要是换作其全盛时期 全然不必管这些 只要指明前路 就能凭借自身之力 破开天门 撞去笔戒 不过 此去新天之后 若得足够紫青灵机 再有数百上千载修养 却不难恢复过来 在众人行动之际 先前抽取得来的地气 不断往大昆 及河空谷中涌入进来 而东华周上 原本细胞无比的灵机 更是早已涓堤不胜了 大约有半刻之后 随那地气越来越少 那大昆庞大身影 终是成功过得天地界观 张眼心下一定 谁要这头大昆过去 那么事迹已是成了一半 而此刻九州至上 只剩下他与月轩霄二人 他言道 月长们 贫道需收拢法宝地气 便请你先行一步了 月轩霄点了点头 仰手一顾 身躯变化一道灰红剑光射去 眨眼消失于那天门之中 张眼目光转过 在最后望了一眼九州大地 便夜陡秀 将余下所有地气和和空谷 卷了起来 二后一个纵身 往上方纵去 几乎就是在他起身飞顿的一瞬间 那一道勾连天地的清光 也是随之收去 在他整个人没入那穷冻之中后 那天官便就轰然合璧 张眼方子月出九州 便觉得身躯一幅 此身好如在无限延伸 又仿佛在极昼飞驰之中 举目一扫 见周围有无数滑芒星云 璀璨光明 绚烂多姿 而此时此刻 有一道道心血悬光 如一弯立剑 窜射而来 只是一处他身 皆是消失不见 似都被吞收入内 对此情形 他早在太明祖师 御夫记载上看过 故并不觉得意外 抬头关去 见到大昆此刻正在前方 便把身一晃赶了过来 只是这个时候 他却生出一股奇异之感 那历程六转之时 曾得一种莫名之物相助 而此刻 内物似又一次出现了 可这等感觉 也是一瞬即逝 待他再想去寻 已是不见了影宗 他沉吟一下 也不去纠缠 赶着那大昆上方 往下也沉 已是稳稳落在其上 向着前方迈步而去 路过昆北之上 见所有洞天镇人 都是盘戏而坐 不言不动 其等一入此间 精气灵机便向外散发 虽此前便练成了法宝 用以遮护 但因不知会在此处耽搁多久 故为减少耗损 都是封闭自身感应学窍 而秦掌门和月喧嚣二人 此刻正立昆首之上 等候他到来 张眼步上前去 觉得两位掌门神一过来 只是有事要与他商量 并顺时一头 入到一片明空之中 到了此处 三人彼此交言 再不受外界所限 请掌门言道 我等 已是入得虚控原界 有三代掌门神一指引 只要能感应到 那处天地所在 便不难破入其中 张言与月喧嚣 都是点头 非生之法 若不知内力之人 以为只需破空而去 便可道德比方 实则 这其中远无那么简单 甚至因修饰功行并不同 身上所具法宝奇物不同 所用方法 也是各自不同 除非那等大神通者 可窥迫混沌迷障 直指彼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此刻所用之法 乃是先破开天地界观 越去虚空云界之内 这处比起其他所在 至少还有过往未来之分 而到了此处 可再少寻那他界遁入 这也是明苍白历代 非生真人所用之法 此阶若有先人俘虏皆隐 则立刻在茫茫虚空海中 寻得出路 但若无有 便只能一个个寻了过去 一个不小心 陷入那等毫无灵机之地 也不无可能 到那时便只能老死在那处 而更多可能 则是还未找到上界 便失陷于此 再不得脱 他们有三代掌门所留神意 虽能准确指引之那方天地所在 但毕竟无人在彼端接应 便是找的那处 也需自己撞开天地关门 秦掌门又道 只是这处有一个变数 原本我以为 当有充裕功夫 找出那处所在 但此间那先天浑灭圆光 比记载所言 强省数倍不值 若可在数载之内寻到 当时无惊无险 要是用事长久 则可能会生出变故 所谓先天昏灭圆光 乃是虚空圆界独有之物 此光直指先天本来 哪怕用法宝相护 小借遮掩 也抵挡不住 不过初始便被击中 也是无事 但在虚空圆界之中 待得越长 对此光承受之力越弱 最后一道落来 便可消杀神魂柔身 修士到了反退之境 此光已是奈何其不得 可对那些动天阵人而言 却极易被损伤根本 至于寻常弟子 更是无理抵御 张言稍微也思索道 掌门真人 既然如此 那便先前商议之策 弟子与岳掌门 一同助你感应 尽快找到那处所在 岳轩霄神色肃然道 正是如此 千督新天非同小可 稍有不慎 并会覆灭于虚空之中 是以他们为此行 做了周密的安排 对可能发生的情形 都是提前想好了对策 金掌门一合手 他岂止一点 两人同时感到一股浩大神意 与他们彼此相会 张言只觉得身躯微微一震 便见眼前紧无一变 自己仍是立身在虚空元界之中 而这颗关切时 却又一个个玄动起落不定 没有大小之别 无有头尾经过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而每一处旋动之中 皆此存一方天地 而其中有一处却是 生机勃勃 无限广大 并隐隐地与自身灵机相呼应 似乎只要自己念头一动 便可投入其中 他心想明白 这等景象 正是当年三代掌门所亲历 眼下他只立道之身 气道还未斟着此等境地 能得来一关 却有莫大好处 他把神意从明空之中退了出来 做下仔细感应 不一会儿 眼前也是出现了一个个玄动 起伏生灭 与方才所界极为相似 于是用心细查起来 一晃之间 以九州实力而言 已是六载过去 这一日 张衍于定座中神情一动 他虽未找到那处 却易赶得一处天地 与原先九州之地 却有几分仿佛 而正在这个时候 却替秦掌门神意传来道 寻到了 张衍立刻收拾心神 沿着秦掌门神意所指观去 古事件的那处所在 他缓缓立即伸来 与秦掌门月熏霄二人 一同站在昆首之上 并以神意传言道 诸位真人 到了 与此同时 昆背之上原本端坐不动的 洞天真人 也是一个个睁开双目 站立起来 靠着三人神意相助 他们同样也是望到了那处所在 目光之中既有妻妾 又有戒备 只是 这一放开感应学窍 其等身上灵机 顿时向外发散 不过此刻 已是无人在意词典了 虚空云海之中 只见一道道清起灵光 冲天而起 而后 便将那一头庞大无匹的大昆 跨过茫茫须天 以翻天覆地之势 轰然冲在了一处悬洞之上 煞时之间 那一方天帝之门 便被撞了开来 东荒地路 宽阔无边 其地是山形 游西向东南延伸出去 最后 演化为一个乱崖脱角 深入到那浩瀚壮阔的 明海之中 而占据此处的 乃是一个 名幻战山式的小部族 近海一侧 时来涨高的白冷汹涌而来 不断拍击在暗滩礁石之上 时时撞出巨大声响 人若站在前方 心神 以为这磅礴气势所撼动 而就在不远处 黄澄澄的沙滩上 一名十一二岁 身形瘦小的少年 正拿着一把木铲 奋力挖着什么 就在脚边 则摆着一只草兰 他十分专注小心 随着那坑洞越来越深 小小身躯也是陷了进去 只能望进一坡梦尼沙子里飞出 此刻 若有人把两次沙堆一推 立刻把它埋了出去 忽然 他手里下一顿 听得咯噔一声闷响 似乎碰到了什么 他眼中一亮 立刻切了小木铲 双手拥力巴动 却是挖出一枚 边缘有不少缺口的贝壳 只是表面光滑 分明是被人打磨的 他小心地将泥沙扶去 见上面刻有一个古怪的纹路 尽管笔画简单 但望去古朴有力 渗透着一股 蛮荒苍凉之感 便是这个了 他去约一呼 这时 呼听得沙沙声响 却见一只只小蟹 从脚边草栏中 争先恐后爬了出来 啊 不好 他惊心抓住那背壳 连木铲也是不顾 从沙坑之中一遇而出 就在他离去的一瞬间 沙滩煞湿炸开 轰得窜出一头 身长三尺 生有两爪的白斧怪鱼 少年在沙地上翻了一个身 顺势站起 看着那怪鱼历齿 在下方咔咔乱咬 一抹脸上混合泥沙的汗水 暗透一声豪险 不敢在此多留 撒开腿 往远处一座座 耸立在岸边的岩崖跑去 出去三四里 才跑着那高崖之下 却见峭壁之上 沿着山岩凤鹤 有一座座乌舍兴郎 看去竟是花费大力气 在尖岩上凿开孔洞 插入木器时 再在旗上搭建而成 上方有人龙手大喊 小猴 快些上来 舅鸟要来了 小猴应了一声 知道了 他把贝格含在嘴里 急步冲上一个高坡 然后一个月空 抓住一根挂下来的粗锁 沿起往上攀爬 三下两下 就爬到了第一个落足之处 随后 借助岩壁上 一块块突出来的木器 一口气登上了 足有三十来丈高的十台之上 身形果真灵活敏捷的 如同一只小猴 不过到了此处 距离那最上方 还有丈许高 此处 无有任何借力之物 而一条本该挂在此处的软锁 这时候也不见了踪影 这时 上方突然传来 焦急的催促声 快 小猴 快 小猴只觉 海风之中 隐隐约传了一声 思笑之音 回头一看 间远处一望无际的 蔚蓝海水之上 有一点点黑影 在天际尽头浮现出现 密密麻麻 仿佛无穷无尽 他不见打了个哆嗦 咬了咬牙 在眼壁上一个踏步 后退几步 几乎是到了尸台边上 再发力一冲 踩着微微向里倾斜的牙壁 蹬蹬几步踏了上去 再伸出手 尽量去够上方的跳板 可他毕竟是人小力弱 但冲里宵静 还是堪堪差了一点 眼见着要掉落下去时 上方伸出一只粗壮手臂 一把将他抓住 随后拽了上来 那手的主人 乃是一个精瘦汉子 一把将他丢在地上 狠狠骂道 小猴只 看在你姐姐面上 我拉你一把 下回再在这个时候出去 我可不来管你 小猴吐出贝壳 一咕噜爬起来 嬉皮笑脸道 多谢游哥 那汉子却脸色一板 一把按住他的脑袋 往一旁凹洞塞去 催促道 还有些心笑 快躲起来 小猴顺势一弯腰 就到了一个 狭小逼子的言戏之中 这里面 一时有好几个孩童 都是冲着他几眉弄眼 他黑黑一笑 钻到一处角落 把那贝壳 小心地放到怀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外见那汉子 脸色一速 往远处眺望 此时 已能看到那黑点模样 却是一只只白羽赤鲸 毁粗身距的大鸟 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凶利之气 他也不敢耽搁 闪过几步 钻入了事先开凿好的 言学之中藏身 过得大约十几呼吸 那力笑声 越发尖锐极促 汇成大潮而来 仿佛要将人耳膜撕裂 那些妖鸟冲到近处后 一偷偷往在眼壁之上的 灰色藤蔓重去 咋得咚咚之响 小猴暴徒蜷缩 死死缩在角落里 听到外界 狂风咒语一般的撞击 却是一动也不敢动 足足有半个时辰 外见声息才平复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 听得咚咚鼓响 小猴与这几个孩童 知道危机解除了 都是欢呼一声 迫不及待地 从里面爬了出来 不但是他们 上上下下 绵延石树里的 沿靴玄舍之中 也有一个个人影 走了出来 看去足有万鱼之数 不过其中有不少乌舍 却是破损断裂 还有人被旧鸟 从牙洞之中 拖出来灼死 蚕食坠在牙下 看去凄惨无比 只是海边存活的部族 每天都可能有人死去 部族中人对此 早已是习以为常了 忽然有人大叫一声 是赤囊 小猴一机灵 趴着栏杆看去 肩下放尸台之上 留着一只 差不多有半个人头大小的囊包 看去鲜艳夺目 十分有人 只是可惜 此刻已是有人 截足先登了 一名披着厚雨袍的老者 带着几名壮汉 将那囊包小心拿起 认真辨别了一下 信息换道 是白仔囊 公儿 快来赢了 走开走开 一个壮得如同牛犊一般的少年 走了过来 把挡在身前的孩童 门横的挤开 沿着绳索下到下方 一把夺过那囊包 仰头灌下去 红色枝叶 自他口角胸脯流淌出来 滴答落地 顿时 一股香味飘散出去 那老者 无比心疼道 哎呀 慢点 慢点 莫要早捡了 小猴无比羡慕地 看着这一切 许多年龄 与他差不多一般的孩童 也是留着口袋 瞪大眼睛 含着脏兮兮的手指 用力吞咽着 旧鸟又把吞咽下去的食物 存在喝囊的习惯 因其经常吞神能互相补益的草木精华 久而久之 里间所积蓄的枝叶 足够比你天才地宝 哪怕祖宗 哪怕祖宗成丁喝上一口 哪怕一天一夜不吃不喝 也不觉疲惫 不过 这通常只有打过筋骨 由济师传授状元秘法之人 才能一口气吞上这许多 要是寻常孩童 则能一滴滴品味 这名幻站滚的少年 乃是族长的长孙 自三岁起 便开始练习内壮之术 远远不是同龄人可比 待把职业喝完之后 浑身变得赤红无比 他打了个宝格 吐出一股热气 把囊包往牙下一甩 此举顿时引得不少孩童 沿着绳索攀滑下去 赶着前去争抢圣食 站滚哈哈一笑 小猴犹豫了一下 未曾确证 只是把手中被壳 抓得越发紧了 雨炮老者十分宠溺的 忘了站滚几眼之后 翻上一头大鹰之背 一声呼哨 便架着其来自 位于峭壁最顶端的牙洞之中 这里十分的宽敞 长宽足有十丈高 从掩蔽的痕迹来看 都是以人力凿出来的 行不到里间 他把雨解下 摔给一个容貌娇好的少女 到了一个铺满毛皮的软榻上 躺了下来 自有少女跪着榻前 过来垂背捏腿 这一时 又一名少女进来道 组长 大济世 大济世 老组长忙道 快请 少青 见了一名麻衣长发 眼神深邃的壮年男子 老组长一挥手 你等 都下去 所有侍女 都是退出血洞 在这里 只剩他们二人后 他撑起身来 作证言道 大济世 这已是这月来的第三波救鸟群了 魔腐腾快要补足用了 不知大济世 可知这是什么缘故 这些魔腐腾 可是人寿 绝精怪 战士族民将这种在崖壁之上 利用这些惊疼 来保护自己 免受各种外敌的侵扰 但此疼 一旦生长过多 亦会对整个部族造成危险 不过此疼亦是救鸟洗食之物 每个一月 就要过来捕食 但这等鸟类纯笨 比起那些薰悍的妖物 不值得好应付多少 如此一来 既可令魔腐腾不至于太多 又避免了妖物侵袭 战族之人 巧妙利用了平衡 得以在海牙这处 繁衍了百余崽 不过这一切 从上远开始 便就不同了 每个八九日 就有一群飞来 大大一鱼往日 大祭师道 这些鸟群 飞是来米食的 倒像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 老者一正 宁眉道 北方 可是那处 出现了什么变故吗 大祭师言道 哎呀 不好说呀 许是多了一头骨药 老族长 揉了揉眉心 沉声道 骨药 如此说法 也有几分可能 往日 古药也出 会把周边所有生灵 当作口粮 导致整个精怪种群 纷纷出逃 虽然旧鸟 智慧低下 可一旦危险来临 也会设法躲避 老族长叹了一声道 哎 如此说来 还会有更多的鸟群过来 可魔府堂一旦被食尽 我有这些金藤遮挡 修说海中妖物 就是远处临下来的那些精怪 温着窝等血肉味道 就会爬上来 将我吞吃干净 大祭师不由沉默 虽然他有一些神通 可要对付成千上万的旧鸟 却是无能为力 老族长先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盯着大祭司言道 我只求大祭司一事 要是我站不撑不住了 请你走时 把广儿一起带上 送他去东荒上国 他解下紧帛上的兽骨项链 扔了过去 你答应 便是你的 大祭司一把结果 看了两眼 想了一想道 上国 距此路途遥远 我 只能尽力而为 老族长咧嘴一笑道 只要有你一句话便好 我还见几个侍女 你看上哪个 带走就是 大祭司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夜幕很快降临 小猴儿 父母早亡 只有一个姐姐 在老族长那里做事弊 平日里也无人来管她 回到住处后 啃了姐姐特意留给她的干面 就又出了门 沿着一条玄廊走了两三里 来着一处崖洞之中 此处乃是一座天然穴洞 一年前 有一名来自父王部落的瘸腿技师 前来投奔不足 老族长见她能说会道 又粗通药师之礼 便允她寄居于此 不过此人 自在荒路上游历过 又擅长讲古 故而每日都有不少孩童少年 被吸引到此地 听她说哪些奇闻怪谈 小猴儿最是喜欢听着人 说哪些上古之事 故而早早到了此地 此时 天光暗淡 洞中湿冷 一是提前点起了篝火 那瘸腿技师 看不出具体的年纪 头发枯白 胡须稀疏 身上罩着厚厚的麻衣 正坐在那里打盹 过有一刻 陆陆续续有人到来 大多数都是脏兮兮的孩童少年 他们自发围了一圈坐下 瘸腿技师睁开眼睛 见人来得差不多了 咳嗽野生 便准备开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开 外监医生喝骂出来 战滚在几个基石少年簇拥下 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不再的吩咐 便由手下人 将几个孩童驱赶着一边 连小猴也是被迫让开 到了角落中 他在那瘸腿技师正对面坐下 一扬下巴道 那瘸腿老头 你可以开始说了 瘸腿技师小的对方是族长之孙 如今他寄人离下 也不想得罪 便道 今日便说那袁伯开天之事 战滚伯奈凡的白手道 不就是袁伯深化天地后 伯白伯玄两兄弟各思日月之事吗 我早已听过了 换一个 他身边少年一接嚷道 换一个换一个 缺腿技师也不动气 好 那便说 荒禄身万灵 清灵 眼人果 灼灵 化魔妖 战官打断道 这个也听过了 听闻 你是从荒禄中来的 东方上国听过吧 造了不少土台 连古妖大魔都可以拿来主的那个 别说这个 缺腿技师一笑道 哼 少组长说的 可是那东方神国 而非东方上国 那也不是土台 而是土台 本是斩杀妖魔的形台 后来 有人嫌弃杀气太重 改成了土台 战官疑惑道 东方上国 不就是东方神国吗 缺腿技师摇头道 不一样 不一样 万云年前 一千三百部族 迫于妖魔威势 在大象山 煞血威盟 祭天驻地 立国东方 镇压天元 国中勇壮 能与海中交龙相搏 能与山中精怪较利 而七千载妾 神国崩塌 分散为百余国度 东方上国 乃是神国公使后裔所立 在诸国之中 算得势力最大 但远不能与当年神国相比 战官不是个好脾气的人 略带烦躁的 那便说东方神国 缺腿技师点点头 便将上国诸多流传下来的故事传闻 一桩桩一件件说来 他口才了得 无论是战滚 还是小猴 或是那些孩童 都是被那数千年前 在荒路上 所演绎出来的 雄奇篇章所吸引 尤其是说到那举手 偷族 可呼风唤雨 奴役妖魔的悬世时 更是让他们发出震震惊呼 恨不得以身待之 缺腿技师 已是连连不断 说了一个多时辰 但他显然越说 越是神采激昂 目中也渐渐放出光华来 东方神国 之所以能与古妖大魔匹敌 靠的 乃是玄氏 但国若难养氏 氏寡 难兴国 什么是国 数十上百 乃至上千不足 种之成成 上下一心 有开荒撇林 平山填海之力 有斩妖除魔 维护人间之能 方能称国 有国必守江 守江必举利 举利必仰氏 仰氏必仲才 仲才必兴学 当年神国之中 利有是三千赌学 刀刻金传 针此现文 在文字与玉骨皮毛之上 总观神国万载 虽出无数的勇撞 但最后能成大气者 无不是智慧通透 嚼烂文骨之人 只以一身蛮力 是斗不过荒谷大腰的 说到兴起 他当场拿起树枝 在地面上勾勒出几个字符 小猴伸长脖子 瞪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看着 仿佛身心都要投入了进去 只是这些少年孩童 是来听他讲故事的 对这些鬼话服一样的枯燥文字 却不感兴趣 在家听的乏力 有不少人都是打起了哈欠 战官站了起来不屑道 去 学这些有什么用 能打得过荒谷兽妖吗 有这闲功夫 还不如多靠两条肥鱼 看得见摸得着 今天吃下去 明天还能拉出来 回去回去 他一挥手 几个少年跟着他走了出去 还有一声音自外传来 少组长说的对 什么文国 就是一把老骨头 我一拳就能打死他 识多少字都只能烂在肚子里 又有什么鸟用 有这闲功夫 我还不如多开几次强弓 多取几次力石呢 剩下一些孩童 还不舍得离去 眼巴巴等着讲下面知识 只是看瘸腿技师 一笔一画 十分专注的模样 也绝无趣 一个个离去了 只有小猴一人留了下来 许久之后 瘸腿技师终于写完 他放下树枝 看过来道 你为什么不走啊 小猴拿出了白日得来的背壳 往前一地道 学师 你说过 我只要找到一个字 就给我起名字 瘸腿技师 是有些意外的 没想到 你果真寻到了 他拿过来一看 嗯 这是一个鹿子 八千载前 东荒神国 曾再次摄鹿渡塔 方便抵御海中古妖 你既然与此次有缘 你们战部 都以战为姓 我便叫你 战鹿如何 小猴儿连连点头 他十分高兴地拿起树枝 在地上把自己名字写了出来 瘸腿技师看了看 见他写得像不像样 急道 你学过字 小猴儿挠到头 不好意思道 站字到处都是 好多人都认得 路字就那么几华 好记得很 瘸腿技师看他几眼 突然一身脚 把地上那些字抹去 问道 地上方才写的那些 你可能默写得出来 小猴儿抓了抓头皮 一笔一画认真写了起来 虽然七扭八扭 但那摆了个字中 居然被他写出来八十多个 缺腿技师点头道 不错 你可愿意跟我学字 小猴儿双目亮起 拼命点头 缺腿技师又问 你为什么要学 小猴儿道 小猴儿觉得有用 缺腿技师叹一声道 唉 你是有缘法之人 我问你 你可知 人与妖鬼最大的分别 在何处吗 小猴儿想了想到 嗯 妖魔吃人 缺腿技师笑了笑 哈哈哈哈 妖魔吃人 也吃妖魔 你记着 我等生而为人 有比于禽兽妖魔 并是生而有志 但只有志 无有实 仍是不成 志乃天兽 实乃后天成就 你看那老族杂 算得上 有志 有实之人 是以 能带领战部 能在海盘 繁衍生息 但若换了那 少组长上去 你觉得 能成吗 小猴儿赶忙摇头 缺腿技师道 所以呀 志识兼有 还缺了一样 那便是学 唯有学 才可成递 前人实践智慧 但一人精力有限 他若学不来 又如何传递下去呢 那便需文字了 把文字 录于古甲 一代代传承下去 心火不绝 时代 百代 千代 把所有人智慧学识 融会在一处 供后来人学用 那么迟早有一天 我等 可将妖魔精怪 斩尽杀绝 立起一个地上神国 人道乐土 缺腿技师一番话 仿佛在小猴儿面前 展开了一幅 波澜壮阔的画卷 听得他心中热血沸腾 胸腔被一股 豪情壮志所填满 忍不住捏紧了双拳 瘸腿技师一笑道 不过 那一天 尚还遥远 你先学好 眼下这些字 再说吧 他思又想到一事 还有 别叫我悬尸 在这里说说无妨 若是将来 到了荒路住国中 那是要闹笑话的 只有修制灵形之境 又专修文符之道 才称得上玄师 我不过是方才通俏 尚还差得远 小猴儿不知道 什么是灵形通俏 只抬头问道 那我该怎么叫 绝对技师道 你若高兴 称呼叫一声莫老即可 或者叫莫老头 也无不妥 小猴儿点头道 莫老 莫老 一下浑浊 变得清晰起来 身上放出一股 射人气魄 一条腿 似也不瘸了 温满当当 走到崖洞边 看着月下 翻涌的海水 暗寸道 一年之前 大巡师 观览星象 推算出海北 有一边 祸及东南 一天地界 又要多出一尊古药 看近日之变 倒也有几分可能 是否当真如此 我且在等待些时日 想来 便能亏看清楚了 在他身后 冻冲篝火 渐渐暗淡下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下来一月之中 小孩儿每日坚持过来学字 他十分聪慧 每日都能记下数十字 令墨老十分满意 已经有心提前传授 他修行之法 只是出于某种考量 还是未能下定决心 这段时日内 战不遭受的清洗 越来越多 林中鸟兽早早不见了影踪 而且许多闻所未闻的妖物 从海中爬了出来 拼命往陆地深处窜去 每日都有体具庞大的水族 搁浅在沙滩上 看得人心惊胆战 这也越发让墨老 肯定了心下猜测 然而才过得几天 就让他打碎了这个想法 这日夜中 北方天空中 有一头 足有万张大小的身影过来 其头扁深长 如雨似稀 微生透明捕膜 漂浮之时 有璀璨精彩飘出 在越野之下 可谓是美轮美奂 此妖物已出现 无论海上路上 所有圣灵 都是露出绝望惊恐之色 瑟瑟发抖 战族中人 更是一个个 好若深悲俱实 一个个被压得趴伏在地 无法动它 唯独莫老一人 还能挺立不动 不过 也是浑身颤抖 满头大汗 原来雄把北海六周的 古妖 离远大胜 千年约其未到 他怎又敢来犯我东荒 只是下一刻 他便知道自己想岔了 那妖物 未曾来理会他们 而是急匆匆往东荒内陆而去 看那仓皇模样 倒像也是在逃难一般 而且身后许多精亮细线 分明是他的亲族 莫老看得目瞪口呆 连鼓腰都在逃避 他实在难以想象 北海之上 到底出现了何等巨变 就在他胡乱猜测之时 忽然间 一声响着整个东荒地露的 轰雷大响在上方爆开 那般动静 好似天塌了一般 莫老一个猎妾 倒在地上 他急急抬头看去 便见远方天母之中 不知何时被撕裂开了一个 不见头尾的巨大裂痕 而后便见一道遮蔽仓床的巨影 自力缓缓穿出 而随其到来 似是整个天地都在激烈震荡 当大昆身躯完全浮显出来之后 一股磅礴浩大 仿若气吞乾坤的威势 顿时笼罩在了荒路之上 其身躯四周 灵机剧烈动荡 又电光缭绕 却是其 在将一路携来的小界 设法嵌入这方天地之中 随着一道的灵光闪现 传来滚滚声响 小界之门骤然动开 明仓派 少青派 贫都教 还真观 明泉宗 血破宗 九陵宗 元审门 清云门 离山派 严崇观 崇越真观 这些崛起于九州的修道宗门 此刻却是凭借大昆之力跨界而来 一个个出现在了这片荒路之上 三大反退 近三十位洞天真人 数以百万计的修士 或平雪凌空 或承舟幅度 或玉踏云阀 或极钻林寝 占据清空碧海 一时灵光漫天 照耀万古荒路 清气卷空 充当苍茫天云 如此庞大的灵机巨变 从西空绝域 到东荒地露 从北天寒冤到罗南百州 所有玄灵之士 大妖聚魔 精怪一种 无不为之震撼精灵 张眼 秦掌门 月宣孝三人 坐在昆首之上 辐射下方 几乎一如此地 他们便能感觉到 那笼罩天地似极 极无绝境的紫青灵机 神情都是为之一震 三人身后 所有洞天阵人 都是盘坐下来 尽情涂纳灵机 填补本源的窥空 而那大昆 仿佛九汉甘霖 顶上虚孔大口 吞袭紫青 原本略显甘扁的身躯 也是缓缓膨胀起来 秦掌门放了神意出去 略略也查 却见这方天地 天圆地方 无边无牙 便以他之能 也无法探得尽头 他一摆浮尘 点头沿道 此当为利基之敌 月轩小感应下来 评价道 灵机掠浮 稍显粗糙 不过 好在弥而广大 足堪我被取用 张言也是点头 虽不知这方天地 自开辟之后 到底经历多少岁月 但他自能判断得出 其应是不及九州九远 灵机充盛浮躁 少了几分沉淀 这就好比那少年人 正知生长上升之时 不过 对九州修饰而言 这却反而是一桩好事 日后不必再为 灵机部族所困扰 月轩小笑道 既有别于九州 我等不妨在此定个称呼 张言看了下死州 稍作沉吟 言道 此处海辽山荒 茫茫苍苍 不如 就换山海界如何 秦掌门笑道 哈哈哈哈 颇是应景 张言谏言道 掌门真人 此地竟然灵机兴盛 当也有修炼之事 妖物想来更是不少 诸位真人 经人节一战后 又横堵虚空 法力上还未曾恢复过来 为稳妥起见 不妨先设下进职大阵 护我们人弟子 在前人前去 寻找何时立派之所在 岳宣肖赞同道 我等破戒而来 动静极大 此戒 若是由那感应通神之人 当不难提早发现 我等将至 而我等对其 还一无所知 的确需要提防一二 入这山海戒中时 虽穿过天地关门 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顺 但对此事之人而言 或许数十上百载前 便有所预兆 若其警惕戒备 却不排除 那敌对可能 亲掌门和首道 两位所印不差 当下之计 是先有一立足之敌 他把大袖轻轻一抖 一脸灵光飞出 傻是铺开 化为一座福天周语 此时补天和内方 山门诊途 此刻正好拿来使用 这诊途展开之后 已是暂且站稳了脚跟 至于找寻临山秀水 立下山门一事 在未明此界 具体情形之前 却是不可贸然而动 岳寻霄找了 十多名急俭士 观照其等出外探寻 了解此地详情 并释法探明四周山水地势 明权 血魄 乃至魂城将门下弟子 虽也擅长顿法 但其灵机显而不正 在摸清此间修炼之事 具体露述前 暂不亦懂用 大约过去半个时辰 一名换作 陈元宁的少亲长老 现在转了回来 他来着三人前 一个鸡手 沿道 并告掌门 弟子已是打听清楚 这处名为北海六周 本是在一名大妖同事之下 不过此妖似早一把查学到 我等到来 已是带着徒子徒孙离去了 岳寻霄道 可曾查探出此界之人 如何修行吗 陈元宁自秀中 取出一张柔滑的皮毛 起手一地道 弟子从一大妖行供之处 得来此物 当与那修炼之法有关 岳寻霄拿过来一看 剑皮毛刺有许多古怪文字 与识文有些相似 不过修着他这般境地 只要承载道法旋理之文 以渐行一变 变个反本归原 直落本来 看吧之后 便往秦掌门处一船 笑道 请道友一观 秦掌门 略略一看 递给张眼 独针殿主 且观之 张眼接住 只一眼扫去 便已看了清楚 状元 生力 内顾 通俏 菱形 这后面传疑未觉 当还有后续之法 只此上并未能够输进 只是这等修炼之法 虽颇有可取之处 却略显杂乱粗糙 倒像是戾气法三道 进而有之 还杂入了一些误谷之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亲掌门点手道 这并不出奇 我九州在百万载前 修行之法 也是这般模样 只是 续川久远之后 才在干中 生出枝叶脉络 将三道划分开来 张艺连念头 九州修道之法 最早是先民在对抗妖魔之中 为魔力血气 强壮筋骨而成 而再进一步 便是施法天地 观摩自然万物 汲取天地灵气 日月之经 若无意外 山海界众人 当也是如此 不过 从此中看来 其脱离蒙媚不明 怕也是未酒 但他并未因此 而看清了此界修道人 这法门 毕竟是一代的人 智慧累积 或许不是最为上乘 但必是十番契合 此方天地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心血来潮 仿佛似明明之中 多出了什么因果牵扯 不觉一皱眉 掐指拿绝 其神一推算片刻 便微微一笑 与秦掌门又交言几句 便发了一道灵光出去 把九弟子袁景青 换着价钱 严道 为师记得 你修道至今 已有三百余载 却尚未收过一个弟子 袁景青俯胜一拜道 是 有劳恩师记挂 却是徒儿的不适 本来明仓卖弟子 到达化丹境后 都该收的弟子 不过他早年在东来修行 后来才来到东华 到了朝游天池之后 也是一门心思的修道 不问外事 便连一些后辈弟子 也有许多不知他的来历 此事 自然也是耽搁了下来 张眼笑了想 岂止在半空中 勾画出一个古朱字符道 你往南去九万里 悬疑明醒中 有着陆子之人 设法将他收拾门下 远景清未问具体缘由 躬身一击 就腾空而去 行得未久 他却觉得断光 比平日快上些许 暗寸道 在这片天底之中 自我所能释连出来的手段 比在九州时 更胜几分 应是此见灵机足望之过了 把契机稍作调理 他便遵照誓言 往南行去 他十分谨慎 知道此事有妖魔修士 唯恐撞得什么意外 这一路之上 见的人宗 便下去起得神缩 把灵光照入其心神之中 煞时看遍其生平经历 但或许是因为此方天地 太过广袤之故 这些常年有余一语之人 连话都说不利索 所知晓的 也不过是一些山野怪谈 最后所得收获 只是知晓了当地言语习俗 但那瞬息间 就可顿去百千里 往往到了下一处地头 便是另一种言语了 事已对它用处 也是不大 顿有半个时辰之后 便见不得任何周路身影 唯有一片茫茫大海 但那身形并未有所停留 顿光一道 往南方深处行去 此刻 海鸭战事不足之内 莫老察觉到北天天象一变 只是出了大事 他不敢在部族多有停留 决定立刻回去国中 向大巡师秉明此地一切 他本有一代的小猴儿一同走 但此番回去 因事迹急切 需行那飘空之术 后者恐无法受到天中刚风之苦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其暂且留下来 他拿出一把火把 只是一晃 其中飞出一蹴火星 往外飘走 便跟着其走了出去 因蛊腰方才过去喂酒 占卜之中 到处人心惶惶 乱成了一团 他未曾却理会 很快找到战禄主处 战禄见了他 十分惊喜道 莫老 你怎么来了 莫老神情严肃道 战禄 我有钥匙 须得离去 此物你拿着 他将井上一枚 系着骨片的项链取下 塞入他手道 我教你的那些字 可还认得 战禄用力点头 莫老道 好 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字 读通读顺 刻入心中 便能看懂骨片中的意思了 到时 你便可来申方国来寻我 我传你修旋之法 战禄经他这些天的教导 眼界已是开阔了不少 温言眼睛亮起 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莫老 你是玄氏 你是玄氏对不对 莫老喝了一声 点头承认道 我是玄氏 他伸手摸了摸扎入脑袋 记着了 若是有人问起你的失传 便言你是莫一台的学童 说完之后 身上腾起一团烟雾 就卷着他出了穴洞 往天中飘去 战禄不由瞪大眼睛 跟着跑了出去 就见那一道烟影 很快消失在夜空之中 他紧紧抓着那骨片 小脸至上 眼神坚定 此时在这一刻 下定了什么决心 莫老离了战步后 便开了学窍 激发浑身血气 傻时间 那由国中玄师 亲手刻画在他身上的文图 好似活过来一般 画赤芒将它裹住 骤然冻破云层 以迅捷乌伦之素 往一处方向行去 只一日之后 他便回到了 位于万里之外的深方国 此时那文图 已是暗淡下来 原先鲜艳色彩 也变得灰白无比 好似身上涂了一层灰泥 他暗叹道 这慧文浮屠果是好物 我方才非公之素 即可比你零行玄师了 此回交令 避在众人之前 当能得不少血药 下回 要不要再去设法会先在身 但是想到 速封学功中 那一个个眼高于顶的玄师 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他不由叹了口气 暗道 唉 我墨艺泰玄师还是太少了 不然 大科请他们出手 深方国中 有墨艺泰 速封泰 采福泰 干戈泰 四大学功 每座学功 都有一名大巡师坐镇 不过各自私职不同 墨艺之学 擅长刺杀探查 干戈之学 乃是征战杀伐 采福之学 经验要事一理 速封之学 专从文图绘符之等 四学也并非一味分开 墨艺泰中也有玄师 不过那些多是被公师收在身侧 等轻学艺也见不到 正思考之时 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城 此城处立平阳大园之上 被以欠山 南陵百水 宫却壮丽 硅脂红聚 城中有六丘八尺 一十三座大台 城外更有别管离宫无数 他未有入城 看了几眼 身心缓缓飘落 已是到了一处离宫之前 到了此处 他不必再掩藏自己身份 将原来深藏在水中的血气搬挪了出来 两目由浑浊变作清澈 枯白发须缓缓化灰黑色 那甘树身形 也是渐渐饱满挺拔起来 竟使于一瞬间 还作壮年之灵 门前侍者见了他 公身一礼道 文上学回来了 文是他的本名 墨 则是指他在墨一台学法 而只有修至通俏之境 才能称一声上学 但如此还不是公师 无法登台授业 仍只是一名学艺 墨文将信物拿出一室 便入至离宫内 迈过潜艇后 拾计而上 脱旅上台 由侍女过来 引他转入一场汤池内 先是书法去闻 以药水将一层层身文拨了下来 而后沐浴更衣 换了一身墨袍出来 这时 自有侍者引路 待他来之以时隔浅 这处地上砖石打磨光滑 顶上则挂有数十盏金鸟 热日火盆 照得两侧金池明亮一长 正面却是一面大漆壁 尚会有风兴玄龙 到了这里 他神色一速 伸两手出了一盒 败击下来 上学母闻 凤玉出脚 玩甲归令 攻台请焰 他将手中一片打磨精致的甲片 高高托起 立刻有人上前接过 转过一处石瓶 将那枚甲片挂在了一面大墙上 可见那处有一硅甲大图 由数千枚甲片穿凑而成 不过此刻有一脚之上 还缺有数十枚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莫温等有一会之后 一名黑炮老者走着他面前 他不仅抬头一看 又是叽叽败下 言道 上学莫温 见过戒功师 那老者神情严肃道 温上学 你是第一个回来脚令之人 大功师要见你 随我来吧 说着 转身便走 莫温身躯一阵 攻身道 是 急走急步 跟上了老者的步伐 一天过去 东荒北海上空 一座座处有 宫阁殿雨的浮雨飞风 已是升腾起来 围绕在补天阵途之外 此些物事 据是东华诸多小派 自东华州写来 全坐眼前落脚之地 这般修士 修为虽不高 但此时背靠补天阵途 他们也不怕越得外敌恭喜 张衍作为一处电阁这种 随着那数十个少厅弟子回来 他也是渐渐地 对周围情势有了几分了解 此方社界还到处是蛮荒地狱 人妖杂楚 尽怪一种数不胜数 他脚下所在之地 明幻东荒 只这一处所在 便大过九州数倍不止 而东去往海上之后 更似无有尽头 这一片荒路之中 人道诸谷 只是蜷缩在一小片地狱内 繁衍生息 而其中大部分具备那妖魔金怪占了去 甚至还有不少是类人义种不足 岂能且把人种视作牲畜奴隶 每隔一段时日 并要冲入东荒诸谷 大肆掳掠 好在诸谷之中 有那些玄师之称 也并非是无有还手之力 单独对上某一义族 大部分情形下都能占得上风 不过 因那异族之术 远远大于百国 故而外将一些诸侯 不得不与异族联姻通婚 以此平息干戈 这还只是表面上 东荒之中 更有不少的古妖大圣 这般大妖 若是来兴风作浪 东荒诸谷 虽也能勉力挡住 可若国中玄师伤亡太重 不说与异族相争了 甚至可能遭到别国吞并 时故对这些妖魔 每个百年一小计 千年一大缝 只求一个安稳 总体而言 深海戒中人道诸国 处于弱势一方 甚至随时可能有父王这位 远不能和九州相提并论 他稍作思索 寸道 或许可以从此处打开局面 把神医一起 与秦岳两位掌门商量了一番 只一瞬之后 便要退了出来 关照下面人道 把宁真人 陶真人 还有续破宗温真人 请来此处 不一会儿 宁冲玄 陶真红 温清相三人 来自塔格之内 建立之后 张炎请得他们坐下 并将三名御剑抛去 此中既有着东荒 大盖情状 三位警官之 三人各自看过之后 宁冲玄先严道 殿主换我来此 当时已有对策 不知我等下来 该如何做 张炎微微一笑 严道 我九州修士 毕竟是他界而来 非是此地土著 上来便侵占地界 难免惹得此界生灵敌势 若能解好一方 便可占得一个大义名分 日后行事 也能够方便许多 陶真人言道 真人是想与东荒诸国皆好 张炎点头道 妖魔精怪乃是夜类 先天与我不合 偏偏又占据东荒地露 大阪疆域 我若要与此重辟山门 却绕不过此背去 而我九州修士 与东荒诸国同属人种 同是戴天履地 轻生灼降之体 若能彼此隐缘 对双方都是有利 只我与东荒诸国 彼此并不熟悉 贸然寻觑 其必疑虑重重 不会轻易云我 三人都是赞同 换了他们在九州时 要是有人自天外破戒而来 纵然表面不说什么 也必是戒备警惕 当年天外修士 也是通过数长论法 又铸留有数百上千年后 才渐渐为西州修士所接纳 张眼看了三人一眼道 故我欲与之交好 便需先给出一个诚意 宁冲玄一尘吟 目中献出冷芒 言道 古妖 张眼点头一笑道 我若能送去一头古妖 东荒百国 当能名我诚意了 他一斗袖 三道法符飘出 此时东荒地露中 两头古妖盘掘着地 三位可去设法拿了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三人 又道 古妖这能 不在寻常动天修士之下 三位法力未曾尽负 此战 若需借用什么法宝 可提先说了 我皆可设法调拨 宁冲玄与陶镇人 皆是不言 他们身上自身有衬手法宝 自无需多写 温卿向打个鸡手道 张念主 那血神铺 可否赐温某一用 张眼并未回绝 一甩袖 便一道血光涌出 说道 温镇人 此宝可先还了你血破宗 望你能于此事之中 用心出力 此宝需血破宗功法方的运使 对他毫无用处 引下学母两家 童书九朱修士 需待其心意气对外 还了回去 反能发挥更大作用 温卿想称谢一声 肃荣言道 感不尽力 张眼诞生道 两位掌门正于穷天之上 采设紫青灵机 三位若能将此事办妥 自能得此赏赐 三人都是精神一振 紫青灵机 乃是反腿修士日常修行所用 若经其手加以祭练一番 便可谓动天修士所用 若实时得此气吐纳 那功行静静 必可快上许多 张眼此时该交代的 已然交代清楚 八手一抬 三人起身一礼 便就告退下去 把此事安排下去后 他也暂得空闲 便开始考虑自身修行之事 他现在力道 虽然是上了六转之境 但并不会因此而放弃了气道 这里又取着不尽的紫青灵机 他也力道六转身 彩色此气 乃是轻而易举之事 相信很快 便能铺开后面数重掌观 进而修得圆胎之境 去往反退之路 可谓是平坦无比 而到了反退之境 若修行之地 此境灵机稀缺 那么之多可受之九千 但若此气充盈 受过万载 也非是什么难事 也是因此 低背弟子 诸道之语 有贺万寿一说 至于再往上去 正思索之间 忽然外界 传来隆隆雷声 随后又撇破大雨降下 这是他第一次 见识到这方世界的雨水 果然是蛮荒地狱 此雨 简直如同那四海之水般 倾倒下来 他目光微闪 东荒卓国 非但须抵御妖魔一族 还须实时面对 这等自然伟利 其生存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不过 这不见得全是坏事 结盟一事 须比原先所想 更是一成 莫文跟着那戒工师 出了诗阁 并未往外出去 而是转入一处暗阁 静止往地下行走 不知多久之后 面前敞开一闪诗门 隆隆声中 两侧火炬一起 骤然明亮起来 可也望见此处 是一处宽敞大殿 四周 处立有一根根的 鬼闻铜柱 戒工师扔下一句 再次等着 便就往内殿走去 莫文仍是立在那处 不敢动的 过了有一会儿 旁次殿狼之中 走出了一名长寻男子 披发赤足 肤色白皙 面目硬朗 眼窝深深现下 两道眸光 如幽夜见光 即使刺人 而戒工师 正垂手跟在此人身后 莫文认得此人 正是大公师莫读 敢忙依照礼数 三级一扣 和掌于前一镜 功声道 学义莫文 见过大公师 大公师 并是国中大巡师 岂能足可与古妖相斗 四大学功之中 莫一台 虽排在最末 但历来最得国君信任 这位大公师 并是公族中人 在此人面前 他不敢以上学称呼 只能自称学艺 莫读在台前 记坐下来 神荣倒是和蔼道 你第一个回来 当时借了文徒之中 足见你比他人 更是用心 莫文道 不敢当大公师夸赞 莫读摁了一声 伸一手 按住按脚 直视过来道 你把海江外观得之事 详细说与我知 莫文道了声势 他在占卜足足一年 省去支解 捡了紧要写妆 道了出来 莫读听完之后 若有所思道 你说 关的那天外大鱼 似有人驾驭 莫文肯定道 是 学义以台中所赐 盆见观之 隐约见的那大鱼 投手之上 有几个模糊人影 只是方才看有一瞬 那镜盆变自裂了 学义身上 那可用来 护面的杨文 进阶化裂 无有半分残留 借公师这是一击的 大公师 那镜盆 乃郭心所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文青凝重起来 盐道 这等大将所致之物 必是古妖 也可远远查看的 居然看不得来人形貌 难道 岂已是到了那般境地吗 借公师连路金融 害道 这 大公师是盐 莫读一摆手 制止他说下去 转手看向莫文道 你方才言 在占卜 遇的一个小童 从未识字 乍一剑之下 却能把百字学经 记下七八成 莫文一浅身道 是 学义剑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便把法骨给了他 莫读道 你此事半岔了 莫文大恐 往下一幅 以讹基地道 是学义自作主张了 莫读摇头道 我非是说此事 而是你不曾将他带了回来 莫文不尽一证 莫读叹一声道 七八岁模样 便能看得八成以上学经 这般天资 在速封台中 已是少见 若能好好栽培 来日必成悬尸 我莫一台 便可少了几分掣肘 为了这等人才 你纵然晚上两日到此 又能如何 莫文更为惶恐道 确实学义作差了 寄功师在旁说情道 大功师 文学义也是一心为了学功 莫读研道 我向来赏发分明 莫文此行仍是有功 可自双倍学药 但失落人才 法简半数 何时巡回 何时补足 莫文郑重道 多谢大学功高赏 学义这便动身 不把那孩童寻的 绝不回功 说完 重重一叩手 莫读看了一眼 借功师 后者点了点头 他走着一边 推开一扇暗门道 随我来 莫文再时一拜 便跟着借功师退了出去 两人退出后 自十平分后面 转了出来一人 三巡年纪 留着短须 步履甚是沉稳 此人乃是深方国公子 树霄 因国主老迈 无心打理国事 事故国中权柄 早就操作于他手了 他摸了摸 胡须 言道 大公是以为 自天外到来的 会否是那凶物 莫读想了想 摇头头 不想 传闻那凶物 残暴狠毒 且万年也临 如今 才过去七千载 怎么也不会 这时到来 七千载前 正是东荒神国 兴盛之时 然而 祭祭之中 却又以凶物 自天外而来 神国大忌公公拓 率众迎敌 传言一场大战之后 公拓 虽将此物击退 但自身 也受创极重 其人死后 神国 也就分崩离析了 公子肖一笑 说得是 况且 这也仅是传闻罢了 有些地方 还太过离奇 是否当真有那凶物 谁也说不清 并真是如此 我人道之国 不仍是存续未断吗 所以 也算不得什么 莫读神色认真道 纵然不是那等凶物 来人之能 也不可小觑 很可能 也是到了 那般境地之中 公子肖亚道 可能吗 莫读诞生言道 来者能破开 这方天地 与七千年前记载 有几分相似 且这回来人 许还不止一个 菱形之上 变为通玄 到了这般地步 便能称之为 大玄士了 这也是 玄士之称的由来 然而在此之上 实则还有一层境界 到了那般境地 就可试着到天穷之上 做了一缕九天子气 合着当要吞入身躯 便能行渡日月上 成舟银河间 闯门当年公拓 便得此能 只是数千载下来 再无一个大巡视 能跨过这一关口 公子小脸上笑容 慢慢消失 拧起眉头 他想了想到 昨日那天想一变 不知东荒国 是个什么说法 东荒公使 乃是神国后裔 故东荒众国 给一个上国警称 但是数千年来 有不少诸后国 渐渐崛起 论及国力 也不输多少 譬如深方国 因校方古时赌穴 立学台之之 国中巡视 数以万计 再加之 这数百年来 更是吞并了 不少小国 江土之大 已是超出东荒不少 俨然南方大国 故而言此之中 并无那般客气 莫独抽出一张卷博道 东荒国停一对答 大半皆在此 公子可拿取一跃 公子肖结果 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 吃笑道 什么肖与诸国 未得明令 不得善与天外来人交通 还当真以为是神国统事 人道之时吗 莫独诞生道 公子如何想 公子肖面露不屑道 我身方过行事 与东荒国何干 其也管束不到我这里 大公师可欠以得力之人 去探探那天外来人的底细 莫独摇了摇头 言道 若是公子执意如此 那此事唯有臣下轻去 他人是做不来此事的 这般 公子肖趁音片刻 便同意道 也好 也只有你去 我猜可放心 但务必要抢在东荒使者前面 与之会面 他可非是一时意气勇士 而是觉得 那些天外来人 若怀有恶意 那么东荒诸国 怎么也是躲不过去的 但若可以做下相伤 作为第一个与之接触的诸侯国 必可得到莫大好处 他相信 东荒国也应是存着这个念头 其应当在打着一边稳住诸国 一边派出使者的主意 他可不会让机会 白白从手中措施 莫读起身 把手一合 作了一击道 读明白了 稍作准备 一个时辰后 便就启程 公子肖后退一步 还了一礼 速容道 那便 拜托大公手了 战士部落之中 此刻 寒沙声一片 上千部落钉状 站在悬廊上 在老组长的指挥之下 不断将打磨尖锐的历石 投枪 向下投掷 将一头头攀比而上的妖物 打落下去 没有一头落地 必被其余妖物 易用而上 请客接 撕咬的粉身碎骨 然而 这并没有什么用处 下方仍是有 源源不断的妖物攀爬上来 一名钉状 匆匆跑来 谎急道 组长 突枪快要不够了 老组长十分镇定道 压上有的是石头 我一命组里妇人在打磨了 况且这些妖物 乃是海中水族 无法在路上久待 再支撑一会儿 倒得正午 他们忍受不了日头 自会退去 冰状听他说得有理 又被他冷静情绪所感染 顿时 信心大增 抹了一把 脸上汗水 高呼一声 又跑了回去 然而 谁也未曾发现 老祖上眼底 却有一丝阴霾 妖物虽然凶悍 但通常以自保为第一 便再是鸡肠碌碌 也绝不会如此的汗不畏死 且眼前妖物 并非来自一个族群 而是数个 这便更是不同寻常了 很可能是一个妖手 在背后驱使 他暗叹道 唉 看来不足是守不住了 不过好在滚而方才 已是送了出去 哪怕族中丁口晋王 我也为他争取到充裕的时间 战路此刻 小心翼翼地 趴在一块大石上方 看着下面 得了莫文岳于教授 他与岳前 已是判若两人 见识远在战部族中之上 他知道 眼前的情形很不对 但又说不上来 哪里出了问题 他焦躁不安地来回张望着 许久之后 忽然身躯一抖 眼睛目的瞪大 就见远处海涛之中 有一双胸襟潜藏其中 正带着一丝细血 残忍地看着这里 他赶忙啪啪下来 心中咚咚跳动不止 虽不知那是何物 但能感觉到留在部落中 很可能会丧命 我又尽快离开这里才好 这等念头 放在以前 他是万万不敢想的 可此刻 很是自然无比地生了出来 他支着岩壁后面 有一个软梯 平日藏在魔佛藤中 只要在身上 图抹一种药液 可在危机时候退走 不过魔佛藤这一远来 几乎被救鸟吃净 他有把握 不用药液 也能溜走 只是他还有一个姐姐 在老族长出服饰 不愿一个人独走 便偷偷向崖顶爬去 好在这一时 也无人来注意他一个孩童 就在这边人要搏斗激烈时 数千里外 一名神戎冷峻的黑豹盗人 正欲空行弃 足踏刚风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盗争锋 老族长所塑之地 通常需乘坐大鹰上下 不过这毕竟只是一头禽鸟 并不能完全让人放心 是一起在崖壁上 留下不少圆洞 必要时只要插入木器 自己就能上下攀爬 站路先前 也曾多次偷偷来一次 看望自家姐姐 也是熟门熟路 他虽然身躯瘦小 但这比年老体帅的老族长 稍稍矮了些 且又很是灵活 根本不用木器 抠着十眼 往上蹭蹭爬了上去 快要到上方时 手大一处突出边缘 黑得一实力 就入到了一条石系中 这石缝上下十多丈 但不过成人肩膀那么宽 他学起双手双脚 在两旁凿出的凹洞上 灯榻攀行 摆了个呼吸后 就到了那石库之中 自下方探出头来 压上几个侍女 此刻也是忐忑不安 忽近有一个脑袋冒出 不仅吓了一跳 但看清是她 这才松了一口气 真怪的 原来是这小皮猴 吓死人了 站路才一上来 便瞪那眼睛 东张西望道 二姐在哪里 找你二姐呀 一名年纪稍长的女子 小盈盈上前 将她拉起 并拍了拍身上灰尘道 你二姐被忌实相中 贴身服侍 出去有半日了 还有一名女士羡慕道 小猴 你可真是有好福气呢 小盈成了忌实身边人 也能过上好日子了 可怜我们呢 就苦多了 整日还要伺候 那个老家伙 阿姐跟着技师走了 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站路嘟囔了一句 她毕竟年纪小 孩童猩猩 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情绪 阿姐既然走了 那么自己早些离开得好 她抬起头 认真言道 那些妖狗快要上来了 几位姐姐 也快些走吧 这些侍女 有的多也是十八九岁 看她一个小孩 说话一本正经的样子 觉得十分好笑 那个年纪稍长的 上来摸摸她的脑袋 小猴 莫怕 有老组长带着人对付妖物 怎么也是没事的 站路还想说些什么 忽然下方传了一阵动静 而后听得一声凄厉惨叫 几个侍女对视了一眼 小心走过去 探手一看 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其中更有年纪稍小的女子 惊叫出声 却见一头红贯怪鸟 将那成鹰扑压在地 此刻正用那一只略带弯曲的绘钩 竹石血肉 弄得到处都是残雨血污 还有两头怪鸟在一旁转圈 但是 受于那头红贯怪鸟的威势 不敢上去争强 这时 上方传来的惊叫 却是惊动了他们 两对眼眸立刻盯了过来 呱呱一叫 一个盘旋就往上冲来 上方动听宽大 根本是挡不住这两只怪鸟 其中一头凶悍无比 方才窜了进来 就把一个侍女叼入嘴中 余下女士顿时尖叫逃散 这些女子身上 长久涂抹有香草熬成的汁液 富裕芬芳 本来很好地掩盖去了身上的气味 若不发出任何的声息 那怪鸟便近在咫尺 也无法发现它们 可那野生惊呼 却是将自己暴露了出来 这时 另一头怪鸟也是纵了上来 爪肿提起 双尺张开 头颅毛发一炸 对着场中咕咕一叫 场中女神脑袋中 如同挨了重重一击 皆是一个个口鼻流血 软倒在地 湛露也觉得头脑已晕 但这时 紧波之上那悬油骨片的项链一闪 却又一下清醒过来 它就地一滚 就跃入方才那上来的那处阎风之中 上方一按 传来震动扑齿之声 并有一股腥风飘下 随着那怪鸟把头探了进来 差一点便能把它勾住 然而这处阎风 逼子狭小 他那庞大身躯 根本挤不进来 便又振齿而下 试图在外间 找寻一处较大的缝隙 好钻了进来 湛露虽然十分害怕 但并未因此放弃求存 尽一切可能地贴着岩壁 那怪鸟试了多次不成后 怒笑一声 两只利爪扣住岩石上 用利慧不断去捉旁处的岩石 弄得是碎之飞溅 似乎是想要强行开出一个 可供穿行的通道 但是外间岩石 久受风雨侵蚀 有些松散 礼间却十分的坚硬 不是一时可破开的 这妖物几次一把头探下来 都是差得一点点 才能碰到湛露 这妖鸟名为绝角 向来信贪少至 往往会盯着一个目标不放 纵然外间那些侍女 已是够他果腹 也仍是不肯放过面前 这个能够活动的猎物 湛露此刻也无处可去 上方还有一头怪鸟 下方则是悬崖 只能乖乖待在这里 于是一人一鸟 便在此处僵持住了 袁景青已是接近了这一片海角乱崖所在之地 他放出神缩探寻 这方圆数千里之内 只有这一处有部族聚集 然而此时望去 整个战士族已被攻破 远远望得一片混乱之象 不少妖物在岩壁上肯是人知 不觉皱了皱眉 目光下移 一股浩大气急投去 所有妖物心是身躯一僵 随后一偷偷惊恐逃窜 他一甩袖 一团黑雾闪过 出来一个清秀小童 躬身一拜道 老爷 袁景青冷声道 料理干净 跑了一头 拿你是问 那小童倒一声事 把声一晃 变化为一条两丈来场的墨铃黑胶 便冲着那些妖物追逐而去 袁景青再是一扫 却是忽然察觉到 崖壁一侧似还有些许微弱气急 腾身一纵 建议严讽中还藏有一个孩童 便把气急收敛入身 发了一卷 将是带了上来 战禄只觉得眼前一花 变全的自己啊 已是移动到了上方 见面前站着一个 身着木色长袍 头腕季节之人 肌腹如玉石 眼神锐利异常 好似不太好接近 不禁有些畏惧 袁景青问道 你是这部落之人 战禄点了点头 他往周围看去 见到处都是残尺短区 血污狼藉一片 袁景青言道 不必看了 我到来时 此处部落 活着的只余下你一个了 战部生存不易 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 生生死死乃是常事 战禄从小已是习惯了 但此刻听得只剩下他一个人 心里却觉得空空牢牢 很是难过 他抬头问道 宣寿是玄氏 袁景青微微有些意外 这一番路途下来 他也知晓 玄氏并是此界之中的修道人 不过多是部落组长头人才知此事 信下一个孩童居然知晓 显然背景有些不简单 我非是玄氏 你叫何明 战禄见他不是玄氏 不觉有些失望 他不想说出自己的名性 低头道 他们都叫我小猴 袁景青道 他人是如此唤你的 那你本名为何 战禄眼珠一转道 我叫战滚 袁景青诞声道 声量高醋 眼神飘忽 底气不足 或许真有此人 但你绝不是他 他要探查一人最简单的办法 便是其神梭照入其心中 但见战禄年纪又小 如此做恐会伤了其身魂 是已并未如此做 战禄还想说什么 袁景青目光忽然投下 你部族中 可有人姓名之中 带有鹿子 战禄被那目光一次 小林一锦连连摇头 袁景青道 你部族中人 差不多已是死绝 便有逃生之人 你也没必要否认 故而这人 多半必是你了 你部族 以战士为名 你可是叫战禄吗 战禄大声道 不是我 袁景青更为肯定 上下扫了起两眼 忽悠遗物 在战禄身上飞了出来 悬在半空 却是一枚贝壳 上面有一股浊字符 恰于障眼所示的 一般无二 迟晓自己找对了人 不过 也不会去和一个孩童争辩 便道 跪下 拜师 战禄转身就跑 袁景青却是站着不动 看着他离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上攀下 借着绳索滑下山崖 往后压林子中跑去 当中还摔了几跤 但仍是咬咬牙站了起来 毕竟心思单纯 荒急之中 他也未去想自己究竟能不能跑掉 只得方才与妖魔对峙许久 早已疲惫 平日又吃得少 本身也无有多少气力 未跑出多远 便气喘吁吁起来 这时 一个声音 突然在他耳半响起道 你如此跑是无用的 不过图是蛮力 照我所言而为 身本金桥勾天地 呼吸清楚转阴阳 张璐只感觉 那一个个字塞入他脑袋里 不自觉 并按着其所言去做 并觉有一股热气 自头顶上灌入下来 开始细小一缕 后来越来越多 很快行走于四肢百骸之间 呼吸 竟然也平稳下来 感觉自己好似沉浸入一片温汤热水之中 渐渐忘了自我 待他醒来时 却见自己躺在一片灭鳞之中 日光从枝叶之间照下 洒在身上 看去竟是已过了一日 他失意转头 却是发现 身旁不远处摆着一只猙獰巨大的妖炉 顿时一下 一咕噜爬了起来 往后退去 身后有声传来 你醒了 站路回头一瞧 却见昨日那黑炮人正站在不远处 身旁站着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童 其实正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袁锦青道 这妖物是昨日攻灭你村落的罪魁祸首 我已将它斩杀 你可愿跟我走了 站路仍是摇头 袁锦青平静问道 为何 站路一把抓住挂在锦帛之上的骨片 高高举起道 我是墨一胎学童 你不是玄士 我要做玄士 玄士 袁锦青稍作思索 你说的墨一胎在何处 站路也不知在何方 这照着莫文所言道 申方国 袁锦青点头道 好 我便去看一看 你口宗所言的玄士 究竟有何手段 东荒八谷山 宁冲玄 桃真红 温青下三人身影 在山顶上方浮现出来 看着下方怪是遍地 挤无草木的山谷 宁冲玄沿道 按张承人所给于图所指 此处应是那头骨妖所在之地了 根据玉简之中记载 能成骨妖 至少 亦要三千寿之上 且骨妖与天妖 也有几分相似之处 同样也是为天地所终 无需如何修行 便有神通上身 天长热酒 自然可成的一方大能 天妖之能 三人都是知晓的 尤其陶镇人 还与碧玉天无斗过法 若非后者不在全胜之时 那绝技是对付不了的 故而他们 未干有任何的轻视 三人来时 便各自收敛了契机 就是同辈在此 不到百里之内 也难察觉 此举倒并非是为了方便突袭 而是了解到 骨妖也趋利避害 若是远远经走 再要对付起来 就多了许多麻烦 宁冲玄 扫去树眼之后 又道 此间盘踞的这头妖物 传闻 本体乃是一头妖虫 撑得骨妖之后 此号吞云大胜 道理有何本事 却也支支不详 可惜试探一样 陶镇人打个鸡手道 携带频道 事上一事 若在九州之上 九成以上奇情野兽 他都能辨认出来 甚至能说出其来历 及强弱之处 但到了山海界 以往经验 却不足用了 他将圆刚走兽图 拿了出来 搁在壁上一展 这一方图却 煞尸展开 身着一弹 一头赤圆跃了出来 眼珠子咕噜乱转 纵跳着就往山谷冲落去 才到的那谷地之中 忽有一张宁厄大口 凭空生出 范围之大 几乎将整座山谷 都是占据 那只赤圆经破 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吞了下去 而后 那大口晃了一晃 又自不见 只这一瞬 三人已是能看出很多东西 宁冲玄 修习云霄千朵剑精 擅长削夺气机 对经验感应很是拿手 他把方才捉来的一道气机 稍作便查 沿道 此要本源精气 比象象一重修士相仿佛 其知岁寿 当在六千至七千上下 温清相稍作思量 血气广而发散 并不浓烈 这妖物肉身 好似从未经过锤炼 只如此看 很难与天妖身躯相比 其极可能因为这个缘故 此妖 才不愿把本体 暴露人前 陶真红道 有一长必有一短 方才那赤圆 名幻列金元 其蜷缩一团 便外物难伤 照理 不便被强横妖物吞去 也该坚持数课 然而突破之上 其一律惊破已散 显身的一瞬间 并以神魂俱灭 当是其天生神通所致 这眼下还不知其到底胃口有多大 两位稍后当要小心了 宁温二人都是点头 此战算得上是九州修士 入得山海界第一战 根本不容有失 是以如何慎重都不为过 陶真人 陶真人又把南华总约林琴谱给取了出来 此物本来他无法运食 后来在南华派中 寻得掌门一脉的密川心法 方才能够打开 他棋手一抹 却是一口气 放出上千头林琴出来 但其中只分了三个种数 一种名为红鹿鸟 身形旁聚 双齿展开可知山巒 第二种乃是寻常青艳 善结群而战 而最后一种小巧玲珑 只有指头大小 名幻惊威 飞顿之素快如闪电 这些林琴方才冲了下去 却闻轰隆一声 那大口又一次出现在下方山谷之中 然而这一回非是一个 而是大大小小 足有数百 只一黄眼之间 就将青鸟群吞去大半 其中包括那十二头红鹿鸟 下一瞬 巨口再一次出现 将余下青鸟吞去九成 只有少数逃了出去 其中大部分都是精微鸟 宁冲玄冷声言道 放在那一气之间 此药所施展出来的吞口 共计是六百八十三张 其中有些未能极大 比之第一次攻袭时 还要墙上数分 不过如此失为 本源精气却是降去不少 若他能一气解决所有麻烦 便无需二次 固着树木 并不是其所能达到的极限 也差之不远了 温清相感应了一下道 此妖血气略有上涨 显示吞去那些灵禽 对其有莫大的好处 如此看来 吞入猎物越多 对其好处越大 陶真红沉吟片刻道 那些精微鸟离了山谷之后 此妖便不再追击 其神通寒纳广度 大约在千里方圆上下 其身形当是挪动不易 又为了减少灵机的损耗 固着局限在这山谷 不远离了此处 如此 我稍后可在外摇击 看他如何应对 三人短短这两次试探 便把这谷药优劣长短 弄明白了不少 不过 为谨慎几次 又再试了数次 却发现此要来来去去 就只有这么一个神通变化 纵然这神通微能不小 但手段太过单一 知其效用如何后 不难设法克制 照影下看来 其要是为做其他隐藏 那么对付起来 也不是太难 三人在商量了几句之后 便就决定动手 三道清气往外一分 各自站定一个方位 便起法力打来 山谷之中 顿时乱时崩飞 崖塌风倒 那吞云大圣 似乎被激怒 整个身躯自地底钻了出来 其长有三千丈 壮如同一条长虫 无耳无眼 浑身上下 只有一只只 满含历齿的大口 剑中乃是无数飘舞的羽毛 看去极是猙獰丑陋 而三人法力神通过去 却被其身上那些大口 给吞了下去 宁冲旋敏锐察觉道 其身躯之内本源精气 在不断地减弱 很显然 这对其并非没有损伤 吞云大圣出来之后 似乎是因为方才试探 皆是陶镇人所发动 故而先朝他冲了过去 方才到了千里之内 一张大口 凭空在他所立之处浮现出来 然后一口吞下 只是财果一瞬 陶镇人身影又在远处出现 未见任何损伤 既知此妖真能 他又怎会去以身试法 方才被吞去的 不过只是一缕七级变化的 画影分身罢了 倒是这妖物 未曾分辨出来真假 却令他有些意外 说明此妖智慧当真不高 宁冲玄将这一幕看在眼中 立刻转变对策 并着一点 足足有数百道见光展下 然而其中有须有识 真正能用来伤敌的 伤害不足五分之一 那妖物果然不去分辨 放出数百粒口 将起来剑气 全手吞下 温清相这是一笑 一扬秀 天中血丝一合 化为一道道 浓稠血剑射落下来 他事才已是事出 那大口吞去第一物后 再想出来发威 却须等的一瞬 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破绽 那血剑一落 历时 在吞云大圣身上 融出一个颗窟窿 其所有大口 一起发出七里思叫 立刻放弃了逃真人 转头向着温清相 这处冲来 与此同时 其身上的伤口 还在慢慢复原 三人不以为意 不说天妖 九州之上 力道修士 也有这般本事 而对付此辈 只需将其本源精气 慢慢削夺 带游锦灯窟 便不难压服 温清相 看那妖物过来 便就宁身以待 他向来心细 此刻 将那妖物挪转这些 似是有些迟钝 与方才大为不同 不仅有些奇怪 他深知 自己方才那一击 还不足以对其 造成重创 于是稍作辨别 待看了下来之后 却已是找到了原由 安寸道 原来此妖 并非是靠 灵机港印辨别对手 而是靠身上虚毛 这个时候 吞云大盛 见始终无法 拉近与对手的距离 便把身去一顿 忽自远处消失 而后便进半空之中 浮出了一个大口 其身却是从中跃出 但在三人眼中看来 更像是此妖 把自己给吐了出来 这等挪钝之法 极为突然 若是无忧准备 保不准要着了道 温清夏十分小心 哪怕斗到现在 占据了绝大优势 也未曾有任何的大意 身躯一晃 就提前画血光一道 顿了出去 吞云大盛 见对手要逃走 似乎也是急了 再次在半空中 放出一张大口来 杀时 就有一股庞大犀利声出 一下便将那血光射住 再拽入口中 吞了下去 宁冲玄与陶镇人 神情毫无任何变化 灵门中人 擅长替死之术 若能如此轻易 便杀了温清夏 那便是笑话了 而吞云大盛此刻 却是变得围顿了几分 似乎方才这举 耗费了大量元气 宁冲玄感应之中 其本元精气 却是足足少了三次成 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一仰手 千百剑气 再度劈机而下 只要那剑气 斩中腰身 或与这气急纠缠碰撞 则必可斩下一道精气回来 还化入剑气之中 他与人斗战之时 若敌手正面纠缠 而不通化解之道 那只会令他越战越强 陶镇人与温清夏 自也不会袖手旁观 他们已是完全看透了 这妖魔的本事 每回恭喜 都是对着其弱点短处而去 下来斗战 无有任何的悬念 不过一个时辰之后 三人便生生将这吞云大圣 好魔致死 并由宁冲玄 将这身躯收了去 准备看回去 能否用来练制法宝 此战 完全没费得什么力气 也未曾动用任何的法宝 这倒并非说 这头古谣太过弱小 反而其神通智能 很是强横 但关键是 其只会蛮横使动 天生得来的神通 而无甚战术策略 反观九州天摇 却是大为不同 不但各个凶险狡诈 还会从别处取仓补短 甚至激恋法宝 为己所用 但这只是他们 所遇上的第一头古谣 其余是否也都是如此 还需加以设法印证 不能妄下结论 三人在原处 稍作调息之后 互相商量了几句 便就纵起顿光 往下一头古谣 所在之处寻去 张也坐在蒲团之上 看着天中的星象 这方天地 与九州大为不同 年月计数 自也有所差异 他清清楚楚能感觉到 此节一天 差不多是九州两日 偏偏每一日 寿数减衰 仍与原先一般无二 那即使说 若舍却表面年月不谈 自身寿命 等若是增加了一倍 他目光一移 往那大日所在方向看去 原先九州所在 日月绕九州二洞 这处却有些不同 日月之光 乃是每时每刻 由不同星辰 把光华 招入山海界内而成 因其前退后进 增体而来 几乎是连成了一片 故而地面之人看上去 只见一个大日 东升西坠 往复来去 实则 那不过是一个虚影罢了 下一个所见之日 并非上一个之所见 而十二个深深一过 山海界上空 便生出了一层气障相眼 那大日便化身为月 其实本为一体 之所以如此 那是因为山海界 似于生灵一般 也有呼吸吐纳 一息之下 气收而天明 一呼之下 气出而天昏 这才分了白日黑夜 他看到这里 不仅有所顿悟 仅由这个时候 小心地走了过来 躬身道 老爷 方才有下面弟子传书 引用一人驾云飞空 正朝我处过来 看去是此间土著修士 是否要换人前去相祖 土著修士 张爷念头一转 笑了一笑 言道 不必相祖 若其到我处 可请梦真人出面招待 仅由答应一声 便就退去传命 相距数千里之外 又一头 伸长百余杖的 大青鹰飞来 此鹰紧脖之上 套有宽松锁扣 一根根长刺 穿在其中 几倍之上 有五人在后千绳驾驭 若其片力方位 只稍稍一拉 此鹰吃痛 就又可拉了回来 鹰身背部宽阔 可容作百人 在那最平缓处 此时只有一个帐篷 目睹此刻 正一人坐于棚下 而在他身后 则设立着数十名 神荣景素的假式 其中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神情姿态 与旁人截然不同 目光之中 有几分激动期待 也有几分忐忑不安 此时公子肖之地 公子怀 此回初始 不可少了公族中人 故意是将他一同派了出来 应手之上 一直都有一个两目其大的诸如 这时 他伸手向上一指道 大公使 就在前面了 过了那片物账就是 目睹抬头一望 上方是一团浓雾 无边无界 广大无边 绝非天地自然形成 应是那天外来人所做的布置 他自尊到了这里 以天外来人振能 不会无有发现 引下步出来阻拦 显然 对自己一行人过来 取了默许态度 便速声言道 稍后不管见得任何动静 补得我命 你等 谁都不可妄动 身后侍从 都是凛然应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目睹把手一抬 前面御英之人会议 欠绳一拉 大青英一声笑 就频频往上腾飞 钻入了那云雾之中 众人都是屏住呼吸 待过去云层之后 忽然眼尖锦雾一变 只见降光道道 锐迹迢迢 一座座飞风浮雨 飘散在广阔天地之中 遥遥可见 由雨衣心惯之人 踏空来去 更有非洲灵情 遥堵天穷 绕风而行 那些个悬山之上 雾气飘渺 处处瀑布流泉 无数电歌电雨 处于其上 亲之秀目 难掩之间 亦可见 飞檐俏脚 精灵同寿 此间所有 不管是衣贯配饰 还是电歌风轮 无不华丽精美 与东荒之中 处处透着的 蛮荒气息的景象 大为不同 迎北之上众人 乍见的此景 一时之间 竟是看得呆住了 公子怀 却是大为兴奋 眼中发亮 目睹见脚下 是翻滚飘荡的浩荡云海 铺展着天边尽头 已是望不见 东荒地露半分 仿佛是 置身于另外一个界域之中 而把山羽 悬去天上 不说申方国 四大学宫 无有这等本事 便连东荒国 也做不到 申国记载之中 或可寻得 只言片语 但他敢断定 便放在那时 此等物事 也决然不多 只从这一点上 就可以看出来 天外来人神通 这能远胜东荒诸国 他目光看去 落在那一个个修士身上 心吓道 管那些人气度风采 大大有别于我等悬事 当时行的另一条 炼寻之路 不过其脚下 用以飞度之物 着实是军国利器 看去 也只是寻常之物 若能为我所用 必可令身方国 国事大增 诸侯国中 虽也有鹰鸟 可以骑成 但这些禽鸟 捕捉不易 还需要以专门的 仆从驾驭照看 且其每日所食 也是一个绝大的消耗 体型稍小一些的 还好说 稍大一些的 只有公斤贵气之下 才豢扬得起 难以上得一定的数目 但若有成千上万 这等非洲 国中巡视 随时可去往千万里外 不但可连通死方 也可随时 濒临一方城下 用以威慑诸国 他安安下定决心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设法将此物 得到手中 这时 有一只小翠鸟 扑闪飞来 围着众人 绕了一圈之后 忽然变化成一个 粉装玉琢的女童 她背着手 踮起脚 仰着小脸问道 你们 是从何处来的呀 众人神色一紧 灵妖 东荒地露之上 能在人形 与妖身之中 变化来去的妖物 皆被称作灵妖 这等妖物 多是上古妖魔大圣的后裔 公子怀上了一步 对着她一礼道 这位淑女有礼 她所用的 乃是东荒国国音 毕竟新年神国一统人道 举番诸国会盟 或是两国君臣交言 仍是取此为正音 然而翠娘所化女童 却是听不懂她话语 她悟了一声 片头响了一响 随后 谋中一亮 双手一送 却是递出一枚 青绿柳叶来 公子怀接过之后 将那女童双手捧起 小口坐视一摇 做了一个吃的动作 便领会奇艺 看了看那柳叶 往口中送去 公子 庞子侍从大惊 要上前阻拦 公子怀却以白手 设意不碍事 把树叶往嘴中一松 方着舌上 便觉得其化为一股清气 浸透入脑海之中 顿时觉得身躯内 似有了一些玄妙变化 那女童一眨不眨地望着她道 你可能听懂我说话了吗 公子怀一点头 那女童十分高兴 便与她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 但是说了没几句 忽听得天中一声悠长笑音 似有人化那女童 于是 她便冲着公子怀摇了摇手 重又化为一只翠鸟 振翅飞去 莫独方才一直看着 并未出来阻拦 直到此刻 才把公子怀换了回来 问道 公子是如何听懂那女童之言的 公子怀回想了一下 言道 并非是怀听懂了对方言语 而是得那柳叶之主 我与那女童心脸相通 便无口语音声 也能鸣齐 莫独不尽点头 她心下寸道 我身房过西南山林内 有不少族具野人 只是言语不通 难以招揽 若是得了此法 或可大大充实人口 她又问 可曾问得那些天外之人的来历 公子怀遗憾摇头道 方才只说得寥寥几句 指着那灵鸟名为西翠 其自言是出自一个名幻碧雨轩的门牌 是其门中一个长老门下的灵情 她末了又加了一句 怀思下猜想 那所谓门派可能有如我学工一般 而那长老便可能是有如公师这般人物 莫独嗡了一声 具体情形虽未必这么简单 但却可由此做个粗略的了解 就在这时 却听得一声悠长鸣音 她转头看去 却借有一道清光射来 其所之快如电光闪射 许多人还未反应过来时 便已是到了近处 那光华数而一散 一名头腕结迹 腰弦长戴的美貌女子自理出来 她从众人打了个万福道 尊客到来 有识远迎 莫独虽听不懂她言语 但也能明白其中之意 双手一合 向前一送 还了一礼 那女子探出欲望 捧出一枚玉碱 而后轻轻往前一送 莫独一转念 伸出手去一招 天窗忽然伸出一只 晶莹剔透的灵鸟 将这玉碱一抓给送了过来 但拿入手中灵机一触 顿有清光升起 一粒粒张具文字 便自眼前飘过 耳畔还响起念诵之声 她立刻知晓 这必是天外来人所用言语 实则她此行 也不是无有准备 随身带了一只雪蛇鸟 此鸟 天生能懂有清灵长之音 可居中作义 可对方送出此物 分明有考教之意 她身为深方国大公师 自然也不能示弱 堕了国威 毕竟是大悬尸 修行到了这一步 区区文字言语 对她来说毫无困难 看有一遍便已是了然于胸 冲着那女子点了一下头道 有劳 那女子一笑又是一辅导 孟真人已在前方等候 立位尊客 请随小女子来 说着乘光而走 在前引路 莫独是已跟上 那大青鹰纵气风云 随后跟来 行去千余里 飘渺云雾散开 前方献出一座 庞大无比的浮空周路 与此相比 方才那几座飞风浮岛 解如渺小的重屋椅一般 一名大约年纪四旬 轻袍长须之人 站在一处飞空楼台之上相迎 其浑身清洁浩荡 顶上气光之中 有水巢翻卷 生息似自远方而来 又似怀在近处 见众人到来 目光一转 落在莫独身上 打一个击手道 道友有礼 莫独咀嚼了一下 道友这两个字 只觉得是回味无穷 于是神色一正 正中一击倒 道友游礼 在楼台先见礼之后 双方鼻子到了明星称呼 孟真人便将目睹 迎入了楼阁之内 公子怀身为副使 自已是随在一旁 至于余下一行人 则有弟子过来 为其安排下榻之处 三人方才步入阁内 外界有一声传来道 听闻大师兄在招待客人 小弟也遇了一读此界修饰的风采 莫独转手看去 却见一名 投数金冠的骗人少年走了进来 一身契机 宏大异常 他心下猜测 这当也是天外来人之中 极其有分量的人物 蒙真人言道 莫道友 此时贫道师弟孙志言 莫独何首以极为礼道 孙道友 孙志言来自此间 是因为对此间修饰 有些兴趣 在他眼中 莫独气息虽是不强 但却已是在原因修饰之上 总不及相向修饰 也差不了太多 且其与此方天地 似能相为呼应 猜在身上 因还有不凡手段 于是也抬手还了一礼 这时 公子怀微微晃动 脸色苍白 满头大汗 他往日里与大玄士 也常有接触 但其与古妖不同 神通不动时 也与常人无甚两样 而方才孟真人 也刻意收敛了灵机 故也味觉如何 可谓想到 孙真人身上灵潮 如此浩大 简直如同汪洋大潮一般的 一步步涌来 压得他 几乎是要站立不稳 若非他自身 也是一名灵行径宣士 恐怕早已是贪软在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孙真人一剑 立之何故 便把身上契机收敛下去 公子怀 这才恢复过来 一击到底道 怀事宜 望其原谅 孟真人略以思索 伸手自秀中 取出遗物 言道 我这有一方枕心龙虎欲 可助人符整神器 不染外邪 今日便就赠了复食 公子怀看了一眼莫读 后者一点头 他把袍冠一正走上前去 道谢收响 此欲一到手上 他端觉精气饱满 呼吸畅达 耳清目明 足下仿若有根 方才那些不识之感 已是一扫而空 他知道 这必是宝物 便拿了一个 秀有鬼闻神徒的 扁平袋囊出来 此里取出一枚 形如张印的龙手金镇 双手相托 弓身送上 也请高氏收下此物 孟真人一合手 自有旁色小童 上前接了 孙真人 绕有兴趣的 看了那袋囊一眼 言道 孙家这乾坤囊 可否给贫道一揽 公子怀微正 忙道 啊 有何不可 孙真人目光一注 那袋囊便自飞到面前 他看了两眼之后 此物浑然一体 虽经修饰 仍有皮毛纹理 当时自活物身上取下 非是经人手计量而成 公子怀不禁佩服道 狗是说得极准 此囊乃是自一种 巨竿的兽类身上取下来的 再由蒋师炼制而成 高氏若是喜欢 我回头可送数个过来 这巨竿很是捕捉不易 又数量稀少 故这再无这囊 也只有莫读这等大悬诗 或是王公卿诗才能写的 这却不似九州 这低倍修士 就可用上乾坤绣囊了 孙真人看得出来 公子怀所言炼制 不过是在外会上图文装点 看起来精巧一些罢了 于内里却无有什么太大变化 由此可以判断 此界便是有炼器一道 当也很是粗糙 为可登堂入室 双方言语一阵之后 彼此也算熟悉了一些 就渐渐地转入了正题之上 莫读道 读冒昧问上一句 不知诸位道友是来自何方 此回初始 无非是想弄清楚 这些天外之人从哪里来 又要做些什么 唯独这两处了解明白 彼此才有继续谈论下去的可能 梦真人并未掩瞒 言道 我等原先所在之地 明幻九州 这此界开辟有一万载 灵机早是衰退 古壁派掌门 率诸派修士来至贵地 说到这里 他打个鸡手 我被之所求 便是在此界严法传道 开宗礼派 好延续我山门道统 原来如此 目睹对此倒不难理解 并是身方国中学功 也唯有成绩不决 才可把前人的智慧 一代代传递下去 至于对方所言是真是假 日后自可慢慢求证 眼下却不必深究根底 他考虑了一下 言道 贵方 想要在东方里派 怕是不义 这片地路之上 绝大多数地域 都已是被那 一类妖魔所占据 我东方自神国崩塌也来 而今诸国 也只能拼安一鱼 勉强抵挡住妖魔 再无力出外征法 收复失地了 孙真人冷笑一声 言道 贵方这处 有骨腰肆虐 而我九州这地 原也有天腰这等祸患 此备当年 被我诸派先行斩尽杀绝 后面在其尸骸之上 立门兴派 在孙末看来 如今不过再行一次 前人之事罢了 公子怀听得心惊胆战 莫读却是不懂声色 对方竟然在他面前这么说 那么就是把目标 对准了东方妖魔了 这与此来的初衷 并无任何的冲突 孟真人沉声道 如此说来 原先这东方地禄 在数千载前 本在贵方神国之下 莫读素荣道 正是如此 孟真人点点头 并没有继续再言 这是双方头回接触 有些话可慢慢再提 不必接着抛出 于是又将言语 转到了修炼意图上 九州修士 先前虽是得了预见 得知此界修炼之道 略有了解 但对细节 却知之不详 与莫读这一番言语下来 方才知晓 所谓玄世 便先以状元之法 扶持外药 调理自身内腹筋骨 精气元神 这一步可谓气力两道 皆有涉及 而到的自身外阳内阴 皆是足满之后 就是到了内顾之境 这一步 却是舍了气道 进一步强健体驱 好如将那池水蓄满 即是通俏之境 便可以自身血气 沟通天地 使出种种莫测手段 不过此一境界 还有诸多不足 但可通过 符文之道外物来弥补 等到了菱形境 玄世就可在 自身血气基础上 以实验幻化菱形 此刻斗战之力 绝不是先前可比 不过这等修炼法门 每一层境界之中 并无任何重观之分 很是粗糙模糊 好在一名巡视 若天子不是太差 只要舍得足够的外药 不难将这推送 至菱形境中 但要是再往前行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孙志仁一扬眉 严道 莫道友 已是修炼着通玄境中 不知孙某 可否有幸讨教一样 莫督也知 若自己这方 不表示出足够的实力 这些修士 不必要来理会他们 便叫点头映下 孙真人乃是想做就做之人 也不客气 刨修一扶 变化出一道顿光 出了个楼 飞上天穷 莫读莫念几句 身外冒出一团黑云 将它裹住 以示飞身而上 孟真人把修一扶 身外垫个顿时化去 不再遮挡世界 公子怀 见了这等手段 不觉为之惊叹 孙某二人到了上方之后 各时立定 孙真人身后 渐渐有一团气海浮出 雷声 隆隆震响 无数重水 上下沉浮 一道的电光霹雳 在里面来一回穿走 气势惊人一样 而莫读所离这处 渐渐有血气蔓延而出 最后一个凝聚 却是变化为一头 两翼舒展 尤为有齐 头生独角 齿牙如剑 似鸟似鱼之物 看去与活物 并无任何的分别 孟真人看的点头 寸道 原来 这便是通玄境 当真是可以人身化大妖 与力道有所同 但又有所不同 这时 天中两者 已是碰撞到了一处 因非是生死相搏 只是试探手段 故而交战石树盒之后 便就各自把手 从天中落下 孙真人 待身形立定之后 毫不客气地言道 莫道有这法门威力虽红 但却非是自家之能 于此事 或能强决也识 但若是到了虚天之中 便就要被打回原形 他看得出来 莫读自身之能 大约在原音法身修饰之上 但又比洞天真人稍弱一分 其神通法术变化 也是不多 但其有一桩本事 可调动天体灵机 为己所用 一旦其如此做 却可发挥出 强于自身数倍之力 莫读言道 读不求长生 只求国作绵长 两者所求不同 道徒以字不同 九诸修饰功法 不管渊流如何 最终目的都为得破解非生 问道长生 故所有神通道数 都是来自自身 哪怕去得 无有半分灵机之地 仍可保有战力不失 而玄师不同 其之所以修炼 是为了抵御妖魔精怪 好繁衍存续 固执一味追求神通微能 尽可能使得底层玄师 形成战力 至于其余 只要不是对战斗有利 对他们而言 都是无用之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言道 莫道友若能舍得红尘之时 或可于道徒之上再进一步 莫读摇头道 国不可无事 事亦不可无国 诸国仰视 正是要其为国效命 既然成此会 便当丹此责 是不可能舍弃的 而且 玄师一旦离开了家国 也无法再享用国中计讽 无论诸般修炼外物 更不可能在遍地 妖魔的荒芦中存身下来 可以说 两者互为依存 任何一边都缺失不得 孙政人这只言道 敢问一句 东荒之上 四末道友这般大宣誓 不知有多少 莫读想了想 觉得这五有什么好隐瞒的 便他不说 对方也可从别处寻到答案 便道 我东荒诸国 有六大国 十三小国 其余皆属弱国 而国中 至少要有两位大宣誓 方才算的大国 东荒国 有五位大宣誓 我身方国 连独在内 共是四人 余下四国 皆有三位大宣誓 百国之中 约有三十余位大宣誓 只是诸国分散 要面对各部异族 并无法合理一处 若有树头骨要联手进席 就有国灭之危 莫读与孟孙二人 言谈半日 觉得收获也是不少 他虽有与这些修士 极好意愿 但此事也不是一时可定 从罗格出来 二人便下踏于客馆之内 此时 金屋西坠 一道晚善之时 自然有侍女 送上一道道 输过佳肴 美酒先酿 公子怀看这些菜肴 做得十分的精致 便举住一品 却却入口香甜一尝 落得腹中 敦化暖流清气 流淌全身 补绝赞叹一声 玄师味道通玄之境 对补一自身血精之物 尤为重视 但所取食材 多是妖物的血肉 而此些 极需生食 至多只是在其上 磨了一层严泥 他平日也不觉得如何 但与眼下这等美味一比 确实再也不敢去想 莫独也是举住尝了一口 点头道 确实美味 但药力有些不足 公子怀忍不住道 纵然药力不足 那大不了多十几餐 若能日日享用此等美食 也不枉走市场一遭 怀已决定 回去之后 要请那宫中刨厨 来此学一学 这般烹食的手段 目睹没有多言 到了通玄境 他可吞食之物 无有妖魔血髓 寻常之物 对他的用处已是不大 是否美味 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公子怀再吃了几口之后 忽似是想到了什么 放下欲助 小声问道 大公事 你白日与那位孙高士比斗时 为何不使用神通之法 莫都摇头道 只是彼此试探切磋罢了 不用如此认真 我有神通未动 那位孙道人 一样也有所留守 公子怀笑道 那几位九州高士 怕是不知 若是莫师 与国中几位大公事联手 那所取之力 不只是四人相合 而是数以背计 玄士 并不是一味强调个人战力 深方国 四位大公事联手 所能调动的天地灵机 又可在原来根底上 翻上数番 而大玄士 人数越多 所能发挥出来的实力 也是越强 但这等法门 又若小童五大锤 若是一个不小心 反而会伤了自己 是故 必须彼此 可以依托信赖之人 一同实战 至少也当是出自一国 换了外人 却是无法做到的 莫都言道 公子 我身方国 不必去争这些 不说毒 比那孙道友 尚有不如 必是赢的 又能如何 这些九州修士 能跨越天地而来 说明在这几位之上 还有更为了得的任务 公子怀听了此言 先是一愣 随后露出担忧之色 大公事 以你之言 这些九州修士 会不会来侵度 东方诸国 莫读道 读也不敢断言 其无有这等打算 不过 东方足够广大 我百国这一点地界 怕还不在这些 九州修士眼中 退一步言 便算覆灭 东方诸国 其得 不还一样 要面对妖魔一类 至少眼下我的 是无需为此烦恼的 公子怀顶顶头 心下安定了许多 与此同时 孟真人 却是来自张言 所在楼阁之中 将今日所得所闻 皆是报于他知晓 张言言道 把这一群人 事法招待好了 其若有求 只要非是什么过分之举 都可应下 孟真人 何首应下道 杜真地主 接下来 是否要见那 东方神国之名 绞杀路上妖魔 战夺山水地路 张言 微微一笑 凡间国度征战 上海讲究师处有名 战杀妖魔 兴抚人道疆土 此便是大义名分 孟真人不觉点头 他略略一思道 东方玄士 与我炼器之事 大不相同 但其修炼之法 有不少 却也值得借鉴 譬如那文符之法 于身上绘文 颇能提升战力 或可派遣一些 低辈弟子 前往东方玄公之中 言修此道 张言赞同道 世上并无完满 无缺之法 他身之时 可以公寓 若那身方国有益 亦可准他国中学艺 来我珠牌门中修行 孟真人 把学一幅 言道 以杜真殿主之剑 这玄士之法 可否修炼到 非生境地 张言稍作考虑 摇头道 难之又难 此辈 只求斗战之能 这也是行事使然 在妖魔围困逼迫之下 不得不如此 但却也因此 得小失大 若无法彻底解决外患 哪怕再过数千上万载 也无法出得 媲美反退修士之人 修炼之道 既讲究修 也许讲究练 九州修士一个做官 可数十上百载 而东荒这处 诸国斗战不止 同时 又要防备妖魔异类 有练无修 本源亏好极大 不义又少 日久天长 甚至寿源 也会因此折损 即使 这也是玄士一个最大的短板 此辈不求长生 又因外敌之故 年年斗战不休 也是大玄士 瘦数通常只得签约在 少数能活着两千余 助令其没有足够时间 去攀登更高境界 若是东荒百国合力 使得一部分大巡视 得以解脱出来 专实修行 那么 或可尝试迈向更高层次 但眼下是绝无可能了 一晃 半月过去 目睹手中握着一枚玉珠 正默默感应其中的契机 此乃是一件玄器 乃是孟之人赠他之礼 他先前已是试过 此物虽小 却蕴含有莫大的威能 那日与孟孙二人一席话之后 气力法三分 也是给了他莫大启发 只是到了他这一步 想再走回头路 已是无有可能了 要想提升战力 只能设法在外务之上做文章 而法器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他自身气急浑杂 要想沟通其中的灵石 将这祭练为自家所有 绝不是一件简单之事 过这几天 他未曾出得革闷一步 九州炼器之法 非同凡响 要是国中将师 能学得一二 造的法宝 为我所用 对付古妖一族 当更是容易了 他正私存之时 哥们一开 公子怀兴冲冲跑了进来 莫都叹一声 将玉珠收起道 公子 可是又见得什么好物了 公子怀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一行人 在此诉诸下来之后 一旦见得新奇之物 他就忍不住地 要回来告语莫都知晓 但有许多东西 看着是好 偏偏只有修饰能用 最后白白欢喜了一场 他合手一激道 大公师 此回怀时事得知了一个极为重要之事 若能求得九州修饰相助 我身方国便再也不用畏惧鼓妖一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莫都并不相信有这等好事 但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 可能壮大身方国的机会 便正声言道 公子请说来 公子怀道 大公师 怀方才知晓 似孟孙此等高士 此处低位之人 皆以动天真人相称呼 莫都一琢磨 可是有什么讲究 公子怀道 怀出是不解其意 后来探听下来才知 凡是道德这般境地之修饰 就可设法在此事之中 开辟一处小天地 那可容千山万水 日月星辰 什么 莫都获得力气 此言当真 公子怀用力点头道 确为真事 怀起先也不信 后来特意问了许多修士 回答都是一般无二 莫都心下震动 不单单是为动天真人之手段 而是想到 要是身方国能得到一方动天 好处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随后他慢慢冷静下来 暗自思索道 这等小天地便能开辟 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却可试着一谈 便是孟孙两位道友不愿 也可设法去寻别家 这些时日下来 他已是知晓 九州修士也并非出自一家 而是如东荒百国一般 分作一个个门派 孟真人所在 明仓派与另一家少卿 好比东荒与身方两国 乃是最为强盛的两个宗派 除此之外 还有别家宗门 实力相对就弱上许多了 修士修道 也需外务 他认为 只要付出足够多的代价 说不定便能将其说动 就在这时 外界会有嘈杂声响起 他不觉一样 到了这里之后 每日都是安宁清静 这般响动 却是少见 公子怀来着门口 找了两名侍从过来的 你要人去打听一下 究竟出了何事 两名侍从领面而去 过不多时 两人转回 其中一人道 禀公子 听闻是此间三位高士 先前出外斩杀古妖 如今已是回来了 斩杀古妖 公子怀一正 随后叽叽问道 可是得手了吗 两个侍从皆言不知 公子怀一跺脚 向外一指 怎么问个清楚 再去打他 两个侍从连声称事 又转身跑了出去 莫独判断道 若是那出外斩杀古妖的三人 不弱于那位孙道友 想来得手不难 却不知此会被斩杀的是哪一位大圣 许久之后 一名侍从满头大汉的跑了回来 禀公子 打听清楚了 斩杀了两头古妖 一头是吞云大圣 一是班侠大圣 公子怀不由发出一声畅快大笑 拍掌道 哈哈哈哈 杀得好杀得好 这两头妖物都是曾害过我国中子民 他骂了一会儿 又转手向外 感叹道 不知何时 我东荒诸国也可外出讨伐古妖 莫独指射摇头 诸国大悬事 通常需要在国中守卫疆土 出去斗战 那是不可能之事 一旦国中空虚 怕就有外地来犯 而且妖魔数目众多 便能杀得一二 对大局也无有用处 反而会惹得其余妖魔敌视 身方国虽是大国 可若是被树头古妖围攻 也一样抵挡不住 若只是为了成意之之快 那么早被灭国了 这时他一转念 暗道 这三位真人不知是出自哪一个门牌 不妨借着机会赏金吉时 不准能请东一人 为我开辟动天 宁冲玄等人回到补天镇图时 东荒国使臣 已是一路出了都城 往北海方向而来 与身方国家大鹰而行不同 其所乘坐的乃是空竹金之羽味 此物大笔工程 叠有三层 柱 炉 亭 厨 冰 雪 问等七室 俱全 内可宿住数千人 尤其二层之中 有一片凉天沃土 内中栽有白骨 有丝壁文符 周夜不停催动之下 三天野书 供以下人及邀请使用 如此大的作家 共有六万只 深绘文图的精益小凤鸟 身穿细丝 脱风洋溢而行 与位之上 前后左右同时 既有人吹驰雷鼓 使得群鸟飞驰 整齐画衣 不见分毫的杂乱 而古月之音 雄魂激烈 冻去千里 声势宣赫 尤其引人注目的 乃是领头而行的一对妖鸟 其各自胜有六翼 雨如霞波 滑如锦绣 日光之下 光彩艳艳 晃动闪目 此时 古妖夜扬大盛的一对子女 被东皇国使鸡诱补 这才成了车前之奴 东皇百国之中 也就东皇上国 敢不把古妖放在眼里 一则是其自身实力强横 二则 有今万年前 深过留下的博多大成相护 不怕古妖能拿他们如何 此刻 功臣高处 居中所在 正作为一名滚衣高官的老者 衣袍之上 修有神人相逐之徒 此时东皇国济阳 功迁造 其人 行貌威严 目光冷酷霸道 而在其两侧 各则是作有三名公室王孙 分别是 公子佑 公子泽 即宫女穷 两名公子 都是左攀右顾 神采飞扬 独独宫女穷 却似怀心事 他名模雪夫 穷鼻高挺 但一头银发 育人迥异 极为引人注目 那是因为 他生母 本是一名来自育人族的女奴 育人 生活在东荒的北江 族中男子 四肢僵硬 身重如相 而女子 育人相仿 只是银发赤惊 荆棘血夫 光照下来 仿若美玉雕琢 只是也正是因此 他在国中 并未任何地位 此次初始 若是双方弹的龙 便极有可能 以联姻之名 被送了出去 一只长嘴白鸟 扑扔了自外飞来 停在宫门前的铜树上 而后将一树间 吐在下方铜缸之中 发出咚的一声震响 立刻有仆仪过来 将那树心拾出 板弯着身 捧疏过顶 迈着小布 送至公子又暗计之前 公子又拿过 看了两眼道 激阳 申方国使臣 已是半月未归 看来这些时日 都在那些天外之人处筑留 也不知 究竟谈了些什么 公千造慢悠悠道 申方国 不过举起数千子而已 又懂得什么 当朕以为 能与我东皇上国相比吗 怕是他们根本不知 就是天外之人 也有强弱之分 那些纯以自身之力 横渡虚天的 实则寥寥无几 多数只是借外力而行 神通之能 只多与大玄师相仿佛 公子又两手一抬 恭敬请教道 那激阳以为 这般天外来人 是哪一种 公千造言道 此些人 是成大鱼而来 看着 倒像是前者 不过 便是后者也无妨 若是那些 无有根脚的 却也算不得什么 不必太过恭敬 当年 若不是两位大忌公 守风去了天外 又恰好有凶物来犯 神国又怎会坍塌 休看我神国 以时使衰 但带着那两位 大忌公回转 那谁人也无需惧怕 公子又心一下想道 话是如此说 但是七千载过去 谁也不知此 是否为真事 而且 原水解不了近乎 我东荒国外敌 已是够多 此番我为父使 还是要设法 与这些天外来人 结好为上 万不可舍其 倒向深方国那一边 他虽看却年轻 但已有六百余岁 又甚为公事王孙 对于自己国中 一些上古传闻 自然很是熟悉 可有些事由于过于久远 真假难辨 甚至很可能 是后背故意 为前人粉饰捏造的 他并不是十分相信 可公先造地位在他之上 其既如此说 他不管心中如何想 表面也只能复合认同 再行出一段路后 天色已是渐渐暗淡 眼前一日就将过去了 雨位之上 已是点起了一只只火盆 然而就在这一时 那数万头小凤鸟 忽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便是两头才艺妖鸟 则表现得更是反常 不断引颈高明 似在呼唤什么 不多久 远空之中 也是传了一声 长长鸣叫 与之相应和 宫前造 目光炯炯 看去外尖道 果然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只是时来呼吸后 就有一名容貌妩媚的女子 现身当空 拦在了去路之上 她望了一眼那两头才艺鸟 脸上满是恋爱 随后容色一粒 喝骂道 公是贼子 敢奴我儿女 今日毁了你这羽位 无了此物 看你如何威慑诸国 东荒神国虽散 再无通玄境之上人物 但如今的东荒国 却是承见了前者 绝大部分遗则 在诸国之中 势力第一 当之无愧 而空竹金之羽位 亦是上古之时传下 可再得签名玄士 出外征伐 东荒国便以此物 威慑不沉 振服诸国 此物铸链之法 虽害留存 但若是坏了 以国中眼下实力 想要再打造一架出来 也再无可能了 公千造大步走出 看他神情 却是半分不怕 昂首站在殿前 轰声言道 书叶阳 我公千造既敢出来 又怎会料不到你会来此 今日就要擒拿这头骨妖 为我拉车悲安 公子又在旁和首一零道 季阳 这妖女也算美貌 可否赏又做一名机械 想来也不算辱墨了她 公千造哈哈一笑道 此事也不是不可商量 叶阳大圣见两人肆无忌惮 更是怒不可遏 一声嘶笑 把原身显了出来 却是一头形如彩凤 背生八亿的妖鸟 七色彩翅一动 天中就有道道霞光扬起 往雨位上扑洒而来 公千造哼了一声 激荡身内血气 不玄众 就化作一头庞大无比的鸡鸟 双齿一扇 鼓荡起万丈金芒 将霞光阻隔在外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 叶阳大圣见不能胜 只是对方神通比此前又有所长进 放在以往 为避免下来自己受损 便应设法退去了 但此刻他确实发了狠 嘴中鸣叫不断 不停将霞光撒下 那是因为他清楚 平日东荒国大巡视 难得离开东荒百国疆域 这等机会少之又少 要是错过了 还不知要等到何时 才能把自家儿女解救出来 公千造一副早在预料之中的模样 这等时候 本该稳妥手遇 等对面精疲力竭 再冲上前去 然而他却一声大吼 腾空一跃 汗用无比的冲了上来 叶阳大圣一正 立笑一声 毫不示弱的迎下 玄势到了通玄境 固然肉身比鼓药差的 背目太远 但仍旧有许多不足 故这等比拼 他丝毫不惧 眨眼之间 两个庞大身躯 撞在了一处 此时 公千造却做了一个 有备常理的动作 任凭对方监惠 将自己贯穿 两只巨爪 却牢牢抓住了 其中一对彩翅 叶阳大声一惊 他不知对方要做什么 但本能觉得不妥 于是拼命挣扎起来 但公千造 不管其如何疯狂撕咬 都是不肯放开 此刻下方 公子又大喝一声 腾身跃起 似是使力过大 使得整个金之与味 也是倾斜了数分 到他半空之时 把声一停 斗然化作一名金甲神人 而后阳空一拳 就打在了 一阳大圣身上 一阳大圣 被打到背上骨骼锯碎 一口黑血 带着破碎内脏 吐了出来 他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奸声道 公子又 你 你何时成了大圣士的 公子又冷笑一声 往日国中 若多的一名大圣士 都是宣告天下 但此番故意秘而不宣 防备的就是出使路上 由骨腰来袭 叶阳大圣 满腔悔恨 要是早知 有两名大圣士在此 他定然不会一人来此 两名大圣士 可并不单单只是人数相合 况且这二人续脉同源 修炼之法 已是相似 可以发挥出来的神通之威 顿又暴增数倍 更何况 他方才 猝不及防挨了这一击 已然受了重创 又怎么和两人相斗 公子又不多说 背后文图扭动 一道道璀璨文符 自身上落了下来 飘入这头大鸟滑雨之中 后者便慢慢没了力气 神文 一阳大圣没想到 为捉拿自己 肯付出如此代价 这神文 乃是东荒神国之事所惠 而今也是不多 用一张便少一张 想到自身很可能 成为对方仆奴 他也是惊慌起来 于是便出言告饶 但无论他如何哀求 两人都是充耳不闻 最后他见无望 狠声道 我阿父若知此事 必不会放过你等 公千造哼了一声 你父原在北天含冤 怎可能为你一个下女出头 况他就算来了 我又不多打成 也不畏惧 一阳大圣知道 他说的是事实 腰牙道 便你公事能躲过 你东荒百国 也休想安稳 公千造冷漠道 那般乱臣贼子 生死 与我公事何干 一阳大圣此时 再也无力说话 慢慢尾顿下来 公事二人 便将其拖到鱼位之上 利用上百名悬尸上前 在其身上刻画囚禁文图 公子又把血切收了 恢复原身 来着面色有些苍白的 公千造身侧 季阳准备拿着妖鸟 如何处置 公千造道 淑雁阳说得不错 他父亲亲英大圣 却也是个麻烦 那便将他当作见面礼 送与那些天外来人吧 公子又一惊 以为他要用嫁祸这几 劝道 季阳 这恐怕不妥 那些天外来人 若是事后知晓 公千造白首道 我公事不做那等卑劣之事 稍后可将此要来头 明明白白说与其知 便看其等 敢不敢收了 公子又一想 佩服道 季阳高明 他们此刻还摸不清 那些天外来人的底细 正可借由此举 使出对方身前 若即感收 那便须加以正事 郑重相待 若是不敢 那也就不必 太过放在眼中了 秦夏夜阳大圣后 东荒国初始之人 又用了两日 方才来着补天阵图之前 然而到了此地 公千造 却令羽卫再次停下 他受有千余 不但见多识广 而且对危机感应 也是圣人一筹 他能够感觉到 前方这团云雾之中 似隐藏着一股 能将他们绞碎的庞大威能 冒失上前 怕是不妥 稍作思索 便一人来着前方 守核为礼 大声道 东荒国济阳 公千造 写公子又为始 特来此地败会 过有一会儿 仿若有一只无形之手 在前拨动 那云雾缓缓散开 露出一条通路 公子又正要命 织位向前 公千造 却是伸手将他拦住 瞒着 把神旗挂上 公子又本想说 不必如此 但想了一想 还是照做了 他传令下去后 整整五十名 玄师合力 方才将一面 血红色的大旗 抬了出来 这旗之名曰 镇国神旗 当年东荒神国 一统荒路之后 集诸部之力 共是练造了八十六名 玄师所道之处 斩其举阳 便能守正辟邪 抵御外侵 时至而今 多数旗之一回 东荒国手中 也只剩下了一十八面 今番因之可能遇上古妖 才将其中一面 放置在了羽位之上 因此行非是征伐 而是初始 事故并未抬到高处 而是将之挂在了羽位一侧 就在旗之展开来的那一刹那 轰然一声 一股酷裂刚诀 霸道无比的气势 弥散开来 所有巡视 顿觉心中热血沸腾 斗志昂扬 公千草 这才放心的 走吧 公子又 也略略感到心血激荡 他稀气稍作平复 一挥手 身后鼓跃齐动 数万妖鸟 一同阵意飞驰 拽动那羽位 缓缓前行 很快就没入了云雾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此时管阁之内 公子怀已是得到了消息 他挥退报信人 来自巫舍内 言道 大公事 东荒国的人也来了 莫独道 算算时日 也差不多该来了 公子怀疾道 那该如何是好 东荒国与我身方国 向来不对付 这些天外修士 有这许多好东西 东荒国若得了 必能国力大增 莫独平静道 这却也是挡不住的 不过独语公子 毕竟早来了半月 已是得了不少好处 不可再奢求太多 公子怀是这问道 大公事 不知那开辟小天地一事 莫独周眉道 这几日 独去拜会过 那几位斩杀古妖的道友 不过 他们好似的 不愿意多谈此事 公子怀低头想了想 眼下我与这些天外之人 接触上还不算深 也难免他们不肯 莫独摇头道 非只是这个缘故 此事当无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只能荣厚在意了 不过 我等求不到 东荒国也一样无法求到 公子怀稍稍放松道 也好 只眼下锁的这些 也足够我深方国 国力抬升许多了 东荒国一行人到来后 同样也是被安置在了客馆之中 不过孟真人也知 其与深方国并不对付 果然两方各在不同地界 这也避免了鼻子照面 到了晚幕时分 孟真人来自张颜所居阁楼处 建立之后落座下来 沿道 白日到来的这些东荒国使者 此去是从了我等一个不大不小的见面礼 张颜问道 什么礼物 孟真人言道 乃是一头鼓腰 据传 乃是北天寒云一头妖王的子嗣 张颜并不在意那鼓腰身份 听那北天寒云四字 目光微闪 问道 此人知晓东荒地露外界之事 九州珠派要在这山海界中重立宗门 当然不会只把眼光局限在东荒一地 他们也曾向深方国之人 问起东荒以外的情形如何 不过 那莫都虽是大公师 也难以说得清楚 故而对出了东荒国是何等情形 现下他们还是模糊一片 孟真人道 若不为此 也不必来惊动杜真殿中 那东荒国从七千载延续至今 传承未断 观使者言语之中 颇知一些上古秘文 对我当时有用 张颜稍作考虑 明日大人到此 我需见着二人一面 孟真人打个鸡手 就告辞出去 管阁之内 公千造 正与公子又说话 白日所见的诸般景象 令他们大为震撼忌惮 尤其是这些天外来人 在知晓一阳大圣来历的情形下 还是毫不在意将之收下 使得他们再不敢催有半分小觑之心 两人商议 接下来一步该如何走时 却听到外间有声音传道 两位实者可在 公千造道 是哪一位道友 阁门一开 却是一名仪表不俗的年轻道人 走了进来 公千造认得 这是白日那位孟真人 坐下弟子周轩 起身合手一礼道 原来是周道友 周轩也是打了一个鸡手 两位 小道奉裕 来此传命 明日我名仓派杜真店主 要见两位 不知可是方便 公千造通过一个白天了解 已是大约知晓此间情形 便问道 不知这位杜真店主 在贵派之中高居何位 周轩笑了笑 我名仓派自掌门之下 设有三店店主 杜真店主便是其中之一 公千造点点头 合手一礼道 到此处并无不便 周轩道 那贫道便告退了 等他出去后 公子又对庞侧 亲随挥了挥手 那亲随会议 也是退下 出去之时 顺手将阁门掩上 公千造沉声道 白日所见那位孟镇人 气急雄浑 如汪洋大海 深不可测 听闻此人 非但身去长老之位 还是门中执掌 坐下大弟子 有这等神通 倒不奇怪 而这位杜真店主 看尊位 还在这位孟镇人之上 当是真正主事之人 这不知身上本事 是否更是高明 公子又迟疑道 已又观之 那位孟镇人 怕还有一步 就能到了那帮境地 若是杜真店主 还在其上 那不成 是那等人物不成 公千造沉声道 不管如何 明日便可得分晓了 周轩回了宿处后 换了一名老道人 问道 门中观照下去之事 你做得如何了 那老道人言道 按照师叔嘱咐 已是将千余名妖部子弟 派遣去了古妖地界上 不过 这几日并无书信回来 但还无有什么收获 因选择与东荒诸国极好 是以妖魔之辈 必是未来对手 虽从东荒诸国得来的消息 虽也不少 但明仓与少卿两派 都是认为此事 仍需自己设法了解 好在明仓门门下 有一部分龟顺的 北明州妖部 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 故而挑选出来 不少妖族弟子 令其设法 前置那古妖地界上 周轩道 给我盯此些了 此时门中安排下来的 不可疏忽 那老道人道 不敢问了门中大事 但有消息 必是及时回禀 一夜很快过去 到了第二日 朝阳方出之时 龟顺造语 龟顺幼二人 便在一名童子指引之下 来至一处殿雨之前 那童而言道 杜真殿主就在里间 两位入内便是 龟顺的点点头 把衣冠稍作整理 便举步踏入大殿之内 到了里头 一抬头 却见高厨玉台之上 坐有一名身着悬袍的年轻道人 然而方才一眼看去 脑气轰轰一声 顿绝受的一股绝大压力 落在身上 好似身上背负了一座大月 顿时脸色胀得通红 居然迈不动脚步 公子又更是不堪 身形弯曲 几乎是要跪倒在了地上 两人修炼之法 乃是壮大血气 沟通外扬 索性之道 却是偏向力道多一些 而张也 力转六道之身 这气急碰撞之下 陡然便给了无穷压迫 在他们眼中看来 坐在玉台上方之人 有如神魔 黄黄血气 直冲消汗 只这点还罢了 更令他们为之震撼的是 站在此人面前 他们身内血气 竟然无法沟通 外界灵机 这仿若一下将他 声声打落下了 数重境界 张颜一挑眉 把身上气血收敛下去 他伸手一请道 两位请坐 公千造 常常出了一口气 他却是未曾坐下 而是公身一拜道 不敢 在尊家坐前 哪有我二人坐次 公子又 也是同样伴下 他们虽是自视甚高 但整个东荒国上下 对力量却极其崇拜 孟真人那等气道修士 他们虽也感觉到极厉害 但哪里有这等血气冲撞 来的这些震撼 他们有种错觉 对面这人 只需轻轻一伸手 便能将他们二人 碾成粉末 在这般差距之下 他们早已没了傲气 心中只余下了 深深的静服 张颜也不勉强 贫道对东荒地露之事 有些兴趣 听闻二位知之甚详 还望不令告知 公千造 公身道 不敢 上师尽管问来 千造 必不敢有半分隐瞒 这一谈 便是大半天过去 直到落日时分 两人才告退出去 此时 张颜深浅案解之上 已是多了一幅 东荒神国新年绘制的余图 他目光在北天寒冤 某处停留了几分 问道 诸位真人恢复的如何了 景游回道 此地灵机充盈 远胜我九州之地 仅只有周院主 在九州时便备下的丹药 再有几日 几位真人 差不多便能恢复法力了 老爷 可是要对付那青鹰大圣吗 张颜淡笑一下道 一个妖魔算不得神忙 不过 那处地界看去 倒是适合我名仓礼派 与其等他找上门来 还不如我先找上门去 他抬起头来 言道 传我御令 各派真人 十天之后 殿上已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边缘之地 三道人影 自一片西书林墓中 走了出来 当先一人 乃是一名黑袍道人 身上一尘不染 脚下半点泥屋也无 宰得身后 则是两名七八岁的小童 其中一个 大叫一声 撒腿就跑了出来 然后仰天躺倒在地 大口大口呼吸起来 远景清望向远方山影 过了山林 前面便是一片广阔平原 向着西南方向 在行走千月里 越过完山爱口 就能到深方国国界之内 他虽然要往此国一行 但并未遇空飞顿 而是带着路站 徒步行走 足足用了半个多月 才从这片 遍布参天古墓的 广袤山林里 走了出来 密林之中 有诸多金挂野兽 恶冲毒草 对他无法造成任何的威胁 但对路站这个孩童来说 却是足以致命 每当遇上生死险境 他并不插手 只是在旁指点 站路性子倔强 也憋着劲不求救 竟然被他靠着心中一股 死不服输的念头 给撑了下来 此时看来 站路与半月前已是截然不同 身形虽未有太大变化 眼神变得明亮无比 身材十足 好似美玉经过擦拭 终时露出了别人光芒 此时 另一个小童走了上来 对站路言道 站师兄 出了密林并非安稳 原野之中也有凶狼恶豹 你躺着不好 站路一捏拳头 满不在乎道 怕什么 树林里又不是没见过 来了 我照打就是 袁景清淡然言道 莫看你心下有些力气 却是半月前 吞吐入身的天地灵机在支撑 但是 你身体太弱 根底不牢 好比四处漏水的袋子 存不住半分奇迹 待卸剑之后 又会被打回原形 站路却不服气 翻身爬起 将颈簸上的项链拿出 举着眼道 我也能看动上面的文字了 等读透了 就能像战滚一样撞 袁景清一扫那上面文字 你这门功法 若不吞食外物 以血气不养自身 那什么门道 也休想练了出来 他转过手 关照道 袁平 却说一头血气充盈的畜生过来 袁平连忙称事 正想动身时 瞻露道 我跟你一同去 袁景清并未阻拦 看着二人身影离开 盘膝坐下 运功条膝 半个时辰后 一条墨胶腾空而来 将一头冰死的兜牛 摔在地上 随后一晃 又变回原先那副 小道童的模样 这等景象 詹路虽不是第一次见了 却还是十分好奇 看来看去 并问道 小元哥 你真的是蛟虫吗 袁平道 湛师兄 我是蛟龙 不是蛟虫 詹路嬉笑一声 他当然知道是蛟龙 但是每次这么说 袁平都会认真纠正 那模样着实逗趣 袁平看了看 那还在鼓鼓向外冒险的兜牛 催促道 湛师兄 快喝吧 晚了就无用了 湛路也只轻重 嗡了一声 走到小兜身边趴了下来 对着那血洞鼓鼓饮血 虽然满是兴气 但他却未有任何的不适 在湛师部落时 他就是得姐姐照应 仍是过着鸡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通常只能摘些野果 或者弄些被鸽之类的海星果腹 眼下着兜血 平日就算想喝都喝不到 哪里会嫌弃 直到他喝得再也喝不下时 这才抹了抹嘴站起身来 便在此时 忽然听到远处 传了一声音效 湛路看了一眼 就不去关注了 他原先居住在海牙边 各种稀奇古怪的鸟类 都是见过 早就习以为常 袁平雪听得出 那笑声中尖力胶着 好似在攻击合物一般 虽还距离它们颇远 但他不想惹麻烦 就到 湛师兄 我们回去吧 湛路喝完那兜血之后 感觉身躯之中 好似着了一团火 皮肤都是变得通红 好似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急着要发泄出来 倒了一声好 就往来路狂奔了回去 袁平则是脚下腾起一阵烟雾 跟在后面 湛路看了看 校园哥 你的本事是真人教的吗 袁平摇头的 我不是老爷的弟子 他有些羡慕地看着湛路 湛师兄 你机缘当真好 九成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败在老爷门下 老爷都是不应 却偏偏愿意收你 湛路低谷道 袁真人很厉害吗 袁平认真的 老爷可是原英修士 还是杜真店主 坐下九弟子 怎么不厉害 湛路回道 有玄师厉害吗 袁平信的蹲吼乖顺 他没有见过玄师 分辨不出来数高数低 就只好摇头 老老实实道 不知 湛路仿佛得胜也般 嘿嘿一笑 他虽然年纪小 但谁对他好 也不是感觉不出来 只是心中有一股执拗 认定了死理 就不肯回头 不过一刻之后 两人就回到了原先之地 袁敬青看了湛路一眼 血气滚当 若不早早收敛积蓄起来 仍是无用 湛路听了这话 急急将那股片拿到面前 上面本只是许多细小文字 然而此刻再管 且居然汇聚成一幅幅图画 理见人行 正做出一个个不同动作 他揉了揉眼 露出惊喜之色 并照着图画上的模样摆弄起来 此画有个名位 叫做炼剧图 教人如何以血气行脉 调理脏腹筋骨 也是巡视修炼的根本之法 只有将这个炼好了 未来才能最大限度 将血气调运出来 此图偏于力道 并非教人如何呼吸吐纳 按照方法 而是需要习练之人 不断活动身躯筋骨 将尽力吊达周深 把稍稍默默都是练到 使得吞浮入铁的血气渗透进去 方才谈得上有用 不过出入门这一步 实则极为重要 因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通常是需要人指点的 不然只会事倍功半 严重一些 甚至会自坏根基 但札禄年纪小 哪里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只当照着图画练习 就能成为玄师了 实则当初莫文给他法骨时 也是要他能看懂之后 来莫一台找寻自己 等正是受了学徒之名 再兴之脸 而且 无由补义血气的外药 任怎么习练都是无用 这多也只能稍稍熟悉其中动作罢了 他又哪里想得到 战禄有眼下这番际遇 袁景青初始 也未看出蚊子中的奥秘 那是因为 他并不关注这些粗糙的法门 此时稍下留神 只看了一会儿 就把其中官窍看了个通透 他很清楚 只要此刻不出声 战禄走歪了路 日后就再也无法成为一名玄师 不过他并未如此做 反而出声提点道 脸差了 他一点纸刷的一声 泥地之上多了十多幅人形图案 明明只是死物 但是那其中人物舒展拳脚 活灵活泻 好似要从地面上越了出来一般 他言道 去看一看 哪些合适你 那法国之上所显现出来的图案 不过寥寥几幅 但他何等修为 一眼就能看个通透 念头一转 便推演出上百种不同变化 不过 以战禄身形资质 其中至多只有十多幅 合适协恋 战禄看了看他 就走到那些图画之前 目光放在头去 顿时便被深深吸引住了 他只觉得其中有束缚 很是容易理解 不由自主跟着动了起来 不知不觉之中 就是一个多时辰过去 战禄连续动他下来 居然无有任何的疲累 身躯热烘烘的 再也无心前那燥热难耐之感 而且精神亢奋一场 他察觉了好处 正想要再继续练下去 远景清却道 适可而止 班奴血气固然对脏腹有益 但伤损意识不小 接下来血带好好调养 不可再动 战禄不敢不听 先前在密令之中遇险时 每一次都证明了 远景清言语的正确 若不照着奇话去做 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远景清这时忽悠感应 抬手看去 见对面山坡之上 有两头大斗牛 牵着一辆大车过来 这好似是一辆球车 里间有五六个 身着黑色咯一的男女 拒是面色憔悴 手脚且被荆棘牢牢捆覆住了 而车辆之旁 却有一个怪人 身形极高 寻常人只能到他腰身处 其上身吃脖 下巴坚毅突出 留着白色胡须 肤色如同枯木 走起路来一步一顿 似是身躯无比沉重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那囚车之中 有一名短短男子 无意瞥过一眼 见得对面有数道人影 顿时精神一震 极寒道 对面可是深方国子民 我等乃是采服学功学义 不申被这怀人所服 若能知回国中一生 我秋是宗族 必有后报 他喊话时 那怪人 已是见得 袁景清他们三人 大吼一声 身躯极具膨胀起来 陡然一个化作 百丈高下的巨人 轰轰迈不而来 枕得地面 隆隆作响 那短染男子健壮 更是大吉 然而叫了几声 见对面之人 并无半分反应 只以为是吓傻了 不由叹了一声 放弃了念想 然而这个时候 却听得一声轰鸣 好似万千雷霆自天落下 天地一暗 短染男子耳畔 俱视嗡嗡之声 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在看去时 却是目瞪口呆 那怀人 已是浑身焦烂 仰天躺倒在地 他心下一阵激动 暗道 怀人身躯监于金铁 非是零行竞选士 难以对付 莫非是哪位公师 路过不成 过去不多时 囚车且响起一个声音道 诸位可是玄师吗 这囚车甚高 短染男子也看不到对方人影 便连连点头道 啊 是 我得 即是财富学功学义 然而接下来 却是听到了一句 令他十分羞惨的话 转世兄 玄师寺没你说的那般厉害啊 补天阵图汇聚千山万水 好入一个州路大小 其最高山岳之上 正有一座 即是占据阵图半边的庞大殿宇 九州之中 此派原本地位浊然 此处 本是历代补天阁掌门 与诸派执掌意义之所在 是已营造的极为辉弘高广 此刻 那殿前广场之上 却是拘束着两头大妖 左边一头是形如彩凤 背身八翼的妖鸟 其浑身上下 都被一道道精炼困扶住了 那修长紧薄 正贴于地面那冰凉浴石之上 看去似是引进带露 而另一头妖魔 却非是禽兽模样 而是一团滚动盘掘 赤黄香杂的烟云 只是云团最上方 生有一个蛇手 下方则有四个粗大抓掌伸出 其上坠满鳞片 望去凶满丑陋 与那如霞似锦的云雾相比 却是截然不同 一两腰已是被抽去了 绝大部分晶圆血气 顾看去都是无精打采 捏捏不振 一阵刚风吹过 待散去之后 周轩带着门下弟子周贤二 踏不过来 他来自两腰身侧 将那锁链亲手检查了一遍 这两腰有所察觉 但也只是稍稍挣扎了一下 便又没有动静了 剑无有任何问题 他便对着两名看守弟子言道 再有一日 注意真人 并要来此一事 到时 这两头妖物还有用处 你等可要看得仔细了 不可有失 两名弟子功声称事 周贤二好奇问道 恩师 这两头妖魔不知有何用 倒是那鸟儿 毛雨滑美 要是拨下来 铺在榻上 定是好看 周轩言道 莫作此想 门中当时另有用处 周贤二一想 那许是让陶长们将这驯服 好为我所用 周轩点头道 不无此等可能 不过此事与我师徒无关 眼下学将是堪劳了就好 叶阳大圣来此之前 就被人喂下了葱便水 自能够听懂两人话语 温德要将自己奴役 心下满是愤怒恐惧 奸生道 我父乃千英大圣 谁敢动我 周轩冷漠无比 瞥了他一眼 并不来理睬 一甩袖 就带着强二离去了 其中那个看守弟子 见他不老实 喝骂一声 一拿法诀 那链锁一抖 便将他身上惊气 稀缺了几分 叶阳大圣 极为不甘地 争动了一下 便又无力坠下 这时 旁侧传了一个 讥讽声音道 舒叶阳 你何必自讨苦吃 叶阳大声大怒 回头瞪斥着 不远处的那团烟云 班霞 你区区一个荒腰 血脉杂乱 不过腐蚀了一枚青云果 侥幸开了灵智 一干与我这般说话 班霞大圣道 你平时是高高在上 可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人抓来 你我线下都是接下之求 又何必分什么鬼剑 叶阳大圣哼了一声 我不过是一时大意而已 等我阿父知晓此事 定会前来救我 班霞大圣引导 强英大圣神通确实不小 但北天寒冤距此遥远 只怕他还未收到消息 你便也成了此些天外之人的奴婢了 叶阳大圣怒道 妄想 我死也不从 班霞大圣幸灾乐祸道 那可由不得你了 叶阳大圣听出来不对 怒瞪着他道 班霞 你欲要投靠慈悲不成 班霞大圣无所谓的道 那又如何 你未与这些天外之人动过手 不知其等厉害 就是青云大圣真的来了 也未必救得了你 叶阳大圣露出鄙夷之色 你一个荒妖又知道什么 我族乃幻名妖祖之后 东荒神国当年也不敢越见而犯 不说我阿父 便我那几个兄长随意一声贺令 就能催动十数头古妖大圣 这些天外来人岂能与这相比 班霞大圣被他说的一致 明灭妖鸟一族 血穿古老 可追溯到上古那几位妖祖身上 便是而今势力也是庞大无比 那些天外来人虽然各个实力强横 但他从头到尾 一只见得寥寥几个 若是人当真只有这几个 也的确难与这位青云大圣对敌 但他嘴上却是不认输 言道 那又如何 那些天外之人 引下与东荒国勾搭到了一处 便你举足南下 也不见得能敌过 一阳大圣更是不屑 若非当年功托与我族有约 东荒百国岂能延续到今日 两腰再次争吵 两个看守弟子也不左拦 在旁将所言之语 都是一一记在心中 准备事后交了上去 过去许久之后 天边却有两道白烟飘来 很快落在殿迁广场之上 显露出两个身影来 当现一个乃是一名年轻道人 黑发白衣 形想清俊 他看了两腰一眼 却是若有所思 在他身后 则跟着一名身性窈窕 头戴沙利的女子 他也是注意到了这两头骨腰 恩师 此次温真人请我等 可是与这腰物有关吗 那年轻道人言道 当时如此了 为师听闻 这山海界中多数地禄 被那妖魔占据 我等若要在此开宗礼派 那必会与这对上 想是温真人 欲从其身上得些什么 这说话间 两人背后忽然有血光一闪 天光也是一阵明灭 年轻道人有所察觉 回身看去 便对身后来人点手致理 那女子却是一个万福岛 温真人有礼 温清相打了个鸡手 学长们 喂真人 两位有礼了 三人见礼之后 温清相往那两头骨腰走去 一挥一袖 一团血雾洒下 两腰力是便陷入昏睡之中 随后他言道 今日请两位来 乃是奉张真人之领 要在此骨腰之上探明一事 故不得不请两位前来相助 薛定员一听 心下一领 不知温真人 要我做何事 温清相并不直接道明 而是言道 先见温某 随宁陶两位道友 出去补拿骨腰 本以为 其与我九州妖母 纵有差别 跟底也因仿佛 但是这头骨腰被东荒国几位道友送来后 却是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 两位且看 他一弹指 无数细小血光落下 在那一阳大圣身躯之上 展开一道道伤口 一阳大圣身躯一阵 但接下来 其身躯之中血气震荡 那些伤口不多时 便得以复原 薛定员一看 见这妖鸟肉身强横 不具外伤 这倒并无什么稀奇之处 哪怕九州之上妖魔一种 也同样能做到此点 但他知晓 温清相不会无敌放尸 故仍是留神戏观 他毕竟是原胎真人 只几些之后 便就发现了一个 本来极以忽略之处 那金锁是经过特意纪念的 制住了此妖一身法力 也即使说 此妖要恢复伤势 只能动用自身本源 通常而言 无论妖魔人羞 一旦如此做了 自身瘦数 也会因此而衰减 可怪异的是 这妖物居然分毫不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学长们想来 也是看出来了 学定员沉吟一下 言道 这好没有道理 本源或可有强弱 但该是多少便是多少 未有用去不损的道理 除非 另有金源可做补纳 学长们说得极是 温某本也是奇怪 后于陶长们相言下来 才发现 这古怪 来源于此妖精血之中 线下其血 与方才相比 定是稍稍淡薄了几分 这妖被捉之时 已是生出九翅 然而如今官来 那九翅已然不见 先是退去了 可一想见 若即接连遭到肿创 那眼下八翅 也未必能够保全 多半会还作七翅 六翅 薛定元考虑片刻 如此看来 这古妖修炼之道 重在养念自身血气 若血气浓郁精纯 便可蜕变至更高境界 若是血气浅若稀薄 则可能因此退转 温某向道 正是如此 薛定元点了点头 他此刻已是隐隐猜到了 对方请自己来此的目的 温某向打个鸡手 据那东荒国几位道友言语 这妖鸟来头不小 故温某想要一关 此妖血气充盈到极致之后 到底是何等模样 不过猪派之中 唯有贵派有此能耐 故只能请动两位出面了 薛定元稍作考虑便道 此时薛某自当相助 他向魏真人示意一下 后者点了下头 掀取了一枚宝珠 寄在半空之中 而后将面纱掀起 露出一对悟患迷离 宛如空蒙烟雨的双目 对着那一阳大圣看去一眼 这妖鸟一阵迷惘 变得呆滞起来 此时元神门神通千古川流 可将一名对手 扯入幻境之中 令其经历种种心象变化 从而将之心智消磨殆尽 不过此时目的却不在于此 只是在这鸟腰石海之中 营造出其自身血气 不断壮大的假象 魏真人不断驱动法力 但将那幻境之中 一阳大圣身上毛雨 变得越来越华丽 一翅也是越来越多 从八队变作十队 再从十队变作十二队 到了最后 便见得一只身形旁锯 一翅遮天的肠尾大旧 其眼神凶利无比 似察觉到有人窥看一般 眸光煞是横来 他目光与之一处 轰隆一声 身躯不仅一阵 顶上宝珠碎裂 使念便从幻象之中 退了出来 稍稍定了定心神 其先者一划 凝聚出一道法符 温真人 此妖魔变化都在其中 不过是否寻到源头 切身亦是不知了 温清相称谢一声 把那法符接过 稍稍看有一眼 目光闪了下 而后便打个击手 那温某需回去赴命了 今日当真是劳烦两回 改日定当过府道谢 薛定元还了一礼 温真人言重 此谋既为我九州修士 那薛某理当处理 如今血破宗 只剩下温清相一人 听闻又拿回了 镇派之宝血神铺 可以说便是下一任掌门 故他言语之中十分客气 温清相笑了一笑 于两人告辞之后 便就画一道血光 腾空飞去 温真人走了上来 恩师 我等也是回府吗 薛定元稍作思量 言道 明日便要上殿一试 这里灵机也是不弱 也不必回去了 便在此打坐一碗便试 说到这里 他转回头一看 何况维师 对这两头妖母 也有些兴趣 为真人闻言 便起着一个点华 送出一团盛气 恩师 此事徒儿方才所见 薛定元把目光投去 那肾气一动 并又一幕目景象 自眼前飘过 最后凝住在那头胸臼身上 不过他却不思慰真人 哪怕不曾借助法宝 也并未被那胸威破退 或许这大妖元身之能 强横无批 但眼前这个 终究只是一个虚影罢了 还不能拿它如何 一般景象 若换了功法相依修饰来看 就能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元肾 虚破尔宗 都属灵门 但修炼方向 大将径庭 所能得到的收获 也是不同 他只要将这幻象身法 硬可辱心 将这纳为己用 到与人对敌时再放了出来 便可更增神通之威 整整过去数个时辰后 魏真人发现 自家恩师身上 气急微微上浮了几分 不禁露出惊喜之色 修士炼成元胎之后 法力无法再长 但这气急变化 分明是秀威有所增进 正向着那一步迈去 他一个万福 恭喜恩师 薛定元倒是神色自如 不过稍有所得罢了 这等机会确实不多 不过若能多禽桌几个 这般血脉有源头可塑的大妖 倒也能助我提升修为 这时身上微暖 他侧手一看 见山海界中 沉稀微露 惊霞万丈 不知不觉之中 已是过去了一夜 这时 有当当中阴传来 一声大过一声 在整个周路上空 来回震响 不远处 听得喳喳声响 却是面前大殿之门开启 一缕出阳之光 煞事穿入其中 将里间深广内殿 都是照亮 薛定元笑了一下 时辰快要到了 便先遂为师入殿吧 魏真人轻声道士 跟在他后面 往殿中布去 接下来半个时辰之内 便有一道道灵光 在各处山丘之上腾起 落在大殿之外 却是各派冻天证人 一个个到来 不过因义士知识未到 他们也并未接着入殿 而是三三两两 在外弹悬论法 互换心得体悟 在九州时 各派证人 须坐守扇门 稍有动作 便会引得天下同辈注意 平时往来之辈 也只有聊聊几个交好道友 四眼下这般情形 也是甚少见到 吉让平 与干守亭二人 出身东省州 与东华修士并不熟念 又未曾在大截之中出力 故彼此点头至理后 便就不再说话 两人走着一扬大盛面前 吉让平看了看 嘖嘖言道 这便是古妖吗 看来也并不如何 与当年的碧玉天 无相比 可是差得远了 干守亭道 我那日与陶之人言语 听他说来 这山海界中 此辈到处都是 将来 必是我等立派之对手 吉让平劈劈嘴 那又如何 观这两个妖魔兽数 当都在三千载之上了 能修到这般境界的 当也有数 一个个杀过去 总是不难杀进 干守亭道 吉道兄说的是 我二人 虽住民参卖收取地契 但在人节之中 却是无所作为 日后 想要再次立足稳当 那便要比他人 出力更多才是 吉让平一白手 满不在乎道 这却无碍 你倒我喜欢整日枯作吗 只是九州灵机稀少 我等洞上一洞 便要折损不少法力精气 继而解我寿数 而这山海界灵机充盈 一场斗战 十天半月 便可复原 正是我被用武之地 干守亭道 如今那两位掌门 皆在天外彩色清零 一应诸事 都是交由那位张真人助理 我二人与张真人 虽无什么太深交情 但总有几分过往情意 相也不知为难我等 只要用心 不能开辟出一番局面 吉让平道 干斗兄这话 合我心意 听闻那清零之气 还能助我被提升攻刑 前些时日 陶掌门便就得了一些 也就引下我朱派出到此地 百费待举 才有这般机会 我们不能错过了 干守亭 沉吟一下 那中台 宣月两派辞回 也是一同到来此处了 既然同是东省州出来的 我二人 不妨稍作照拂 吉让平并无不可 东省州出来的修士 也就他们二人而已 比起东华朱真 实在太过示弱 而这两派 也是有法门可修之洞天的 将来 未必不能再出一个洞天真人 并是舍去此节不谈 陶真人至今 还坐着中台派供奉 此刻若能扶上一把 卖一个好 那对彼此都是有利 随着神情之数消去 叶阳大圣 也是悠悠行转过来 但这个时候 他却是浑身一紧 身上毛雨 本能竖起 似是受了什么惊吓 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外 有一股股膨大契机存在 似每一道 都能对他自己 造成致命的威胁 这令他及时不安 身体蜷缩起来 把头颅 埋在羽翼之中 睁眼向外瞧去 却见 朝阳金光之下 前方有许多人影 一个个身上 皆是灵光冲销 磅礴如汪洋海潮 只论契机之强盛 那些个大巡视 也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他心下又惊又怒 同时还有一丝谎惑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这些自称修士之人 只眼前所见 就有二十余位 或许真正数目 还不至于此 要是其与东方百国两者联合起来 却也能和明灭妖鸟一族 相抗衡了 若清英大圣知晓此今真正情形 却不见得会为他一个下女 兴师董众 与他不同的是 班霞大圣 却是现出一副乖顺模样 原先他还担心对方示弱 怕是自己降了 也无什么好下场 此刻却是信心大增 只等对方开口 便就投靠过去 这时 闪天传下一声 忧远倾响 众真闻声 把袍服一整 挤入殿中 这大殿分作三层 英春秋 孟智德 齐云天 清晨子 霍轩 宇文弘扬等六人 穿过众真 来至第二层坐上 各自站定 而在那最上方 却是留有三个蒲团 过去不久 庆向实属深厚 并有一股旁大契机 降落在殿宇之中 此间山域 似瞬节 承受了一股重压 也是隆隆震动起来 有人神情一动 低声道 是张智人到了 这时 上方一声震响 众真一抬头 便将他御台之上 虚空开裂 而后 一名身朝寻袍的年轻道人 自立踏步出来 一步落在大殿之上时 整个殿宇 也为之微微晃了一晃 台下朱真 见他到来 都是神色一素 据是欠身为礼 而孟真人等六人 则是打一个击手 张言在台上一点头 而后把袍袖一展 正坐下来 诸位真人 请坐下说话 中位真人再是一击 就在各自扑团之上 啰嗦下来 张言目光向下一扫 先是看下孟真人等六人 微笑言道 我九州修士 志得山海记已有一月 不知各派真人 恢复得如何 孟真人言道 此劫灵机颇盛 明仓版门下修士 法力巨一不足 应春秋尘声言道 少清门下 元气已负 语文弘扬也是回道 张真人 我灵门修士 也无不妥 张言和首言道 我九州修士 横渡虚空远海 历经六载境险 方才寻得这处落脚之地 当下首要之事 便是在此重立山门 传言道统 他把大修一挥 身后灵光闪动 并有一张鱼图飞起 在殿领上方铺开 这间旗上 不管是山岳分布 还是河川静流 甚至是妖魔金怪 七身之地 都有详细录著 他鸿声言道 山海界 光大无垠 尚不知有边界在何方 此图 是东方国道友所赠 其内 共是会有四玉四江 众人抬起头 在途中来回看着 他们出来乍到 不明山海界中情势 想要开宗礼派 很长一段时间 恐怕都要依赖 这幅渔图之音 张鱼此时诱言 我等所在之处 人称北海六州 虽是望去地界广大 堪比原来九州 但与这四玉一比 却仍属偏僻之地 而由此往西而去 乃是东荒地路 除了与我已有 血血来往的东荒百国 余下疆域 皆为妖魔金怪所占有 殿上朱真文的此言 再看庞大渔图上 东荒百国 只是占了 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界 亦是神情灵素 这一月以来 他们除了少数几人 大半都在闭关羞耻 以求早日恢复法力 虽从旁人处 多多少少知道了 一些此间情形 但哪有这渔图 看来清楚分明 众真心下此刻 皆是明白 要在此方天地重立山门 那必定是要与这般妖魔对上的 在座诸位真人都很清醒 想要对阵山海 借上妖魔 首先必须要做到知己知彼 还未曾了解对手 便集合后冲上前去 那是不治之局 最好是将这些异类 里里外外弄个通通明白 做好一切准备之后 再与之交手 武威一言道 张真人 那地外所囚禁的 可就是此等妖物吗 张也言道 山海界中同道 称此妖为古妖 这些妖魔 与我九十万年这且 肆虐天下的天妖 有些相似 但亦有不同之处 他目光一转 望去台下一个方向 温真人 此中差别 可由你来道 与诸位真人知晓 温清向打个鸡手 立起身来 便将他探得古妖详情 一一道出 他所言十分详尽 基本将古妖强弱长短 说了个清楚 殿上众珍都是听得频频点头 不过 他们心下也都是有数 古妖有强有弱 神通又各是不同 线下接触的 也只是几头而已 而且 这也仅是出自温清向一人所得 只能作为一时参照 不能奉之为归稿 九陵宗东锦子 这是出声言道 听温真人这言 这古妖之间 也有贵贱之分 温清向道 正是 定位那头 自称夜阳大圣的妖魔 便乃是思雨之中 北天寒冤一名妖王之女 且这血脉渊流 可追至一名妖祖身上 东锦子不解地问道 何为妖祖 温清向道 关于妖祖 此方传言众多 不过 温某探究下来 其余我九州之上 鸡龙军吞日清皇等辈有些相似 众真文言都是大旗警惕之心 龙军妖皇都是上古天妖 西州全盛之时 一直与其分庭抗礼 并不僵持剿灭 后来若不是地根被绝 又得太明 红河 要汉等天外修饰之助 也不会去主动招惹其等 更为重要的是 此辈通常得天底之眷顾 最深难以杀死 庞云冉问道 敢问张真人 此界之中还有妖祖吗 张颖笑了笑 言道 自此界人道有十载以来 就未曾有其等现身的技术 只此辈寿源悠长 不可因此断言 必然不存 说到这里 他断了一顿 不过 便有此等妖魔显身 诸位也无需解据 贫道与两位斩门真人 自会出面应付 孟真人 沉生言道 诸位也不用把妖祖 看得太重 万载之前 西州修士 与妖魔争锋 也不是单只靠自身法力 还有诸多法器相助 此界练气一道 粗糙前血 便拿妖祖有大神通 无有护身之宝 本事 也不比九州天妖 众真都是点头赞同 龙军妖皇之所以难以对付 首先是其本身实力强横 其次 这些天妖都是计量有护身法宝的 对各派神通功法也很是熟悉 但没有法宝 就如同爪牙残缺的凶兽 纵然凶猛 但威胁已是少了大半 张颜正是一笑道 说起法宝 贫道请诸位真人观看遗物 他一抬手 陶掌门 可以拿出来了 陶真人打个击手 站了起来 自袖中拿出遗物 有半尺大小 看去像是一圈 但那圈颜 似有若无 他将此圈一致 其落下位置正好是垫着一只青铜大顶 索圈身过去 眼前这大顶自上端开始消失 而后蔓延向下 但那圈落着地面后 便彻底不见了影踪 好似生生被从世上抹去了 好生古怪的法宝 这到底是何物 众真能够感觉到 此圈能够威胁到自己 通常能伤得洞天真人的只有真气 但此宝偏偏偏灵机波挡并不强烈 甚至玄气都不是 陶真人言道 此物之所以厉害 并非后天祭练手段 而是所用宝材 诸位当之 月前 贫道与宁真人 温真人二位前去绞杀古妖 此宝 并是由一头名幻 吞云古妖大圣祭练而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言道 这吞云大圣 原本便有吞吃储物之能 便是我被入籍附中 怕也难以得活 这法宝 却是在线的磁宝本事 陶真人道 正是如此 施则 他法宝祭练也是不易 乃是参详了补天阁中 一些秘传手段 再加南华牌中 自玄妖宫流传下来的法门 才侥幸练着而成 竟是这般 在座真人 不由思索起来 他们皆能砍出 此物虽非珍宝 但却有对敌洞天真人之能 要是运食好了 也不失为一件利器 温卿向右道 以温某观之 没一头骨腰 既有一门不犯神通 若是能将这一个个捉来 炼成法宝 必可使我实力大增 阮秀术一乐 笑言道 哈哈哈哈 如此说来 这妖怪 对诸位同辈来说 非是祸害 反倒是宝贝了 沈柏霜在座上炎道 这般书倒也不算错 便是龙军青皇等药物 还不是一样 被我被炼成了法宝 甘守庭这时 立起身来 接手炎道 敢问张真人 若我被要斩杀妖魔 祭奠这般法宝 不知该往何处去 张颖大有深意地 看了他一眼 炎道 甘真人不必急切 印下有一处地界 因其水陆地貌 与我名参摆龙岩大泽 有些相似 与两位掌门商议下来 一是决定征伐此处 到时 自有诸位镇人 一展身手的余地 众真听闻 先是一正 随即亲下 生出一股振奋之意 眼下 他们虽已在山海界中落脚 但毕竟未曾开门礼宗 便不算真正站住了 只因此界情形未明 他们也知道 需要等待恰当的时机 可谓想到 这三位镇人 这么快便打开了局面 寻到了合适之地 一旦有一个宗派在此立足 那距离其余门派 重开山门 也是不远了 而诸派之中 以明仓派实力最强 九州修士 有三大反腿战力 若再算上那一头玄武 便有三个落在明仓派中 由明仓派先自立门 众人皆以为此事理所当然 并无什么不妥 气红禅出声掩导 张神仁 不知那地界位在何处 张眼对他一点手 随后掩导 诸位且看那渔图 随他言语 这界那渔图之北 便有一团亮光山起 笼罩有了一片地域 看去乃是一片内海 在图上显得不大 但比较下来 比着那北海六州 竟也不让分毫 张眼言道 此处所在 名为寒玉海州 这地界之上 有一名名幻 清英大圣的妖王盘局 正是那殿外一阳大圣生父 东荒那几位同道层言 此妖麾下 又补下数十多古妖 若是打下此处 古妖失海 我民仓派门下一盖不去 全游的各派同道支配 气洪禅言道 张振人 气某以为不必如此 究竟能取多少宝材 各凭各家手段就是 张眼微微一笑道 借掌门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待我民仓派立稳山门之后 也会相助各派 开山礼派 到时可不会空手而归 说起来也并不吃亏 听他如此说 台下朱真不仅都是露出笑意 环针外掌门普玄声 这时起得身来 打个击手 朗声问道 张振人 不知那征伐之日定在何时 殿中顿时一静 张眼目光头下 看向众人缓缓言道 那青英妖王之女被我拘禁 按东荒国道友所言 其闻之消息之后 许会聚集不仲来犯 我等也无需坐等这般妖魔上门 可先一步杀了过去 若是顺利 或可将其一网打尽 过这时日 无需早 也无需晚 便心定在一月之后 诸位真人回去之后 可先做一番准备 忠贞一听 都是速声应下 此一战 关系的九州修士 能否立足此界 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张眼抬眼望去殿外 眼前正是一个最好时机 九州修士出到上海界 北天寒冤那些妖魔 对他们一无所知 也不知他们即将动手 可以说 主动之事 把握在己方这处 下了殿上所异 便是此回出展个拜修士 该如何分配 不过 这并不是什么烦难之事 不过一个失身之后 便就有了结果 随后见义无事 朱真便一个个告退离去 甘手厅急嚷平二人 正想离开 却听耳边有声音道 两位请留步 二人听出是张眼声音 忙是站定 张眼在殿上在乌他人之后 便把二人请出做钱 甘手厅小心问道 不知张真人有何吩咐 张眼道 方才诸位真人言议之时 为何二位在旁不言不语 甘手厅叹息一声 真人倒是知晓的 我等本是东盛周修士 对各拜神通不甚了然 与诸位真人也无任何交情 自然插不进句话 张眼笑了一笑 既如此 贫道有一事交托两位去做 若是做好了 自当给两位系上一个大功 甘手厅小心问道 不知何事 张眼言道 此方天地除那古妖之外 还需防备的便是那些金怪一族 其与妖魔不同 与东荒诸谷攻杀数千载 也是渐渐有了一些气象 不但建国成邦 还利有法度礼器 更有尊卑上下之分 其中不乏境界高深之辈 但若有与那清英大圣交好的 不定会趁我攻发寒域海舟的时候 出手失缘 过去两位倒是牢牢看住慈悲 甘手厅有些愁愁 若是来地人重 只怕我二人是抵挡不住 张眼笑言道 两位不必担心 一怪精类 鼻子各不同数 便有动静 来者也决然不多 便真遇上晚宜 准你二位退走 甘吉二人对视一眼 便齐齐打了一个道工 我得应下了 电商议事后 各派洞天真人 都是回了各自洞府 每日祭练法宝 搜罗丹药 以备征战 九州人节一战 方才过去喂酒 他们实则也是大有收获 有许多手段急需验证 此战无疑是一个机会 一处幽安洞府之内 叶阳大圣蜷缩一团 眼眸紧闭 似在昏睡之中 只是其毛雨 却时不时微微颤抖 显然 其内心并不平静 薛定元 坐于上方高台之上 身后一团肾气虚影 立间演化着种种变化 他此刻正以元慎门秘术 将此妖母拖入幻境之中 从其幼道长 所有精力 都会在他神通之下一一呈现出来 此等方法 比神魂搜索更是方便 甚至连师叔对象自己 淡忘而去的记忆 也会被再度翻了出来 他对着妖母自身之事 兴趣并不大 这一回 使得张眼受益 观看此妖来自东荒地露之前 在灭蜜鸟部族之中所立诸般情形 好从中找出此不弱点和必须戒备之处 数天之后 他在神通之处中退了出来 其指一点 化作一道法符 而后一挥秀 高悬在上的童中 便发出嗡嗡阵音 扫兴 一名童子走了进来 真人有何吩咐 薛定元将那法符递给了他 可将此符交予张哲人 童子接过收好 弓身一礼 小心退下 薛定元站起身来 寸道 山海界果然是大 并北天寒冤之中 也不止青鸣妖王一族势力 不过若能捉得一下来 倒是方便我提升修为 撇了那一扬大声一眼 他一甩袖 便转身离开了此处 补天阵途东南 此有一片占地庞大的药园 仅以九州隔牌炼丹师 接在此地 周院主 这一月也来 自山海街中搜罗到的草药 接在此地了 周重举将一块漆黑藤镜 抓拿起来 然而此物却突然扭动起来 像一个小人 在那里不断哭叫 还进行露出一张凶恶鬼面 小声震震 极尽恐吓之能 周重举不受半分感染 神色如常道 外强中肝 虚而不实 药力也只是寻常 他伸手一抹 那鬼面顿时消去 一股烟气飘出 他伸手一把抓住 天生煞气 凑结千数 可恋武丹 丹分文武 文丹守性命 武丹可杀生 平时所恋 多是文丹 而人家之前 交给张眼的那如意丹 便是武丹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旁侧有弟子急忙起笔 将他所说之言 在玉板之上记下 不敢一露一字 周重举将那块藤井抛开 又拿起一根枯黄长须 看去虽轻飘飘的 但到手之后 却是微微一沉 他起两指夹住阴阳两面 只是一滑 就有一滴滴汁水落下 掉在地上 却如铜豆一般 当当有声 他言道 此后遇到此草 皆找此利处置 那弟子忙又记下 周重举用了一天的诗 将所有采来的药草 都是看了一遍 自然 除了少数特殊草木 需他亲手查验之外 多数都是以丹顶院中 法宝照过 便就知晓端倪 他一副长须 沉声道 还是太少 太少 这一院来 你等 这采的这些吗 那弟子低头道 周院主 非是弟子等不尽力 而是山海界 位师太过广大 许多奇花异草 本是活物 会到处乱跑 还有一些 更是在业内精怪 庇佑之下 实在是难以采摘 这里啊 不比九州各地 修士占据了 各处名山大泽 妖物多数被困缺 在北明州上 搜落什么宝材 都不容易 周重举称音一下 挥了挥手 你先下去吧 此事 我自有考虑 那弟子入谋打赦 忙是退下 周重举 抚须成私 因此介于九州不同 原来绝大部分 单方都已无用 故须重做验证 这一月以来 他分浅弟子 外出搜罗此间草药 尽管收获不菲 但采得的草药 大多只是寻常 这是因为 在山海界这处 大多数天才地宝 都在那些 一类精怪的地界之上 想要得来 此辈是决然绕不过去的 不过若能反过来 利用此辈搜罗药材 那比自己派前弟子出去 何止方便了一筹 只这前提 却需有足够大的好处 将之打动 此事大事 还能问一问师弟 如何考量 念着此处 他当即写下了一封非书 发了出去 张言此刻 正在洞府之中持坐 他虽已修成力道六转 战力不在反退之下 但力道之深 在一方世界逗留越久 出手越多 则越有可能与之相合 故他并未放弃气道修行 而这里子卿灵机无数 一跃修行下来 他也能感觉到 至多再有一年 自己便可破开 第八重长官 仅由将一封书信递来 言道 老爷 周院主方才来书 小的不敢耽搁 便先送来了 张言将书信拿过一揽 稍稍一撕 寸道 师兄此事确实重要 不过眼下 却需放一放了 需待我等 蒸发韩玉海州 回来之后 再做处置 他之前也不是没有想过 与金怪异族接触 不过慈悲部族 成千上万 内部混杂 又不是东方百国 只有数几个大国 许哪一个都是不妥 之所以造成这等情形 那是因为 许多部族背后 并有鼓腰身影 在未搞清楚 其背景之前 贸然接触 非是好事 而且 从东方国那处 得来的消息来看 几乎所有异族部族 都是以实力为尊 通常与他们好好说话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只有势之以微 而此次 只要打下韩玉海州 当可给其等以震慑 客馆之中 公亲造与公子又两人 皆是在客馆之中 摆弄法器 与深方国莫独一般 两人也是意识到 有一件法宝在手 可极大提升自身战力 那样 在与异族 及妖魔争斗之中 无一个大占优势 公子又试了多次之后 仍是不得要领 他将胸中血迹压下 有些烦躁道 宝物虽好 要想祭练成功 却也不易 公亲造道 早与公子说过多次 这法宝 本非我玄师所用 祭练此物 不可动用血气 只能以灵机相迎 公子又不免摇头 他也知晓这其中的道理 但修行术百载 早已练得血气神意 浑融如一 灵机一动 血气必出 这哪里说改就能改的 他将手中法器 放在一边道 此物便是祭练成了 也难以进展我辈之能 唯有我懂得炼气之法 趁我巡视之宝 方可大用 公亲造却道 道理是这般 但这炼气之法 九州修士 是不会这么容易 交于我等的 那便这由我自家摸索了 公子又看了看 皱眉道 继月 继阳 郭中南道 就拿不出一些有用之物 与九州道友交换吗 公亲造陈生道 我东荒国 传承万载 这等物事 岂会拿不出来 但也不能完全将希望寄托于此 该做这事 还需去做 公子又考虑一下 伸手又将那法器拿了起来 此时 玉莲青洞 一名蒲丛在外沿道 公子 那位周道长来访 公子又不敢怠慢 啊 有请 不一会儿 脚步升起 周轩走入境来 棘手道 两位有礼 公子又忙还了一礼 因这些时日来多次打交道 他们也算是彼此熟悉 客气几句 便就请他做下言语 拼命仆从 送上一部分代价 换来的清心香茶 周轩称邪一声 落座之后 他坐上山区 朗声言道 拼到此回 是来告知二位一声 我九州休市 下月将要北上 攻伐寒域海州 不日就要离了这六州之地 使者若是不方便 可先行离去 攻伐寒域海州 公亲早浑身一震 露出惊骇之色 站了起来再度问了一遍 尊驾誓言 攻伐寒域海州 周轩坐在席上不动 拿起香茶错了一口 一派自然道 贵使并未听错 他并不怕这消息泄露出去 山海界没有飞溅服输 远遇传信 全靠琴鸟来回 北天寒冤距死 十分遥远 消息不是一时半刻刻到 恐怕那位亲音到现在 还不知自家女儿被求之事 再则 便是这妖王知晓了 也无什么大碍 许多洞天之人出洞 动静绝然不小 怎么也是瞒不住的 此次乃是征伐正战 不用遮遮掩掩 公子又色声道 可是 那可是轻音妖王 周轩神色自若 轻描淡写言道 那又如何 那韩芸海周 以为座上诸人看重 可唯我名仓牌立派之敌 妖魔一类若有不逊 管他什么妖王大圣 剧都斩杀了便是 弓前操心下一颤 他将叶阳大圣送到这些天外之人头 本想着起会会加紧防备 哪知这些修士非但不如此做 反而想着主动杀过去 甚至还要将那些所居之地 也是一起侵夺了 过了一会儿 他终是从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冷静下来 不由判断起来 对方的真实用意来 此时告诉他们 是要让他们早些离开 还是要他们一同攻发韩芸海周 若是后者 却是有些为难了 青鹰大圣 圣名极威 眼下根本不知道的哪一步 要是未曾一举功灭 这些九州修士 大不了重返天外 他们东荒国可是跑不掉 不过他一转念 想起那位杜真殿主之能 却是忽然意识 这或许是一个好机会 于是歇了口气 合手一礼 言道 周道友 若是贵风信得过 早愿鼎力向助 周轩笑了笑 贵师又如此决定 也不必与小道说 今日多有刀扰 就此告辞了 言罢 他站起一个鸡手 袍袖一摆 就转身出门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大殿之前 班霞大圣软塌塌地 趴在空旷广场之上 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他本在这些天外之人 过来招想他 可是 其对叶阳大圣的兴趣 明显比他大 一连把他丢在这里 几日不闻不问 他有意主动开口请降 又怕如此做会被看清 是以内心深处 充满了矛盾挣扎 正常于短叹之时 他眼角忽然撇到 有两道灵光过来 往前方殿台落来 不计把头颅一扬 把精神抖擞起来 叶阳大圣已不在此处 那显然是冲着自己来的 此刻来人 却是温清相与东锦子二人 待在殿前落定 温清相言道 道友怎么看中这妖魔了 东锦子道 听闻这妖魔神通 可卧服霞光之中 吞吐日月精气 顿行甚快 以寻常手段伤之不得 我那法器在人节之中 因与明苍白真人交锋 着实受损不小 眼下又有大战 只要拿他凑数了 温清相道 道友门中九零番尚在 何不去向张志仁求情 眼下大战在急 此等提升实力之物 张志仁多半是会还了你九零宗的 东金子轻轻摇头的 此宝难以驾驭 我现下功行不足 并是到了我手中 也不会用它 他之所以做此决定 那是另有考量 此战过后 秦月两位掌门 有很大可能会刺下紫青灵机 此物对洞天真人修为提升 极为有用 他不想错过了 而眼下他还寸功未利 功行放在诸多同道之中 也算不得如何高 若此战之中战果大 那么今日拿了九零番 来日怕是就拿不到 这尚好清零之气了 温清相笑道 不过要祭练此药 倒又难免要欠下陶长们 一个人情 东京子道 无妨 我手中有一头木脊龙 本是门中长辈 从一名太后派修士身上得来的 听闻此物 乃是贺真人当年所练 送还陶真人 想来能还上这个人情 温清相有些意外 随即点手道 陶长们乃是贺真人弟子 道又有此物 那他定是不领出手 两人在此说话无所顾忌 自然而然的传入班侠大圣耳中 却是令他吓得魂飞魄散 慌张无比 哪还顾得上什么矜持 立刻大喊道 慢着 慢着 两位高士 莫要杀我 我愿顺侠 我愿顺侠 东京子站着他面前 倒也不急着出手 问道 死你这般妖魔 外间好似有不少 若不炼成法宝 留你下来 又有何用呢 班侠大圣知晓 此时必须证明自己价值 急忙言道 小瑶每日修行时 应须随侠午游动 故能捡常人之所未见 对地理山水 有有心得 哪怕对许多大圣神通喜好 也是略知一二 留小瑶一人 可为两位 寻得更多大药 东京子嗡了一声道 本事不错 不过 我把搜魂之后 也一样可以知晓这些 班侠大圣 不知搜魂为何 但也知晓 定然不是好事 记得头颅之上 都是汗水 千万 还有 还有 东京子与温清相 倒也不急 面色平静 都是站在那里 看他还能拿出什么来 班侠大圣 搜长瓜肚 拼命思索自己 还有什么能让二位看得上的 过了片刻 他眼睛一亮道 小瑶还有一双本事 麾下幻扬有许多云炼虫 能钻山入地 过海游江 无论何种险恶之地 都可去的 小瑶当年 正是靠了这般小虫 方才寻了一株青云果 开了灵质 两人不尽有些意外 这般本事 虽然不死那等 翻江倒海的神通 但要是真如这妖魔所吹嘘的一般 运用好了 对九州修士开拓宗门 那是极其有利 而且这妖魔也是狡猾 这本领非在其这自己所有 是映在那些徒子徒孙身上 就是把他抓来练成了法宝 也使不出来 温清相笑了笑 转目看来道 东景道友 这头妖魔眼下还不能杀 不过 若有其余妖魔看得中 温某定会鼎力向住 东景子一思 对班侠大圣道 你方才说 知晓许多妖魔神通 那便说几个与我知晓 班侠大声大喜 忙是连说了十几个妖物所在 其中有几个和自己有仇怨 或者不对付的 也是一并交代了出来 东景子考虑了一下 转过身去 温道友 走吧 先去寻那篮角大圣 温清相一笑 道一声好 看着两人离去 班侠大圣知道 自己算是逃过一劫了 想到那些对头下场 他心下不仅充满了快意 忍不住黑黑笑了起来 东皇百国之北 有一条如屏障一般的山脉 绵延起伏 横管东西 阻拦南北 只有少数山口可得穿行 此处名为龙眼山 哪处势力占据了此处 向南可俯瞰云园 向北可出入临海大山 进而窥望寒冤高都 东华神国在时 此处是守卫疆土的一道屏障 位置之重要 可谓不言而喻 只是神国崩塌之后 此处绝大部分都被古妖大圣 或者是叶里精怪夺了去 只有南路一小段 无关重要的知脉爱口 还在人道百国手中 维持着最后一点脸面 也正是因此 东皇百国之北 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屏障 一族精怪 几乎想来就来 想走便走 北方诸国 每过十数载 便会有城池被攻破的消息传出 但是云云之北这片地界 要是被夺去 那等若在所有诸侯国软肋之上 插上一刀 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顾佑不得不将大量人口 自腹地迁徙过来 重新筑类造成 这等若使得在东皇百国身上 开了一个难以收复的伤口 不断流血 以至于诸国国力始终难富 数千载下来 东皇上国借数次诸侯会盟之机 曾试图将龙眼山夺了回来 但无不是以失败告终 在山脉西底深处 有一训人部落 其族长之人长相怪异 双手垂地 足似高桥 面如猿猴 身上无毛无尾 只有长发垂下遮掩 包括个个奔跑如飞 能射汕头 族中虽并无大寻视这一境界的人物 但却供奉有一位环童妖圣 其虽然名声不显 实力却着实不弱 再加上此处贫瘠 草木稀少 平日也无人过来招惹他 这一日 却是自天降下一道墨缕光滑 随后变化成一个 做玄师打扮之人 他高声言道 高桓桶可在 谢精一来上门拜访 山中一座石屋之上 一条蜷缩如卷线的长虫一晃 化作一名手持藤杖的 妙目老者 他远远立住 持定杖身 警惕言道 盘金大圣 你来这处做什么 谢精一 何首一礼 就有六人了 叶阳大圣 在东荒地露如此之久 也并不是势单理孤 再加上 她是秦英大圣之女 自然有不少妖魔主动凑了上来 只是叶阳大圣心高气傲 自是出身高贵 哪里看得上这些荒妖 平日都是不假辞色 但是此次 听闻其被东荒国之人擒住 又被送入了天外来人手中 这些妖魔心思 又活泛起来 在谢清一牵头之下 便想去将她截了出来 谢清一等了许久 见桓通大圣始终站在那里 却是迟迟不说话 不由问道 桓通大圣何必迟疑 六位大圣 哪怕是东荒百国 都可杀个来回了 又有何可怕 桓通大圣摇头道 不是如此说 谁也不知那些天外之人 有什么本事 其等敢求尽舒叶阳 想来是不惧青鹰妖王的 东荒百国大圣事处处分散 任何一国面对六位大圣 都无力可挡 等到各国大圣事赶来湘元 那早便退走了 可他们对这些天外来人 还什么都不知晓 且其能横跨虚空而至 又哪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谢轻衣却大笑道 桓通大圣 你多虑了 天外来人方至此处 又怎知晓青鹰妖王的厉害 而这消息早已是传了出去 轻衣以为 这一位得知之后 断然不会容忍自家血脉 落入外人之手 想来用不了许久 就会帅族人南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桓通大圣皱眉道 既然青鹰大圣迟早要来 何不等他来了 我得一起动手 谢轻衣嗤笑一声 等青鹰大圣来了 那些老妖定也会上去巴结 难道还轮得到我等 唯有这个时候出手 方显诚心 书叶阳也会记得我等好处 桓通大圣一响 觉得这话已有几分道理 但他心下仍觉不安 面对不知底细的对手 就这么上去 还是太过莽撞 谢轻衣捡了这副模样 别言道 桓通大圣放心 此番非是要将书叶阳救了出来 要是不成 那便早些退出 只要让青鹰大圣来后 让其知晓 我有这份心意便好 听他这么一说 桓通大圣 云本皱着的脸 顿时舒展开了 他子寸只过去露个面 凭自己本事 就是遇上危局 应也不难逃脱 于是应下道 好 便算我一个 数日之后 六名妖圣 在东方沿海第一高雅 重宵岭上相聚 桓通大圣 看了看四周道 值我几人吗 无有在多了 谢轻衣道 便我这几个了 倒不是他不想招去更多人手 而是东方地路太过广大 古妖大圣彼此所居之地 相隔遥远 便眼前这几人 还是靠着他往日 在各处种下的分身 才得以寻了过来的 这也是他短时间之内 所能寻得到的最多人手 下来便是再给他一月两月 也无有可能再多上一个了 这时 一个望去只是一团 阴云烟雾的古妖大圣 开口道 听闻那些天外来人 是乘坐一条大鱼而来 不知那大鱼 现在何处 盘金大圣 可能对付 此语一出 其余几人都是盯了过来 大又不把此事诺了清楚 就不愿出动之意 谢清衣笑了笑 他心下十分明白 这几位妖省来之前 不会想不到这等事 心下定是有了应对回避之法 而先前之所以不提 反流到现在才说 并非是想起义退走 而是拿捏他一下 或是争一争主事之人之位 不过他怎会无忧准备 一黄手道 诸位不必担忧 在下出来之前 曾特意去过太宫山问谱 得蒙搞之 此行 必不会受这大鱼所扰 太宫山 盘金大圣原来去了那处 重要倒是有些意外了 东荒临海之处 有一块太宫石 传闻开天辟地之后 便就在了 很是奇异的事 只需有人献上祭品 便可求补吉凶 但是有些事能得答案 有些事无论怎么问 都无结果 环童大圣道 盘金大圣 可曾问过 我等此行是否顺遂 谢青衣摇头道 也不是未曾问过 但是祭品掀了不少 太宫石 却始终不作回应 几名妖生听了 都是暗叫可惜 倒不是为不曾问出结果 而是为那些 白白好趣的祭品 谢青衣 刺看出他们所想 心下不尽有些鄙夷 阿玛一生蜀目寸光 但是他也知道 也正是因此 这几人才被他说动 便道 诸位 只要能救回舒叶阳 难道还怕得不了好处吗 别的不说 只是舒叶阳手上 那血阴实脉 稍稍露出一点来 就够我等享用了 中药呼吸不觉粗重起来 血阴实脉 是青衣大圣刺下的血药 闯门其中竟然有妖祖的精血 此药往每一个儿女 皆有一枚 要是能分得一些 宁愿血气将更是容易 血轻衣咳了一声 将这几多骨腰 引得回过神来 随后 朝上方某处方位一指 各位请看 天中那团云雾 便是天外之人所在之地 众妖抬头望去 见繁星满天 要照夜空 但是拼命血轻衣所指那处 一大片天狱 皆被夜团云雾遮去 那形如烟雾的骨腰 又再开口道 我等线下便上去吗 血轻衣笑着摇头道 谈香大圣 这却是不成的 前日在下派遣了 树头小腰上去试探 却发现 在这层云烟之外 有一层无形之力阻挡 后来 强行催其灯亡里潜入 却在瞬息之间 被搅了个粉碎 众妖一听 有一个问道 这是什么道理 谢轻衣想了想 许是有什么神通法术手谕吧 深海戒中 不说这些古谣大圣 并是东荒百国 也从未接触过 阵法禁制这类武士 自然无法弄到明白 环童大圣就没道 就是我等能闯了过去 怕也会惊动那些天外来人吧 谢轻衣道 不错 既然无法强闯 那再换一个法子就是 谭香大圣讽刺道 什么法子 莫非让其能打开大门 放我等过去不成 谢轻衣哈哈一笑 为何不可 欢同大圣道 盘金大圣要如何做 谢轻衣道 此刻山脚之下 有一队人马 本是西地福相国使者 被在下半途劫下 我等可混入其中 似东荒深方两国使臣一般 混入进去 福相国乃是西地大国 使则在九州修士到来之后 此国便早早派遣出了使者 不过因为路途太过遥远 整整飞了一跃 才出了百国疆域 却不想被这位盘金大圣 带领族人暗中伏击 除了那位为首大公司逃脱外 其余一个不落 都被他以秘书神通 变作了自家人 谭香大圣哼了一声 侍从仆奴可以听你驱使 但一国来使 若无大学是坐镇 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这一点 盘金大圣又待如何解决 写青衣神秘一笑 这又很难 诸位请看 这是什么 他把手掌一摊 上面有数十枚五颜六色的丹杀 当即有人认出来历 化身散 写青衣等 不错 这药散服下之后 可是我等收敛了自身奇迹 从里到外 与玄师看去别无而至 谭香大圣却质疑道 神蛆可患 气机可怜 但相貌却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变化 东皇百国之中 大玄士彼此都是认的 那处还有两国使臣在 难道 就不怕被认了出来吗 谢青衣 汹涌成竹的 这两国使臣 固然认得每一位大玄士 但不见得 认识每一个公祖子弟 若是新锦方才成就大玄士 他们又如何分辨 至于那些天外之人 那就更是无需担忧了 至少短时间内 是不怕被识破的 只要混入其中 就能光明正大 去寻找叶阳大圣的下落 他将药三往外一松 诸位 服下此药之后 我等便是那真真正正的 服相国使者 一名换作袖章大圣的 骨妖第一个伸手 抓了一把过来 叹道 原来盘金大圣 还有这么一手 那却是好班多了 谢青衣笑道 诸位来此之前 莫非以为在下 要蛮横硬闯不成 在下 虽然有几分本事 但在不明情形之前 却也不会做这等蠢事 在场几个古妖都是明白 他这明明有了妥善计策 却又不与他们说明 这分明是把消息泄露出去 不过这时 倒也无人去与其计较 只要当真可能做成 这些也只是小事罢了 他们纷纷将药伞扶下 只是一会儿 便听得鼓个咔咔声响 一个个都是去了身上 异貌妖形 变作人身模样 而且细节沉连 若不故意发动血气 看去也只是一个 普通玄师而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也是将药伞扶下 不过他是要冒充 大巡视之人 药力却是轻了许多 他并不放过任何细节 将早便准备好的 衣物拿了出来 让仲妖换上 又特意观照 稍后无视不得开口 全由他来应付 待见仲妖有些不耐烦时 便不再啰嗦 对山崖下方 吹了一个哨声 过去数十息 就有一头 百丈大小的巨鹰 飞上崖台 鹰北之上 已是占有百多人 见得谢清衣 奇迹一击 拜进大公司 谢清衣一笑 一挥秀 免礼 他往鹰北之上一跃 诸位 结请上来吧 五名大妖相互看了看 便各自纵身上前 谢清衣再吹一声哨 这大鹰展翅一阵 乘风直上 半个之后 就已是接近了 那一团气云 他合手一拜道 福相国使臣 莫冲 奉王上之命到此 特来拜会天外高士 等有片刻 就将那云舞之中 露出一条通道来 谢清衣一个催促 大鹰便顺利飞入其中 环通妖王等五人 心下都是一席 未想到此法当真可行 不过 他们记得先前的嘱咐 一言不发 混在诸多仆役 假兵及史从之中 倒也并不显得如何显眼 孟之人此刻得了消息 又是一国使臣到来 不过眼下不必出来乍到 已是知晓福相国 虽算大国 但国中只有两名大选士 不必他亲自招呼 正准备换门下弟子 代解出营 殿岩上的同龄 却是剧烈晃动起来 他神情微动 此时补天歌阵图所之善恶灵 入得阵图之人 若是心怀恶念敌意 便会遥想 不过如在九州 哪怕是敌对一方 也无人会在打破外间建制之前 贸然闯入境来 因为在这阵图之中 哪怕一个法力低微的弟子 也能调用庞大阵力 镇压外敌 他拔眼一抬 便朝阵门出入之地望了过去 煞事之间 谢清一一行人 都是觉得自己 被一股冤身如海的气节照定 除了谢清一自己神情不变外 那五名古妖 都是不自觉的气气一阵 但很快又收敛下去 孟真人乃是元太真人 感应何等凌锐 便是那凶横气急 虽只露出了一丝 却也如白纸染墨 醒目一长 他抚恤一丝 换了一名道童交代道 命周轩去招呼这些人 如有必要 准他动用阵力 道童应命而去 约莫半个深深之后 周轩将陪着谢清一等人 安排入客馆之中 虽已知这些人另有目的 但他的神情却是易如平常 毫无叶状 谢清一乍入此间 所见所闻据是新奇之物 也是心下惊叹不已 不过眼下还顾不上这些 与周轩言谈熟络之后 便试着问道 周轩人 冲有耳闻 东荒上国使者 赠了贵方一同名唤一阳大圣的古妖 不知是否为真 周轩笑道 怎么 贵使对此妖有兴趣 谢清一和和一笑 啊 非是冲有此意 而是王上闻此妖 毛雨华美 顾向一关 冲为陈属 自须替王上玩愿 若是可以 愿拿财货 换下此妖 周轩道 此事 小道无法做主 不过此妖乃是东荒谷 进行给我掌门治理 怕是贵使 难以如愿了 谢清一 露出一份 十分遗憾之色 既然如此 可否准冲 才此妖一根 灵雨回去 如此 也算有个交代 不知可否 周轩死犹豫了一下 随后道 此事小事 明日小道 可带道友一行 谢清一 做出一副 感激涕临的模样 啊 那就多谢道友了 到了第二日 周轩早早来的客馆 小道一月 市长打过招呼 信下就可带贵使 去拿叶阳大圣 关押之地 谢清一 和首为礼 道也声谢 再诚恳请教道 不知此去 可有什么规矩 是否要准备好 一些礼物 周轩笑道 不碍事 我修道这人 不讲究这些 谢清一 不有点头 啊 是在下多虑了 周轩望了一下室内 壮死随意道 这五位 要与贵使一同前去吗 那五位妖圣 此刻都是 一动不动地 坐在那处 自始至终 不说一言 这行径 若叫东荒百国中人见的 或许会觉得有些怪异 但不知内前的外人看来 只会以为是在 严守浮相国中的 什么规矩 谢清一忙道 啊 这些都是公族子弟 想去看一看 王上念念不忘的 一阳大圣 是何等模样 哦 若是不方便 从一人前去就可 周轩笑道 这有何不方便 贵使严重了 他又看了一眼那五人 目光之中流露出极许莫名深意 随后道 贵使与这几位 并随小刀一同闲来吧 出得客观之后 周轩拿出一枚牌幅一晃 一道金光飘然 落地化为一架金舟 谢清一眼底 闪过一丝惊异 略带一丝急切地问道 道友 不知此事何物 这极且神情 倒非是假装 法器这等物质 他第一眼见的 便就立刻意识到 其中的好处 不但是他 就是他们几个 古药大圣 也是露出金融 周轩很是无所谓的 哦 不过是一件 小小法器罢了 贵使若是喜欢 回头我命人 送一件就是 谢清一面露喜色 退后一步 双手一合 浅身道 愧不敢受 只是王上若知此物 必也喜欢 不知可否用他物换取 周轩道 此事小道区问过 上身才知 贵使也莫要心急 耐心等待几日便知 谢清一俯身一拜 那就拜托道友了 周轩连说不用 客气几句之后 他便带领着六人 上了非洲 把牌服一晃 此周腾空飞起 纵入云海之中 五妖不停看着 非洲之中的各种摆设 目线贪婪 心下都是一个个 打起了算盘 谈向大声目光闪烁 安详道 若得此物 我沸腾之时 不必再耗费法力 若得个十数艘 并可再有千数族人 那时何处不可去的 就是供奉 也可收缴上来更多 谢清一与他们不同 此刻并不去多想那些法器 而是一路上观察四处景物 安安记下路线 但是他很快发现 此法并无任何用处 这方介意之中 所有飞倒浮风 无时无刻不在挪动之中 若非熟悉之人 连方向也休想弄得清楚 于是他很快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大跃行有三刻 众人便到了一处断崖之前 此处有一个树木大的石头 周先将非洲缓缓在此降下 随后一直不远处一道石门倒 那大妖就关押在此处 诸位自去便是 谢清一小心翼翼地问道 道友不与我等一同入内吗 周先四想飞笑 想到月千已是见识过了 再则还怕此妖能逃出来不成 谢清一心吓一跳 眼神不自觉地避开了一些 低头道 那在下便就进去了 周轩一派随意道 那小道就在此处等候诸位了 谢清一得得合手一礼 转身往那石门行去 五名古妖自是跟随而上 推开牢门之后 六人鱼管而入 沿着一道狭小石梯向下 行走一刻后 过去两扇阴阳正反门 就到了一处广大洞窟之内 谢清一一眼便忘记 那被粗大精炼困锁住的一阳大圣 他见周围并无人看守 但不能确定是否有什么神通窥看他们 设意不敢直接暴露身份 而是走上前去 随口说了句赞叹之言 同时传音道 可是叔叔女 可能听得见在下之语 一阳大圣一听此言 眼眸里也是睁开 死死盯着他直看 谢清一见他这般模样 心下一松 这些大概无事 于是又暗中提醒 在下此次是混入进来的 还望淑女不要泄露破绽 一阳大圣也是学乖了 偷偷看了看左右 重新回复先前模样 只是稍稍睁开一丝眼缝 谢清一嘴上言道 在下福相国使臣 我国王上仰慕贵女已久 此次奉命出使 本想将贵女赎了出来 怎奈不成 故只能娶贵女一语回去 聊以解味 还望贵女不要见怪 而私底下 他则是传音道 小人写情一 本身自北天寒冤而来 千云年前 征讨曲莲大圣时 曾为清大圣笑过命 此次听闻淑女被擒 特来相救 不过防备森严 未必能够如愿 只能尽量一试 若是不成 淑女可是有什么信物 小人可去北方 转交给清大圣 一阳大圣迟疑许久 把身一震 自尾上飘下一根长绫 便道 拿去 你可如愿 谢清一上前将长绫拿过收好 叔叔你在此近户就是 我等自会竭尽全力救你出去 他使了个眼色 五名古妖有些迟疑 其中一个甚至忍不住 要动手劫狱 但想了一想 终归不敢造次 便一同跟了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到了外界 谢清一对周轩谢过几声 便重用成了非洲返回客馆 五人回去诉处后 带把馆客大门一闭 谈香大圣立刻忍不住 第一个站出来质问道 谢清一 放弃明明机会见在眼前 你为何不救一阳大圣 谢清一好争以侠道 那些天外之人 把一阳大圣拘禁在此处 又岂会没有防备 谈香大圣 却是想得太过简单了 谈香大圣冷笑道 那处补过几个 无神神通的小童 而那周轩气息 比菱形玄士 虽是强出了不少 但还是比不过我等任何一人 又怎会敌不过 谢清一道 我非是畏惧他 而是提防另一人 谁 谢清一沉声道 诸位 莫非忘了入得此处之后 那倒笼罩我等的契机吗 重要都是脸色一变 那契机如山似海 那一瞬节似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到现在想想 仍是心惊胆战 而那背后之人 绝即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 谢清一看向众人道 我等出来 这些天外之人定有戒备之心 事已要动手 非等个几日不可 他一转手 看向桓彤大圣 高桓彤 你能遍徒时到 不知 可是把那路径记下了 桓彤大圣沉声道 你放心就是 谢清一又妄想一个头戴金冠之人 龙金大圣 还有 那锁链怕是不简单 你可能去除 龙金大圣冷不言道 只要是金气之属 我神通之力皆能化去 谢清一目光再次转到另一妖婶身上 郑重道 我等能否逃脱 便看吴江大圣你的本事了 吴江大圣所幻化的人形哀笑如同 他戏声戏语道 只要此地与外界之际沟通 我便能把诸位挪移了出去 谢清一笑道 这却容易 只要派遣一人提前离去 我等 可在那些天外之人打开云雾之时动手 下来数日 谢清一便如当真一国使臣一般 四处拜访 当中还有东荒 深方两国 只是有过一次碰面 但谁都未曾识破他的身份 几天之后 在重要催促之下 他终是定下决心动手 先是找了一个借口 派一名奴仆去往阵途之外 随后他们六人 便以谈相大圣神通遮掩自身 再靠着还童大圣引路 只用了一刻 成功到的压牢之外 只是一路到的下方 一望此间情形 却据是脸上变色 周轩副手站在那里 笑道 笑道 也是等了诸位许久了 终于来了 中央顿之不妙 谈相大圣狂叫道 不过区区一个灵行玄士 杀了 谢清一叹了一声 不知自己何时被识破了 但此刻也别无选择 只能与中央一同动手 这里六名妖圣 云神皆在千丈以上 若是给其献了出来 个个都能推山倒月 崩裂地露 然而周轩却是哼了一声 哼 不自量力 哼 彭大无比的震力 自四面八方涌来 不过一瞬间 就将这些妖魔血气神通 剧都镇压下去 仍是还做人身模样 并被牢牢困锁在地 半分也动弹不得 只是正在此时 那谢清一身躯 却是陡然魄散 化作无数灰烬落下 周旋一皱眉寸道 分身 与此同时 东荒地露某处 松有野株 硕大古树 其枝头之上 极有一枚硕大的果实 此刻 啪得一声 掉落在地 自里滚出一个 浑身湿漉漉 不着骗旅的人来 谢清一 面色苍白地 在地上站起 他真身 乃是一条木质虫 天生神通 并是化身万千 此次前往 补天阵图之中的 是他较为重要的分身之一 折损了去 也是伤得不少元气 早在古东另外五妖之前 他便想好了计策 这一扬大圣 能救则救 万一救不了 也只是失现了一具分身 至少本体无碍 但他也不是一无所获 此行 收集到了不少 关于天外之人的消息 正可将其送着 青莹妖王之处妖宫 不过那里路途遥远 故也只能靠着 早年种下的分身 一个个传递过去 当可在月内把消息送到 他念头一转 数千里外 一株青木分身 已是收得一缕十亿 并把其往下一处分身传递过去 随后一路向北 而与此同时 那滞留天中一月的 补天阵图一动 已是化入云雾之中 向着北天寒云方向 挪移而去 数日之后 补天阵图通过不断的挪移断行 已是渐渐来自 东荒地路北江边缘之地 张眼一人盘膝 坐在大殿之上 似在定境之中 殿门口人影一晃 紧游入地进来 小心来指的身后 攻身道 老爷 快要到天都门了 张眼睁开双目 指心神一感 下方那起伏无尽的地路 便立刻映入眼帘之中 信下所前往的北天寒冤 地势凌驾于诸禄之上 而东荒之地 与其交界之地 有一道名言亿万里 耸入云天 宛如城墙一般的尖炎 此处名唤苍寒山 而在那最高之处 却修有一座石门 当中有一条平坦宽阔的道路 足可供大军通过 此时东荒神谷 于九千年前 为方便于北方 妖魔业类交战时所修筑 东荒诸谷 皆称此为天都门 只有过了此处 才算踏入北天寒冤之地 看有片刻 他道 去把东荒谷公道有请来 井游道 小的这就去请 喜酒之后 公千造来自大殿之中 双手一合 见了一道 见过真人 这一回 他未曾在赶在张眼身上 红大血气 紧绷得心神不由一松 自觉总算不用似 上回那般难堪 张眼一抬手道 道友请坐 频道有几言 想要请教道友 公千造道 不敢 再是一礼 他便到了一边席上 小心坐下 张眼把羞一挥 随法力涌动 整个大殿地表 仿似忽然消失不见 而所显现出来的 却是下方那广阔 无边的地路 公千造一眼 便望到那微微而立 如山岳一般高大 仿佛进透荒谷沧桑的巨大石门 惊呼道 天都门 张眼言道 公道友 频道听闻 此处石门是东荒神国之时修筑 公千造发出一声悠长叹息 事必有载 东荒神国立国数百载后 因威胁到北天寒曰 诸多妖魔一类 故而灭鸣鸟 莲心蝶 山羊鬼三族 联手向南 想要打散神国 当时神国闻得此讯 三位大忌公 率六十八位大巡士 四十万巡士 提前修筑起来这一座天都大门 并以此为众书 以文府学会地路 是以绝天紧禄之法 这留下一处出入爱口 就在这沧寒山天都门外 将重要阻住 此一战 神国战力几乎是倾国而出 不过那时 神国出力味酒 人心凝聚 种旨成城 都有十数载 仍是不曾后退半步 三族兼事不可为 只好与三位大忌公定下器议 只要神国镇国礼器不坏 涂台不倒 便不得进犯东荒诸国 说到此处 宫仙造却是神情有些沉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神国崩塌后 三世虽碍于弃义 明面上无有什么太大动作 但暗地里却也动作不断 譬如叶阳大圣 就是那清大圣放到东荒的棋子 此妖常常带着一群妖魔 略地攻城 索要祭品 其中由于东荒国受获罪裂 若非如此 他此次也不会想着将之诱补 张言点头道 贵国那文符之道 能尽天所地 倒也是巧妙 宫仙造探道 文符传之如今 虽未断绝 但有许多厉害文法 却需要用到不少天才地宝 然而 产出这些宝材的地界 如今揭不在我们手中 便是有法门 若不设法收复失地 亦无多少用处 张言问道 不知那阻挡万腰之法 用得适合宝材 宫仙造道 宝材倒是寻常 但文会之时 三位大忌公 歌夫婉肉 将自身鲜血变洒东西 整座沧寒山 都是化作赤色 是笔言 血纹之气 孝惊鬼神 盖天披地 令诸多妖魔 半步步地跨越 锦游在旁听的 也是心下暗精 仅凭三人鲜血 就能把这脚下 这座贯穿亿万里的山脉 浸染一遍 这等本事 也确然称得上是 神通广大了 张颖心下已私 虽无法亲身见识 这三位大忌公的神通法力 但其等血气 这般充盛 想必 所能引动的天地灵机 已是到了一个 异常庞大的地步了 而当时 三大妖士 处在主动一方 显见是更生一筹 到的如今 也不知道 还剩下多少实力 不过 并是全胜之时 只要敢挡在九州修士 必去之路上 也一样 要与之碰上一碰 公亲早眼看即将 自那天都门上方越过 望了望下方 略带暗翅之色的地表 不由感慨言道 当年神国大阪巡视 占目于此 与之一同葬生在此的 还有难以计数的妖魔一类 在此等鲜血浇灌之下 前余年后 这里便淡出一头血液魔妖 其只要剪得活物 便一概吞了 不但我神国身受其害 便令韩渊妖魔 也一样被屠戮了不少 后来 我神国大忌公 公拓 联手三十妖王 这才将其重创 传闻至今 还在泥壤沙土之下 沉水静阳 张颖见公签造方才 只提到了公拓一人 还有另两位大忌公 却似是不见了影宗 便问道 神国既有三位大忌公 为何对付这妖魔使 却不见另两位出手 公签造一愣 随其尴尬言道 此事在下也是不知 却因为那诗笔之上 并无记载 张颜目光微闪 方才他问出这句话时 公签造虽神情无异 但契机却有一丝微弱变化 显然其未说实话 不过二理而言 以那二人神通 只是过去千载 寿数怎么也不当劲 若说不是什么意外变故 使得这二人无法出手 那么就是飞升而去了 只是这等事 说出来也无神大碍 而此人却是支支掩掩 这里面必是别有说道 但其无意说明真相 他也不去逼问 这时 想及那方才所言的妖魔 心下略动 变起了神念 往那地底深处扫去 只是过去是赖西 他忽然感到一股 诡异气机徘徊在下 即使浓浊心腹 不禁挑眉道 果是有一头妖魔 潜藏在山脉之下 那气机若在盛时 确实强横 公签造变色道 此魔妖当真还在 张眼看他一眼 此物看去元气大损 一时半刻不会出来 倒又不必忧心 公签造却是有些不安 这血影无有什么弱点 若是真的出来 怕是第一个 便会找上东荒诸国 就是有博都大成 对这等几世 无孔不入的魔妖 也并无太大应付办法 他有一片刻试着问道 敢问上阵 这妖魔何时会再出来 张眼道 若无意外变故 至少牵手在内 无需担忧 公签造还是拧紧眉头 千数仔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他恐是见不到那一日了 但是公事后辈弟子 确实跑不掉了 这时他心中冒出一个念头来 这些天外之人神通广大 有目测手段 到时抵挡着魔妖 说不定要仰仗这般人了 不天阵图这时 又取涉到足用的灵机 一个挪转 就把沧寒山 远远甩在了身后 世界之中 只余下一个横长虚影 公签造剑的 眼中不仅露出 灼热这色 赞叹道 上阵这等手段 着实匪夷所思 张颖听他此言 却是一转念 公道友 东荒地路如此广大 万载之前 不知你神国各部城池 是如何往来交通的 公签造正色道 神国当年 靠的乃是云京 其虽是妖物 但灵智与人相仿 当年 那京王与三位大鸡公 有过约言 只要献上足够多的贡品 就可助我往来挪移 七千载前 为我神国效力的云京 大小有数十万头 遍布珠邦各部 只是公拓济宫王后 也供养不起这许多 便就各自四散了 张颜来了一些兴趣 问道 如今可还有这些云京吗 公签造道 有 北天寒冤便有几头 不过其族群 本是齐齐在悉空绝狱 上针若要驱使 恐须往这处去寻 张颜点了点头 山海界实在是太过广大 奇物妖怪层出不穷 在那偏远之地 不定就有什么厉害妖魔前藏 景游这时过来 老爷 方才温镇人有书信过来 说那六妖之中 有一个魂扑未绝 应是有分身在外 虚已是把我等此间情形传了出去 问是否设法捉拿 张颜诞生道 不妨是 青妖王得知消息 那是最好 便给他十日招举人手 届时一并斩了 日后也可免去许多手脚 那六妖所看缺的那些 大多都是无关紧要之事 东皇身方两国使者 也是一样知晓 要想以此推断九州修士的战力 所能得出的 也不过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张颜这是一望 见脚下已然是一片 茫茫无边的水波大泽 有许多地陆周语 点缀其中 因其高抬在诸禄之上 看去周延皆虚 仿佛是悬空之海 便道 却也当得上 北天二字 公签造道 东皇百国之中 曾流传有一言 若有朝一日 苍寒倒塌 北天之水倾斜下来 必会附近三江四域 张颜文言点了点头 心下道 此河该是我名苍派 立业之地 他转过手 笑问道 公道友 以你这剑 按我等眼下进城 去往那寒越海州 还需多久 公签造判断了一下 在下 未曾去过寒越海州 不过 当年三大腰部南下 日行夜宿 途中用了大约上百载 才到的苍寒山外 找贵方飞顿之俗 短子一跃 快则百日 想来 就能到的那处了 大约二十来天之后 补天阵图 已是逐渐到了 北天寒原深处 到了这里 时不时可见到 数千长高的狂浪海啸 还有那 仅能席卷一切的 凶暴飓风 张掩这些神日 除了羞耻 便在观察此域的 一切变化 他能判断出来 金丹之下的修士 在这等自然造化 智能面前 毫无抵抗之力 只有原因修士 能往来无碍 不过 这一片广大海泽之上 也有无数的 周禄山川 是那天然阻挡 暴风巨浪的屏障 因着其中 其实也有规律可循 只要熟悉变化之人 自可视法绕开 这些 对九州修士而言 其实算不得 什么大问题 等民舱外占据了此地 自可集合重贞 施展法力 不止进入之大阵 典化灵穴 将那无边之力 收为己用 就在这时 补天阁外界 震气微微震动 可见有一道 阳空血气 被撞散开来 张颜看了一眼 便不再关注 行路挂来 此等事 已是碰上了十数次 按照公亲造的说法 这里每一名打妖 凡是占据了一处地盘 都会把自身鲜血 涂抹在外 这既是确定 己身疆界 又是为了威胁外敌 最关键的 还可借由血气 镇压狂风巨浪 若是有人 自上空飞盾 便立刻会将之惊动 而寻常妖物 根本不敢靠近 大妖所在之地 更休说上空飞盾了 并是强行闯入 也立刻会被那凶煞 血气给冲了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但补天阵图不同 本来就是一座山门大阵 只要灵机不绝 哪怕遭到数名洞天阵人围攻 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攻破的 只一些血气冲荡 根本算不得阻碍 此刻 下方那名妖物 也是察觉到了不对 能在北天寒冤化地称王的 皆非是什么简单角色 只看到那补天阵 营造出来的庞大云雾 就知不是自己能对付的 一动不动 缩在洞穴之中 根本不敢出来冒头 又行三日后 下方却又出现一方地界 不过 与之前那等 凄冷荒凉的景象 却是截然不同 飘渺雾气之中 青青山影 若隐若现 近岛之上 林牙高耸 水破隆隆 云藤雾争 入木之间 满山苍玉 处处香花溢草 此时一方世外仙境 此处名为天风洲 乃是北天寒冤野处 难得的清零福地 因为有庞大山形遮挡 外来风浪侵袭不到此间 原本狂躁临接到此 也变得温和迅顺起来 不过同样 这里所居的妖魔金怪树木 同样也是远胜别处 且多还是草木之灵 张岩扫了一眼鱼图 从图上标示来看 过了这里 至多还有十多天的路程 就可到得那寒与海州了 只是在行半课之后 却见前方 有一道赤红如血气的光红 冲在天幕之上 把数千里方圆映照得一片通红 与此同时 还可见有漫山遍野的飞禽走兽 正往那处飞奔而去 张岩仔细一观 见那赤光之下 仍是一株株怪木 其形状有如桃树 但根须突出地面 形如枝爪 牢牢攀附在石块山壁上 而那枝干之上 则极有一颗颗 阴红如血的果实 有些看去应运一团 好似未曾成熟 有些则摇摇晃晃 意识熟透 看去只要稍稍一碰 就会坠落下来 他能感觉到 这些果实不通寻常 想见周崇举正四处寻觅单才 边一抬手 法力在镇书之上一转 便把这镇图定下 对锦游言道 去 把公道友请来 公亲藏这些时日 都在偏殿里打坐 闻得相请 立刻动身过来 待见了之后 张岩一挥袖 将下方景象显出 问道 公道友 此事何物 你可认得 公亲藏目光 往那些古树之上一望 浑身一震 血淫果 随后他神色激动起来 上阵 快快命人将这些果实踩了 耻孔不及 张岩笑道 公道又不必心急 此些果实方才成熟 摆在此处也跑不掉 不妨先说一说 到底有何功用 公亲早已转念 以这些天外之人的实力 便是远近妖魔都是来了 也根本不是对手 这些果实 其实算得上是囊中之物了 想到这里 他也是镇定下来 言道 上阵 这血淫果 唯有天风周上有节 传闻千年已开 却又一日而落 人若服用 不但能弥补血气 强骨根本 还可提升功行 若是放在东荒之上 乃是人人争夺之物 在下年轻之时 也曾有幸见得一枚 那时曾分得一口 也是因此 才得以把根机夯实 这一晃千载过去 不想今日又再得赌 而且竟是 竟是如此之多 张眼笑了笑 又问 此果对妖魔可有用处 弓箭造神色严肃了几分 有用 自然有用 若是寻常飞禽走兽时了 立刻可化身为妖 若是大妖吞了 也可纯练血气 甚至有可能多得一二神通之法 上针若不收去 那宁可将之毁了 也不能留给妖魔半个 张眼微微点头道 此果生长也算不易 若是妖魔前人在此看后 想也不难 可平民附近并无半个妖物 只有一些寻常野兽 可是其中还有什么讲究 公亲造道 啊 这却有个缘故 此果在东荒百国之中 又有一名字 叫做君不见 若是有灵之物丁时亏看 或是挨在近处 其便不会开花结果 唯有等那果实出来 方可采摘 但也仅有一日时间罢了 也是这般才更显珍贵 张眼稍稍一撕 对修士来说 修炼只需有灵机便可 无需补一血气 不过公亲造乃是东荒国公族子弟 连他也只少时建的有一枚 足建此果很是珍贵 便不拿出交换 只送去丹顶院 不定也能炼成什么丹药来 便对锦英道 稍后传命下去 各拜真人 谁若对此果有益 自可下去采摘 他又转手对公签造道 公道友也不妨同去吧 公签造一听 顿时激动不已 喝手一礼 多谢上真 随后他急急退了出去 看去是怕慢了几步 全让他人取去了 锦游看他离去 凑了上来 问道 老爷 可要小人去通传 申方国使者一声 张爷微微一笑 锦游心下历史有数 小的这边去 稍待片刻 补天阵图之上 云舞一散 便又一个个九州修士 自上空飘上而下 直奔那些血淫果木而去 而在其等身后 却是现出说明 洞天真人身影 方着外间 便就放出自身奇迹 一道道清灵之光 煞时贯穿天地 下方寻常野兽 根本冲不进 那果木生成的红光之中 而一些开了灵着的妖魔 见的此景 都是惊恐万分 以比来时更快之速 往回奔逃 唯有一些 自视神通高强的大妖 不甘就此退去 还在外间徘徊 但不敢再往前靠近半分 弓尖造 从阵途之中下来后 便将此行一通到来的 仆奴贾士 全数派遣了出去 这果实 一与血气灵机相处 就会被吸射入体 无法以神通舍纳 固执拆解人手 上前一个个摘取 这时 他目光一瞥 坚有另一行人下来 认得是身方果中之人 不由哼了一声 不过此刻 他也无法阻止 只能催促下面之人 手脚快些 在九州修士 和两国之人 合力采摘之下 不到一个时辰 便将大半血淫果 都是取了去 余下一些 本来还未彻底成熟 被众人气急一冲 便立刻停止生发了 而随着果实取去 所有果木树枝 都是变得干枯灰败 仿佛这一瞬间 失去了所有活力 要等恢复原貌 又要千载之功 韩仔阳 杜云瞻这两位 民苍派设加真人 此刻正站在一处 前者见的这一番景象 不由言道 若是太后派有人在此 不定能利用这些果实 才将此木摘种了出来 杜云瞻言道 此派功法也是九州上过正传 在这山海戒中当时有用 或可找寻一些人休息 太后派举派上下 已在人节之中覆灭 一个弟子也不曾活了下来 但那些经卷典籍还在 韩仔阳言道 此时飞小 来日聚业之时 才言不迟 杜云瞻深思了一下 也是点了点头 正在九州修士稍作停留之时 此时此刻 写青衣那玉礼十念 已是传递到了寒玉海州之外 一颗苍翠大幕之上 那锤挂在上的一枚青果 忽然如吹气一般膨胀下来 然后碰的一声 落在地表之上 随其外壳破裂 便将一条长虫 从其中钻了出来 此虫原地一滚 便化为人形 写青衣在地上爬了起来 一挥手 地面无数斧叶 便化作一件青袍 罩在身上 此处这一句分身 使他千余年前种下 生机积蓄足够 足可支撑他变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他十年一路过来 所用分身无以计数 但却是他千年以来 花费了无数精力 一株株亲自种下的 他一抬眼 往远处一座 插入天穷的深青色山峰坎去 那里便是明灭了一族 七居之地 百比山 不过这里距离那处 还有十万余里 不是他当初不想 再把分身种得近一些 只是再往里去 恐就会被那青鹰腰网 所留下的 迷天血迹所冲散 也是因此之故 他无法上的高空飞顿 只能靠贴地而行 只是他此回过来 未有任何证明 自己身份之物 这么过去 必被外围的 巡游妖鸟杀死 是以还需做些准备 把手一张 数十多拐虫 自首掌之中钻了出来 往那附近大墓之上 钻入进去 过有一日 一个个与他 形貌一般的人影 钻了出来 他稍已驱使 其中一个便忽然窜出 闯入了那血气瓶掌之中 谢青衣身袭 灭鸟鸟不足中的门横坐牌 修说未曾带有信物 便是带了 若是惹得其等不高兴 见不着轻盈大胜不说 还有可能因此搭上性命 他这句分身 好不容易到此 可不愿就这么舍弃了 事已下来 唯有拿分身开刀 他便盘坐下来 寸刀 白笔山下血气屏障 一受冲动 明明足中寻守族人 向来便会有所察觉 只多一个时辰 应就有结果了 那分身速度 虽也极快 这里地域广大 除了远处那巨大耸立的山影 四周尽是空旷平原 行走久了 便会生出一种无力之感 似无论如何纵略飞驰 总也无法与这拉近一点半分 忽然之间 天中飞了一头 十丈大小的六翼妖鸟 胸膜往下一落 见得他身影 俯身就往下冲来 那分身见上方忽然一按 仰起头来大声言道 再下风 话音未落 那巨鸟 已是从他身上一掠而过 瞬息间就将他撕扯成树断 再如破烂一般 扔在地上 而后一声力叫 就从又冲入云中不见 谢青衣在分身被毁的一瞬间 便已有所察觉 他面无表情 再是一催 又是两句分身冲了进去 这一次行去千多里地 就又一次遇上了那头妖鸟 其中一句分身言道 再下风 而他才说到一半 已是被利兆扯碎 此时另一分身接下去言道 秦英大圣之女 这几个字说出之后 那怪鸟眸光似乎闪了一下 但随即又被凶猛折去 将他这句分身也同样扯碎了 谢青衣并不气馁 再派了数个分身出去 这些分身都是借了一部分生机显化 哪怕无人出手 一二日内也会自己消亡 也是这一株大幕千年也来 生机积蓄足够 否则他根本无法做出这等变化 半个尸身头 这分身再度撞上了那妖鸟 这一回算是多说了几个字 然而对方却仍是质弱网闻 又是将他所有杀死 谢青衣神情一点变化也无 依旧浅出分身 但结果仍与上会一般无二 足足数十次之后 那妖鸟见他弃而不舍 似乎没有休止之日 他终是不再攻击 冷声道 你到底有何话要说 谢青衣合手一礼 在下受书叶杨贵女拜托而来 有重要之事拜见秦英大圣 那妖鸟露出轻蔑之色 你一个荒妖 也想见王上 谢青衣道 在下确实身份卑微 不过实在是此事尤为重要 关湖命名也足生死安危 如今书叶杨贵女因此事 深险灵悟 不得不将缘由秉明大圣 那妖鸟虽有些狐疑 但听到是清大圣之女被捉 倒是稍稍重视了几分 可有信物 谢青衣道 信物尚在路上 不过在下便有天大之胆 又岂敢欺瞒贵部 她倒的确是有信物的 一扬大声那根淋雨 早在她准备劫牢之前 便由一名奴仆 携出诊途了 不过 自不及待分身来得快 那妖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你在此等着 莫要随意走动 谢青衣十分恭敬 不敢 在下便在此地等候 那妖鸟对她喷出了一口彩雾 随后 赤意一扇 就一声长啸 飞踪入云 谢青衣 看了看身上那彩器 曾经和蜜蜜鸟 不打过交道的她 只晓此时 打伤了那妖鸟的记号 不令她被其余妖鸟杀死 不过同时 她要是敢随意动弹 此期就可要了她的性命 这一等 便等了足足有三日夜 才见那妖鸟飞了回来 她有些意外 倒飞是闲得长了 而是觉得有些快了 此地与白笔山 相举十万多里 便不说跑个来回 就是向上禀告 拖拖拉拉 弄个十年半月 也不奇怪 那妖鸟来着她上方 确实你的运气了 我在半途之中 撞上葱君子 换我带你去见她 不过君子不喜欢鬼祟小人 你真身在何处 随我一同前去 谢青衣知道 秘密部族之中 能称君子的 只有青英大圣之子 精神一振 我身上在血迹疆解之外 实则外面那句 也算不得真身 不过只要她不言 外人也无从分辨 那妖鸟瞪了她几眼 烦躁道 君子不耐后久等 还不快些过来 我抓你前去 谢青衣等 这边过来 所信此处 距离血浆边界 也不过半个时辰路途 外界那分身很快到来 那妖鸟将她也抓 腾空而起 往东飞去 大约一日之后 远远就见到天上 有一团青色气团翻滚 谢青衣惊呼道 莫非 莫非此是浑天清空 那妖鸟诧异地看她一眼 你也知道浑天清空 当你正到血连大圣时 在下 便曾在青衣大圣麾下效力 有信听归不及为大圣提起过 寒域海州有名的浑天清空 乃是新天生成 传闻 每一处清空之内 便内运一处小天地 不过她从来只是听说 这一回也是头次见的 那鸟鸟倒是重新认识她一般 不想那般大战 你倒是未死 有几分本事 参与那一战征战的荒腰 却有不少 但九成以上都是战王 能活下来的 都是手段了得 谢青衣忙道 不敢 只是略懂一些求生之道 那鸟鸟目光 在她身上转了两眼 又往前方砍去 那一处浑天清空 乃是王上赐予 聪君子的猎场 谢青衣心下一动 她是听说过这位聪君子的 这些颇大清大圣的喜爱 极有可能便是 下一任的祖主 看来她这回确实运气好 撞对了人了 那鸟鸟山巢而来 到了近处 将她放在一座石坛之上 便道 在此后着 我进去通病 言罢 就一头冲入那清空之中 等候有八个时辰之后 便见其中飞驰出一辆大车 车前有百只毛雨 速静的白鸟 在前拖拽 后方则跟着 数十名顶亏代价的男子 车链之上 站着一名头发雪白 面孔阴味无比的年轻男子 手牵金江 披着一箭白球大厂 红鹰细节 迎风飘扬 左右两侧 有两名高大少年 卑躬持毛 写青也知道 是那位聪君子到了 青鹰嫡系后裔 常常化身人形出游 不过此举倒非是心目人身 而主要是为了减少 平常的血气损耗 见那飞车直奔自己而来 他赶忙一低头 做出一副公顺模样 聪君子到了近前 把车一顿 自上看来 问道 你便是那人 谢青衣忙言道 这是在下 见过白羽君 聪君子有些意外道 我这称号 你有数百才不用了 如今记得的 却也是不多了 谢青衣道 哪里 白羽君赫赫威名 纵是在下这般浅漏之人 也时时闻得有人提起 聪君子虽知 他是故意这般说 心下仍是忍不住得意 山海界 无论玄士还是妖魔 修炼时 从不讲究心性隐忍 有时自以放纵性情 反是更容易激发血气 谢青衣察言观色 知他此刻心情愉悦 便又趁着这个机会出声道 此次书叶扬贵女被擒 在下受她之托 特来将这一消息告知族中 聪君子道 叶扬早年被派去了东荒地路 这么说 你也是从那处赶来的了 是 书叶扬虽然只是一个下女 但也不容外人欺辱 何人如此大胆 敢诸我命名族中贵女 可是那东荒国中之人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风 此事却与东荒诸国有些干系 但真正勤趣贵女的 却是另有其人 聪君子目光叶冷 说出慈悲来历 君子可还记得 前月天开烈戏 有一大鱼之我借重 便是这些天外来人 求押了贵女 聪君子皱起眉头道 天外来人 两月前 那天地观被撞开的宏大动静 惊动四江四玉 她又怎会不知 但能横渡虚空而来的 必不是简单之辈 她又非是族主 身边可以调用的人手 也是有限 为一名下女与之对上 似乎有些不值的 谢清一看出她的迟疑 稍稍向前一步 八月郎 在下此次前来 除了未替淑贵女求援 还有另一桩紧要之事 另有紧要之事 从君子看她一眼 你说来听听 在下探得清楚 那些天外来人 正与东荒诸葛合意 要施法攻打魏部 为怕消息走漏 这才把叶阳贵女捉了起来 九州修士对进攻韩运海州 并无任何遮掩 她冒充使者在补天阵图之内待了数日 自然也是探听到了一些风声 不过详情也不得而知 事已又加上了一些自己议次和推断 从君子确实不信 哈哈一下道 何其可笑 东荒地路与韩运海州相聚极摇 途中又有无数腰部 东荒诸葛能有多少大巡视 如博都大成 怕是还未到得此处 便就折亡在了半途之上了 谢庆一道 白玉君有所不知 那些天外来人有一神物 可在百万人于天中飞顿 像这便是其等倚仗了 从君子神情一宁 对方能从天外破际而来 那横朵两欲当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一声道 你此言当真 在下不过一介荒野 又怎敢有所欺瞒 从君子神策不停变换 便是东荒百国 他也不会放在眼里 但谁知那些天外来人 有些什么手段 想了许久之后 他一者谢庆一道 把此人看住了 左右其一声应试 从君子一拉将锁 那飞车一转便飞空持走 看其所往方向 正是碧白山最高之处 碧白山上空 由一群群飞旧盘旋 发出一声声的暗雅思鸣 因其数目太多 看去有如一团的厚重乌云 从君子向来爱劫 十分不惜此物 但这是族中一名长老布置 只要他未曾坐上族王之位 便无力改变此脸 他皱了皱眉 值得设法绕了过去 绕路一圈后 在山巅之上落下 下了车脸 便急匆匆地 往前方一处洞窟行去 这洞窟大于百丈 幽深无尽 仿若巨兽之口 外间数十口翻着水泡的沸腾浆水 看去腥红无比 水池之中 松起来有十来根膏柱 皆是用未经打磨的巨石堆裂而起 上端以华丽皮毛遮裹 柱身之上插有数以万计的兽骨 其打磨尖里的野端 巨石向外刺出 自上到下 弥漫出一股粗犷野蛮 凶横暴虐之气 天中时不时 见有一头飞酒冲下 形如疯狂一般 撞在石柱之上 任由自己身躯 为那骨毛穿透 然后一滴滴鲜血 洒落在池水之中 顿时 蒸腾起一道道血雾 再缓缓渗透入那柱身之中 石柱之顶 作为一名银发老者 此时 听得脚不伸过来 忽然站了起来 目光渐渐弥漫出一股血红之色 从君子深知 不管自己身份为何 靠近此处 只要不曾及时取出信物 便可能被此手动之恩杀死 便赶忙自身上 拿出一根赤红血绫 双手高高拖在顶上 边行边沿道 三十八子玉聪 有赤灵在此 急剑往上 那阴发老者 看了那赤灵一眼 目中血膜散去 没有说话 又坐了回去 从君子 尝出一口气 脚步加快了几分 朝着洞窟之内行去 哼 他方着洞内 就有一股凶煞之气 迎面冲来 前方猛然冲出了一头 百丈大小的青丝 低头拱脚 身躯前倾 浑身筋肉骨胀 双目通红 仿佛就要冲了过来 从君子脚下微微一顿 才又重新跨步 而那青丝一动不动 任由他过去 原来只是一个死物 不过方才行去不远 上方又出现了一头巨鹰 痴意张扬 力找分章 应言闪烁锐芒 好似下一刻就要扑击下来 虽非是第一次见了 他仍觉得心头一跳 浑身颤动 蒙把血气稳住 又往前行 接下来一路之上 一个个千奇百怪 凶神恶煞的妖物 出现在道徒之旁 此皆是万数年来 鸣灭鸟部族 一次在对外征战中 手下杀死的强大妖魔 七等尸身 就被历代族王做成了守山图腾 放在这里镇守洞府 若是血气不够充实 或是心智不坚之人 到了此处 连脚步都难卖动 休说闯入力尖了 聪君子 起心还很轻松 但越是力尖 越是艰难 这些大妖 巨是来头不小 其中有几头 还是来自上古之石 其神通微能 甚至已是 看看到了 混同天地的地步 他足足用了一天 才步力沉重地 从那洞窟隧道之中出来 此刻他已是满头大汗 血气消耗巨神 此刻仰头看去 出现在前方的是一团 深蓝光云 其大若山月 那又斑驳碎殿 好似穷天星云 时时翻滚旋转 此时清大圣所居 浑天清空 此物入得这妖王之首 已是有数千载 非是青百族人 难以入得其内 聪君子有赤灵在手 自无阻碍 很是容易就穿入进去 随着眼前一晃 他却已是站在了一处 断崖之前 周围空荡荡 别无他物 脚下深渊之中 飘荡一团团的 浑浊浓雾 他往地上一跪 大声言道 三十八子 玉聪 有要事求拜王父 那迷雾之中 或有一只凶猛睁开 仿佛天中烈日 灼热金红 令周围一切 都是变得炽热 滚烫起来 而只此一幕 就几乎把下方 那一大片迷雾 都是撑开 实难想象 其背后身躯 到底何等巨大 面对此言 聪君子心头 升起了一股 深入骨髓的恐惧 这只是受了血迹镇压 满把额头 紧紧贴在地面之上 产生道 王父 班公中传了一阵 宛如雷打的哄哄声响 蒸透着一股 令人肌肤生寒的冷漠 你来此何时 聪君子身躯发抖 将金盘大圣所言 一五一十 不敢有一次改变地 说了出来 随后 下方一阵沉默 聪君子心下忐忑不安 在他等着浑身 都要僵硬之时 那声音终又是响了起来 确实有一团云雾 正朝五处而来 只多十天 便可到的寒玉海州 聪君子心下一惊 不想那些天外之人 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随即他又是一喜 自己报信及时 也是有功 他附在地上 不敢抬头 还请王父示下 嗨儿当如何做 那声音主人 似是考虑了一会儿 冷声言道 这些年来 族人四处征伐 疆域虽越来越广 但碧白山中 已无多少族人 你去传命族中长老 点起气血烽火 免他们回来手遇圣山 不可耽搁 聪君子身却一阵 重重言道 嗨儿遵命 等他退去之后 那凶某忽然放出一团力忙 喝道 曲莲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妄图挣扎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就在那无济迷雾深处 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新壮莲花 花宝牢牢收拢 不如一丝缝隙 其根系深深扎入了这处清空大地之中 此刻 其正在扭动之中 而两只更为庞大的巨爪 牢牢将其抓住 不容其挣脱出来 令连包纸中 有声音响起道 郁庆英 我不求脱身 但这一次外敌到来 你也休想出去 庆英大声冷然道 愚蠢 你以为那些天外修士 当真能奈何得了我灭明不足吗 若不是要将你彻底炼化 本王早便出去将之击杀了 那莲花不再说话 但是挣扎比方才更为剧烈了 与此同时 碧白山中 忽然起了一团冲天血气 那滚滚烟云 几时染透了半边青天 过去不过树西 相隔极摇的一处临海山头上方 也有一团血焰冲起 不过一会儿 海域对岸的那模糊可见山巅之上 同样起了一道耀天血火 数百万里之外 秦台周中 一名风神如玉 气鸣俊性的年轻男子 带着温和笑意 争与一名老者说话 这时 天边凸起一道红色 他眼中笑意 顿时脸去 那老者 神情一宁道 大公子 是气血烽火 王上 在招我等回山 那年轻男子 沉吟了一下 气血烽火一起 必是有大敌进犯 魏祥与血连大盛野战之后 事隔千年 又有人敢侵犯我祖地 也不知是何方神圣 张老周没道 这北天寒冤之中 如今敢与我族作对的少之又少 连心蝶远在西地 山羊鬼 早已断去 地渊之中 魏曾听的这两步有什么动静 那年轻男子想了想 未必定是北天寒冤之人 也许来自他处 不过此刻多菜无用 等回了碧白山 便可弄个明白 他又看了一眼气血烽火 我等时间不多 至多只有八九日 立刻把所有妖圣都是换上 随我一同上到云京 回原碧白山 若是迟了 王妇可饶不了我 不知多少万里之外 一座青山正被无所妖魔为公 地面之上是无边无解的妖族 天中则是盘旋有铺天盖地的妖鸟 而在对面山头 一名鹦鹉女子 立在同心胶筑的大车之上 身边拱位有十数名 形貌各异的妖圣 此刻他正眼望前方 愁愁满志 一名妖圣言道 只要打下了这处 剿灭了群连大圣最后一只祖脉 女公子侠下疆域 又可多上一辈 并可超过凤君子了 那女子轻描淡写一白手道 疆域多挂不算什么 只要能夺了这些草木精灵的祖脉林根 便不怕其再来作乱了 那妖圣道 女公子说的是 这些草木精灵最是讨厌 只要祖脉林根不坏 过得来年又可恢复原貌 女公子立下这不是之功 想来请大圣闻听之后 也是欣喜 这女子矜持一笑 同时眼眸深处多了几分火热 平静一壤之乱 并非是她的目的 她真正看重的 正是这般草木生灵的祖脉林根 此物可用来淬炼血气 只要将这完全炼化了 想必可以成为 清大圣珠子之中的第一人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 远处忽然一道冲天雪光 好若火焰飘起 染得天目通红 一名从不说话的老者 神色一变 沉声道 女公子 是气血风火 祖山有变 请速速整顿兵族 回渊寒域海州 什么 那女子绣眸看去天中 露出难以相信之色 狠狠一拍车视 狠声道 怎么在这等事后 那老者提醒道 女公子 王上相招 不可叮 那女子猛然回头 死死叮了过来 老者却是半步不退 沉声道 女公子一切 都是王上所给 王上只需一句话 眼前所有 历史烟消云散 那女子身躯一抖 整整一百年 她方才把周围百万里内 所有妖魔 争掉至一处 围攻这林英山 为此付出的代价 几乎是她数千年来的所有积蓄 而眼下 需要放弃眼见 唾手可得的果实 又叫她如何甘心 老者又提醒了一句 女公子 切勿自悟 这女子十分不甘地 看了一眼前方那座山峰 咬了咬牙 手一举 撕声道 传领各部 撤兵 回元族山 灭鸣鸟部族中人 常年四处成战 分散在北天寒冤各处 但见得血气烽火之后 都是放下手中之势 一个个带领麾下之人 往碧白山祖地赶回 秦英大圣有千多子女 但真正成就古妖 从而得手封地的 约有二十余人 不过其中拥有庞大势力的 只得五个 这些人 平日各自镇守一方 距离碧白山甚远 若无特殊手段 要向全数聚集起来 至少要数载 乃至十载以上功夫 不过 位在紧急关头 可召聚族人 即使每一个人 都有云晶乘坐 哪怕隔得再远 任何一头云晶 都可在瞬息之间 回到王晶身侧 且无需耗费多少本元 不过 要想顿返回去 那只能凭借此晶自身之力了 碧白山外 一头浑身剔头 宛如晶月打造一般的大晶 凭空顿出 木然浮现在山铁之外 代谢停下后 缓缓在顶上 喷出一口飘渺云气 将浑身遮拢 过得片刻 大公子带着十余古妖大圣 自云气之中行不出来 他目光一转 山下空空荡荡 若无意外 他应是见到烽火之后 第一个到来之人了 不过 身为青营大圣长子 率先回员 也是理所应当 若是落人一步 凡事过错 一辆飞车在山巅之上过来 温温落在前方 聪君子自车上下来 合手为礼 见过大公子 大公子心念急转 那点燃烽火之人是你 聪君子十分攻迁道 聪只是奉王命行事而已 大公子点点头 郑重问道 此灰到底是何人来犯 聪得消息 是前阅道的此地的天外修士 与东方诸国联手进犯 修士 那是此辈自称 其等本事与玄士截然不同 大公子历时意识到 这位三十八弟 知道许多自己尚不了解的东西 把修士二字品味了一下 便对其言道 稍后你来我宫中一叙 君子从府下身 是 外奸传言 他是下一任族主 那只是不明情形之人的胡乱猜测 若不成就古妖 无有封地 麾下无人 并是坐了上去 也会被人掀翻了下来 他上面那些个兄弟姐妹 可是个个都不好招舍 而大公子 恰恰是希望最大的那一人 他可不想与之作对 非但如此 若得机会 还有设法靠了上去 这时 远天之中一枕波荡 又有一头云晶浮现出来 随那云气涌出 一名鹦鹉女子自离走了出来 其身后同样跟随十余名古妖 只论气势 一点也不比大公子弱惧多少 只是此女脸上寒霜密布 显然心情极是不好 大公子身旁那长老凑了过来 大公子是鹰淑女到了 看来他这数百年来 也是招揽的不少得力人手 大公子笑了笑 不去管他 王府再如何宠爱他 也不会把足位传给女子的 需要地方的只是预期 他目光一扫 想来他也快到了 那长老不绝点头 玉琦乃是青大圣第三子 麾下势力同样也是不小 听闻还从海上招揽来了不少古妖大圣 眼下能与大公子相争的 也就是这一位 愚者皆不足论 大约数十息后 一头云晶在半空中顿线出来 这回过来人中领头之人 是一名留着浓密秩序的中年男子 步伐沉稳 神情刚毅 跟在此人身后的古妖大圣 不但有不少是海外水族 还有数个是他同族兄弟 值得一提的是 此些人各个都是拥有封地的 中年男子这时 似察觉到有人在观察自己 便转头望了过来 大公子温和一笑 主动打了招呼 玉琪 而今大敌当前 你我之争便先放下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中年男子沉默下来 不过他能感觉到 碧白山中似有一双凶眸 正望着自己 便是什么都不做 也能给予他庞大压力 他历史明白 那位王傅须自己如何做了 不敢有所有意义 把神荣一正 合手为理道 大公子说得不错 大敌当前 我命名不足 不能自家先乱了阵脚 在扫平外敌之前 抵御手下人 都会听从上欲 好 大公子心急不已 早在回来之前 他便知道 此次虽是危机 但同样也是自己的机会 在众多兄弟姐妹之中 属大神通最是广大 在清大圣 补显身的前提下 若说要有一人 把族众统御起来 合成一股力量 那么由他出面 最为合适 要是此回能将来返之敌击退 那么下一任族主 已无需再选 必是落在他的身上 得了预期承诺之后 他又有些迫不及待的 往英淑女看去 英淑女神情之中 虽有些不服 但感受得 自碧白山身处传来的压力 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闷声道 书英也当听从大公子的吩咐 大公子笑了一笑 他对碧白山深失一礼 孩儿定会将敌手一一斩下 限制父王坐前 此语方罢 一个轰轰声音 在众人头顶响起 记得你所说之言 在场所有人一闻此声 都觉得心头乱颤 血气涌动 忍不住要匍匐下来 不过好在 这只是短短一语 尚还能支撑得住 只是身形有些摇晃 而诸人之中 只有大公子 自始自终都是神情自如 没有任何变化 他向玉聪一招手道 玉聪 你随我来 与我说一说 那些个天外修士 是如何一回事 言毕 也不等回应 就带着一行人 转身往山中行宫走去 玉聪平时倒气 仿佛一下不见 老老实实跟了上去 中年男子 看着二人的背影 目光之中 多出了几分忌惮 他想了想 对那英贵女传音道 玉聪血气充实 也认灵脚窝等之上了 英贵女哼了一声 也许是王府刻意照拂 中年男子沉声道 便是如此 下来也只能听从他的吩咐了 你我都要长个心眼了 莫要被他卖了 英贵女闷声道 知道了 无需你来提醒 而此刻另一边 张言正立在大殿之中 看着前方景物 随着补天阵图 渐渐往碧白山方向逼近 他已将寒与海州 周围情形收入眼中 整个海州北南西三面 被三条山脉所笼罩 独有东面一处对海 内中岛屿无数 兴罗齐步 与当年龙原大字地形 有些相似 不过此处内域之广大 却是堪比九州 他当初之所以相中此地 也有这个缘故在内 而在海州正中 则是一方空旷地陆 灭明鸟那祖山的碧白山 正是耸立在此路之上 在寻常人眼中 这里只是一块寻常州路 可在他那 己能洞彻天地的 神异感念之中 却发现 这处实则乃是一头巨精 那上面一片白色地陆 只是在其宽阔脊背之上 包裹的一层芋泥 只是此经情况 看去很是不妙 它的身躯上 被一道道的闪烁雷铁所捆绑住 不能言也不能动 他心下思寸道 这便应该是公道友口中所说的 那云精之王了 神医在往远处延伸 直到那碧白山上 却是被一层厚重凶暴的血气 给阻挡了下来 官此间奇迹 至少沉淀了万载以上 想来就是那位幻名妖族所留 便是过去这许多岁月 未能仍是不减分毫 张言淡笑了一下 并未强行往里窥望 被这样一层血气包裹在内的对手 他差不多也能推算出 其大致实力在哪里 稍稍推算了一下眼前路程 还有数天辩刻道德 他诞生言道 下去传遇 大战在即 卓各派真人 上殿前后令 仅由功神一击 便就下去传命了 转眼间 又是三天过去 碧白山中 大公子步出行宫 仰天望去 自气血风火点燃之后 几乎所有命名鸟部族 都是赶了回来 此刻天穷之上 有数以百万计的 才艺巨鸟都空盘旋 在环室左右 每一处山头上 就有一股浩大血气 阳空卷洞 细数一下 整整有八十六道 这即使说 包括他自己在内 这里有八十六名 古妖大兽 实则再有一些时日 还可召集起来 更多的古妖 但只有七八日 顾卿大神这些子女 只能尽可能地 把身边之人带上 不过 只这一股势力 已经是异常庞大了 北天寒冤之中 已是乌有一家能比 大公子 心潮澎湃 放在九千载之前 灭鸣鸟部族 远还没有眼下这般强盛 便是竭尽全力 所能调动的古妖 也不过三十余个 还需和连心蝶 山羊鬼 两座联手 才有底气和东荒神国 一争高下 但时至今日 连心蝶和山羊鬼 在那遗展之中损失惨重 数千年来 未曾恢复元气 东荒神国 分裂为百国 自此 在位出的一个大技工 实力更是十不存一 望着身外密密麻麻 仿佛蔓延至天边尽头的不重 他心中血气生腾 顾盼自雄 天外修饰又如何 东荒百国又如何 在这般强盛的势力之下 必可将之碾成积坟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忽有一声大响传来 众人不由看了过去 就像寒玉海舟之外 那一道血气屏障 已是被撞得粉碎 而远处天解之中 似有一团庞大云雾 正轻压过来 所有灭蜜鸟部族中人 据是神情一领 他们知晓 那些天外修士 已然来了 补天阵图 尽量撞散数道血迹屏障之后 就在数万里外停了下来 那遮过阵图的云雾 缓缓撤去 露出这一方 玄天周路的真正面貌来 下方重要见了 无不动容 居然能将一座地路 拖去半空之中 这该是何等神通 大公子也是眼神一宁 他对此物 先前也是有所耳闻 此刻亲眼见的 仍觉得心下震撼 稍稍吸气 面上露出一丝自若这色 便带着一众随从 与数十名同族兄弟 上的山巅高台 他呼吸着烈烈狂风 望着寺下里 震翅阳空的灭明族人 心下一定 由此强势在手 又何惧来敌 他抬起头来 仰天发出一声尖抗笑音 天中盘旋的灭明鸟群之中 煞时有数万头分出 力叫声声 往那阵途锁在飞去 仲妖都是目不转见地盯着 这万数鸟羊顿速不慢 很快逼近了补天阵途 可忽然之间 此阵之外起了一阵大气波荡 就在这一瞬间 其外似有万千水浮火气光 同时迸发而出 此光即使明目耀眼 仲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 然后再睁开之时 却是发现 这万数头妖鸟 已是消失得干干净净 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存在一般 中妖之中 有不少人惊呼出声道 如何一回事 这是什么神通 怎会如此 莫非是障眼之术吗 大公子身情微变 他乃是灭明鸟妖 上古传闻之中 眸光开合之间 可定日月明暗 颠倒白肘黑夜 风采那般光亮 尚还不至于使他回避 事已看得十分清楚 那一瞬间 这万数之鸟妖 是被无数突然冒出的 雷点金光轰碎的 他以自身经验推断 怀疑这般手段 对对方来说 耗损也是不小 并无法次次如意 不过眼下并不想再试 便是族人再多 也经不起这等折损 看了眼站在身旁的金盘大圣 颜道 果如你所言 此物之外有厉害手段 可祖人入内 金盘大圣躬身颜道 大公子无需忧虑 慈悲跨周二来 不会到此不动 稍后定是会出来与我交手的 旁处有一名族人颜道 大公子 小人以为这些天外修士 应便是倚仗此物 才敢与我明灭不足作对 出去这些 想来也无有多大本事 等其出来 才上学收拾便可 旁处之人 纷纷附和 这些人 有些并非当真如此认为 不过贬低对手 提振几方心气 也是惯用手段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大公子摇了摇头 虽然他也知道 这时候 等着对方主动露面 放为上策 但他却不可如此做 这些天外修士 一天不下来 他可以等上一天 可若是一年不下来 莫非他便要等上一年不成 要知道 这可是在 命名不足祖山之前斗战 无法退敌 岂不是被人视作无能 是以 他绝不可长时间无所作为 略作考虑 我记得书英手中 有万头十金虫 旁处有人回言道 是 先请英淑女 在攻打林英山时 那些草木精灵 颇是难啃 果而特意招揽了 此族之中的一位妖圣 大公子立刻言道 传令 叫书英派遣这只重兵上阵 也无需尚且送命 只需在远处 以独掌摇弓便可 立有人应声下去传命 大公子微落冷笑 他不指望这只重兵 能够攻敌破阵 只要摆出一副 主动积极攻袭的模样便可 这样一来 并使这些天外休时 已是不出来 也无人会说他什么 若是其等出手扫荡 这些重兵 那正中的下怀 还可借此削弱 书英麾下的实力 书英很快收到传令 他现实一正 随即大怒道 但我好气不成 这许多族人上去都被杀死 重兵上去又能如何 那来传令之人喝道 女公子想要抗命不成 你 书英目光变得危险无比 身后阴阴有一翅张开 他本时心情恶劣 此时更想不顾一切发作 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后那名长老上来提醒了一声 不可猛撞 眼下动手 只是给大公子借口 拿下淑女 书英文言一阵 不得不冷静下来 他吸了口气 对麾下一名妖圣言道 长林大圣 你带座人上去吧 那妖圣虽只此行威胁 但也无力反抗 否则第一个死的 必定是他 只得硬着头皮硬下 他一声招呼 就借一团乌色龙卷 带着滚滚妖气 自山头之上飞起 向着高空冲去 到了补天阵图上方 那龙卷一散 自立见出了一只只 黑甲淫妇的虫制 浮盾空中 长定大圣 也是献出原身 变化为一头 百张大小的怪虫 头顶双颚如脚 处与身长 挥动来去 附下六堆立足 浑身甲壳 层层叠叠 有如黑铁墨石 厚重一长 他虽自视永汉 但那些妖鸟 便是前车之剑 是已不敢靠得太近 只是带着族众在外 远远喷吐出一团团的 黑雾毒杖 试图将阵图之外 那层阵气石透 不一会儿 天中浓雾滚滚 即是遮去了天光 一时倒是弄得声势 颇为浩大 只是这方阵图 并遭得说明 洞天真人联手进席 那都能挡住 更何况眼前这般公式 根本不能动摇其分毫 此刻阵图之内 张衍 副手立在电台上方 身后是 玄灵各派二十余位 洞天真人 以及东荒 深方国三位大悬士 他根本不去看 外间那些虫妖 只是在打量 周围的山水地形 最后目光一过 投注在那碧白山上 诞生岩岛 此战之后 无背眼中 当无此善 他一抬手 身旁一阵水波涌动 神兽玄武 那庞大的身躯 凭空浮现出来 而后阳首一吼 外间那无边海水 顿时翻涌滚荡起来 张衍并不回头 只是言道 孟真人 可以动手了 孟真人打了个击手 明仓派自他以下 秦玉 神百霜 齐云天 吕俊阳 等等金善水法的 动天真人 一个个掐绝作法 四下灵机 顿被一股 无形之力搅动起来 此方天敌之内 顿时出现令人 心神震撼的一幕 整个寒域海州之外 亿万秦海水 居然向上升台而起 逐渐化为了一道 环转水壁 最后朝向一处合拢 将上方天穷 都是遮住 在神兽玄武牵头 诸多真人河里 示威之下 竟是造出了 如同九州之上 那倒悬四海之水 一般的景象 此法一出 九州修士 进退自如 而此间妖母 一个也逃不出去 便是当真 势不可为 也可将此水 一气倾斜下来 将此处海州 彻底摧毁 底下众妖 见身外天地 竟被海水包裹 都据不妙 还有不少 身处外围的鸟妖 不小心被那水壁 卷了入内 顿被湍急的水流 搅成了一团烂肉 得度此景 顿在众妖之中 引发了一阵恐慌 大公子喝道 不过区区小数 慌个什么 他目光左右一撇 见那些个冲天血气 仍是安稳不动 一如方才 不由点了点头 只要这些 鼓腰大盛不乱 那便无事 他朝身边人言道 玉琪手下 有不少水族要声 快些免他带人前去 施展神通 将这水壁设法解了 玉琪接领之后 刀未曾推脱 把说明水族妖圣 画上前来 几位可能破得着神通 一名耳肠之间的妖圣 露出为难之色 惭愧言道 那水中气急 深邃莫名 渺远难测 师数之人神通 当远在窝等之上 恐非我被能破 玉琪却是不恼 他想了一想 低声道 不碍事 诸位放心去做便是 实在不成 弄些假象出来便可 大公子就是发嫌不妥 其自会为诸位开拓 这几名水族大圣 互相对视的疾眼 琪琪一个浅身 就相见往那水壁处赶去 张也并不去管下方重要如何 只是按照先前定计 按部就班的形式 口中言道 宇文真人 温真人 薛真人 你等可以出手了 被换到的三位 都是对他打了个接手 宇文弘扬走前几步 一手折秀 另一只手伸了出来 把手掌摊开 其中就由一缕 浑黄水雾冒出 悬绕上空 而后逐渐化作一条 滔滔灼河 于天穷之上奔涌来去 他烧失法力 那河水之中 生出一团团的漩涡 而后 一只这宁额魔头 就自立间冒了出来 温清相到了一边 把大袖一挥 将血神铺击起 此屋到的天中后 轰隆一声 往下倾泻 顿时留下一道千丈血铺 一股血腥气 已是随之弥散开来 他在意运法 血水一阵翻腾 稍有片刻 并又成千上万的血铺 带着血光飞绿而出 薛定元稍稍退开 也是将原神门之脉法宝 星象神反大灵杯 接了出来 并起的手指 在杯身之上一点 那大杯一阵 又阴暗灵光自上射出 笼罩在那些个魔头血破之上 其等数目 竟于顺时之间 多上数杯 这些多出来的血破魔头 只是虚项 但是得大灵杯运化 无论如何探查 都不可能被辨识出来 哪怕被打散 也会再度演化而出 此刻外界 长殿妖圣 带着族人连番恭喜 却见阵途之中 并无人出来 胆子不觉大了许多 不再像先前那般 谨慎小心了 正在兴起之时 耳畔却忽然听得一响 而后 便见下方的阵气 一阵涌动 无数面目正宁的魔物 带着奸笑之音 仿佛溃堤红浪一般 在那阵途之中涌了出来 轰然一声 就将他与众多重兵 一起淹没了去 血破魔头 一把长领大圣围上 便冲着他撕扯 啃咬起来 不过此要号称长定 便是因为一身甲壳 无侠无垢 打磨完满 什么外力过来 都能抵挡一十万克 而且内力腐藏 更是能容金化铁 老任一场 只是血破魔头来势凶猛 看去茫茫一片 是百万还是千万 根本无法计数 这也着实把他害得不轻 便是眼下意识无恙 可这般围攻之下 又能支撑多久 果他把血迹一股 就想撑开一条去路 只是明权血破两宗法术 除去表面手段外 还急进污秽轻蚀之能事 血气方才放了出来 立刻就被那晦气沾染 而后他就觉得一股阴冷之气 蔓延上身 山海界中古妖大圣 除去草木精灵 金氏魔怪等一类 大多讲究是以肉身气血克敌 神魂虽壮 但大多数是大而无当 更无护欲之法 只是一会儿 他便觉得昏昏沉沉 死于睡去 此时神魂受到侵害 便肉身再是强劫 也不济世 这一失了抵御之力 围绕在外的魔物 齐齐冲了上来 仅仅数个呼吸之后 长年大圣浑身经血本源 就被血破吸了个干净 而一身尖血硬壳 则被魔头吞吃辱腹 而把一个蛊腰化去 两种魔物得了不意 雄威顿别原先又强盛了几分 在天穹上空一顿 就朝着碧白山方向俯冲下来 看着密密麻麻 有如黄群一般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大公子看不清那上方到底发生了何事 但却能感觉到那长年大圣的旺盛血气 在寝客间便荡然无存 心下也是大振 看那些行死魔妖之物 这么简单就能把一头鼓妖大圣杀死 他又岂敢让其进前 李氏向上夜指 对着身边一名妖圣言道 华旺大圣 你可能将之阻住 华旺大圣满不在乎的瞥了一眼 十分自信道 大公子在此等着便是 他往前一跳 煞时跃出山头 轰隆隆落在地表之上 把身躯一耸 随着一声弩笑之音 便变化成一个厚之粗壮 浑身满是斑纹 如蝉似火的独角怪物 身躯虽放在诸多谷腰之中 不算出众 但也有数十杖稿 往地上一蹲 而后头向后仰 把嘴对天一张 其口十分之巨大 这一豁开 上半边嘴唇几乎贴到了后脑勺 看到他如此失伪 在场绝大部分妖圣 都是神词一锦 尤其不少吃过苦头的 下意识就挪开了几步 华旺大圣喉咙之中 猛然发出一声沉闷大吼 就喷出一口心灼黄烟 首当其冲的万数魔头血破 顿时烟消云散 大公子录出一丝笑意 这花王大圣是他最为得力的手下 本体适合来历无人知晓 其一吼之下可断鳄江流 洞穿山越 而那黄炎夜初更能化消万物 迄今为止他还从未见过 有人在其开口之后还敢站在前方的 宇文弘扬宇文青象都是微觉意外 本来魔头血破不管受到任何攻击 只要不明破解之法打散之后 就又能重新举出 但是这一回 却是真真切切的消失不见了 不过他们放出这些魔物的目的 非是要凭此一举击垮灭鸣鸟不足 为的是以此耗损对方血气法力 再一个 也方便窥看对面的神通家属 并是场面之上这些魔物全被灭去 只要他们法力不绝 仍可自鸣合和血破之中 源源不断的淡出 宇文弘扬竟然慌望骨妖 似是有一些门道 顿时收起了收服之心 他考虑一下道 学长们 温真人 与你二位打个商量 把此妖让给我如何 温真人看向血定源 后者微一点头 他便笑言道 这里骨妖多的是 这一头宇文真人若是看重 尽管拿去就是 宇文弘扬对二人打了个击手 便起意以摧 场中那些魔头 顿时一散 并不是再聚在一处 下方那一团黄烟冲上来 不过是裹住了十数头 其中还有不少虚项 与上回占过一比 尾是差的太多 华望大声见词 惊吓一怒 身上血气涌动 身躯煞时又再膨胀了一圈 所喷吐出来的黄烟 也是比方才扩大了数分 虽又杀了不少魔头 但也只是做到 勉强阻挡自己这一处 更多魔头血破 却是将四面八方散去 而停住在各处风头之上的 谷瑶大圣 于此也与这些魔物产生了碰撞 整个寒域海洲之上 神通灵光 血气扬火 戒尔连三蹦闪出来 轰震之声响彻天地 九州各派洞天真人 居士冷眼看着下方 观察着那些谷瑶大圣的神通变化 他们并未因场面占据优势 而有所轻敌 方才慌望大圣那手段 便足以说明 这些妖魔也自有其过人之处 况且 他们此来目标乃是灭鸣鸟妖 只要此族不灭 便不算功成 不过到眼下为止 出来的都是族外妖魔 其部族之中的妖圣 却是一个都未曾出来 幻王大圣一人冲在最前面 看去威风凛凛 不可一世 因不断使动神通 不过逗了一刻 他血气已不比方才那般强盛了 渐渐衰退了一些 忽然之间 有上百只魔头自左侧凭空顿出 向他冲来 他哼了一声 一口黄烟吐出 这一回却是将自己裹在了其中 那些魔头立刻顿住 只是绕着他的身形游走 过不片刻 那黄烟散去了一些 魔头又坐实欲扑 他赶忙又喷出黄烟找身 只是如此一来 却也只能顾及自家 照看不到后方了 更多的魔头从顶上越过 只往大公子所在之地冲去 他顿时一急 向空又是吐出一团黄烟 将其都是挡了下来 可这么一来 环护自身的烟雾 却是露出了一丝空隙 有数十只魔头 顿时抓住了这个破绽 数而窜入进来 钉咬在他的身上 拼命吸射起晶圆穴起来 化妄妖圣虽神通强悍 但肉身比这其他妖圣 却是稍显缠弱 顿时嚎叫一声 一个纵跳 把一块山岩撞得粉碎 在满地翻滚 拼命喷出护体黄烟 再也顾不上别处之势了 宇文弘扬平静看着 这妖物神通虽强 但从头到尾 也只这么一种 在他眼中 着实太过单薄 很是容易变得找到破绽 他只是稍微改换了一下战术 便就使其变得疲于奔命 大公子 看天中魔头血魄呼啸而来 倒是触变不惊 只一挥手 他身边妖圣纷纷跃起天钟 将那些魔头挡住 但随着其等 一个个施展出了自身神通 很快也是暴露出了自己的短板 只逗了一会儿 就变得左肢右绰起来 此一幕 大公子心下也沉 如此棘手的敌人 自灭名不足 与曲莲大圣一战之后 已是许久未曾见过了 他忍不住的 就想亲自动手 但很快又按捺下来 寸倒 这些天外修士神通古怪诡异 但因还未拿出所有实力来 我若提前暴露手段 确实不妥 场中也失去了威势之力 唯有等其出现真正杀招 我才可发动 在此之前 我已须依靠族外之人抵挡了 他又望了一眼四周 见各处风头 也是如他这里一般 变得岌岌可危 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 立刻招呼了一名年轻男子过来 小声吩咐了几句 又把一屋递去 那年轻男子点了点头 便陷了原身往山巅飞去 很快 即便落在了 请打圣的洞府门前 并把手中之我高举 言道 奉大公子之命 请侍老开得我部中古文大柱 洞窟门前大柱之上 那一名端坐在此的老者 眼帘也开 在信物之上看了几眼 便缓缓站起 随后 骑手一抓 将自己胸膛扯开来 就见大骨心血 向外喷洒出来 只是一会儿 便将那此件 十来根古事堆结的高柱 巨石染红 与此同时 自碧白山上 流淌下一道道血色长河 不多时便蔓延到所有风头之上 继而 凝化出无数的古怪温符 向着天中 放出一道道刺目红光 正在斗战之中的数十名妖圣 被刺光一照 顿卷身上血迹大涨 仿佛有无穷无尽的 晶圆血迹灌入进来 一个个都是忍不住嘶吼出声 身上神通之威 竟于一瞬间 保增了数倍 不过片刻 天中魔头血破 就被扫荡去了大半 宫仙灶 一直在旁观战 九州修士 所表现出来的强悍战力 令他深深为之震惊 可疑将他赤红符文出来 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气血温图 这如何可能 公子又见了 顿时脸色一白 颤声道 季阳 这不是我冬欢国当年 对阵三世的鲜血温图吗 此辈子会使得 这也不由得他补荒 温图之术 可是冬欢百国 对付妖魔的一大利器 要是齐等也学会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宫仙灶 神情沉重地看了一会儿 的确是我身国文土无措 未想到 给这般妖魔学了去 不过 只学得四五成 只能强壮血气 距离对敌 无法断绝路空 应是慈悲从天都门前 偷偷而去的 还未能通晓其中所有变化 他抬头往殿上看去 心下又是庆幸 又是后怕 暗寸道 灭明不足 若把这些温图吃透 我冬欢诸国子民 李日 必定沦为其等血实 幸好这些九州修士 才来蒸发寒与海州 另几手段提前泄露了出来 总是此会无功而回 也不止毫无准备 张也在电台之上 环莫一顾 将那血光照耀之下 众人实力大增 只是魔头血魄 已经无法给其足够压力 于是言道 英真人 可按此前记忆行事 英春秋打了一个击手 不过片刻之后 一道道熏和剑光 自补天阵图之上 飞腾而出 化作亿万之术 其一刷刷往下落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从未出现过 飞剑这般物时 碧白身中这些妖魔 自然也不会认得 但一见那剑光袭来 本能察觉到了一股 绝大的危险到来 纷纷放出血迹屏障 或是神通之术 守于自身 而许多无神神通的小妖 却是无有能力抵挡 在这颇与一般的剑光之下 不是被当空斩成术段 就是被钉死在了地表之上 唯有那天中盘旋的命名鸟 接着情况危急 齐声力叫 借着山峰之上的那些 气血温图之中 却是将百万铜族的气血 连到了一处 煞时血气蒸腾升起 将大半剑光抵御在外 虽有不少仍是穿入进来 但却也是将伤亡 剪到了最小 当年东方神国三名大技工 正是靠了这温图 将数十万玄士 与自身气血合为一体 调动起来 足够先动天地的庞大灵机 将三世屡屡击击败 最后不得不狼狈退走 不过命名鸟一步 得到了这个教训 是一把气血温图拓了回来 将之化为己用 天中斩落剑光 足足持续有半刻 才渐渐变得稀烧起来 而碧白山各处风头之上 却是哀红一片 除了灭明鸟部族之外 古妖之下的妖魔 大半阵亡 满山遍野 碎骨烂肉 与残破灵甲 污血搅合在了一起 温起来兴起冲天 便是那些古妖大圣 也同样被剑光斩得是狼狈不堪 是这一轮恭喜 就有七人被当场斩杀剑下 而鱼下之人也是个个歹伤 总算都是皮糙肉厚之辈 只要不是在顺势之间被夺取性命 靠着血气之力 所受伤势倒也不难在短时间内 恢复过来 可关键 场中不单单有剑光 还有无数的血破魔头 此刻历时抓住机会 上来撕咬 蹲又有树头骨腰 受创之下 猝不及防 惨死当场 大公子深情一变 他已是意识到 不可再放任局势 这般发展下去了 要是四方才那般公使 再来上数回 那些天外修士 根本不必要现身 就可把他们这边所有人 都全数杀绝 必得设法去破局才是 他大声喝道 玉琪 你速速带领诸位妖圣 上去将这天上周禄 给我打碎了 玉琪心下也沉 这分明是要消耗他手中的实力 不过 又轻大圣在背后 他也无力反抗 只得发泄式的怒吼一声道 所有妖圣 随我来 他往天中一跃 顿时变化为一头 浑身毛雨惊青 为托七彩长林的妖鸟 身侧八对翅翼 一起展开 乘风而起 他回家妖圣 也是一个个大吼出声 献出元神 跟随他纵跃入空 是齐公子出手了 碧白山中余下数十位古妖 见灭鸣鸟一族 遣出了其族中妖圣参战 顿时士气大振 也是一同往补天格方向冲来 大公子看向上方 心想暗道 如此多人上去 却不信 无法逼得那些天外修士 出来应战 他先前 之所以不令重要如此做 那是因为两方对阵 在摸不透对方底下的前提下 从没有谁 会什么试探都不做 上来就把全部力量压上的 而且这等命令 随便来一个人都可下达 却是显不出他的重要之处 可惜啊 局面变化尾是太快 这群天外修士的能耐 着实超过了他的想象 交战至今还不到半个时辰 连半个人影都没见到 就已是打得他们伤亡惨重 故不得选择着下策 把手中大半力量压了上去 张眼看着冲来中腰 但笑一声道 早便该如此了 不天阵图再是如何坚稳 在数十名古妖联手攻击之下 也不可能挡得住多长时间 除非他亲自下场主持大阵 不过被动手遇永远不是上策 何况对面阵中还有一个清英大圣未曾现身 他需要看住的便是此妖 其余的妖魔都不必理会 孟真人上前一步 以询问与其道 殿主 张眼回过身来 何首道 注意真人 各凭手段就是 洞中所有洞天阵人 都是打了个击手 便成懂清光 从补天阵图之内飞断而出 在飘渺云空之上分散而立 每一人都是身过飘渺云气 各自法宝护身 望去灵光彩虹照耀天穷 一个个飘逸出尘 风刺神采 浊然死先 公千造 公子佑 吉木独三人 此时也是跟着众真出的阵图 把群里血气一放 各自把通玄之身显了出来 大公子见阵图中人 果是被自己逼了出来 神情稍稍振奋了一些 再看了几眼 见那些天外修士 与所来悬事 加起来也不过三十上下 数目比自己想象的少得太多 不由回得几分信心 他吩咐左右道 稍后斗战必是激烈 你等都要小心了 他手下之人都是凛然称事 或许之前 他们还不把莱迪放在眼中 可线下完全放弃了这等想法 只从放在那些莫测手段上就可以看出 这些天外修士绝对不是好相遇的 与其镇持上天之后 虽是冲在最前面 可他也不想上去送死 暗中鼓动血气 使了一个跃离之变 一刺挥动之间 有烟波幻色 灿烂云霞盛出 身上更有细小碎电闪动 身影虚视不定 看去像是在左 右思在右 寻常妖物 若是气血 积血足够 成就古妖 自然而然的会得来一门神通 但灭明鸟 乃是妖族血脉 与绝杂多数荒妖不同 一跃入得古妖之境后 所能掌育的神通 至少也是两种 少数血气浓郁之辈 甚至可能得有数种 再加上自身所具备的无穷潜力 完全不是其余妖魔可比的 九州修士阵中 熏怀英看到这两头 拥有华丽毛雨的妖鸟冲来 上他前去 对孟志德 应穿鸟二人 打了一个击手道 两位真人 科夫将此妖交由弟子 孟英二人传音几句 便点头云准 熏怀英在世夜里 把衣袖一阵 一道剑光寄起 向前方展落下去 玉琪似是不急躲避 顿时被这剑光斩住 然而他这身影 却像是炮影一般破碎 显然这并非是他的真神 然而那剑光变化也不知此 树儿一跳 在一刹那间又跃顿出去 展露在那看去空物一物的虚处 忽然一声蹊跷传出 那妖鸟身影浮现而出 只是左侧几只翼翅被斩去一段 半边身躯都是鲜险淋漓 他把身一抖 瞬息之间从原底消失 居然也是凭空顿走 熏怀英锐利的目光一扫 立时找准了其下落 剑光一掌 直往万里之外某一处递解杀去 大公子在下方看得真切 暗骂了一声 他是知晓的 玉琪的手段绝不止这么些 而是才受的那些伤势也并不算重 只消血气一勇 并可复原 此刻退走 分明是不想出力 此时 上得天穷的古妖 在自身血气冲涌之下 除了少数几个 大多数都是斗志昂扬 寻中战役飞腾 一路撕脚咆哮 加快速度 向着自家找准的对手冲去 孙志延出了阵途后 并不像其余的阵人 站立不动 而是纵起顿光 行至最前方 他冷笑着 看着冲来的妖魔 把法力夜转 顿化为夜团 庞大气海 囊天盖地 横绝天雨 那中 虫水飘旋 雷行点奔 因深海界中 灵气博盛 天地束缚更小 这一放出法像 顿时铺展出去数万里 将过来的四头骨腰 一下裹入进去 这几头骨腰 绝大多数不过百丈 千丈大小 冲入法器之中后 完全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不过几个呼吸 就被无数重水 打得是金断骨舌 再被无数雷光一劈 血气不断被消 不过数十呼吸之后 就已是化作飞灰了 本来后面 还有几头骨腰 朝此冲来 见到这一幕 哪还敢上来招舍 即使远远避开了他 向着两边散开 另去寻找对手 莫独看得心头震动 他完全没有想到 当日与自己对阵的 这位孙真人 竟然是如此了得 这束头骨腰 若是攻打深方国 足可屠成灭国 未想在这里 简简单单就被杀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朝着陶真人 这束重来的 乃是一头妖情 不过望见陶真人 背后法相之中 无数蛟龙天鹤 更有阴阳两气盘旋 四十十分记忆 到了近处 却又迟疑不前 陶真人笑了一笑 将圆刚走兽图 拿出展开 轻轻一抹 一只金银剔透的蝉锄 跃了出来 只一口灵气吸入腹中 就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膨胀起来 唯有多久 就变得万丈高下 杜甫一鼓一落 竟饮得风云呼啸 那邀请 力声俱意 此寸不是对手 赤摩一山 竟是往后逃顿 陶真人把金球湖 往天中一寄 数条蛟龙飞顿出来 化作链锁落下 哗啦啦一声响 已是将它锁住 还不待其施展出 什么神通来 身形便被扯入了湖中 并使秀为相同的 两名修士斗法 一方如没有护身法宝 也只能不断游走蝉斗 寻找圣迹 这么直听腾地冲上来 只能是任人宰割 与此同时 九州各派洞天真人 也是各自施展神通手段 冲来骨妖或是被擒捉 或是被斩杀 树木在不断减去 尽管这些妖魔 也是竭力贫杀 奈何手段太过单一 自身神通 又早在血泡魔头 清洗之时暴露了出来 怎么努力 都是无济于事 大公子神情难堪无比 他哪里想得到 这些天外修士 战力这般强横 若是任由这些外族妖圣 全部被杀死 那么剩下之人 也不可能挡得住其等 此刻却由不得他不动了 心侠一发狠 私生道 所有族人听命 随我杀上前去 图尽慈悲 大公子一声招呼之后 就进起山头妖圣 往天中杀来 见他带头宠杀 所有灭民族人 包括书英在内 此时也不敢再待在原处 皆是领着手下之人 乘风飞起 跟在后方 一时 碧白山上妖风弥漫 血气腾消 就是那些纠缠上来的魔头血泊 也被冲散开了不少 孟真人见下方妖魔 已是倾巢而出 传音各处道 那秦英大圣 自有杜真殿主看住 此辈由我等对付就是 各派真人都是点头映下 大公子充实半途 身外云烟一荡 就变化为了一头 身披灿灿惊羽的凤鸟 酒队车一打开 书展千丈有余 围灵一舞 采下斑斓 光滑灿灿 他这副模样 及时折掩 顿时惹得无数魔头血泊冲了上来 他却一声力叫 浑身燃起了熊熊金火 似乎此时另有玄妙 魔头血泊还未挨尽 就被焚去 且在空中盘旋一阵 竟把身外数千里方圆内的魔物 都是扫荡一空 而他那些同族兄弟姐妹 知晓清英大圣在后看着 自已是不甘示弱 纷纷显了原身 施展出各自的神通 天中仿佛陡然多出了 二十余个金火焰团 将外界魔物都是驱逐灭伤 为后面重邀 开出了一条通路来 旁边上打量着这些妖鸟 寸道 这等妖鸟模样很是华美 还能扫到魔头 若是能坐到一头来 倒是可以用来看守洞府 只是此间鸟腰 大多身上有一股暴虐污浊之气 它素来喜劫 并不想碰 于是目光在四处游走 试图找一头合意的 大公子绕了一圈之后 飞至高空之上 再发出一声高杠长鸣 就向下俯冲过来 这时重贞之中 一名道人一举手 就像一道轻烈剑光飞出 其速追光超电 却是快到了极点 大公子还未曾反应过来 就被这剑光 从头到尾 剖成两半 然而古怪的是 他身上鲜血 并未有半滴流淌出来 只溢血之后 两半身躯之中 有赤光蹦出 就又牵连到了一处 伤口顺势收拢 静于顺序之间 恢复得温好如初 他有一阵翅膀 正在再动 却见下方忽然多出了 一团乌小灼烟 其范围越来越广 此刻若不改换方向 那必也会撞入进去 他能感觉到 那团灼起之中 有一股惊人威势 似能泯灭万物生机 可变回原身的情形之下 他身上血气冲拥 本性也是被激发出来 并不似先前那般谨慎小心 而是变得极为凶悍 竟然不闪不闭 一头就闯了进去 轰的一声 至于那悬烟一处 他便被吹散为一团飞灰 可古怪的是 尽管那身躯已被损毁 其一缕契机 却是停滞不散 等这一团灼烟散去 余下那些灰烬被枫叶吹 呼呼又聚到了一处 只是翻滚了几下 居然又生出血肉毛雨 不过数个呼吸 这一头灭名妖鸟 又是恢复了原来面目 有时的厉害的妖魔惊呼道 是九死 是九死之变 后方古妖各个振奋 大公子有此神通 除了青鹰大盛 可也说没人杀得死他 那他们还怕得什么 大公子能统御猪妖 身为青鹰大盛长子 只是其中一个缘故 最重要的是 还因为他成了谷妖之后 所得树门神通 都是异常了得 其中这一门九死神通 可凝聚出一根藏血淋雨 只要此淋雨飞逝太远 无论受得何等外力侵袭 哪怕斩路断手 深化飞灰 若这一根淋雨不坏 就能再长了出来 而这根淋雨 此刻正寄存在青鹰大盛身旁 想要正面将他击杀 几乎是无有可能之事 孙志言捡他这般汉勇 顿身来了些兴趣 但见此妖身去被打成一团碎肉之后 又是很快复原过来 冷笑一声 此妖倒是有些能耐 那便来试一试我这五雷狐 正要把法宝寄出 就在这个时 却听他耳啪一声传音 孙志仁 既然意识无法上的词要 那也不必与他多做纠缠 但我将他收取另一剂语之中 等把其手下料理干净 再回头收拾不迟 孙志言以扬眉 便停住了动作 大公子仗着神通之术 对打赖身上的神通道术魂不在意 反而迎头冲上 几次之后 中央士气更胜 他心下已自得意 这时 见手下之人也是差不多跟了上来 就以派斥意 冲向众真理身之处 本以为此举 必能逼得那些天外修士 收拾自保 如此 后面手下之人在一拥而上 就可冲乱对方阵脚 只是目光头去 却见众真站在那里半步不已 神情之中 我有半分惊慌 只有一派的平静冷漠 他心下 微觉有意 但自是不怀之躯 也并不将此放在心上 这时 前方忽然跃出一众高塔 拦在去路之上 他笑叫一声 血迹涌上心头 正在一股作气撞了过去 塔顶之上 却忽有一道光亮落下 还未等其反应过来 便被那光华照重 只一瞬间 身影便就消失不见 气红禅拿一个法觉 藏向灵塔 就画一道灵光 回到他的袖中 大公子此刻 乃是名义上的统帅 见得他突然变得无影无踪 众妖顿是一阵慌乱 倒是大公子镇中那名长老 是个明白人 知道 诸位无需忧虑 大公子乃是不怀之身 只是暂时被神通困住 相信稍后便可出来 书迎见大公子被收 非但不及 反而变得高兴起来 眼下预期被人追杀 躲去远处 还不曾回来 此间 就属他神通最强 于是赤鹤一声 把身上八对羽翅一盏 散开一缕缕晕晶灰 众人听我号令 庞云阳找了许久 却始终没有能令他看上眼的 这里命名鸟虽有数百万只树 气息纯净的太过弱小 而气息强横的又多是物卓不堪 此时 书迎一跳出来 不由眸光一亮 便起一道灵光点去 顺时照在其头顶之上 书迎这却顶上一道清光照下 神魂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 可几番运动血气 却都无法将其冲开 仿佛身上沾染了灰尘 却总是无法洗去 不由大怒 他因为没能夺得草木精灵阻卖灵根 就被拖到此处 本就积蓄着一腔怨气 无处发泄 此刻被这气光一阵刺激 顿时撩拨起来 双目变得一片通红 惊笑一声 身躯极化流光 就往庞云阳所在主动飞去 就知道是这位庞真人看中此妖了 不过这里鼓腰甚多 到处都有的选择 则也不会来与他争抢 庞云阳神情不慌不忙 拿了一支玉盘出来 再起指再上一点 指尖之中有一滴精血投下 顿时盘上生出一道道 轻轻豪光 还真冠擅长降魔之法 但并不是除此之外 便无法与人争斗了 尤其与魔门争斗万载 在神魂手玉与宫系一道上 有独到之处 而这些妖鸟肉身虽强 但对自身魂魄 却并无什么堪阔之法 正好可由此处下手 将之禽捉过来 他拿起玉碟 对着前方一照 光中浮出一道人影 正是他自家模样 几乎是在黄眼之间 就欺到了树鹰身前 树鹰一惊 尖鸟灰一张 吐出一口流燕 然而此举却并无半分用处 那虚影乃是无形之物 此火却是伤之不得 恨是从容便自理穿过 树鹰正带其施展神通之鱼 此时那虚影一笑 轻轻一指点在那眉心之上 树鹰这却脑迹 传来了一阵轰鸣 而后再观 却发现自己 沉落在了一处空空荡荡 毁暗不明之地 他大吃一惊 四处一瞧 边见那名女修 站在一只白偶上 身上轻光阴韵 周围无数悬翼俘虏飞舞 他怒笑道 此时何地 你做了什么 他不通神魂之变 又被黄真冠秘书 掩去了大半灵会 否则定然能否明白 此处正是他自己尸骇所在 庞云上并不回答 只是一笑 那白偶之下 却又雷光震动 静静化为了一方 占地方圆万里的雷海 潮水一动 电光霹雳 猛然窜起 游走上下四方 隆隆哄响之声 震荡不绝 若是九州朱珍在此 便能知晓 他这是将万炼雷池观想出来 不管何等妖物 都是畏惧雷霆 书莹虽是妖左后翼 但是一见这声势浩大雷潮 本能生出了几分退缩之意 在这十海之中 心神任何变化 都会影响自身 此念头已生处 便被不断放大 气势更帅 唐云阳岂会错过这等机会 为彻底驯服书莹 他把自己一律神魂顿入此间 此事十分危险之举 此要一旦反应过来 收拾起来便无有那么容易了 甚至连自己 都有可能失陷在此 法觉也拿 浩浩勒抄荡起 向着书莹卷压过去 而此刻外间 因书莹正乱在远处移动不动 似是中了什么神通 中妖又再度变得混乱起来 灭明鸟不足之中 此刻称得上得力的 也只剩下预期一人 不过其此刻 正被循环婴追杀 因它血起神通 恰是飞顿及月变之术 是以还能暂且保的性命 可也无暇来管的中妖如何了 随着场中古妖数目不断减少 天中灭明鸟也是一偷偷坠落下来 眼见局面很快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候 碧白山中突然传出一声悠长名音 伴随着这声声响 一股凶宝气息随之散发出来 所有妖魔都是身躯一阵 墓中露出胃部之色 灭明鸟部族中几名长老 却是惊喜莫名 墓中露出狂者之色 是族主 族主醒来了 随着那气息露出 弱大碧白山也在不停地晃动 在有片刻之后 便见二十三只遮天羽翼逐一坦出 阳起在空 整个寒与海州的天雄 轴然暗了下来 那痴意一现出来 灭明部族中人无不振奋 纷纷发出高亢笑叫 这数千年来 青鹰大圣带着他们四处征战 任凭如何强大的敌手 最后都是亡在了其一身神通之下 便是千年前身具万生神通 号称生而不灭 死而不绝的曲连大圣 也是一样被其击败 只是自那一战之后 这位族主就不再露面 征伐之事据是交由子女和族人去做 有传言说 其身手重创 命不久矣 但更有传言 是阎吉在曲连大圣处 得了一件天地灵物 正在淬炼血气 以此返还妖祖之身 而此间大多数古妖皆知 青鹰大圣当年前修之前 只有十对赤矣 而此刻夜观 却足足二十三只 显示着数百年来血气更胜 已是无限逼见了西年幻名妖族 九州各百真人此刻神情 据是危险凝重 碧白山中这头妖魔虽还未曾出来 但愧一般可知全貌 其气势之盛 已然是凌驾在寻常动天真人之上 到了这等境地 已不是他们手中神通道数 可以伤的了 张也往碧白山中看了几眼 却是微微挑眉 似是看出了什么断泥 他稍锁思索 便发声言道 诸位真人不必听手 此妖似正被遗物牵扯 一时半刻尚无法现身出来 可先把场中妖物料理干净 他能感应到 这妖物虽有气机泄了出来 但其正身 其实并不在这一戒中 因那出戒空 与山海界勾连甚深 是以其气机一致 就有一尺之影印照出来 众神听他此言 立刻加紧了手中速度 不再保留实力 神通法宝尽出 重要再是如何振作 天生实力差距 却无法立刻弥补 有如方才窜起来的一点火苗 瞬息之间 又被大水扑灭下去 浑天清空之内 一头凶悍巨鸟 张展翅翼 玉丝飞起 然而其身下去有一株巨连 把无数根须缠绕上来 死死将它拖住 那株莲花一动 自其夜半之上 浮现出一张苍老人脸来 带着一丝快意言道 想不到你灭鸣鸟不足 竟也有被人打上门来的遗志 清英 这处有我在此 你休想轻易出去 清英大声默然言道 我为何要出去 雪莲 这数百年来 你积蓄的晶云 等差不多是这些了吧 雪莲大圣从那语气之中 听出了一丝不妥 心头一跳 你 护人之间 清英大圣不再往外飞动 而是骤然反击过来 奸爪一把抓住跟径 奸惠则是猛然刺入了 那莲花花苞之中 雪莲大圣一声惨叫 同时感觉自身好不容易积蓄下来的精气 正渊渊不断的被抽走 不由又惊又怒 同时还有一丝害惧 本来他若坚守不动 万不可能被清英大圣抓到这个机会 可是方才为了将其拖住 却是露出了破绽 他狠狠言道 清英 你还有心算计我 莫非不怕出去的迟了 族人居都死绝了吗 清英大圣道 若是死了 便是说其等无用 既然无用 我又何必出手去救 曲莲大圣道 你可想清楚了 那其中可有不少是你的子嗣 清英大圣神情 我有半分波动 冷漠掩斗 子嗣无辣 再生养便是 只要我在 还怕我有灭民族吗 只要吞了你这些精元 再有血药相合 我立刻再长出来那最后一 到时候 什么敌手 都无需举怕 曲莲大圣怒道 你以为 我便认你宰割吗 这是他说出此语之后 心下确实一动 暗自疑惑 清英记忆知晓 我在继续惊弃 那么出手时期 不应该选在这个时候 险下 我还有法可以应付 但晚上百数载 他神通更强 我再也无法反抗 岂不是收获更大 想到这处 他咬牙道 我知晓了 那些天外修饰之中 定有人令你畏惧 故你接着提升实力 若不吞心了我身上精元 就不敢出去 是也不是 清英大圣 用不带一分感情的语气 言道 可惜 你明白得太晚了 若你势在不动 哪怕灭民不足 被斩尽杀绝 我也不会出去 曲莲大圣 也是深感悔恨 若是自己能够沉得住气 怕也不止如此 可惜 被困近千年 他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捡的机会 便就忍耐不住 他咬牙切齿道 我岂会让你这么容易得手 他一声大叫 居然把大阪精气 返涌了过来 清英大圣 本在抽血莲花之中的精气 并未想到居然会如此做 倒是一个措手不及 气息顿时有些紊乱 曲莲趁着这个时候 把余下所有精元 分散到了那无数根须之内 此等动作 清英大圣 也是察觉到了 他略意思考 这些精气想要找得出来 需得一根根去寻 按照那些根须的数目 至少要数十才功夫 除非将这曲莲大圣杀死 那倒是容易了 不过 他留着这朵妖帘尚有用处 而且此刻 还不是做此事的时候 他也是拿得起 放得下之人 子孙眼下所受精气 已是看看足够自己 生出那最后一只翅膀来 于是不再强求 将精气全数纳入身躯之后 又把长年含在喉咙之处的血石 一口咽下 杀人之间 浑身变得滚烫无比 但见唯一末端之处 又有一只羽翅 正在缓缓生长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此刻碧白山中 场中妖魔已是越来越少 雪领园转动神通 一道白光对天中一照 上方万数头鸟腰顿时失去了神志 纷纷坠下 为真人放出一团锦云 将之举都收了 他心下暗道 这上海界光大无边 有这些万数头鸟腰 未来我原神门立派之后 弟子出行 就再也不缺角力了 他这时又想到一事 便踏步行云 来着弃红蝉身旁 棘手道 戏掌门 雪某有办法降服那只鸟腰 不妨此刻放了出来 也好免去一桩后患 弃红蝉一转念道 也好 虽把大公子挪去了 那藏向灵塔结语之中囚禁 不过此妖也是不弱 将之困在里间 也一样消耗他的法力 而且 也不知那未曾完全现身的大妖 是否有手段将之抓了出来 若能早些解决 那自然是最好 他一回秀 就有一道亮光找出 大公子在那借空之中 虽困了还不到半个时辰 但是那等孤己欺欺之感 却是令他起誉疯狂 这一位放了出来 哪里还顾得上与敌相斗 狂笑一声 积极振齿而飞 就想脱离开去 薛定云早于无声无息着解 放出了一团圣气在外 若是心神不定 情绪波动激烈之人 只要被其沾染 立刻就会被此气 渗透入神魂之内 若不懂得化解之道 那么 就会陷入一片幻境之中 大公子 哪里知晓其中奥妙 被那圣气一击 心神煞尸失守 在他眼中 面前陡然出现了许多敌手 便大吼一声冲了上去 很古怪的是 他并未去向这些对手 从何而来 也不知道为何要与自己争斗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将其全属撕碎杀死 薛定云见大公子渐渐围顿下来 这已是陷入了深沉迷蒙之中 此法最厉害的 是引动其心中欲望 如此便会不可遏制地沉溺下去 连自家也不愿醒来 他说道 这妖鸟在众妖之中神通最高 杀了也是可惜 不如交以三位上针处置 西红缠道 理该如此 此时 场中所有妖魔 包括那余下数十位古妖 都是被扫荡一空 面名部族之中 数以百万件的鸟妖 除了被斗战之时杀死的 余下具备各派真人瓜分干净 便是弓千造与莫独等人 也是趁些上前抓了不少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 青鹰大盛仍是未曾出来 只有那羽一遮在天际 但过去如此之久 其气息非但没有衰弱 反而是越来越强横 在有数个时辰之后 那一侧下方有一道青云浮现 一只巨爪自立弹出 将整个碧白山一把扣住 随那云雾缓缓消散 那一侧的主人 也自立间露出了真正面目 终真一望 却见那时野头庞大无比 凶貌威武的凶臼 顶上如智灵灌 鲜红夺目 鹤下垂湖死鹰 色作纯青 目光久然四日 便照山川和月 一身锦绣毛雨 绚烂多彩 尾后灵长长 漂白着街 带起云霞烟色 此刻 其单足在那处 气血蒸腾 炙热如羊 仿佛事前所有光辉 皆以汇聚其身 再也容不下 其余任何的光亮 弓千造叹了一声 不愧灭明之鸟 故事神君威武 薛定元一见之下 却是心下威震 此等妖鸟 与它在幻境之中所见 已是极为相似 且其此刻所路斥意 已与方才所见 有所不同 竟不是二十三只 而是又多了一只 整整是一十二对 张言目光微闪 诞声道 秦英大圣 等你许久了 那声音隆隆传下 震动寻山 秦英大圣 胸膜一转 看了过来 然而一见之下 浑身不见毛雨乍起 方才 他已是感应到 敌手强横 但是此刻再见 却是更觉忌惮 他冷声问道 你等自天外而来 我面鸣鸟一步 自问未曾有所得罪 为何大张旗鼓 来犯我疆狱 张言言道 你可蒸发他人 我自然亦可蒸发你 他抬眸看去 目中神光如电 你若愿祥 还可唤你一声道友 你若不愿 今日便再无你灭明事 公千造与莫独等人 听得张言此言 都是心头一震 张言语声虽是不高 但那平和神情的背后 却分明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 仿佛他面前站着的 这头庞大妖鸟 并不是雄霸北天寒冤 凶悍无伦的妖王大圣 而是随手可以捏死的重制 再观千英大圣 却是半上没有出声 好似当真在那里权衡 他们不由深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皆是露出了震撼之色 心下阴影有了一层明雾 这一位法力之广 神通之大 恐怕还在他们先前所料之上 更令他们可怖的是 这位张诚人背后 听闻还有明仓少卿两派掌门 这些天外修士的实力 或许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庞大许多 清英大圣谋中 露出沉思之色 古天阵图尚在寒域海州之外时 他就曾以神通探看 就知那是天外修士之中 有自己无法抵敌之人 本以为修成二十四亿后 能与之一斗 然此刻再观 却发现仍是有所低估 尤其一看周围水壁 那里蕴藏有一股在他之上的气机 令月顿神通也无法脱离出去 显然对方真正实力 还不知表面上露出的这么一点 与之对敌 胜算太低 想到此处 他冷静言道 我密明一族 实力不济 被人打上门来 此也无有怨言 我族征战四方万余载 有密葬无数 愿意拱手奉上 以此换我脱身 对于他这般寿云长远 还有上升潜力的要么来说 意识得失并不放在心上 斗不过强敌 也不是什么可耻之事 如能付出些许代价 换得脱身的机会 那是最好不过 至于拿出职务 大可看作是先行计存在对方处 只要出去之后 密地前修 那未来可再找机会杀了回来 到时一切还是自己的 张言淡笑道 我九州修士 占据北天寒冤之后 需用什么 便如今日这般 大可自家去取 却用不着外人给予 秦大圣并不放弃 他认为只是自己 开出的条件不够大 不足以打动对手 于是想了想 又道 北天寒冤之中 无知几处妖祖沉眠之地 若能起了出来 想必对诸位也有好处 山海戒中妖魔 修至妖圣境地 已是渐渐与这方天地相容 而一旦返还妖祖之身 若无法突破那一层桎梏 那只能困死在此 几乎没有一个妖祖甘愿如此 是以天地开辟来 不无设法破开拘束之人 若得成功 自然得取天外 而若不成 那么也只能陷入 深沉长眠之中 积蓄血气力量 等待下一次机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他说出词语 半是交换 半是暗暗点明 这封天地之内 也不是无有抗衡天外修饰之人 不过还未曾醒来罢了 但若是能得知下落 也不难提前做好防备 或者先行下手 斩出隐患 公千造等人听了 却是心惊不已 此等传闻 他们也是略微知晓一些的 这些妖族 虽一个个 潜藏在地底之下 现下对东皇人国 无审威胁 但保不清哪一天 便会醒过来 出来霍乱世间 若是能提早除了 那是最好 然而张也 却是根本不为所动 他面上一派平静 贫道已是说了 我九州修饰 若要何物 自会自家去取 千英大圣 凶谋一宁道 我若猜得不错 你等天外修饰跨路而来 并非是要与东皇人国联手 往我命名不足 而是要占据此处 为那利基之敌 可我若与你再次交手 不但是碧白山 寒与海州 也可能打坏 张也红声言道 山若崩塌 可以再造 海若干涸 还可重聚 寒与海州便是打坏了 我九州修饰 自有神通大法 可以再造山河 重塑州路 他说此语 也并非是大话 山海界远比九州来得广大 简直无边无际 对比下来 寒与海州 只是一鱼之地 哪怕这处打烂了 只要大州不曾崩沉 那么自可自他处 接引地脉灵机 再演山川大地 清大圣冷声道 我灭明是神通之数过百 若是斗了起来 你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若放我出去 反还有好处可得 尊家可要想清楚了 此举是否值得 张掩为之审然 此要用言语相威胁 说明其已然胆怯 他言道 清英大圣 你若再无什么言语要说 贫道便就要动手了 清英大圣听他这语气 这是无法再谈了 胸膜闪着立光道 既然如此 看来是免不了一战了 这别让你知晓 我灭明氏的本事 他急诊身上血气 胸膜煞是变得一片赤红 而是只是一炸 轰 这一席之间 所有观战之人 都觉得死出光亮 骤然消失不见 连一缕一丝都是不剩 天地陷入了一片 昏尘明媚之中 清英大圣 二十四亿一城 与昔日幻名妖祖 也是相差不远 以能施展命名鸟中 最是厉害的数种神通 而线下所是神通 名于夺白 上古传说之中 灭明鸟与伯白 争夺掌日之权 只是不离败北 于是立下誓言 必要侵夺日月灵光 使之无法昭露世间 由此诞生出这门神通 此书已出 争悟则天暗 和睦则天明 现下他虽还做不到此点 但毒血寒运海珠之中 所有光亮却是不难做到 不仅如此 便是尽在咫尺之人 彼此也感应不到彼此存在 这等感觉 在九州诸人看来 好似又重新回到了 虚空远海之中 不过 他们并不因此慌乱 而是各自守定心神 立于远处不动 秦英大圣 凶谋一闪 却是趁着这个机会 一吃一扇 就往那水壁之上撞去 他能在北天寒冤诸多 要么争斗之中活下来 并还使得命名不足 兴旺壮大 自己也是有其胸脚的一面 表面上做出一副很立志态 看去似要拼个你死我活 实则 确实想寻到一个机会 好逃出此间 只要到了外界 便是海阔天空 自信以他飞盾之能 便再也难有人追得上 并且 他心下已经打定主意 到时候 再去唤醒那几个妖族 合力将这些天外修士驱逐出去 只是方才飞起 在那一片昏暗之中 有一道乌烟腾起 而后他身躯却是被一道 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轰重 一侧一吃大半折断 被狠狠砸落在地 青鹰大圣十分吃惊 他未曾想到 在自己这门神通之下 居然还有光亮无法侵夺 宁谋看去 便见那张眼此时 已是化身万丈余高 浑身上下 笼罩着赤子煞光 正一步步走了过来 其眸中泛着丝丝幽涩 背后更是有玄火腾腾飞扬 那火宫之中 却隐隐透出一尊魔神虚像 将周围浑明毁暗 巨兜逐退 他伸手一拿 在那黑火之中 抓出一根煞气长矛 迟迟信手一掷 就轰然射来 青鹰大圣 凶谋赤轰一片 竟是未曾去躲 而是垫爪蹄中 一赤羔羊 向他吐出一口炎炎惊艳 下一刻 那煞毛轰然灌入他身躯之中 并被上面索夫距离带动出去 在一脸撞塌了数所山峰之后 再被狠狠钉在了地表之上 而那金炎此时 也是冲着张眼面前 他只是荡袖一挥 一道无边煞气横过 就将那火光冲散 脚下不停 继续踏步上前 青鹰大声立笑一声 将煞气长毛震碎 在震翅飞上 眨眼就冲到了张眼进前 一对利爪狠狠抓下 张眼抬起手臂 将那双爪抓住 而后猛然探出另一只手 一把扣住了其脖颈 顺手折断之后 再将这狠狠灌在了地表之上 一声巨大声响传出 可以感觉到受此撞击 脚下整个地露也因此向下也沉 若是身躯真正大到了一定地步 那么寻常神通之术 也不见得比一拳一脚 来得威力更大 此刻两者既是身形旁锯 故每一个动作 皆有震荡山河之力 若是此刻有鼓腰 或者大巡视力在近处 也能被轻易震死 这等比斗 毫无避让躲闪的余地 并是看哪一方身躯强横 哪一方神通威能更大 青鹰大圣身躯之中 血气一冲 就已经伤势尽负 他见无法在正面压过对手 便起了一个千空之术 煞时顿去数万里外 张言目光一转 使了一个目眶日月之法 煞时将是定在一顺 下一刻 一是撕裂虚空 踏步至其近处 并一拳轰出 砰 隆隆煞气烟云滚过 秦鹰大圣一下子 被打爆成了漫天血肉 万里大地 巨染星红 但只是一瞬之后 其身躯又是重聚了起来 他身为灭明氏族主 同样是身躯九死之数 不过因此刻 挤进折返妖祖之身 神通比大公子的 更是高明许多 那一枚藏血淋雨 被他放在了北天寒冤某处 只要不曾找了出来毁灭 便无法彻底杀死他 也是因此 他斗法之时 无惧生死 对上实力相近的对手 甚至不必动用其余手段 只靠着这一门神通 再配合以肉身之力 通常就能把对手给托死 并是当年号称 生生不绝的曲怜大圣 也同样未能耗得过他 张言目中幽光一闪 不说方才看得大公子施展此数 就是九州天妖 也同样是肉身难坏 他又怎会乌有防备 因疑心天之中 亦有此等妖魔 孤儿子扶摸剪上 修得一门神通 恰是可克制此法 于是他神意一起 随他法力转动 背后那魔像变得愈发高大 并渐渐凝食起来 秦英大圣 或却一阵毛骨悚然 心头跳动不已 那种感觉 似有一种莫名危机 要降临到顶上 而眼下能带给他威胁的 也就只有张言一人而已 他往张言看去 又盯取其背后那一尊魔神虚影 因生有预感 若是等其彻底凝食 就可以将自己杀死 甚至是九死神通 空也无用 要想保全此神 必要在此之前设法阻止 于是羊手长鸣一声 顶上灵罐大放红彩 生出一团七彩云泥 往前方落去 此云一出 顿见这头九头妖鸟 神气萎靡了几分 双目神采也是略略失色 可见施展此处 耗损的是他本源精气 这一刻 那地路竟也是微微晃动起来 却是下方那头金网 也感觉到了危险降临 故而有些不安了 这门神通名为辟诀 是青大圣十二对 一尺完满之后 方才得来的神通 只要一点粘得上身 哪怕是法力相尽之辈 亦会被化去骨肉精血 断绝性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而张掩宁俊魔像 并非一蹴而就 但这其中 他也不是不能动弹 只不过 不能施展其余神通罢了 当下一甩袖 将地面之上 众多骨腰尸身卷起 投入那云雾之中 立刻见其化了个干净 他斗法经验极实丰富 立刻分辨出来 此刻过来的这门神通 当时只针对血肉之身 尤其血气浓郁充盛之辈 更是容易把这七彩云雾招惹过来 心下一转念 便有了破解之道 他骑着一弹 一点惊血飞出 向着另一边而去 同时将自身身躯之中的血气收敛下去 山海戒中 无论巡视妖魔 都是以仗气血搅动灵机神通 若是不动用气血 那自身本是 请客之间 便要少去一大半 并是躲过了这等神通 也仍是死路一条 不过 张眼催动神通 靠的是自身法力 自是不必顾及此点 果然 那彩云被血气一吟 立刻欺了正主 追着那惊喜去了 清英大胜一证 根本未曾想到 自身不惜耗费本源施展出来的神通 竟然如此容易 便就被化解了去 不过这门神通要再次发动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就是再使了出来 恐怕也会被对手 用同样的方法避过 他眼神一力 这门神通竟然不成 那便再使一门神通久世 只是还未等他动手 却见上方有一只手掌向下拍了过来 其手起初无神变化 但落下来时 却是越来越大 不多时 就将整个碧白山都是罩住 根本不容他有半分的回避余地 轰隆一声 他便狠狠拍到了地上 从外道里 被碾成了一团模糊血肉 下一刻 九死神通发动 他与一瞬之间 又变得完好如初 重新展翅飞起 硬帕再次被压制下来 立刻使了一个寄血之术 一晃 变化为六具身躯 各自飞去不同方向 并在外各占神通 不过过去数个呼吸 他便发出了二十余种神通 而且每一种 皆是不相同 青莹大圣 身为面名部族组长 自也有无数好处 但凡迪迈子嗣 获得一门神通 他若先前不会 事后取一缕鲸鞋过来 便也可以会的 数千载中 他不断生诞子嗣 就是想要从中获得更多的神通 只可惜 千余子女之中 只有二十来人 最后撑得骨遥 而其所获得的神通 也只有三种原先不曾具备 若是再给他数千上万载 实力还可以提升一层上去 但是前提却是 他必须击退来返之敌 躲过这一次的灾结 只是时来些之后 他却又不得不放弃这等举动 张眼深缺之外 果有一层惊煞 无论什么神通法术上去 都是一概无用 或许给他足够射击 可以打破那一层蛰护 但在这短时之内 极是无有可能之事 在山海戒中 也有类似手段 不过消耗的 却是弃血之力 但神通之术 亦是靠血气运转 而且耗费极多 故与其如此做 那还不如直接上前恭喜 再观张眼背后那尊魔神 其身影愈发清晰 好似渐渐活了过来 就要跃入世间一般 性命交官 他不敢再留有手段 否则对面那神通也出 说不定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六头妖鸟之中 有一头妖鸟猛然退去后方 而后提振起所有血气 迎警对着天穹之上一枚星辰 从喉中发出一声 前所未有的坚力笑名 这一瞬间 他身上方才生出的 第二十四翅翼 变得隐隐约约 好似要消退一般 与此同时 那其余五头妖鸟 也是接二连三 爆散为一团团血雾 此树名为己星 乃是灭明鸟先天神通之一 山海界中妖魔皆是浊气所化 但亦有星力蕴养之功 而不同妖魔对应不同的天星 若是实力足够 便能设法感应 付出一定代价 便能借用其力 秦英大圣与一夕之间 设去大半本源 沟通天上那颗命名妖星 下来半个时辰 他所使神通 未能可陡增数倍 他把自身血气自五脏六腑中挤压出来 尽最大可能运转神通 而后随一声力笑 背后肠尾甩动 荡起流光彩雾 璀璨星屑 造出一道五光十色的长虹 向着前方笼罩过去 张颜目光微微一闪 青英大圣这一击 声势固然不小 但他看得出来 这还不是其手段的全部 若是此刻正面抵挡 那后面攻势还会源源不断的击来 要是退避 就会被迫散去那魔像 但这也不是无有破解之法 最为简单的 那就是不做任何手谕 与之展开对弓 逼得对面收手 然而 这头妖鸟终究是晚了一步 他心神一动 身躯背后那尊魔神 猛然睁开了双目 而后仰天吹出了一口煞气 将那长虹不断消融 不过数席功夫就全数化去不见 青英大圣见状不尽大恐 在感应之中 那魔神已然变得十分清晰 甚至深深映入到了心海之中 但在双目之中看去 却偏偏又模糊一片 连几手几足都是分辨不清 那魔神一口气吐完 此时又对着青英大圣望了过来 而后再轻轻一息 青英大圣顿时头脑一阵昏沉 他也是有见识的 心下大惊 不好 此法能伤我身魂 本来他有血血遮户 有不坏肉身 身魂有层层遮户 只要不主动跃了出来 就能挡住外力清洗 并是打破肉身 也是寄托在每一粒微尘灰血之中 难以灭去 但是这一息 确实将之扯动 好色就要拽了出去 他怒吼一声 涌动血气 拼命强鼓身躯 想要守住灵神 不过身上上百种神通之中 并没有一个 能在此时起得半分作用的 张也面无表情 却是不断的催发法力 连那化身大帝的金王 也是发出哀求之声 在僵持片刻之后 青英大圣终是抵受不住 轰隆一声 重重栽倒下来 身上似有一个 与他仿佛的虚影飞出 浑浑噩噩 直接落入那魔神口中 咀嚼了几下 就被生生吞了下去 只是做完此事之后 这魔神之相 却并不肯就这么散去 而是传出一缕缕的实念 似在催俗张也 去吞袭更多的神魂 张也神情一如平常 他并没有顺从其意 把法力一收 藏在他眉心之中的 伏魔界一声清明 那魔神驱向一震 也便缓缓散去了 他露出一丝思索之色 方才那等情形 并非是魔神有了自主意识 而是勾动了那一缕杀伐之念 继而反映到他心神之中 要是一个压抑不住 就可能反客为主 不过他能感觉到 这神通之中 似还隐藏有更多的悬疑 还可设法往下挖掘 若利用好了 许能再增添几分战力 此时 整个天地亮了起来 日月天光再度投下 众真举目望去 就见张也着力于天穷之中 而在他下方 一头几乎笼盖 苍山地露的妖鸟 尸身躺在地上 躯壳虽在 但是神魂也亡 再无半分生机 公子又疑枕失神 有些不信道 清英大圣 这便死了 公千燥看着清英大圣的尸身 摇了摇头 感叹道 灭明妖鸟 盘去北天寒冤万余载 未想到今日一朝覆灭 再也不复存在了 他望着张眼背影 又看了看漂浮天月之中的 众多洞天真人 心中明白 经此一战 在北天寒冤之上 已无有任何一只妖魔 可与这些天外修饰抗衡了 张眼正要落下身形 这时 却有一个柔婉女生传来 带着几分小心问道 上臣除去命名室 不知要如何带我族人 张眼往下看了一眼 这声音是那被困在此间的 金王所发 他稍作思索 回道 你若愿意为我九州修饰效力 可以留下 若是不愿 我也可去了你家所 放你离去 那女生过了一会儿 才有传来 我云潭部便是去了别处 也难保不被大摇捉去当苦力 上身杀死玉青鹰 也算救我出的苦海 若日后肯善待我云潭族人 不做仆奴使唤 卧族便愿为贵方效力 张眼合手道 此事贫道可以做主云你 待我掌门归来 可与你部缔约立誓 他往天中一望 把神一顿出 与尚在天外采释子清灵机的 秦月两派掌门交言了几句 骗个之后 收舍新神回来 把羞一甩 以捕之间 已是顿破虚空 来着玄武背上站定 目光影响门内众珍 红声言道 诸位真人 灭明是已亡 自今日起 这韩御海州 便是我名仓派立即之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声言与青鹰大胜这一战之后 韩御海州之上 珠峰倒塌 鱼波更使得群岛沉陷 此处 本来还有灭明鸟 养在湖海之中的腰泪血时 也是在此战之中 一七四绝 除了云金王所花的地露 外间只剩下了一片 波涛汹涌的沧海 至于那面鸣不足的祖山 碧白山 也是坍塌了大半 只有摆放诸多 妖魔尸骸的董窟 印常灵兽的血迹身魂轻慢 可谓是坚固异常 倒是未曾损毁 张言此刻 正行走在这通道之内 准备从命名部 这数万年来 俘获的妖魔尸身上 试着推断出 此界生灵的底蕴 这时 他看到一头 头掌独角 后生李尾 四龙四鞭的妖舞 便向着跟在身边的 宫间灶问道 此事何物 宫间灶一看 想了想道 早若未曾看错 此物当是奇且 传言神龙与神窑之猴 水波星则飞天 水波尘则无影 神通很是不小 张言问道 哦 此界亦有真龙吗 宫间灶道 只是蛟龙 东皇之外 那片汪洋之中 就盘去不少 数目也是不少 但与水族精怪 常年征战 很少到路上来 至于真龙 图满谷之石 曾有图腾描绘 已有过许多传闻 但却无从有人见过 张言点了点头 若是真龙 那便不简单了 如九州姬无望 便是一头真龙 不过山海界 几是无边无际 莫说真龙 就算以后遇上 什么神通 更为广大的异类 他也不觉得奇怪 这时 他目光一扫 见得一头身躯扁平 头颅远小 背极广大 尾后长有 尖刺力靴的妖物 便问道 这又是何物 宫间灶辨认了半赏 最后摇了摇头 惭愧 灶也是不知 一个柔腕声音 从外间传来 言道 此物 非是此界圣灵 宫间灶看了过去 见走见了一个青脸女子 肌肤如凝脂浴血 衣裳似锦云编制 病患俱散 衬托的整个人 都是飘渺不定 宫间灶露出惊荣 他能感觉到 这女子乃是异类 虽其神通智能 未曾到达那等地步 但血气 伪深浓郁浩大 不知是他的多少倍 此地妖魔俱灭 也不知 其是从哪里走出来的 那女子来着张眼面前 莹莹一败道 云柱 见过上针 张眼认得 此女便是那云潭 是金王气血所化 对其一点手 言道 云祖主方才言此物 非是此籍生灵 可知其来历吗 云柱道 这物名为高庆 神通一发 可令人忘却心酸苦痛 于乐中而亡 当年在北天寒冤之中 着实聚起了不少实力 四千载前 被青英大圣将之杀死 致称气血图腾 摆放在了此处 张眼微微一笑 看来入得此金 此劫之中的外壳 并不止我九州一家 云柱道 上针说得不错 只这数千载以来 便不时有天外业类到来 似此等要么 也是有树头 但大多数 都被这方天底之中的 生灵击杀 或是逐退 说到这里 他看了过来 略得以思敬畏道 万语载中 自天外而来 能立足此地的 也就只有诸位上针了 可惜我族王上 横渡虚空之后 耗尽本渊而亡 要不然 也不会遭人奴役了 张眼对此 倒是不奇怪 山海界天帝关门 远不及九州坚固 又广大无边 若有神通大能 在虚空遨游 保不齐 便会发现此处 只是听着金王言语 其次也非是此界圣灵 便问道 不知云潭是 来自何方 我族出身之地 名为狡猾界 只是遇到了一场劫难 数十部族 不得不在云王带领之下 出外寻觅生地 后来 才到得此界之中 只是我云潭部 族王势力弱小 这才被命名是 囚鸦在此 其余诸部族人 则是散落在了 这方天地四方 宫潭到这时 才明白了他的来历 唏嘘道 我东荒国 也曾与你族有过盟气 只是后来国事崩坏 你那些族人 也便就全数放走了 云珠一想 那当时云营部 因当时族王还在 逼我不势力大上许多 我云族若与人族 千里盟约 便永世不判 听闻东荒国 是因为两位大忌公 寿风去了天外 少了供奉 这才去了他处棋局 张眼一挑眉 望向宫天造道 寿风天外 宫天造背上 顿时又冷汗流淌而下 合手一击 赏真宽恕 非是遭故意隐瞒赏真 只是此事口耳相传 早已难辨真假 传言之中 有两张符罩自听而降 两位大忌公接的之后 辩言要去的天外受风 并未提及其余 张眼笑了笑 此事乃是你东荒国密事 使者不说由我听 也是应当 并未做错什么 何必求我宽恕 弓箭造连连称事 三人一路走过 一个个平点此间妖魔 大约半日之后 走出了此间 前方却是出现了一团 高高竖起来的滚荡青云 云柱道 上针 此事浑天清空 乃是此界之中 天生地长之物 传闻一处清空之中 并有一方小天地 此物可分可合 青大圣若是看中了 哪一个子嗣 便会赐予其一团 公千早惊叹道 这清空如此庞大 想来定是清大圣所有了 晕住道 正是 这处浑天清空 当时由历代灭明士族王所长 公千早目不转间地看着 寸道 想来其中 定有不少好物 只看外面那些妖魔师孩 就这灭明士万数年来 不知道灭去了多少外敌 想来一定有不少收获 而若说起妥当安置之地 却没有哪一处库藏 能与这浑天清空相比 这一时 随着三人愈发靠近 那团青云之中 却是向外散发出了一层浓灼血光 云柱道 上针 此处清空已是被历代妖王鲜血祭炼过 恐只有青妖王一人能入 张眼不知可否 他打量了一会儿 所谓祭炼 不过是以气血渗入其中 手法虽是有些粗糙 但也极是有用 若有人强行硬闯 恐怕这堂青云便会散去 他稍作思索 要想打开此处 最为简单的办法 就是将那些气血 一丝丝炼化了 要是单靠一人之力 怕是要用上数十上百年 不过 若是布下一个阵法 只需五六位洞天真人联手 大约数天之内就可以打开一个缺口供人出入了 他问道 祝祖主 这浑天清空 寒域海洲之中可还有 其余地界可还存在否 云祖回道 寒域海洲中大约还有数十团 皆必不得这处清空 我曾听他不足往有言 西空绝域之上 有一团堪比周禄大小的浑天清空 只是其被无边雷刚所笼罩 并是鼓摇大胜 一个不小心 也会被劈得尸骨无存 少有人能去的 功签到这时兴致勃勃的 此时我亦曾听过 说是没过百年 那处雷潮就会有所减弱 那时放得机会入内 我东荒国中 功托大级功也曾前去探过 不过并未如何深入 回来说那里间并非是什么小天地 而是不选于我山海界的一方界空 山海界本来未曾有一个定名 各不各族教法不一 而他听张言等人以此为名 并也跟着一起称呼了 张言听得顿时来了些兴趣 若是当真有这么一方大界在 那么有必要寻个机会入内一探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感应得 青云之中有一丝微弱气息冒出 心下一动 以神意上去一感 眼前顿时出现了一株 大如山月的莲花 只是看去有些颓败不振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来此之前 他曾经打听过 青云大圣的过往战绩 一看到这株莲花 并隐约猜到了其来历 不过 这妖帘被困在此处 像是自有其缘故的 眼下清空之上血迹未解 也不必急于弄明白 可回头再做处置 他私定之后 便与两人一同自原路退了出来 到了外街 他问道 公道友下来 有何打算 公签造道 造语公子 讨扰贵方许久 下来 却又是法回的东荒了 禀告郭主此间之事 再上了与贵方立盟顶约一事 张眼点手道 此去路途遥远 妖魔遍地 平道边曾到有一座 精灵云房 此物飞顿迅快 可护得你一路安稳 公签早连忙谢过 同时 他心下烧松 见识到了九州修士的战力 他深知 就是东方百国便是联合起来 怕也无法与之对抗 身怕这些天外来人 回过头来 把诸国也吞并了 但线下看来 其仍是愿意遵守先前约定 云柱这一世道 这位大公师 你若去往东荒地路 不妨带上我几位族人 如此也方便往来 只是供奉却不可少的 公签早心下一集 这个是求也求不来的好事 眼下东荒国虽比不上当年神国之声 但解头云精也还供养得起 当即应下道 云族主放心 早必好生照顾好贵部族人 必不会有所亏待 寒昱海州之外 一柱大幕 静静耸立在一座岛屿之上 此时枝头上 有一枚青果骤然膨胀起来 枝条难称其重 很快掉落在地 那青果煞时立作两半 金盘大圣自国里钻了出来 只是看去 还有些惊魂未定 他往海州方向望了几眼 见那补天阵图 还是悬在天中 他按道 不知青莹大圣如何了 此无计在 想来其凶多吉少 若被那些修士之士 我前来报信 必会设法杀我 我需要找一个 不弱命名士的大势力投靠才是 青莹大圣败亡 灭名士足灭 天外修士占据寒域海州 此事何等惊人 纵人山海界广大 但也伴随着时日流逝 这消息也并未能隐瞒多久 伴随着一只只迅捷飞鸟 很快向着四面八方传递出去 在北天寒云西南 接近东荒之地 地路到此中断 往下塌陷为一个深渊 每时每刻 皆有无以计量的海水往里冲入 而在旗下 刺有一团挥舞浊气旋动 有若海中旋团 时时有轰鸣之声传出 而在着流气旋上方 断裂地路之旁 则有一抹黑浮牙 高挂在天穷之中 牙上孤作有一名 上身赤膊 浑身绘满脱腾纹身的少年 此人身体肌肉结实饱满 头发黑而浓密 光照上来 还阴阴有温润的光泽 此人眼目黑白分明 此刻正一动不动地 盯着前方一株倾斜的巨树 此树极是高大 只是树干 好似生机断绝了一般 巨石变作灰白之色 在那枝头之上 却有一片绿叶 勉强维持着生机 看却孱弱 但却坚韧夜长 哪怕是狂风呼啸吹卷 仍是牢牢细在大墓之上 未能将它牵扯飞去 许久之后 忽闻咔嚓一声 竟将那枝条碎成了无数灰蟹 眼间那青也即将飘去 少年却是一伸手将它拿住 在小心收入一旁的兜囊之中 他眼中露出坚毅之色 我虽被逐出不足 发到此地看守处旋 但只要不曾放弃希望 终有一日可以回去的 这时 他眼角之中忽有一道流光过来 在反应过来之时 已是落到面前 却是一只 活泼机灵的小红鸟 对着它 叽叽喳喳直叫 似在说些什么 只是听了几句之后 少年却是露出金融 最后变得难以置信 他连忙呼吸了几口 平稳下心神 随即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未曾有虚言吧 那小荒鸟又得它叽叽叫了几声 似是对少年怀疑自己 有些不满 那少年哈哈一笑 拿过旁侧那个皮囊 自立掏出几枚果子 拿鸟儿扑愣愣飞来 独独着实那些果子 少年神情 却渐渐严肃了起来 同时 还有一丝兴奋和激动 甚至可以看出 它身躯在颤抖 这等消息 祖老丁会照我去问 如此 就有机会回去看望小妹了 也不知道 现在过得如何了 不过 他虽然高兴 却并未被冲昏了头脑 又等了半日 接连有三只暴行鸟过来 所说之事 皆是一般无二 这才真正确信了 这些暴行鸟种类 各式不同 彼此所处地界 也不在一处 无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手脚 于是 他稍作整理 将那囊都绑在了腰上 而后伸起了一口气 张开双臂 一个纵身 往那漩涡浊流之中投去 那浊流漩涡 看似近在眼前 实则相隔极远 有小半个深深之后 他才堪堪到达近处 看着浩荡寻魂的气旋窝团 他把气血一转 身躯忽然有时转须 好若变作了一个无形之影 轻轻瞧瞧就从中跃了过去 再有一个时辰 就轻飘飘地落到了地表之上 身躯又再化为实质 他此刻立足所在 地形起伏破碎 入木巨石灰白岩石 满地的粗糙实力 便是望去天际尽头 也无有任何草木 更无任何人影 偷着一片苍迹荒凉 他露出坚毅之色 向前走去 孤独无比地走了三日路后 才到了一处石窟之中 这里满地枯骨和残破冰刃 此时不知道多少年前 曾经历过一场惨烈的大战 上方空袭之中有阳光投下 虽之几数 可居然将此处照得亮如白昼 这些骨骸多都庞大无比 便是一些躺倒在地 也是高达百余掌 其中打多双头四臂 独眼三腿 而另一些 则是下身为蛇 上身为人 头上身有两脚 他对此却是视若平常 因有些疲惫 便去靠着一根硕大白骨 小心翼地拿出几枚血丹 放入口中 顿时 一股兴起扑鼻 冲入口鼻 令他忍不住要吐了出来 但他心性坚韧 仍是咬牙吞下 部族之中血药 多是清新平和 药力十足 他这几枚 却是杂质较多 而且未经淬炼 放在其他族中同辈身上 随手就扔了 可他仍然当作珍宝 平日根本舍不得服用 把药力化开之后 他一扫颓色 又来了一些精神 快步急走 自那些骨骸之上 跳跃而过 又走了十来日后 沿着一根 几股搭起的拱桥 走出了石窟 在这里 他吞下了最后一枚血药 待孕开之后 又继续往前 才出去十来帐 忽然有一阵狂风卷来 将那一下扯入紧去 他却没有半分慌张 放松全身 任凭那气风卷动自己 一个时辰之后 他被那风狠狠地甩了出去 东的一声 落在一处水潭之中 他连忙以实力 跃出水面 落在岸上 此处与外界大不相同 面前是一片青湖大泽 湖畔芦草飘荡 阴可见 停留了一群白羽水鸟 或是对水照影 或是偏偏弄舞 充益着宁河详境 到了此处 他心思也是定下 运转血气 将浑身水气蒸干 随后自药囊之中 取出了一件衣物出来 穿戴整齐之后 才来至了一处凉亭之中 对着亭中残悲 拜了几拜之后 他道 杨燕生 有钥匙求见 等了许久 那石碑上 浮现出了一个女子身影 杨燕生 你早被逐出不足 怎么又跑来这处了 莫非不怕成君子 把你捉去砍了脑袋 少年道 春思姐 族中虽是不许燕生 在地缘其居 但是也给了一个报信差事 如今收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需得禀告族中 那女子一正 随即讥笑道 能有什么要事 是命名士打过来了 还是梁重士打过来了 少年正容 此事与命名士有些关系 可能关乎我山羊士生死村王 那女子冷哼一声道 越说越是离奇了 这两不便是合力打了过来 又如何能闯过外间的婚姻障 又如何能到我地缘伏地之中来 你回去吧 今日 我便当年未有来过 你 少年还未说话 那残碑之上人影已是不见 他眼中浮出怒火 随后狠狠一拳打在碑上 但冰了碑面之上 并无半分反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这稀奇而来 可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言语 心下又是气愤 又是焦急 可是 他人为言轻 又是戴罪之身 除非有本身能越过这八万里水泽 静止回的足地 不然 只能通过这处向族中传递消息 正在苦思办法之时 那残碑忽悠亮起 那女子身影再次浮现出来 有些不情愿道 进了吧 那碑时一晃 李坚浮现出来了一团光影 望去好若是一座门户 少年正了一阵 虽不知发生了什么 却也没有迟疑 把身躯变化为虚影 一个剑步就进入了碑中 到了李坚之后 却是发现自己站在一处 敞亮铜殿之内 面前除了那女子之外 还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但是脑后却浮现另一张面孔 时而露出嘻嘻笑容 时而露出悲苦之色 他是知晓的 只是族人气血充盈 长出了新手之雇 族中也只有上六部的 山梨部族人 能在这般年纪 获得这门神通 他按照族里一拜道 下部之名 见过上部山梨贵人 那年轻男子有些意外 随即点头道 你倒有几分见识 杨艳生 我听说过你的事 不过你那小妹天赋异禀 昨老对她寄予了厚望 指我山阳事 将就数部登堂 下三十六部之名 绝不可混入上六部之中 她出生不能有任何污点 故只能委屈了你 你可明白 少年沉默了一小会 小人明白的 长老也说过相似之语 那年轻男子满意道 你明白就好 那你且说说 此来有什么要事吧 少年知晓 自己此回 怕是不能见的小妹了 心下虽然有些失落 但谈到正事 仍是振作起来 将受来的消息说出 那年轻男子 本来还很是随意 但是听过之后 却是神情斗变 便是那旁边女子 也是一脸不可思议 年轻男子面色沉了下来 立一声道 杨衍生 你敢去你所言不虚吗 少年大声道 此既是下民 自报信鸟畜听来 聚聚为实 不敢虚报 敢立足誓为证 那年轻男子一拍的肩头 好 你跟我来 少年只觉疑诊昏沉 然后忽然发现自己 落身在了一处洞窟之中 正想张望 却听耳畔有声道 休要乱动 我等正在求张老秘宫之中 少年一听 便恭恭敬敬地立着 少时 面前山势一动 浮出一掌着 五官深刻的庞大脸孔来 他朝少年看了一眼 一道亮光头下 厚着顿觉一阵昏沉 竟是站着睡了过去 裹得半晌 那十点观照那年轻男子道 下不知名 不可再次久留 把他带了下去吧 那年轻男子 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组礼 就一搭少年肩膀 两人便消失不见 过得片刻 水湖之中 天顶上方 又有两张面孔浮现了出来 天顶那张脸孔问道 邱长老 可曾看清楚了 邱长老道 我以心法探光 那下不见民 未曾撒谎 水湖之中那联手言道 我数日前 光得天中灭明妖心暗淡 看来此消息 当是不错了 天上的脸孔问道 那我沙阳氏 该何去何从 这些天外修士 与东荒诸谷 既然已经联手 若有来罚我 该是如何 邱长老沉思了一会儿 这些天外修士 实力强横 不过半日之间 就涂灭了整个灭明氏 清英大圣 能夺天日之光 应已是修成了二十四亿 如此 竟还不是那些 天外修士的对手 我等万不得已 不可欲之力敌 不妨派遣使者前去 探一探其等根底 浑天清空之前 韩仔阳 杜云瞻 彭文英 吕军阳 等树名名苍派 洞天真人 正分作各方 运转功法 化解历代妖王流域 其中的气血浊气 灭明妖博之中 也只有万年前 幻名妖祖神通最高 其次 并是不久之前 被张掩击杀的清英大圣 不过后者 生出二十四以后 还不及祭练此物 并就出来斗法 故昏入其中的气血 也不见得 比历代妖王 高明到哪里去 大约四五日之后 韩仔阳 在镇静之上站起来 到了张掩持座之地 打了个击手 严道 真人 已是将血迹除尽 张掩微笑严道 有劳诸位真人了 几名真人 都是一个鸡手 韩仔阳严道 受不上辛苦 韩芸海州 是我民仓立即所在 那等污秽之气 自是不能有所存留 张掩点了点头 而后立即伸来 行在那清空之前 在那烟云之下站定 他看了一眼道 这清空之内 另有悬疑 外界阵势尚不能撤 我需亲去一回 还需劳烦几位真人 在外坐镇 韩仔阳正容言道 真人放心 韩芸于几位真人 知道其中厉害 不会出的纰漏 张掩微一合手 刨袖一白 在韩仔阳等几名真人的 目柱之下 步入那清云之内 彭文英见片刻之间 张掩身影就已经不见 略一蹴眉 言道 这清空听闻乃是一方小天地 清大圣在这里经营许久 会否在里间做什么手脚 杜云瞻沉声道 独真殿主 秀为高深 并是天外虚空也可横动 这清空就是散了 也能撞开两截关门 重回此处 吕俊阳并不出声 静静站在一旁 打量那滚动青云 目光之中 却是有几分莫名的神采 张掩入去那清空之中不久 先是被一团迷雾包拢 但只数息之后 其便就退散而去 里见景物 也便显露眼前 此处竟也有一方广大天地 此刻天穷清蒙蒙的一片 只远空之中有一团丹霞 仿若黎明初觉 朝阳未起之时 而就在那大地正中 却立有一座高壁山丘的巨帘 与他先前在神异之中 望到的一般无二 他并不急于赏钱 反而是缓缓打量起四周来 修士到了象象境后 就可自批动天 应是他能看得出来 这里的确算得上是一片小天地 而并非是那等 以挪依换转 障眼变幻之术 营造出来的洞府 可此处并未有任何神通搬运的痕迹 这即使说 这方天地还保持着最初模样 他判断下来 应是历代命名妖王得了此物后 只是把其当一座库藏来使 故这万余再过去 也不曾有什么变化 实则此处两气已分 五行俱全 若只能一众山水灵脉 这么长时间下来 哪怕放着不理 也可经营成一处伏地了 而若更进一步 将那浑天清空祭炼如意 大脚随心 那在危险之时 就可顿如尽去 作为那防身保命之物 他心下寸道 命名一族受限于眼界见识 空有宝山在手 却不知如何运势 便在此时 远处有一个苍老声音传来 带着一丝不信 又带着一丝惊喜道 此处乃是玉清英思库 尊家能入此地 可是已将他降服了 张眼并不回答 目光投去 看有一会儿 单声问道 你是取怜大圣 那莲花之上浮出一团雾气 聚出一团脸孔 他看着张眼 不由露出些许惊容 与弓千造等人不同 他身为草木精灵 首先感应到的 不是张眼身上的冲消血气 而是那弥补四方的庞大契机 其一吸一呼之间 几时撼动了这方小天地 这远不是先前清英大圣 可以比较的 也难怪玉清英这么急着收射我身上的精气 这般强敌 便使他承得二十四亿 与当年幻名妖族已是相差不远 仍是差了此人不止一筹 也不知此人来自何处 莫非东荒国中又出的一名大技工不成 心念转过之后 他小心翼回道 在下正是取怜 在尊家面前不敢言大圣之称 张眼道 听为你在千余年前被清英大圣击败 其后下落不明 愿以为早已身亡 未想到被挪到了此处 清英大圣不拘你性命 凡把你囚禁起来 相信你对他别有用处 取怜大圣对此不敢隐瞒 如实回答道 确实如此 在下天生神通 又积蓄天地精气之能 玉清英将我禁锢在此 并是当作一块随时可取的血药 说到此处 他尽量把语气放得谦卑一些 试探严导 不知高氏 科府放了小妖出去 若能如愿 小妖 愿奉高氏为主 被囚千年 他往日身为一方妖王的傲气 早已被打磨得干净 而且只想要重新见得天日 而之所以心情不肯顺服 与清英大圣 那是因为他知晓 无论自己情愿与否 对方都不会放他出去 但同样也不会取他性命 是以敢屡屡做出反抗举动 张眼淡淡一笑 并未回答他 沐浴法力 往下一扫 见在那莲花下方 有一丝丝血气渗透出来 顺着下去 而见那其中堆积有无数妖魔尸身 心下顿时了然 你说你能积蓄精气 看来也不是假话 曲林大圣以自嘲的语气言道 不瞒高氏 清英大圣派遣族人征战四方 将那些得来妖魔尸身 巨是埋填在了小妖根须之中 以补足小妖元气 然而 这并非是其好心 不过是如那常人 对待牲畜那般 待养得撞肥之后 再宰个下来 用以果腹罢了 张眼目盲微闪 言道 如此说来 你若要壮大自身 便需得以血肉之物为食了 曲林大圣迟疑了一下 才言道 回禀高氏 小妖向来极身自好 从未有过食人这句 张眼审笑一声道 那是自然的 世上人道诸国 远在东荒地露 与此处相绝甚远 而北天寒怨这种 有的是血气壮盛的妖魔 以你手段 抓了也是容易 故你并非对东荒人种 另眼相看 只不过是 不愿舍尽求远罢了 曲连大圣新年夜转道 小妖乃是草木之妖 若是高手不喜 便不识血肉活物 也可忍的 他很明白 对方能杀死青大圣 那自然也能杀死自己 虽然不识血肉之物 与他修行有些妨碍 但也不过慢一些罢了 身为草木精灵 哪怕只吸收天地灵机 亦足以维持此身了 张眼这时又问道 草木之妖 向来寿员绵长 不知你寿得几何 曲连大圣如实回答道 小妖受有一万八千余 不过开的灵会 确实在七千载之前 之前也是浑浑噩噩 难知自我 张眼点手道 已然不短 我来问你一事 你可知那命名是 幻名妖祖下落何方 曲连大圣精神一阵 此事小妖倒是正巧知晓 那幻名妖祖 当年曾试图破剑而去 不过未曾成功 后便入地前眠 等待有朝一日 实力恢复之后 再行此事 至于那沉睡所在 听闻是在西南某处 但过去这许多年 也不知是否再有变化 高氏若能放小妖出去 召唤来西日旧部 却有九冲把握寻的 只是妖祖智能 惊天动地 一旦醒觉 就怕不是小妖 可以对付了 张眼又详细问了几句 沉思片刻 才是四面一顾 见得这里除了 堆积如山的蓄石之外 就再无他物 便不再与曲怜大圣多言 一个转身 轰隆一声 已是顿出清空 曲怜大圣不仅害了一跳 他看得清楚 张眼并非是从 出入门户中顿走 而是靠着肉身 静止撞破了戒关 按林道 这等人物 取得天外怕也不难 难怪不惧妖祖 同时他心下 也是忐忑不已 直到张眼离去 也未曾说过 要如何处置他 实在拿捏不准 接下来等待自己的 将会是神吗 张眼到了外间之后 便令韩仔阳等人 隔世散去 同时 面人将孟真人 请了过来 言道 灭明是有一妖祖 名为幻名 乃是灭明鸟妖 血脉之源头 此妖还在此界之中 便在韩越海州西南处 据此 也不过百万里之妖 孟真人可派遣弟子 先去查看一番 孟真人道 殿主 亦遇除去此妖 张眼冷声言道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寒水 我即王面明氏 与这位妖祖 一事结怨 与其等他行转过来 寻我麻烦 还不如先找上门去 将之打杀了 这等事 其实差遣少卿 极简修士 最是方便 不过 正堂命名不足 本是为寻找 名苍卖立即之地 后续诸事 自然也该由 名苍卖修士 自家来承担处置 孟真人 稍作沉思 防患于未然 却该如此 只是姿势体大 便由得我亲自走上一回 张眼点点头道 有梦之人去寻 门中必可放心 说到这里 他郑重嘱咐道 还有一事 掌门真人也甚是关心 我名苍派 虽已寻定山门所在 但修行一道 须有外要相符 上海界与我九州 云上两处天地 所顺天才地宝 也各式不同 血带凿热熏的 可以相替何用之药 此为重中之重 我虽已命人出外探查 但一时也难有收获 孟真人此次出行 还望留心一耳 孟真人打个鸡手 沉声道 请杜真店主 回复掌门真人 此时门中大事 弟子定会放在心上 不敢有所疏忽 汉玉海州上方 浮游天宫 已是再度悬田正宗 与此同时 树处小街大开 一个个浮宫岛州 则半空中垂落下来 此次名苍派 不但将玄规 及其驼运人种的九城 巨石搬运过来 原先龙原大字之中的 诸多洞府岛州 也是一个不漏 尽数带了过来 不过此刻山门大征未立 故大多数低背弟子 仍在小界之中修行 未曾入得此界 而在更远处 则有山脉隆起 岛州凭空出现 此却是名苍派 诸多洞天真人 正在以神通法力 搬运水土 重整地路 汉玉海州地域辽阔 极可比你原先九州这地 再加上临结充沛丰润 若只按眼下 名苍派中修饰数目来看 几乎每一人 都可以得享大片修道福地 但为长远考虑 却不可如此做 唯有线下就分得内外上下 层层分化各府各道所在 殿名飞赏赐之地 不可占夺 才不使日后乱了章法 穷雨之中 灵光一闪 一下云阀垂落下来 关迎岳与周轩等人 站在罚首前方 在他们身旁还有三人 此皆是齐云天 称得洞天后陆续所收的弟子 据是资财俊秀之辈 不过修为上还不高 皆未至得原英警 再往后一些 则是周兰尔等十数名三代弟子了 也有二十余人 此回他们侍奉齐云天之命 到处探勘地禄 建立禁制法坛 并搜寻此界何用的宝材外药 这时 远处有一架兴术非洲飞骑 并不断远去 众人明白 此时门中其余十大弟子 此行目的也是与他们相同 甚至彼此还存了竞争的念头 周轩看了看 有感而发道 这地狱是比先前山门广大 但山海界还是一处蛮荒之地 危机也同样是不少 也不知我等能否都安稳回来 观影岳凯然道 身为十大弟子 自当有所作为 虽外境要么遍地 出行极为凶险之事 但即使身为十大弟子 得下门中之力时 也应有其担当 而且名仓派历来赏赐 都是看杀戮妖魔的树木 他们此行虽是危险不小 但同样也有不少的立功机会 周轩道 师兄说的是 观影岳看了看他 小声道 周师兄 恩氏不在 就不必这般称呼了 他现在是齐云天门下大弟子 而周轩至今 还是齐云天记名弟子 按理而言 他该称呼其为师弟 但他有些功法 还是周轩代师传授 心中总怀有一丝敬意 总是以师兄相称 周轩摇了摇头 有齐云天宰上 不管心中如何想 他表面一向很注重上下之分 师兄 不可如此 你我门下弟子都在此处 又怎肯乱了尊卑次序 观影岳微叹了一声 也不再劝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而韩玉海州上空 亲中鸣响 各拜真人闻得此声 距自从羞耻之地出来 深化灵光 齐亡补天阁一世大殿赶来 张衍待众贞到妻之后 朗声言道 此会功法韩玉海州 得诸位真人相助 仅有九天子气百侣 乃是两位掌门自天外所采 分此各派 以为惆怅 言罢他一挥袖 便有百多道灵光飞下 各拜真人 拒是称谢一声 便将飞来自家面间的灵光 接好收下 此间每一夜人 都是分得了一二缕子清灵机 而如温清相 陶真彤等人 甚至拿了数缕 动天修士 若得子清灵机相助 可极快提升功行修为 只是此期分散凌落 唯有反退真人 以大法力采设 方可得来 极为稀少 也就是此方天地开辟味酒 此等契机尚算充沛 否则 万万轮波到他们来用 张言当有片刻 又道 今唤诸位来此 还有一事相告 岳掌门 在天外看定一处山川 可谓少卿派 道有立足之地 我背下一步行事 并是攻取此地 各派真人皆是看了过来 他们都是有种感觉 少卿派看中的山门所在 恐怕大不简单 契红尘问道 刚问真人 不知那地界是在何处 张言缓缓道 却是在 西空绝域之中 殿下注真厅的少卿派 欲把山门立在此处 都是神情威俗 九州修士来到这方天地之后 便就透出与东荒诸国 结盟的一员 也由此得知了此界之中 大概势力分布 山海界四江四域之中 东南北三处 皆无一统周域的大势力 唯有西空绝域之处 却是盘踞着一股 名为天鬼的强大部族 至于具体实力如何 此前也并不十分清楚 直至攻伐下寒域海州之后 才从灭明寺那处 得来了更为详尽的消息 天鬼部族 自万数年前建立以来 便一直延续至今 不但如此 其更是通过联姻吞并的手段 几乎将整个西空绝域 都是纳入长址之中 这数千年来 此部不但无有半分衰亡之相 反而是愈加的兴盛 而能与灭明寺相征的山阳寺 也不过是其一个 迁入北天寒冤的部族罢了 据云柱这位云潭部族长所言 自天外而来的云京一族 除了少数流落在外的几个部族 几乎都在西空绝域 为此不效力 可见其势力是何等的庞大 尤其引发他们警惕的是 万数年中 每回有天外势力到来 都是这个天鬼部族 或是主动迁途出力 或是在背后推动 不是将来人奴役 就是设法将其击退 在座诸位真人 心下也是有数 九州各部 若想要在山海界中站稳 那迟早有一天 是要与天鬼部族对上的 只是未想到这一日 竟是来得如此之快 戏红禅转连一丝 正声言道 真人 我等方才将寒与海舟打下 若立刻攻取此处 是否急切了一些 温清相也是道 观遗忘天鬼部族作为 每遇天外势力侵入 其便多次邪国此界圣灵 共同对敌 若是我与其对上 或许会顾忌重施 一个不巧 我九州各部 极可能会遭受 山海界中所有土著围攻 这却不可不防 张言点头言道 两位真人所虑 不无道理 此事 我已与两位掌门 有过商量 眼下大战方霸 的确不亦有所动作 各位真人如今所需做的 便是积蓄实力 提携后背 以应来日之战 各派真人听他如此说 不觉都是点头 他们方才经过一场斗战 虽并不激烈 但仍需稍作修整 再则 方才到手的子清灵机 也需要一段时日运化 要知 自人节已斩之后 各派都是大有损伤 灵门各派 更是指得一人支撑门户 要是不神战王 那必会衰败下去 而此戒之中 灵机即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若给他们一段充裕的时日 后背之中 极可能再出的几位 动天真人 那时 各派所能动用的力量 也能更多 把握也就更大 可以预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派的实力 也会愈加强横 温清相仔细想了想 打个鸡手 借言道 真人 温某以为 我与东荒诸国集盟之后 可设法扶持慈悲 将来攻伐西空绝育 亦可用到其等的力量 对付天轨不足 自然帮手越多越好 东荒国好歹也有数十位大巡视 在温徒相处之下 所能发挥的威能 决然不小 这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战力 张言笑道 我正有此意 东荒百国之中 大国有六 小国十三 与之结盟后 我有意引起公族弟子 败入我九州各派门下 温清相赞道 此乃妙测 九州修士之法 是高于此界人道诸国的 若是得到这个学道机会 可依想见 各国公卿贵气 定会想风设法 把自家族人弟子送了过来 待这些公族弟子 修行有成之后 那便能反过来 对东荒百国 施加影响 而如此一来 两方联系 必是越来越紧密 更妙的是 九州各派走的 乃是初始之道 求的是长生 对凡间权力富贵 那一套 丝毫不感兴趣 双方没有什么 根本上的冲突 宇文弘扬辞此片刻 既要与天轨不对赏 便去探明其底细 这人可许我 临门派下人手 潜入其部族之内 张眼微微一笑道 不妨是 此事 我已有所安排 他说到此处 便传音几句过去 宇文弘扬听了 先舍一正 随即点了点头 仲真在殿上 商量有半日后 定下了诸般记忆 便就在中庆生中 各自散去 他们皆是明白 自此刻起 九州修士 与天轨之争 便已然是开始了 但真正斗战 许是在数十载 甚或是在百年之后 与灭明是不同 天轨族中 传闻有妖祖坐镇 且还不止一位 至于麾下妖圣 想来数目也是不少 此战事凶险 恐怕不在人节之下 故他们 必须全力以赴 提升修为功行 大殿之上 唯独孟真人 单独留下来 他奉命一却两月 昨日闻在门中相照 才乘坐云京 折返回来 张言请了孟真人 到高台之上 带其落座下来后 问道 孟真人此行 可还顺遂 孟真人沉声言道 图中尚算顺利 并未遇到什么意外 接到门中传书前十日 孟末已是寻得了 幻名妖祖臣民之地 不过此妖在四周 布下了血迹屏障 要想在不惊扰此妖的 情形下靠近 恐是并不容易 张言点头道 预料之中 与天轨不足对上之前 需得先除去这个隐患 孟真人道 可要门中诸也真人相助 张言摇头 妖祖神通 当可在那清大圣之上 此事 便不必再劳动各位真人 待我把此间知识 安排稳妥之后 便会亲自往那处一行 孟真人点了点头 将所有探明知识 交代清楚后 他站起身 打了一个击手 便就告辞退去 张言在殿中 思索片刻 对井游道 着暴行往小街一行 去把那人寻来 我要见一见他 井游弯腰一躬 小的这便去传命 小街炉室之内 方心岸正在吐纳调息 一头蓝与黄嘴的鹦鹉 正站在蓝甲之上 为他护法 为稳妥起见 这些时日 他都在小街内 老老实实的修行 很少外出 忽然 那鹦鹉变化为一个 妩媚女子 落了下来 警惕道 老爷 有人来了 方心岸十分小心 立刻自攻行之中 退了出来 过了有一会儿 门外有人出声道 方道友可在 方心岸听得出来 那是一名理性散修 修持之地 与他相隔不远 他应了一声 原来是李道友 他起的身来 先礼而出 到了外界 却发现并非对方是一人道来 旁边还站着一名 气度严谨的黑袍道人 望去 显然是一位原鹰真人 不由露出了一丝戒备之色 见他出来 那理性散修 对那道人打个道工 便就退下 方心岸目光看了过去 沉声问道 不知道有是哪一位 那道人上来一步 击手言道 方道友 我乃是名仓派杜真店主门下 傅宝星 假设有事 请你过去一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方心心头大震 但表面却是做出一副恶然之态 村家莫非说笑 张真人何等身份 哪会见在下一个散修 傅宝星笑了笑 假设确然非是要见你 而是要见一见一位故人 方心岸心中咯噔一下 这时 司马全的声音 在他脑海之中响起 徒儿 那位张真人 当已是知晓为师在此 既然未曾动手 想是另有目的 那便就前去一见 方心岸确实迟疑 可是恩师 那位张真人 很可能对你不利 司马全道 以这位张真人的手段 想灭我师徒二人 也只在反掌之间 徒儿不必动其余念头了 老老实实 随其去便是了 方心岸也知 对方既然来寻他 那么 必是有后手准备 不怕自己逃了 吸了口气 拱手道 方某 这便随副道长前去 副宝星打了个击手 神情合跃道 如此甚好 方道友安心就是 此行对你 和你身后那位 有利无弊 他把衣袖一甩 迎到刚锋平底而起 就将自己与方心岸卷住 化为一道光滑 便就出的小剑 往天中高处顿走 傅宝星带着方心岸 行至浮游天宫之上 到了杜真大殿外 将之放了下来 沿道 司马真人 家世便在殿中 一道阴风刮过 渐渐游须转时 司马全便自内线伸出来 方心岸自九州到此 已是头回见的司马全真身 立刻见了一道 恩师 司马全点点头 徒儿 你在此处等着九州 方心岸道了声势 司马全看了傅宝星一眼 后者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他便举步跨入内 道德大殿之上 他也抬头 并且张眼蹲坐在扑团之上 单只一眼看去 就觉身心晃动 好似要散去一般 他大吃一惊 赶忙运转法力 将身心稳住 而后打个击手 垂手道 张真人有礼 张眼点头笑道 司马真人有礼了 他对着前方一伸手 真人请 司马全犹豫了一下 才来着张眼下手 刻位置上坐下 井游走了过来 将两盏茶摆在他身前 按戟之上 张眼伸手拿起 与待身意道 此茶乃是此季之中栽种 与九州鲜茶相比 别有一番滋味 司马真人 不妨品上一品 司马全拿起茶盏 品了一口 这一饮下 顿觉一股 凉浅浅的清流 涌便上下 本是虚幻不定的身形 稳固了不少 他闭目稍作调息 片刻之后 又一睁目 赞道 好茶 又往外看了看 微想贵派如此之快 便就在这方天底之中 站住了脚 说来 到了此界之中 在下还未曾出去走动过 张眼笑了笑 把袖一抖 整个大殿仿色 骤然不尽 可见下方 汹涌海水 和远处若隐若现的 周禄山巒 他道 此界贫道取名山海 不过 这方天底虽好 敌手 也是一样不少 司马圈望去一眼 山海之名 恰应其景 他又品了一口清茶 放下茶盏 抬目看来 问道 真人把在下寻来 可是有什么事 关照吗 张眼笑了笑 确有一事 唯有司马真人出灭 最是何事 司马圈知晓 自己若是对各派无用 怕是早被拉出来打杀了 根本没有端架子的本钱 敢请真人 告知详情 在下若能出力 必不推辞 张眼一抬手 那山海界渔土 便漂浮在二人脚下 他指着西空绝遇到 这处地界之上 由于明幻天鬼的势力 非同小可 乃是我九十个派的劲敌 我需司马真人王此处一行 打探其虚实根底 若能暗中分化瓦解 那是最好 司马圈考虑了一下 此事 在下硬了 这事 是容不得他拒绝 至于此界具体详情 对于天魔来说 想要得知什么 只需要随意分化几个分身 就能弄个明白 张眼合手道 司马真人若有所求 尽可开口言语 司马全考虑了一会儿 我去祭练几件法宝 张眼笑道 此事应该 刀友若要什么 只需观照一生便可 自会有人送来 司马全道 还有一事 我那徒儿就先留在贵派这处修行了 张眼点头道 道友那徒儿原本是南华派弟子 所修功法更是玄门正宗 贫道可送他去清语门中 请陶真人指点于他 不会荒书了修行 司马全怎会补知清语门中 有不少功法与南华派是同出一员 把这名弟子放在此派之中 却是最好的选择 棘手道 那便谢过真人了 张眼目光一转 仅由会议走上前来 拿出了一张旗书 摆在了暗戟之上 司马全未曾游移 一直点去 一缕本云之气 已是留在了其中 随后道 待在下练成法宝之后 便就立刻启程董神 不会耽搁许久 张眼笑道 司马道友却无需如此急切 西空绝育 据我之处甚远 无论是此被袭来 或是窝灯打了过去 皆去一定时日准备 此时不求快 越是稳妥越好 司马全新年夜转道 在下明白了 张眼微微一笑 如今宇文道友 承见了民权宗掌门之位 道友若能为我九州各派 立得大功 平道可设法说何 令你重归民权门下 司马逊闻听此言 也是动容 陈生问道 当真 成为天魔之后 他也曾想着 要重归宗门 只是后来 未曾如愿罢了 不但如此 他也担心张眼会过河拆桥 等灭去天鬼之后 回头再将他打杀了 可要是能回去山门 那便不同了 不但性命可保 传承可留 也再无人会来喊打喊杀 张眼神情认真道 自是不假 司马道友 你虽是天魔之身 但关你过去所作所为 与那些毫无理智可言的魔物不同 而我辈 自九州跨越虚空而来 只为了再开一品天地 为此 连玄陵两家故往恩怨 都可放下 又岂会容不下道友义人 司马逊起的身来 正中一礼道 多谢真人信任 那在下 这便前去准备了 张眼一抖秀 置了一物过来 此时一座惊设 内有三瓶炼破水 可说道友提升攻刑 司马逊接过之后 再是一礼 就转身出殿了 井游道 老爷不忌讳他乃天魔之身吗 张眼淡笑道 当年西州修士东渡 连玄阴天魔都被灭尽 害怕他一个天魔不成 何况司马逊 并不是真正魔头 行事仍有许多顾忌 否则凭他手段 便是奈何不了各派真人 也足可以把天下 弄得动荡不安 在顿行将近三月之后 山阳市派遣出来的使团 此时终是到了 寒域海州之外 深邀背上宫阙之内 一名族人走了过来 弯腰沿道 坐牢 山离贵人 前面便是原先面名是祖地 再有几日就可到的那处了 竹池道 已是到了吗 他放下手中博书 对山离清道 随我出去看看 山离清笑道 也好 整日坐在这公馆之中 也是气闷的紧 便随足佬出去转上一圈 两人离析而起 往外间走来 而在他们身后 有许多赤着上身的下部之名 各自拖着城放鲜果美酒的盘盏 小心跟随着 竹池走了过来 望着远处山川 可惜了 若不是当年族中各部内斗不止 无力支援我山阳市 说不定这处地界 已然归我所有了 又哪里轮得到哪些鸟妖 山离清也是在旁附和 可惜心下却是不以为然 当年便是山阳市 与连心蝶联手 也不见得能压下灭明市 更休说那幻眠妖族 还在地下长眠 天鬼族 哪里可能会为了一个 已然迁徙出去数千载的部族 得罪这等大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不知望了望四周 却发现一路过来安稳一长 居然没有撞上任何血气屏障 差异道 天外修士占据此处地界 居然不曾设下任何手谕之法吗 山离青随手摘了一枚鲜果送入嘴中 笑道 听闻这些天外修士不修气血 自也不会布置气血屏障 竹尺目光忽然注意到 一道冲入云霄的光亮 奇怪道 那是何物 山离青看了过去 许是那些天外修士的布置 竹尺道 过去瞧上一眼便知 他一声令响 在上百名下意驱使之下 那双手伸摇 把身躯转过一点 就往那处行去 靠近一些 他们终是看清了 下方是一处岛洲 而在山梁之上 修筑有一座 高有千丈的玉石大台 那灵光正是从上迸发而出 不但如此 这光滑家方圆万里 都是笼罩在内 山离青道 果然是类似气血屏障之物 坐牢 可否要绕了过去 竹尺想了想 冷声道 撞了过去 山离青一正 随即醒悟过来 这确实给天外修士 一个好看 这处便是撞破了 头回告歉一声 其也见得为这点小事 与他们这些远道而来的 使者翻脸 便对那些驱使 神妖的苦义喝道 等什么 未听见祖老说什么吗 给我撞了上去 那些苦义不敢不听 欲使着神妖 往那灵光冲去 不过时来呼吸之后 轰隆一声大响 声声撞在了那 进阵光滑之上 只是二人出乎意料 这层光杖 居然纹丝不动 实则这进阵本身 就是为了防备 鼓妖大圣 这等妖物而不防的 哪里是这么容易 就可以破开的 朱尺神情一沉 感觉面子上 有些挂不住 喝道 给我再撞 而在下方 法滩遭受侵袭 看守此处的修士 也被惊动 一道的顿光 飞入天穷 才发现是有外敌进犯 此会出来搜寻宝材的 不仅是明苍白石大弟子 亦有各派修士 而修主一处法坛 却是少卿与离山两派弟子 一名离山派的女弟子 有些慌张 好大的妖鸟 各位师兄 我能可要用云金盾回去吗 一名少卿弟子言道 慢来 我出门是门中 刺下了一张挪转服录 再借法坛支柱 可请那门中真人前来 那女弟子一听 写道 那就拜托师兄了 那名少卿将一枚俘虏取出 而后往法坛之上一抛 骤然间 法坛中积蓄下来的灵机 似被惊吞一般吸去 过去片刻 那灵宫之中 却有一名棱角分明 鼻梁高铁的轻薄道人 走了出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中 目露冷芒 整个人已是深河见光 冲去天中 与此同时 竹斥 山离青二人 并见一道好似能 劈裂天地 剑光升起 冲着他们 斩了下来 不好 两人不仅色变 他们皆能感觉到 那光芒之中 似隐含着一股 斩面一切生机的威能 急忙把身躯 化作虚影 向着两旁挪闪 下一刻 随着一道剑光横过 这一头神窑 已是被从头至尾 斩成两半 山羊氏 本是天鬼也知 无论身份高低贵贱 每一人天生 都能有始化虚 而血气越是充盈 这门神通 所能动用的次数 便就越多 能够延续的时间 也是越长 正是凭借了 这门血气神通 山羊氏 才能与灭明鸟 连心蝶两族的 对抗之中 不落下风 那剑光披下来时 山羊氏族人 都是本能的股东气血 傻实 身化虚无 大部分人 都是得以侥幸 躲了过去 竹斥和山离青二人 从未想过 立刻与九州修士开战 只是想着 撞散了这团光照 从而展示几方能耐 如此 好在接下来谈判之中 占得有利地位 可万万没想到 此事没有做成不说 这些天外修士的反击 来得奇快无比 且还异常激烈 竹斥见来人 斩杀神窑之后 病死不准备停手 剑光又在扬起 立刻喊道 住手 我等乃是山羊氏 出使此方的使者 方才知事 只是误会而已 徐怀英一脸冷然 根本不去听他在说什么 转过一剑 就冲着他斩了过来 竹斥脸色再变 不过 自是转入虚形之中后 再也不惧外力侵袭 故而不闪不闭 然而绍经剑法 若是只能斩杀有形之物 那又如何对付得了 往日那些魔宗修士 当见天穷之中的剑光略过 竹斥的身躯已是被一斩两断 山离亲大害 祖劳 竹斥虽只剩下半个身躯 但诡异的是 他却并未因此呼痛 也没有半滴鲜血流淌出来 只是一晃 顿又复原 不过比之原先 身形看去倒是淡薄了几分 脸色也变得十分之差 似未曾想到 自己那入虚之体 也能被那剑光斩到 杨衍生方才也是躲过了剑光斩杀 此刻也是真话虚无 飘在半空之中 一见这等情形 心下一阵惊呼 逐步的魂通之法 他不禁露出了羡慕之色 这等气血神通已诞生出 那身上便再无明显弱点 无论被断去哪一处 都能立刻长了出来 而这是上六部之人 才能得到的本事 死他这等下不见明 除了少数得了天卷之人 就是气血再次冲撞 所得来的神通也是低劣 完全无法与上部相比 不过他并不知晓 此时竹斥其实并不好过 那一届不但将他身去展开 还截杀去了他许多本源精气 再加上魂通之术 同样也需要耗损本源 只方才那一击 至少带去了他百数年的寿数 要是本源耗损过多 他就再也无法转回石曲 便是能活着 也永远只能当一个虚影 纵然可令他人看到 可与现实之人 再也无法有任何的交集了 熏怀英 见一击没有杀死对手 眼神之中没有任何变化 既见而起 又是一道剑斩来 主持又惊又怒 大声喊道 我乃山羊上六部足牢 身份贵重 尊家如此多多相逼 莫非要与我山羊是开战不成 奈何 无论他说什么 熏怀英都是一概不做理会 只把飞剑往他身上招呼 主持剑无法说通 只能试图退走 然而那剑光迅快异常 无论他躲去哪里 却是被在极短时间之内追上 在接连披展之下 身躯也渐渐变得飘忽起来 山离经看着不妙 他可不似主持这位祖老 有着比你鼓要大胜的神通手段 想要帮忙也无从帮起 是以一扭头 干脆利索地抛下所有人 一个人往远处奔逃 他这一带头 人心顿时乱了 除了一些死忠之人还不肯走 大多数人也都是四散逃去 不过那些贱奴可就可悲许多 其等身上遭打下过铁火烙痕 主人一死 他们也是一样跟着丢掉性命 想走也是不能 杨衍生只是下意 无有烙痕在身 但他并未退走 而是一瞬不瞬地看着 眼中既有震撼又有兴奋 以往在他面前高不可攀的祖佬 陷下却如此狼狈 这等事他想也不敢想 听说这些天外修是不修气血 而是行的另一种法门 我若能学的成就一身本事 就不必再受足归拘束了 片刻场上 赤竹物越逗越是心慌 他自知 若是再挨得十来剑 那便要死在了此处了 他脸上一阵抽搐 露出几分猙獰之色 喝道 既然尊家不愿收手 那也怪不得我了 他还有一门神通 名为内夺 此处并是上六步中 也只有寥寥几人会识 可在话虚之际 冲入对方身躯之中 然后将其血肉夺来 非但如此 敌手生前具备的神通手段 也有一定可能获得 他眼中光芒大圣 双手抱息 把身躯一个蜷缩 骤人化为一岛虚烟 顶着那屁来的剑光 以极肘之速 往循环英身躯之中 钻入进去 然而一岛里接 他睁眼看去 所见得的不是什么血肉之躯 唯有一片茫茫剑光 顿之不妥 大海之下急于挣扎 然而此时已是无用 四面剑气上了一脚 顿时就将他彻底杀散 循环英把剑光一收 立在天中 他这举身躯不过是法相所画 真正肉身不在此处 竹翅敢这么闯入进来 无疑是自倒死地 下方绍金弟子 这是一个个顿了上来 宫身建了一道 见过真人 循环英言道 把陶顿之人都抓了回来 一个也不要漏过了 这些少亲弟子急声应试 杀时 时遇到剑光纵举各方 半个时辰之后 此处发生之事 便通过飞剑传书 送入了浮游天宫之中 张眼收到这消息之后 思寸片刻道 这么说来 来者是山阳市的使者了 景优问道 老爷 可邀请寻真人 过来问上一问 张眼一摆袖 诞声道 无妨 杀便杀了 非是什么大事 山阳市 应是天鬼部族 故意安排在北天寒冤的 一枚棋子 各部既然也是定下 攻打天鬼部族之策 那么与其注定无法和解 险下翻脸 虽是早了一些 但对大局却无妨碍 他稍作沉吟 又问道 那些捉来之人 陷在何处 景优道 已是暂且压在了海珠之中 张眼言道 将这些人送去周宣处 他当时该如何处置 景优点头应试 攻身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 争锋 张眼目光往对面 贡甲之上一望 伸出手去一抓 一枚血液 便在上方飞来 落入他手心之中 这血液之内 一团赤焰流光 转动之间 便伸出一道道 轩利光芒 在大殿之内来回闪烁 而在里间 似有一头雏鸟 在那其中振翅舞动 此玉是青大圣 从那处堆积如山的 血石中寻来 乃是一件天生地长的宝物 那些血石 本来只是寻常于石 然在此物数千上万年的 不断的轻润之下 竟是陆续转换了本质 他很清楚 这般罕见的天才地宝 若是用心加以祭炼 有极大可能成的一件质宝 甚至炼成一门振派法宝 也不无可能 对他而言 法宝效用如何 都尚在其次 关键是此物能够寄托悬术 以凡退休士之力 要演化出一道悬术 至少也需数十上百年 甚至还要画出自身本源精气 代价着实不小 人节之中 两家所用悬术 有不少都是先被前人所留 几位掌门自家运转出来的 只是其中少数 而天鬼再如何了得 只需要数个悬术下去 就足以把除妖座之外的 大半金怪妖物灭杀干净了 但西空绝育 为是太过广大 悬术也未必能够完全遮盖住 到时候也只能针对几个主要地界出手 故需要司马权先把七灯底下打探清楚 若是这一切都是顺利 那么余下之事便就简单了 由他与两位掌门挡住妖族 各派真人再去清剿分散在绝月的天鬼不足 如此便就以最快的速度 父王慈悲 不过为了减少自身伤亡 张言也不单单是做了这一手准备 他把血玉收好之后 心念一动 灵光一闪之间 便也来到了下方碧白山中 这时 山梁之上有一株青莲冒了出来 自立站出一面老者 正是那曲莲大盛 学着九州礼数攻身一击倒 赏真 张言对他一点头 就往碎洞之内走入 大约摆不之后 到的一个巨大洞窟之内 此处满地火芒 熔岩滚滚 热力逼人 晃荡赤光 硬眉照眼 此时之前他也大法力牵引地火 临时开辟出来的一处地火天炉 此时此刻 温青巷 东锦子 陶真红 韩仔阳 吕军阳 宁冲玄 庞云朗 武威义等八名洞天真人 正围坐在四周 似在运转法力 祭练什么物事 众真简单进来 都是起身见礼 张言点头至礼之后 看去陶真人处 问道 陶长们 那些妖狮可能用否 陶真人打个击手 回言道 那些尸海虽是气血干枯 但还有一点灵光不灭 虽然无法再得复生 但并未完全断绝生机 乃是上家宝财 张言点了脸头 他这是准备集合那诸多妖武师身 炼造出一头如劫妖一般的凶物 用来对抗即将作为敌手的天鬼不足 往那炉中看了一眼 问道 陶真人以为 需要多久方能将此物祭练出来 陶真人想立想 有诸位真人相助 白载之内当能得逞 寒与海州 某一处岛屿之内 正困困着此行捉来的山羊市使团 杨衍生此时 被关押在一处地底石牢之内 他被少卿递在捉回去时 并未有多少反抗 故而 不似使团中其他人一般 被身上下了禁止 他曾试图变化虚深 看能否从此处钻了出去 此举倒也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想试试这些天外修饰的手段 但是最后发现 自己好似被一层无形屏障组住 这使得他惊奇的同时 更为可怕能学到这般法门 三天之后 他便换到一名轻袍修饰面前 杨衍生按照看来的礼节 对着那轻袍修饰行李里 倒也是像模像样 那个轻袍修饰有些讶异 随即一笑道 有趣 有趣 这几日来 他见了许多山羊市使团中人 可凡是被问道话的 要么战战兢兢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要么满脸愤恨 死不开口 对于这般人 他也是懒得理会 都是直接挣在了一边 到时请到邻门弟子过来 一并拷问神魂便可 他问道 你叫何明 什么年纪 又是山羊市 哪个部族的 杨衍生如实回答 而下来几个问题 他也是异常配合 问到什么便说什么 并无一点隐瞒 不过他毕竟只是一个下部之民 所知有限 可便是如此 那青袍修士也十分满意了 最后一挥手 带下去吧 莫要磕戴了 杨衍生这时 却是站住不走 他咬了咬牙 弓身道 告示 小人想在贵方这处学法 不知贵方可否接纳 那青袍修士有些诧异 你是说 想投败到我九州门下 杨衍生认真点头 目光中满是恳切 那青袍修士 仔细看了看他 忽然一笑道 此事我做不了主 就带你去见野人 成与不成 全看这一位了 说完 便一甩袍袖 将他卷了过来 向外顿走 杨衍生 先是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等清醒过来之后 发现自己 已是来自了一处 卢舍门前 那青袍修士官找到 你在此等着 杨衍生点头 规规矩矩地立在外接 过不一会儿 那青袍修士 就又走了过来 对他言道 进去吧 杨衍生 怀着忐忑之心 往里步入 周轩此刻 正作与案解之后 翻看山羊使团 此回带来的 简读书册 与寻常妖物不同 山羊市 却是有自家文字的 而这其中 往往蕴含着 有用的信息 这时 外见有脚步声传来 他并不抬头 继续翻动着 那些简读 问道 便是你想要 投拜我九州门下 杨衍生回道 是 周轩将简读一丢 木柱过来 问道 你是山羊市族人 也不是那等 打伤落痕的奴仆 为何要入我门下 杨衍生 攥紧了拳头 小人是山羊市族人 但在上六部眼中 却也只是一个 下不见谜 小人不想再当谜谜 周轩能看得出来 这少年背后有故事 不过 他并不想去深究 看了他一会儿 说道 贫道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杨衍生也呆 他未想到这般容易 周轩抛去一枚领符道 你拿此符 往洞而去 寻到一个群鸟 七居的所在 自有人会来 传授你修炼之法 杨衍生一把接过 紧紧拿在手中 弓身败下 多谢上针 周轩对他挥了挥手 杨衍生再败了一败 强忍着心中激动 退出了卢社 周轩并未将此事 放在心上 继续翻看着剪毒 这时 一名在旁服侍的弟子言道 恩师 当真让他投到 我九州门下吗 周轩道 那是自然 那弟子游已道 这人可是山羊市中人 周轩动作一顿 望了过来 你认为 我等该如何对他 那弟子不假思索道 既为敌对 那便全杀了就是 如此 可以不留后患 周轩摇头失笑 你想得太过简单了 若是天下生灵 都与我作对 那便全杀了不成 到时 谁来为你采设外药 谁来为你耕种五谷 谁来为你制造锦绣华衣 谁人来为你驾驭车马 谁人来为你打造公管楼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是到了高深境界 只一口灵气在身 便可自用自足 对这些东西 他们也是可有可无 若是兴致起来 以法力神通变化即可 但第一杯弟子确实不同 一样需要吃穿用度 需要华宅美衣 这些都无法凭空得来 在九州之时 第一杯弟子所需 有些是下国主动供奉 有些是修饰自己族中之应 还有一些 则是由师门给予 那弟子一正 若有所思的 恩师是要把这山阳室中人 化归我用 周轩意味深长道 山阳室中 只有上六部称得上是贵部 而下三十六部 不过都是些贱民 上来便一无所有 而这等尊卑规矩 却是从西空绝约的 天鬼部族中学来 我若是能给他们 一个翻身机会 你说他们会如何选择 那弟子恍然 佩服他 恩师计谋深远 弟子于鲁 方才明白此中深意 周轩摇了摇头 略带几分自嘲道 我一时也只能动得 这些心思了 若不是此生已然大道无望 又何必来寻思这些 这时 门外又进来一名修士 支离道 真人 山离青求见 周轩呕了一声 坐镇身躯 换他进来 片刻之后 山离青走了进来 不过脸色却不太好看 周轩笑道 傅氏可是想清楚了 山离青苦笑道 贵方既有密法死我实意 那为何非要逼在下亲自写下呢 周轩笑着道 傅氏当知道是其中的不同 山离青很是无奈 贪口气道 道笔 周轩试验了一下 自有弟子将道笔与古板奉上 山离青接过之后 咬牙将自己所知密文 都是一桩桩一件件刻画下来 待写完之后 整个人似被抽去了惊气神 变得颓败许多 周轩拿过一看 点了点头 命人将之收好 又道 还有一事 你山阳部 当还不知此间之事 倒有可能设法 拖延其察觉时日 山离青愁愁了一下 主持方式正式 与部族传书 须得以他气血为一 在下至多只能拖延半载时日 在场也无用处 族中必是起 周轩道 半载嘛 虽是不长 但也够了 山离道友 经历而为就是 就在明仓门下修士 处置山阳市一众使者之时 张也却是离了浮游天宫 独自一人往西南方向而去 此次出行 他设为除灭幻名妖族这个隐患 他望天宗灭明妖星望了一眼 从曲连大圣处得知 山海界中妖魔都有各自对应的天星 不足若望 则星光明胜 不足若亡 则星光暗若 若是足灭 则地露之上 再也见不得其星光亮 灭明妖星眼下虽是暗淡 但仍有一缕精芒在阴阴闪动 似乎随时可能再度焕发光彩 那是因为 幻名妖族仍在世上 其与自家后辈族人 有心下联系 灭明不此番受截 则随时有可能从长明之中醒了过来 只一头妖族 九州各派并不惧怕 不过 若是其与别处势力勾结到了一处 例如山阳市 或是天鬼 这等大不足 那便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 古越早了结 越是稳妥 出得韩裕海州之后 他拿动一个法诀 杀时顿破虚空 来这一处震盘之上 此时孟哲仁前回探查之时 在途中留有挪顿法器 以方便后人来此 张言此刻 只是借了这处震盘感应灵机 并未借其赶路 这件法器还承受不住 他与玄武合在一处的契机重压 在连续顿行有半日后 终到的地界 面前是一片相当于三分之一 韩裕海州大小的广阔地路 可以看得出来 这非是自然造化 而是有人以大神通字别处挪来 再合聚到了一处 在他眼中 这一处地路 都是沐浴在一片血红光滑之中 此时幻名妖族 留在此地的气血屏障 要想找出这头妖族 则必须打破这层层屏障 但如此一来 便会将其彻底惊动 这一片气血屏障 极为广大 如在此处布置下阵法 索浩宝才 足够建立数座山门大阵了 为一头妖族 却不值得 不过 这头大妖 既在沉眠之中 这处优势又怎能不设法利用 在观察了一会之后 他便坐下条膝 未有多久 此前浩雀的法力 已是恢复完满 他一翻掌 将龙魂惊魄拿了出来 此屋在九州之中 能御动四海之水 但放在山海界中 因契机不合 作用便就无有那般大了 不过此灰将之邪了过来 却非是用来御动海水 而是为了方便 驾驭寒渊重水 他把法力往里注入 片个之后 身上有雷光缭绕 却使悬门洞天之门打开 内中寒渊重水冲涌出来 并化作一道河流 盘旋绕转 随着龙魂惊魄之中 光滑亮起 即便分散开来 化作一滴滴重水 浮上天穷 很快目入云层之中 再越升越高 很快越过了气血屏障 到了虚天之上 布置好磁水之后 他一抖袖 自圆处站了起来 而后默默运转法力 随着他气机凝聚 脚下地露 竟然隐隐震动了起来 而后一股宏大气息 随之压下 穷顶之上云层荡开 露出亘古虚天 北天寒渊之上 海浪翻涌 方圆数十万里内的岛屿 纷纷塌裂 再被汹涌浪头淹没吞下 而那一层层气血屏障 晃动不已 看去 就如风中残竹 仿似立刻就要破三岁去 如此惊人的气势 在周禄之下的幻名沉眠 似也有被惊醒的迹象 张眼兹不会带起醒来 此刻 法力积雪到了极处 便大喝一声 轰然向着前方地陆打出了一拳 张眼这一拳打下去 面前地陆轰然坍塌 一万千海水凭空消失 这么大的动静 也是惊动 北天寒渊之上诸多腰部 山阳室内 树章古怪林孔 自山岳呼和之中升起 出去地渊之外 静一不定的看着东南方向 如何一回事 这般声势可是妖祖斗战吗 那个方向 那处是幻名妖祖陈眠之地 应是那天外修士找到了他 这几名山阳士长老 各是暗星经 一方妖祖可是不同 乃是一脉族传之源头 清英大圣就是修成了二十四亿 也不见得能与之比肩 没想到这些天外修士 竟然敢主动找上门去 酋长老沉默了一会儿 猜到 只如此看 我等对这些天外修士 还是大大低估了 竹翅也该是到韩御海州了吧 另一名长老道 如无意外 应是到了 酋长老道 竹翅族老 前些时事传说来说 此辈迟早要赌我部族之地 要我与祖部早早联络 诸位认为不妥 不过 既若能对敌妖族 那就绝非我山阳士一步可挡 为我上下百万部众的安危考虑 看来 还需要请得祖部出力向远 山阳士把赤族算在内 也不过八明族老 其能也不过是与妖圣相当 虽其族中也不是无有妖族这等层次的大能 不过其人却是在天鬼祖部之中 若是他们遇得灭族之位 也不可能赶过来相远 当真要请祖部帮衬吗 不少长老不禁犹豫了起来 当年山阳士奉命来自北天寒冤之内 为的就是天鬼部族将来方便入主此州 可数千年下来 他们也算打开了一片不大不小的局面 而一方出后做久了 自然也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不愿再受人所致 恰巧的是 天鬼祖部因内斗激烈 无力向外扩张 似乎也把他们遗忘了 是以他们也乐得装聋作哑 可要是当真遇到无法抵御的大敌 他们也不得不考虑 请动祖部之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盗争锋 酋长老道 诸位 不过是怕祖部来人夺取权位 不过我布下这子民 在窝登统域之下 以历数千载 哪里是说夺就能夺去的 而有老祖在上 也不用怕他们用墙 有一名祖佬担忧道 就怕祖部来人 不肯真心为我处理 酋长老冷笑一声 要是换作对手是灭民事 祖部或许不会过问 可是这些大爹来自天外 与祖部大计有碍 那些老鬼 绝不会置之不理 他这番话 终于说服了其余坐牢 几人在一处商量了一阵之后 又有一名坐牢严导 可传书主长老 尽量拖延时日 那些天外来人 无论提什么条件 都可暂且先答应下来 等祖部来人之后 便也无需惧怕了 寒与海舟之外 那幻名妖祖已是彻底惊醒过来 一股血气 自地下身处冲腾而起 轰隆一声 恍若地火喷腾 无数灰尘碎石 一起涌了上来 在天穷之中 渐渐凝化为了一头巨鸟形状 其背后辉扬出二十四只翅翼 与此同时 天穷猛然一暗 日月之光紧接退去 张眼抬目看去 这一头鸟腰 与之前见过的山海界妖魔 大为不同 并是青大圣 也有血肉筋骨 而此腰身躯 几乎就是血气所化 这一瞬间 他心中微一动 似是想到了什么 但眼下 却不是深究之时 趁着其身形 未曾完全汇集过来 又是一拳打了上去 他知晓命名鸟族中 有九死之变 变轻大圣 也已炼着肉身不坏之地 更不用说这位妖祖了 眼下恭喜 并不指望能将之重创 不过是为了抢占一个先手 身躯魄散 纵使妖祖也仍需重聚 这等时候 等若失去了斗战之能 若是顺利 就将其牢牢压制住 果然 天中幻名妖祖挨此一击 还未完全聚集起来 一道身形 又被生生轰暴 然身躯虽散 那一十二对血雨 却不受半分影响 一对对笼合山洞 这一瞬间 竟生出了一股妖异的美感 而后 就有一层层气血屏障 生了出来 竟是将如朝永来的攻势 全数挡下 不但如此 天中血气一滚 同时有十数神通生出 漫天乱红 彩线喷霞 齐落下来 张眼冷眼看着他 他副手站在那处 却是毫无躲闪之意 他脚下所踏玄武 阳首一吼 就由万道巡水 攀升而起 化作了一圈水壁 将落来的神通 据是抵御在外 张眼看着那 飘来荡去的气血羽翼 微微眯眼 幻名妖祖显然也是脱离了寻常妖魔的苛旧 那每一丝每一缕血气都可视作极致所在 到了这一步 其实完全已经不需要身形躯体了 妖祖究竟有何能耐 东方国中几乎无有什么记载 灭明世中更无只言片语 今次他也是头回见识道 这眼下来看 要克敌制胜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把对方血气耗尽 二来 便是如对付清大圣那般 将其神魂夺去 不过他考虑到将来当会与天鬼对上 势必也会和这等层次的大敌交锋 竟然难得有机会 他倒是有心观察下其神通手段 并不想立刻出动杀招 上回与清大圣斗战 他只一人对敌 而此刻有玄武在旁护持 完全不必去担心敌方 只管全力出手便可 天敌之中连续爆发轰鸣之声 在他连连出拳轰击之下 不断将幻名妖左身却打散 只是这等大妖 只要有一片羽衣赏在 就可继续挥洒神通 至场面之上看去 双方倒是斗得 颇有些势均力敌的味道 在斗有数十呼吸之后 张眼目光微微闪动 渐渐察觉到 这头妖族与其声明完全不符 不论是使动神通 还是在做出其余举动之时 都是显得呆板无比 更休说什么战术策略了 尤其是那每一次恭喜之中 其都是使动权力 不留半分余地 这完全是在凭借本能形式 毫无灵晦可言 看去像野兽多过妖魔 纵然气血之力庞大 可对他造成的威胁 确实不大 甚至连轻打胜也比不过 他更能察觉到 在攻守来回之中 对面那庞大气血机会 每过一回合 都要被耗去一些 照这般情形来看 他若是有足够的耐心 就是一拳拳打下去 也能将之耗死了 他知道这其中必有缘故 心下一起义 不再出手 任得玄武手遇自己 退后几步 法力一转 背后焰火飞腾 那魔像渐渐凝聚出来 而后其睁目一瞧 顿时将那团气血之中的内情 看得清清楚楚 不觉寸道 果然如此 不知何故 这幻灭妖族的身魂 居然是残破无比 显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使得其灵智受损 他心下判断 灭明史中 并无这位妖族与人交手 受创的记载 这很可能是其试图 撞破天地官司 所造成的恶果 其陷入沉眠之中 或许是在慢慢恢复 张掩原本是想将对方彻底铲除 免去一个大患 可知晓此事之后 确实改变了主意 妖族乃是此件妖物 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其本身就蕴藏有许多 可以探究的隐秘 若能擒桌回去 将这设法设为己用 那么极有可能成为 九州修士手中的一件 征伐利器 便不能如此 也可用来计恋法宝 或是劣质丹药 但要做到这一点 只他一人还无法做到 好在眼下还有玄武在旁 大可以世上一世 由此念头之后 他与这都神兽 神意沟通片刻 便就决定动手 他总身一跃 跃进了天穷之中 而后一拳对着下方砸落 此一击是他全力出手 百万里之内 都是地动山摇 掀起了滔天海啸 幻名妖祖在如此距离之下 再也不能维持自身形状 顿时爆散为大团血气 连带这一片水域 都是化为了血海 但只是一眨眼间 却又似要重新聚拢起来 张眼一声大喝 将浑身法力一个运转 身却之外 顿时产生了一股 莫大的吸扯之力 幻名妖祖少了许多灵慧 硬辩之上 此也是慢了许多 被这距离一扯 那庞大气血 顿时骑往他所在之地靠去 本来蔓延数万里的血气 只煞时间 就被吸纳了方圆十数里之内 不过距离变得短暂 身形合逐之后 自然也变得更为迅快 眼看着其在被托动之时 身躯 头颅 异赤 唯语 逐一闲化而出 但在这个时候 天中有沉闷响声传来 却是含冤重水 自天外砸落 此回并不是分散而来 却是汇聚成为一道奔腾长河 落着那血气之中后 水浪盘旋转动 此水质重无比 此刻旋动起来 妖族也承受不住 身躯再度被绞得粉碎 并是十二对赤翼 也被绞得一团稀烂 玄武这时 发出一声震天吼声 四足踏波 杀时 身化千丈 张开锯口 身身一息 轰隆一声 竟将所有血气 都是吞入了进去 便见其整个身躯 贬成了血红之色 似那幻名妖族 不甘受困 要从中跑了出来 张眼这时落了下来 伸手往其背上一按 两人合力之下 顿时将那血气 镇压了下去 好一会儿 他才把手收回 严道 有劳倒有了 玄武器神医回应一声 便就闭上双目 趴下不动 连背上蛇手 也是盘卷折伏了起来 此举 只是暂时将其封建住了 在此期间 这头神兽自身之力 全数用来镇压此腰 却也无法与人对敌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张眼一谈指 一道飞书飞去寒与海州 随后在玄武背上盘膝坐下 玄武要全力镇压幻名妖族 无法靠自己顿性回去 而他也要在旁看顾 防备幻名妖族逃脱出来 这便需用门中之力相助了 他握动龙魂惊魄 身上有细碎雷光一闪 却是小戒之门动开 将方才放出的寒冤重水 又都收了回来 做完此事之后 他在这位布下书百面镇齐 而后自袖中飘出了 一缕紫青灵机 往眉心之中飘入进去 各派洞天真人所的灵机 多是靠晴悦两位掌门赐下 而他不同 身具力道六转修为 自可轻去天外彩射 随着他逐渐炼化去这一缕契机 已是能清楚地感觉到 距离破开第八重战关的时日 当时不远了 在此处修炼有三月之后 呼赶在极远之处 正有数道契机朝着此处过来 他知道 自己与幻名妖族的斗战动静 当会引来北天寒韵之中一些土著生灵注意 不过只要来者不破开阵旗 便也无需去理会 十数万里外 正有三只彩蝶往此处飞来 翅翼扑扇顿形之际 身形忽明忽暗 其后更是闪出灵光岛道 蝶身之上 则坐有三名身着彩妆的女子 左右两名女子皆做侍女打扮 肌肤白嫩 容貌甜美 而正中一女 二十血人 风容亮世 衣物华美 只是衣袖薄如蝉翼 其眼角之处涂抹着青色影妆 脸颊之上 绘着一团三色相间的彩花 乌发长垂着脚踝之处 看去记腰且媚 他本来神情宁静 可是忽然之间 却是感到一股 使人压抑无比的强横契机 不由一惊 竖起御手道 停下 三只大蝶一停 左侧那侍女问道 淑女 怎么了 那女子张望了两眼 神色严肃道 与幻名妖族斗战的那人 恐怕还未曾离去 那侍女眼前一亮 那说不定是受伤了 幻名妖族可是面名是血脉族员 身具无数神通 怕是无人可以毫无折损地败了她 居书女想了一想 有此可能 幻名妖族陈明之地 对于北天寒原的各大妖宝来说 并非是什么秘密 果然那日天中异象一出 她就知道 是有人惊动了这位妖族 只是 她心想有些疑惑 那激烈碰撞 只持续了百多兮 就平息下来 怎么看 也不像是分出胜负的样子 那侍女道 淑女 与幻名妖族交手之人 在那些天外修饰之中 身份定也尊贵 既然此行 要去与他们打交道 不如送一枚连食 那女子想了一想 既然到了此处 那便过去看上一看 只是 你等要小心 虽然她此行身负足命 要设法与这些天外修饰交好 但她对九州各派的了解 也仅限于传闻 究竟真是情况如何 却是无从得知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那女子催动身下大蝶 十分谨慎地 往那契约所在方向行去 这彩蝶又顿空神通 数个深深之后 就逐渐接近了原来 幻名妖族称眠之地 远见得 有一头半蛇半归的巨大妖物 趴伏在海上 只是古怪的是 其气急纯正也长 似与新天相合 毫无半分妖魔业类的晦气 而在此屋背上 却最后一名气宇宣昂的旋袍道人 气急宏大浩瀚 身上的庞大气血 更是直冲云霄 那女子心灵不已 她上前几步 行一个族中拜礼道 新蝶部于穷居 见过高士 张眼睁开双目 往天中瞧去 听闻此女自称 其当时来自于面名 山阳二世并称的新蝶部族 此部之中 皆是继父草木的妖物 因所记草木不同 部族之名也是各异 莲新蝶这一部族 多是寄缩在莲花之上 故才以此花名 作为部族首成 此部之名字诞生出来后 会有数度蜕变 到了三腿之后 自然而然接近先天灵长之下 除了眼瞳略与凡人有些不同外 其余皆是相似 三女所成做的彩蝶 实则便是其等数度退下的身躯 只是如人之衣物一般 可退了下来 亦可再度化入身躯之中 而这退衣只要有一句尚存 便是损身在外 族人也能贡献精血元气 使这再度转活了过来 这三女赶到她面前来 恐怕就是因为这能神通 给了她们底气 看有片刻之后 她点手道 原来是心蝶部族的道友 拼道 明苍百张眼 心蝶部族 在东皇百国及山阳史中 都安插有耳目 于穷居也是近日才收得消息 这些天外修士 似是来自不同势力 其中 明苍 少卿两家 最是强大 她听得张眼是来自明苍派 神情更是郑重了几分 又是一礼道 雄居此行 侍奉族中之命 前来拜访贵部 只是半途见得 沉眠万载的 幻眠妖祖四世醒来 唯恐与我不不利 过来此处查看 若有相扰 还望高氏勿怪 张眼笑了笑 我曾听取连大圣说起 新爹部族 是被灭明氏所逼迫 才不得不遁去了西地 于穷居亚然道 高氏与取连大圣有往来 张眼道 取连大圣被金英大圣 究竟数千载 此回父王灭明氏 也是将他解救了出来 现下正为我民舱派 看护山门 于穷居又惊又喜 惊的是 取连大圣居然也投靠了 这些天外修士 喜的是 新年部族 与这位取连大圣 颇有渊源 若是能利用起来 或许此行 能比想象之中更为顺利 他看了看四周 却并没有发现幻名妖祖 正想试着打听 忽见远处天中 有数十道顿光飞来 后方更有大团气光云雾跟随 望去声势极大 身情不由一锦 身旁两名侍女 也露出了警惕戒备之色 张眼笑言道 贵使勿惊 此时我民舱派中门人 得我之命来辞 于穷居这才放松 他一阵张望 见来人各个羽衣心惯 气宇不凡 身上并没有气血横溢之相 但偏偏气机极是强大 分明是另一种修炼之法 他对此十分感兴趣 心敌不足 不思面明事 又强横身躯 也无善扬事 又虚实变化之法 往往数十上百族人 合在一处 才有斗战之能 若此会能将正能法门 学的一些回去 不定可弥补自身不足 周勋子云头落下 来自张眼身前 棘手道 师叔 师之此会自云族主 调了一百六十位族人到此 相信合理之下 可把师叔与玄武真人 一同送了回去 张眼立即伸来 一百六十头云镜 倒是够了 你去观照其等 限下便可施法 周勋应了一声 便就下去安排了 那六十头云镜 此时来着玄武身侧 纷纷自口中 吐出一团团的云气 这些云雾很快 便融合到了一处 张眼转过目光 对于穷居延导 贵师不方与我等 一同回返汉与海州 于穷居一个拜礼 多谢高氏 这时 他犹豫了一下 终是忍不住问道 敢问高氏 不知那幻名妖族 去了何处 张眼诞生道 世上一再无幻名妖族 岩碧一斗一袍 一步踏入云雾之中 于穷居 尽管心下已有所准备 可是乍然听到这消息 仍是免不了一阵震动 直到侍女上来 拉了拉她一脚 才回过神来 她看着前方云雾 目中生出明亮光彩 走吧 但所有人都入了云雾之中后 百余头云京 一同施展 罗顿之术 众人只觉眼前一晃 就已出现在了 韩与海州之上 张眼吩咐周轩道 方才那三位 是新爹部所来的使者 此步 霍克以为盟友 你要好生招待 周轩躬身道 侍之领命 张眼行不出来 心意一转 变化清光 往浮游天宫盾去 到了杜真点前 却见陶真红后再拿出 问道 陶掌门可是有事 陶真红打了个鸡手道 听问真人情获里头妖族 特意来此 想要向盗友 讨要一些妖族器械 张眼一转念 问道 可谓祭连哪凶物 陶真人言道 正是为此 眼下所用宝材 多使妖魔尸骸 便能练了出来 或许 也与那脊妖一般 生起有所欠缺 可若得妖族器械 非但可以补上这个缺陷 不利还可试着 练出另一物来 说到这里 他送上了一幅图卷 请真人一贯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张眼将图卷接过 展开一看 剑旗上画了一个 无头无尾 四肢着地 身躯浑原的古怪之物 其浑身上下 坑坑洼洼 如同披了一层蝉衣 很是丑陋 便问道 这是何物 逃着人道 此物名为太囊 此图是从南华派中得来 得穿在上古西州悬油宫 当年此派有一位掌门 雄心勃勃 想要把天下一碗妖魔血流 融合一处 造出一头前所未有的胸腰来 此物并非谨慎拿来斗战 而是能为门下弟子 淡出以自身精血契合的妖物 张眼思索片刻道 这等设想倒是胆大 若真能做成 只需这一物尚在 就足以撑起一个大牌 陶真人点头赞同 又用略带惋惜的语气道 只可惜后来地根被绝 玄妖宫也是遭劫 西州东都之后 便被南华派替代了 后来真人 再无这等雄心魄力了 张眼一撕 言道 可按陶道有所言 便得了那妖左气血 怕也难以练造此物出来 陶真人打了个击手 陶某有自知之明 眼下功性不够 前人之法非我可以起急 但却可从中参见一二 转练另一物 若得成功 我九州修士 或许都可从中受益 杨艳生得了周轩指点 便身险领符 在海中摇周而行 韩玉海周与外海相比 浪潮相对平缓 但也时不时起得大浪 好在他这周船 也不是寻常之物 周身之上刻画尽致 这才未曾翻覆了 行渡六月之九 终于望见一处 有百鸟齐驱的海岛 他因那里的领符 频频颤动 只是眼前这处 就是拜师之地 不仅兴奋起来 拼命摇动船桨 只是过了一会儿 他才发现 无论如何操舟 都是无法往前进一步了 偌大的船只 在海面上不断打转 过来之时 那名轻衣修士 赠了他一枚玉剑 礼坚不是什么高深功法 而是关于修导人中的 一些常识 他猜测 这应是遇到了传闻之中的 禁阵阻隔 正在思索办法之时 头顶上却有声响传来道 这位大兄 怎么渡海而来 他抬头一看 却见一名美貌少女 骑乘百鸟之上 正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 忙以拱手 言道 在下杨燕生 是得了周振仁云准 前来此处拜师的 周振仁 拜师 那少女觉得有些疑惑 哥白虽也从九州 带了一些人种过来 但线下这等时候 多数人还在小戒指中 还未曾放了出来 于是认真瞧了他一眼 询问道 嗯 莫非道兄 你不是此戒生灵吗 杨燕生身份无法掩饰 他如实回道 正是 那少女兴致大气 那道兄是妖 还是一类金怪 杨燕生游移了一下 这个 在下应该是金怪吧 不知 可是有爱吗 少女嬉笑了一声 师兄多虑了 我清一门中 本家有不少是 一类修到的 杨燕生松了口气 暗道 原来周振仁 又我头拜的门派 是清语门吗 少女这时阿鸦一声道 哎呀 师兄说的周振仁 可是名仓派的周轩周振仁吗 杨燕生点手道 那位真人 正是叫这个名讳 少女容色正撞了几分 原来是周振仁引见师兄来此的 小妹于轩 等道兄入了门 以后说不定 还要道兄照应呢 杨燕生忙道 啊 于师姐严重了 于轩一招手 一道悬光落下 示意他站了上来 道兄不时入镜 便由小妹来带你一程了 杨燕生走着悬光一上 感觉如站在绵云之中一般 在被那光芒一拖 就落到了白鸟背上 他看着那悬光 被收入那少女身躯之内 不觉眼中露出羡慕之色 在山羊始祖中 这等飞顿神通 只有上六部贵民 才可以通过熬练器械得来 而他出身的下三十六部 也就会得一些 类似化石威尼之类的 低烈神通罢了 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问道 敢问于师姐 不知龟派掌门 是什么修为 少女露出 以色骄傲之色 我清语门陶祖师 可是洞天真人 杨燕生心中一震 同时生出了期待之色 他从那预见中得知 许多宗门乃是画单修饰 或是原因真人所开创 本来以为自己一个外来族类 能败入这等门牌中 已是不错了 未想到 却是败入了一位 洞天真人开丽的门牌之中 从记载之中描述来看 此等人物 比起许多妖圣 还要厉害很多 而且 有洞天真人所在的门牌 所能学到的功法 也高深许多 虽然他知道 自己无有资格挑三拣四 可身为少年人 胸中自然再有更多的怀想 两人乘坐白鸟 不一会儿就到了海岛之上 这时 那都国之中 令牌忽人一阵 自己跃了出来 往岛上高处一座山峰飞去 过得片刻 有一浑厚声音传响 轩儿 你带他来风上见我 于轩回一声道 是 恩师 他起手轻轻一拍 那白鸟欢鸣一声 就展示 就展示往山中升腾 这处岛屿不大 无有多久 就在一个洞府 就在一个洞府之间停下 杨衍生自鸟身之上 跳跃下来 洞府门旁占有一名道童 对他友善一笑 激受道 师兄 这人便在洞府之中等你 杨衍生称谢一声 带着些许忐忑往里走去 十来步后 礼尖便逐渐宽敞 绕过一座石屏风 便见一名武巡上下的道人 坐在石榻上 前面正摆着飞鹊的那方令牌 他知这位应该就是自己的老师了 忙学着酒车规矩 上前一个叩首道 杨衍生拜见老师 那道人打量他几眼 神情和善道 嗯 起来吧 为师不喜俗礼 以后我试图对言之时 不必行如此大礼 杨衍生心下满是激动喜悦 道了一声誓 再磕了一个头 就站了起来 那道人点了点头道 为师换名陈一聪 乃是头祖师第十七位弟子 门下徒儿只有一人 方才在你来的便是你大师姐 只比你年长一二岁 今后你再次修道 可向他多多请教 陶真洪城的董天这前 收有四个弟子 尽管资质不差 但毕竟清语门出创之时 修道外务太过稀少 有三人先后受尽而亡 如今唯有四弟子杨林尚在 不过后来百年内 又陆续收的十数名弟子 陈以聪 便是在四百余前 败入门下的 清语门虽未曾选定山门所在 但身为原因修士 他自也单独有一座岛屿作为修行之地 不过他不似前面几个师兄 性子淡薄 与人无争 凭日除了喜欢豢养一些奇情异兽外 便无什么爱好 也少与同门往来 这次周轩引见这位夜类弟子 摆入他门下 他也是略略诧异了一下 便就答应下来 根本不去问其中的缘由 杨彦生道 小兔定会努力修行 不会令老师失望 陈以聪摇头道 修行乃是你自家之时 你要学什么 我便教你什么 哪怕练不成 为师也不会来责怪你 他有沉思片刻 即使入我门下 当改个名字 你姓氏乃是日月之火 然而太过造劲爆裂 不留半分退路 所谓九圣则率 不为我修道人所取 我与去火取木 隔死开生 定为阳姓吧 杨彦生大喜 多谢恩师 那彦生乃是尚不贵人随口所取 可否请恩师一并改 陈以聪扶了府胡须 你本是山海界精怪 有幻化虚实之道 不过入的我们 就不必再牵挂过往身份 换之对者为真也 我已是望你步驳出心 常行正道 便给你取个名字 叫严真如何 严真 杨严真 把自己念了两遍之后 这名少年人 顿却自己如同焕发了心声 再是跪下一个叩手 多谢恩师赐名 不过随即想起自家老师方才观照 又马上站了起来 陈以聪看了看他 为师观你气血虽壮 但不知如何化用 已不明搬运炼器之法 这一批功法你先看着 如有不明 可来询问为师 他拿出一枚玉剪地来 杨严真上前几步 恭敬接过 并紧紧抓在手中 似乎怕丢了一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他见陈以聪闭上双目 不再说话了 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了 打了一个弓 就小心退了出去 到了外街 见丁轩一身信黄衣裳 盈盈站在那处 对他抿嘴一笑道 我是不是该换你师弟了 杨严真拱手道 见过师姐 丁轩嘻嘻一笑 恩师村人秀为在祖师门下 也是数得上的 可坐下弟子太过稀少 只师姐我一个 平日连商量的人也无有 师弟来了 总算也多了些热闹 说着他又一招手 师弟且随我来吧 我带你去取修炼所缺的丹药 他领着杨严真 往旁处一条青石铺切的山道走去 过去两三里的山路 来到一处洞窟前 拿着一枚牌符一晃 丁轩道 这里有几头灵溪看守洞府 师弟记着 若是不得牌符 千万不要进去 小心把你当口粮吃了 杨严真 唯唯称事 丁轩带着他往里去 这洞窟颇深 道路又极为复杂 似乎隐含某种阵理 行走小半个时辰之后 两人来到一处 石杖剑方的枯穴之内 丁轩指着中间一潭 泛着荧荧光波的池水 此时玉叶滑池 师弟你若是用功修行 一两年内就可来此开卖了 他走到边上 在架上取下三物 分别是一套衣服 一只绣囊 还有一只扶手圈 递给了他 师弟收好了 此衣服为我清雨门中服饰 你若不爱穿便丢在一旁 那绣囊之中有半载水石 闭关时可用 平日吃食 可命下人去坐 扶手圈可说飞禽走兽 这岛舟四周都是无边海水 你若出行 便可从此圈 选上一头飞鸟为坐骑 至于如何运食 师姐稍后教你 接下来 他又将门中规矩避讳 句式详细交代了一遍 杨言真听得很是认真 修到机会得来不易 他可不愿因小失大 都是一一牢记在心 说话间 岛外传了一声悠长的龙吟 并听一个声音落下道 陈道友可在 丁轩亚然道 是碧雨轩的韩真人来了 杨言真问道 碧雨轩可是大派吗 丁轩摇头道 碧雨轩虽不是什么大派 但是韩真人可是 名仓卖张上针的弟子 说到这里 他羞目转了转 露出一丝狡邪之色 一把拉住他的手 走 师弟 你正好缺了一头护法零售 这位韩真人洞服之中 可是幻样有不少正情走兽 恩师心说了你这个弟子 韩真人是他老人家的好友 怎么也要给一个见面礼的 一转眼间 就是六年过去 韩与海州内外 已是法坛遍地 灵狐波荡 迎云雾气 笼山赵海 弟子于山中修道 懒书在怀之际 耳畔可闻百气鸣声 崇鸣缠唱 而杨首顾看 则可见玄陵与世 顿光行空 初入清明 婉然一派仙家景象 此处风光 与海州之外的蛮荒戒鱼 已是成了截然相反的两个天地 这日 天中有一只黄石飞鸟 闲说而来 落在管阁之内 自幼侍女上来摘下书信 递给坐于榻上的山梨青 然而 他却不敢打开 对着身旁一名道通拱手道 我山阳始终又有书信到了 劳烦仙通请周先师到此 道通也是有礼 尊师请稍候 小通这就去 道通转身离去 此刻无人看着 山梨青也不敢把私信私自打开 而是规规矩矩矩坐在那里 在此处待了数个年头 他已是十分清楚这些修士的厉害 哪敢存半点心思 少时 周轩与一名轻袍修士走入此界 山梨青忙不迭地上千见礼 并把主位让了出来 待周轩在位上坐好 他便捧着那封书信递了上来 周轩拿在手中 并不立刻打开 而是看着他问道 到了如今 这书信还是三月一个来回 无有中断吗 山梨青苦笑的 正是 他心里十分明白 过去这么许久 祖中非但未曾见一问 还总是一派好言好语 他早已知晓 使团是出了问题 那青袍修士冷笑一声 薄写言道 不过只是想暂且稳住我等罢了 周轩一派魂不在意这台 此事 我两家彼此都是心知肚明 山梨使者 你再下一封书信回去 莫了 他又加了一句 这是最后一封了 山梨青身躯一斗 贵方这是要征讨我山梁氏吗 周轩笑了笑 不知可否 山梨青颓然叹道 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日的 我山梨青 是族中罪人哪 那青袍修士讽笑道 只你先前所言那些 其实无神党用 山还做不了山羊社的罪人 莫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你这小肩膀还担不起来 山梨青脸色胀的通红 这话分明是在讽刺他 连做叛徒也不过格 说得也太过刻薄 奈何人在矮言之下 他还不想死 也只能生受着 周轩这时才把书信打了开来 与先前一般 上面所言多是一些客套之余 但是他却看得极为认真 好一会儿后 他露出一丝碗位 递给那青袍修士道 道友 你来看看 青袍修士接拿过来 两边往来交流六载 对面也学会了使用笔墨 而且知道书信最后 可能落到九州修士手中 上面用的也是九州文字 倒也写的是四模四样 他来回扫了几眼 冷笑道 笔之上几回 落笔顿挫之时 力道大了少许 笔锋之中 更是多了一股飞扬匹尼之意 宣布父王日里 那谨慎刻板的模样 这说明书写之人心下 有了倚仗 比往日多了数分底气 周勋呵呵笑道 应是山阳士得了天鬼不援助 顾才胆大了几分 他却不知 我之所以这几年谅着他 一来是在做准备 二来就是等天鬼插手进来 山雷青听得心惊不已 没想到这两人只从笔画中 就看去了这么多东西 他又偷眼看了看 却仍觉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 周轩把书信又拿回收好 站了起来道 我去面见师祖 道友可要一同来吗 那青袍修饰摇头道 小弟也就管管杂事 到了孟哲人面前 也不知晓该说什么 也就不去丢那个脸了 周轩也不勉强他 拱了拱手就离了此处 只望孟哲人修行这地断去 此刻度针点中 江征正带着一名 模样乖巧的少年人 站在下方 向着坐于电台之上的张言 禀告道 恩师 弟子也是把人带回来了 张言扫了一眼 何首道 根骨尚渴 叫何铭心 江征带那少年人言道 这弟子明缓金上川 修行五载 与千人中率先开脉 其根结扎实 因此弟子请恩师搬玉 允他修行太后派攻防 这几年下来 在山海界中 的确找到了不少 可替代修行的外药 但因此皆地域辽阔 有许多宝才搜罗不易 特别是草木之物 更是难得 而且随着各派弟子 越来越多 照这么下去 最后显然是不足用的 这便必须自家再重 而要做这等事 却没有哪个宗门 比得过太后派 事已从数年前开始 九州各派 就从各自人种之中 挑选出何时弟子 和几千人 准备开麦之后 即使修行那太后派法门 张言这是一坛纸 一道俘虏飞入那少年眉心之中 回去用心休息吧 那少年跪了下来 公公敬敬扣了几个手 多谢真人赐罚 张言微微点头 又对江征温和言道 山海界草木种类繁多 千人仍是少了一些 托儿 你拿我御令 回去之后再挑选万人 以备将来之用 江征知道此事重要 说是官货的可百传承 也不为过 若做好了 便是一桩天大的功劳 便肃荣应下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到外景轰隆一声震响 傻是山摇地动 威是惊人之志 但不说张言神色毫无变化 便是江征和那少年人 也都是一脸平静 六年前 张言请了幻冥妖族入门后 准备带两位掌门 在天外回来之后再做处置 便用原洋派的镇派之宝 玄机扬臂 将这镇定在了寒与海州之下 外界又用了近镇相困 只是每过一段时日 便会试图闯阵 这难免会闹出一些动静来 记载下来 几乎门中每一个人 都是已经习惯了 张言不许理会 于攻行之上 指点了江征几句后 才令其离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景游这时送上一封书信道 老爷 梦真人送来的书信 张言拿来看了看 胆笑道 时机已至 可以动手了 他双目闭起 起得神意出游 与在天外采气的两位掌门 做了番商量 而后退了出来 严导 传我御令 明日请的灵门四百真人 到此一试 吩咐过后 他便回了 玄泽海界之中 修持功法 这数载下来 他已是成功破开 第八重障关 不过 越往后去 破关越是不易 但也因此 可以把跟隙打得 更为牢固 若是丹修气道 以图的修士 怕是到此一步 便已停手了 转而炼化圆胎 但他身却力道 六转之深 却不必在意这点 决意修至完满之境 才着手此事 一夜过去 到了天明时分 竟有走了进来 攻身道 老爷 几位真人已是到了 张言睁开双目 将法力叙叙收了 就出得小剑 来这外间大殿之上 宇文洪阳 薛定元 温清相 东锦子四人 此刻正坐于殿下 见他到来 都是站起行礼 张言与四人建立过后 请他们坐了下来 频道收得消息 天鬼不足使者 已然到了山阳市中 我等发动的时机 已经到了 对付山阳市 他当然不可能只凭借周轩 那一番纸面上的判断 司马全 在去往西空绝月之前 同样在山阳市 潜伏下了不少魔头 地缘之中 大大小小的变动 他都能及时得到消息 可以说 山阳市从上到下 对九州各派来说 已无太多秘密可言 宇文洪阳死人听的此言 都是精神正气 此前他们早已打探清楚 那山阳市所居地渊 也是一处伏地 地界广阔暂且不说 更紧要的是 还有大股浊气汇聚 正是和他们临门各派立足 宇文洪阳大哥接手道 张真人 我等四人此回 携带镇派法宝而去 只要不是遇得妖祖之流 打下山阳市 当无神爱难 因山阳市实力远不及灭明鸟 祖中也不过只有几位妖圣 是以此次征伐 只以他们私人为主 其余珠派真人并不插手 张言言道 随此等斗战 妖祖之流不会为之出力 但亦不可大议 为确保安稳 贫道会命玄武真人 与诸位同网 温清相道 那便万无以失了 眼下他们几个已是重新开辟出了洞天 要是真遇到危机之时 大不了顿入洞天之内 事后再设法回来九世 张言又道 此一次征伐赡阳市 东荒诸国与我有盟约在先 其早就有允诺 一旦我九州休市出战 其亦会派遣十名大巡士助阵 东荒诸国总共才三十余名大巡士 这几乎是东荒百国三分之一的力量 其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双方蒙定 另一个 则是九州各派答应东荒百国 此会出战之国 可谓其都城要地 皆是布置下手于阵法 若得此阵法护持 那么妖魔一类的威胁将会大大降低 诸国国主公卿 岂会见不得其中的好处 如果不是担心国中空虚 恨不得把人都是前来 宇文弘阳等人 虽认为凭他们死人正能 就可力压山阳市 却也不会嫌弃己方这处 再多得几分战力 且东荒百国那些大巡士 一旦合力出手 实力倒也不容小觑 张衍在与四人商议了一阵之后 便就定下了征伐之日 他心下寸道 北天寒冤三大部 灭明也亡 新谍部早已与我结盟 但把山阳市打了下来 北天寒冤之上 便再无与我九州各派对抗的 异类部族了 在此之后 就可全神应付天轨部族了 九州各派决令攻打山阳市 东荒诸国此也是收到了传书 未尽盟友之意 也未得能快些在都城要地 修筑其禁止大阵 各国动作极快 大约一个多月后 以攻迁藻为首的十名大巡士 便就此东荒国中动身 此次攻打山阳市 并不是民拱 而是突袭之战 故而十名大巡士 借助民苍派此前赠予他们的飞顿法州 悄然跃去天上 起了团团云雾遮掩行迹 准备行渡到了约定之地 与九州来人会合之后 再一口气杀入地缘 不过 北天寒冤西南之地 距此十分遥远 就算是这法州飞顿之速 如迅光极电 等到那地界 最快也要在三个月之后了 法州仓阁之内 弓箭灶伸手一指 一枚宝珠 自眉心之中飞了出来 到了头顶之上 傻是化作一道光滑洒落下来 玄器照体 点点灵滑 炫如雨飞 他把灵机一拨 那光滑一颤 就又还变成了一枚宝珠 然后盘旋落下 最后目入身躯窍穴之中 他感受了一下 只要是自己愿意 随时随地 可以把磁宝换了出来 不觉满意点头 原先他纪念那法宝 已是赠给了一名 交好的大宣士 而这一届 却是他命族中弟子 用不少宝材 从九州某个小派之中 交换来的 他早先便就发现 四明仓 少卿这等大派 固然势大 但却不如小门小派 好打交道 诸如炼器 阵法 丹药之道 这些小宗们 也是懂得一二 虽其一样不肯传授 其中之妙 但只要拿了足够的宝材去 想要何物 都可换了回来 纵然其掌握的 都不算如何高深 可对东荒百国来说 却也足够用了 只可惜 法宝是要法力来运使的 它无有法力 只能靠着血气 调用天地灵机 这隔了一层 激动起来就大不如意了 若用来攻击对手 怕是难以打中 是以索性 只弄了一个手欲之宝 守护自身 而有此一物 他斗战之能 比先前至少高却了三成 正演练着法宝时 一名贴身士从走了进来 激励言道 越记 公子又带着书货国大宣士 元己来访 公千造眉头一怂 书货国也是六大国之一 而这个元己 现如今乃是百国之中 最为高寿之人 已有两千三百余岁了 他说道 既然来了 便请见了一见吧 过去是来西 公子又与一名华发老者 一同走了进来 那老者虽然面目苍老 但是血气仍然充沛 身躯肌肉骨胀 像衣衫紧紧崩起 声音也是洪亮 功继月 自当年青山会盟之后 你我已有五百年 未曾会面了吧 公千造想起以往之事 也是唏嘘的 是啊 五百年匆匆而过 可东皇百国 仍未能逐进硝人 他口中所言硝人 是西北之地 最大的一类部族 部族中人都是身高丈许 独木四壁 其奔走如飞不算 浑身更是铜皮铁骨 寻常刀剑难伤 如妖圣那般人物 族中也有四人 哪怕东皇国单独队上 也绝对无有胜算 昔日此不入掠东皇百国之地 北方诸国会盟 方才将这河里逐了出去 公子又笑道 两位 以往国中玄势 只能守城二战 如今不同了 只要诸城都得了那竞争布置 无了后顾之忧 就能发清国之兵 将这被一类 剿灭荡尽 袁济尘声道 不错 我如今有非洲主战 寻日之界 就可再得万余玄势 飞临这些异族顶上 慈悲日后 再无逞凶于地 说到这里 他叹了一声 十分遗憾道 唉 即少时便忘见的 我人到诸国 收复东皇师地 再造神国 只是 记忆老了 手术不多 只怕是看不到那一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远己说的神国 并不是指今日的东荒国 而是七千年前的东荒神国 想到昔日神国之威圣 他也是心有气气 远己这时道 听闻公纪月 与那些天外修士 颇为交好 公千早沉声道 此话谈不上 不过各取所需 冤己呵呵一笑 哈哈哈哈 敢问公纪月一句 我东荒百国 若要赴我的师弟 不知 需依仗何物 公千早略意思索 此人是我百国之中 数十万巡视了 冤己笑着摇头 哎 以我之界 这数十万人 抵不过一人 要是我百国之中 能出的一位 与三位大纪宫内等人物 历时可尽负失地 公千早心下一阵 随即叹道 哎 太难 冤己点头道 是难 但不见得不可违 未来之事 却也难说得很 但己有一句劝 受之于人 终归不妥 眼下既有他力可见 为何不世上一世呢 己以为 数千载也来 最好这时机 就在当下 往贵国 五要错过了 说完这番话后 他合手一礼 就告辞离去了 公千早确实立在那里 沉吟不语 公子又道 继约 云姐到底想说什么 公千早哼了一声 哼 他只是想说 现在休看我东荒谷 看似强横了许多 但仰仗的都是外人 唯有出的一名大纪公 才可不受人质数 不过这一话 想来他也不止于 我一家说过 公子又想了想 这话也对 公千早摇头道 对 也不对 公子又一正 如何说 公千早问道 我神国七千载 有三位大纪公 为何后来一夜之街 便就分崩离析 公子又道 若不是两位大纪公受风 公千早冷声道 可为何他们两位 要受风去那天外 这 公子又不由一致 听闻那两位大纪公当年 曾留下一句话 若得子气来 便寻长生去 公子又闻得此举 不由恍惚了一下 他细细品味 竟能从从感受到一股超脱而去 不受拘束的意味 公千早道 其实道理也颇是简单 那两位到了那一步 怕是早已不把人间 兴亡省衰放在眼中了 剩下的 也唯有大道而已 小池 岂能游大龙 元吉以为 只要再出的一位大纪公 我人到诸国 就可恢复当年圣景 殊不知 死大纪公这等人物 又怎能按你的意愿行事 山下山巅 风景大不一样的 那我们该如何做 什么都不必做 你也无需去理睬元吉 只要维系眼前局面 便吃不了亏 公子又点点头 又明白了 不过那元吉 也无有几年好活了 公千早嗡了一声 他自然能看得出来 元吉年老铁衰 血气这般强盛 这等情形 极不符合常理 大玄氏 对于自身的血气 英审能发能收 且赢不可久 这般险要在外 只要血气一个回落消退 就再也无法收住了 显然其人 离死不远了 公子又到 听闻 他本该在数年前就亡了 后来以莫德代甲 从九州修神那处 换得了一枚续命灵丹 又以为 他此次是存了必死之心 好为子孙后人留下些遗则 不过 这总好过老死在榻上 公千早 却是心下一动的 哦 居然有严寿之物 不知那灵丹 可殉命多少载 他兽数也是不小了 同样也想着能够增得些兽数 原本天下如一滩死水 人到诸国 苦苦挣扎 总答应哪一日 国灭而亡 但现下多了天外修士 这一股势力之后 四江四玉 都是被搅动了起来 他自然也渴望 能活得更为长久一些 公子又回道 听得能严寿七八载 且一人 只能用得一次 公千早 顿时有些失望 七八载岁月 对他毫无用处 但是再一想 能有严寿三载之物 不定就能够严寿更多之物 倒可着人打听一下 只是想到这里 他暗叹了一口气 九州修士那处好物 实在是多 但要换来 代价也是不小 便是他身为国中纪月 尤其是一些珍稀宝才 只在一类金怪的部族之中才有 他心下也是一狠 暗道 如今 我东荒国得了这些人相助 实力今非昔比 等此次攻打下山阳市 不如回去路上 就将那几个挡路的部族灭了 也好方便我东荒 彩设林宝 法州行有百余天之后 终是到了地渊入口之外 公千早等人 见九州修士还未到来 便把非洲停顿于天中 仍以云雾遮掩 大约两三日之后 自西面也飞来了一家非洲 这却是心蝶部族的人到了 此步数千载前 与东荒神国一战 远起大伤 到如今还未恢复 尚且比不了山阳市 族中只有五位摇升 此次看好九州各派 却是一下派出了三位 但因其与东荒诸国 并无任何的交情 还有几分芥蒂 故两者并未有打的招呼 远远避在了一旁 在等了半日后 地渊上空 也不知何时 宜来了一处云雾 随其渐渐散开 却是显露出一座 千丈大小的云阀 上方占有五名灵光绕体 气息晦涩 莫测难辨的天外修士 无论是新蝶部祖老 还是东荒诸国大悬事件了 都是心下一惊 这五人无声无息解 便到了进前 他们之中竟然无有一人发现 他们方要出来见礼 这时听得一个低沉声音 传到耳中 诸位道友 威灭泄露行藏 且在云处勿扬妄动 听了此言 两方立刻收了心思 云阀之中 语文的弘扬看着下方那一道灼气旋流 沉声道 那乱流便是魂音症了 我若要强行闯入 倒也不难 但会惊动了礼尖之人 并请学长们出手 镇定片刻 薛定元打了个击手 他把身一晃 就放出了六个分身出来 骑往下方行去 法州之内 一名高领宽袍 紧薄处描绘有一株 青绿长藤的年轻人 侧窝在他 手中正拿着一刺预检 目不转间地看着 此时新蝶部此行 地位最高之人 祖老 于逃 新蝶部族人之中 无论男女年齿 面目都是年轻俊秀 而且许多人长得十分相似 能够区分彼此 也就是身上绘文了 若有能辨识之人 便可从他身上的 藤枝的刺金数目 折叶高低 以及圈回多少 看出他乃是新蝶部正枝 祖母第三子 身份伪失不低 这时 他忽然发出惋惜之谈 这激烈之法 果实异常精神 这事都偏向灵机运势 我新蝶部 确实靠熬练气血 增长神通 此法 莫说残缺不全 病神能完整得来 我等也无法练成了 此时一卷 祭练神兵之法 虽有残缺 但也十分难得 可山海界修行之道 除了草木精灵 毅力妖魔 多是以血气为根本 唯有那未曾踏上 修行此道的族人 才有可能一事 于穷居在旁言道 张老 听闻东荒诸谷 也是派遣公亲子弟 去往韩越海州 席练九州功法 我等新蝶部 为何不也如此 于桃看了其余两名左脑一眼 见其皆是面无表情 便收回目光 那需等此战之后了 想来那时 才更有说服力 说话这几 有一侍从过来道 涛长老 九州修士洞了 哦 于桃立刻放下手中的预测 急不来至传贤一侧 往下方看去 因为九州各派前面 负面面名式的强势举动 新蝶部担心 自家也是不惜后尘 未图自保 早早过来与这约为有盟 不过迄今为止 两家互相有所接触 也只是小辈 真正有分量的人物 还未曾正经照过面 设议也谈不上 对彼此有多少了解 此刻见九州修士出动 自然想要好声看一看 其手中有何种神通手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盗争锋 他目光扫过 便见得薛定元的六个分身 在魂音帐上献出身来 不仅一了一声 露出急血惊荣 他只能看出 六人羞说面目 连契机都是毫无二致 这当是一门 相当高明的分身神通 分身之术 心蝶部中也有不少 但要如对方一般 每一具实力都是如此强大 这便无法做到了 他问道 穹军 你可知这人身份吗 于穹军回道 长老 天外修士分座玄灵两大家数 此是灵门一脉的薛真人 于桃点点头 感叹道 如此变化神通 一人 可敌我数人哪 此言一出 身旁却有一个声音 冷冷言道 恐怕未必吧 发话之人 是一名面目森冷的年轻男子 其左脸之上所惠的藤蔓 与于桃极像 只是折叶少了几枚 也是因此 虚化出了两者地位高低 于桃看了过去 哦 不知产长老有何高见 于桃冷声道 这世上 无论什么厉害神通 都有缺陷 眼下只是对付一个死物而已 要是对付同辈敌手 未必见得有多少用处 另一名长老附和道 产长老说的有几分道理 似我心蝶不秘传 是历经万载垂炼而成的 虽变化不多 可也无有多少瑕疵 若是族人抛去本族执法布学 转去修协他法 那却是舍本逐墨了 穷于居一听 知道这两人明着是贬损九州执法 实则不过是借题发挥 对着自己方才那番话而来 他正要出声反驳 却被于桃以目光阻止 后者笑道 究竟是否如此 我的可拭目以待 薛定元六举分身 到了魂音帐上方之后 各是站立一个方位 随后同时拿动一个法掘 这相当于六名同元同法的 洞天真人一同实力 下方的魂音帐 本来旋转如轮 脚如窝团 但在这般法力镇压之下 产生了片刻的停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薛定元真身化作一道灵光 穿过这层气障之中 而后一抖秀 将星象神反大灵杯 给放了出来 七手轻轻在上一按 杯上灵光一照 这里喷出了一股肾气 变化成了那魂音帐的模样 至于那真正气障 则是被他以法力 渐渐逼退到了一边 竟是在瞬息之间 来了个礼带桃江 也就在他动作 做完未有几息 就将一张脸孔 自空无一物之地浮现出来 既张望了片刻 见一切如旧 并无什么异常 便又很快消失不见 东荒诸国之人 都是把这一幕看在眼中 不禁为他这番手段 惊叹不已 同时 亦是心中大起警惕 明明是造假为真 可竟能较熟悉之人 也看不出破绽来 那要是用到斗阵之上 用幻想迷惑敌方耳目 想来也是轻而易举 公子又道 方才那一刹那 异动虽小 但说不准 就会引起山阳寺的戒备 这是否有些不妥 公亲造道 那你以为 那看守之人 会将此事报了上去 公子又仔细一想 黑然一声 这又关心则乱了 山阳寺内部森严有序 此人若无有十足把握 为了不被上面赤马惩罚 多半是不会上报的 公签造道 这些天外修士 行事严谨 应是早已把此事考虑在内了 实则 两人都是猜错了 这并非是个疏漏 再如何小的破绽 都有可能造成大患 九州一方又岂敢放了过去 早在先前 他们已是探明 这红阴障能吞袭生灵生机 总有一些路过的强大妖物 被拖入此中 每到此时 便会产生血血停滞 这点变动 不会引起多少注意 也是因此 方才内人草草查看了一番 便就离去了 未曾深究 宇文弘扬将他气障 已然动开 千行之路已是无有阻碍 便传音言道 诸位 请先到法上一叙 有事上意 于导转念一思道 走 看看这些天外修士 有何话要说 他纵身飘出法州 身后两位祖老 也是一同跟随过来 很快 到了那陵门修士 所称的云阀之上 与此同时 东荒国实名大巡视 也是同样赶来 宇文弘扬见人也至齐 便打了个几手 两方来人忙是各自回礼 建礼过后 宇文弘扬也不多做客套 便言道 各位 东手之前 现在严明一事 山阳市并非一语 顾许诸位听我安排行事 不知可有意义 公亲早看了看左右 公手言道 我等 愿意听从道友安排 他们身后诸国 都在等着 事后请的九州之人 前来修主进阵 乃是游所求的一方 自然不会拨他脸面 于桃低头以思 也是正声言道 我心得不此来 是诚心相处贵方 如有所需 尽管吩咐就是 我三人 绝不推诿 他身后两名长老 一声不吭 他们是足中保守一方 虽私底下对 结好九州修士 有所不满 但也知道 顾全大局的道理 宇文弘扬 对温清香亦点头 后者站出来道 诸位 山营氏族中 除去已被斩杀的 竹斥之后 如今 共还有七位长老 因地缘广大无边 是以这七人 从不聚于一处 只分聚于不同行宫之中 平日只靠神通之处 联络交言 故我等需要分而议之 其中 有需注意的几人 守退山离部 山离月 地缘深处有一种名为 纠谱的一虫 每到月中 就会自地底深处涌了出来 吞吃金石草木 对山羊是危害极大 未能压制这妖虫 此人早年夺了那虫王身躯 从而使得这群虫痣 听命于他 其若被杀 那些妖虫 必然冲上地表 坏了地缘山水 那我等接受来的 只会是一片白地 故 必先将其置住 不知诸位道友对此人 可有神通克制 新蝶部和东荒朱玄氏 都是皱起了眉头 要他们杀死这位山羊长老 倒也不难 可要同时舍得那虫群 也不出来作祟 那谁也没有这个把握 宇文弘扬见两家无人应声 便看向旁侧 东京道友 此人便由你来料理 东京子轻轻一点头 表示知晓 对他来说 只要把此人斗拜之后 练去零番之上 那么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温清向言道 此次需要注意这人 乃是实施部族长老 实汉 此人练得一门神传之术 只要部族之中 有童猿血脉不死 就可寄其躯壳而生 不知诸位 谁能斩杀此人 东荒国朱玄氏仍是沉默 杀一个妖兽 他们自信可以 可谁知这人 血脉族人有多少 除非先杀死此人族裔 但问题又来了 哪怕他们能回去地缘中所有圣灵 谁知其是否会在外藏有一个血缘后裔 不过这一回 于桃确实站了出来 合手一礼道 若是贵方信的我心地步 此人可交由在下三人 宇文弘扬看他一眼 点头道 那就有劳道有了 温清向见此便继续言道 最后需要提防之人 乃是山羊氏族主 竹游 此人比青大盛还年长千岁 且常年在地火之中淬炼血气 传闻早已知游须入食之境 而其身边很可能还有一竹屋长老 此人是山羊氏第一历史 自身有驼山一路之能 同样不容易对付 薛定元这时打个接手 此二人不妨交由我师徒二人处置吧 温清向言道 学长们在我五人之中 道红最高 再加上未真人 想来不难对付这二人 不过 除山羊氏族佬之外 还有一名自天轨不来此的使者 只是此人身居简出 除了族主朱游之外 还未曾见过任何一人 目前还无法探明其具体详情 东皇朱学士觉得此刻 不能再有所退缩 稍作商量 弓箭早站了出来 拱手道 宇文真人 此人不妨就交由我等料理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加商定之后 便不在此里耽搁 纷纷弄身 去找寻自家选店的对手 薛定元带着魏真人往南方行走 出去万语礼后 两人见这里虽在地下 但云进沁灵 光如天青 视野开阔 远处地平 与天相合一线 湖泊水泽之中 齐聚着无数的生灵 分明是一片大好风光 魏真人道 恩师 这里好似另一片天地 薛定元道 从先前得来的消息看 地缘之下也是无比广阔 且越往下去 浊气越深浓厚 十分适合我灵门 在此立派 魏真人道 那定要站下来 两人飞顿有数个时辰 来这一处河流交界所在 薛定元扫去一眼 见下方河川纵横 如白脸铺地 而这其中 有上百株大墓 不知被人法倒在地 与那河水相接 恰好组成了一个石纹 他于心下稍作推演之后道 往这边来 带着魏真人 又往西南 行去了千多里 便见一处长满长草的山坡之上 立着一名少年人 其上身齿薄 肩膀刺着古怪的图纹 看去只是一个下部之名 可是神情 却是异常从容 远远望见他们二人 打个击手道 薛定元带着魏真人 一同落了下来 接手道 司马道友有礼 那年轻人 正是司马全留在这里的一句分身 他也不多言 知道 两位 请随我来 说着 转身下了山坡 行到一座石碑之前 上去敲了敲 那碑面忽然化作气旋转动 他回头打个招呼 便先往里步入 薛定元二人 也是随着跟上 到的里面 四下里一打量 才发现 是到了一处地下窟道之内 魏真人问道 司马真人 此是何处 司马全道 此是驴银窟道 由于地缘之大 可比你上方地路 是以山阳市 为行走方便 在各处地界之上 造了这驴银碑 此也是这部族中人 为变身身份的器具 若是来人在野外飞顿 在靠近聚落之地 很可能会引人上来盘问 魏真人道 要是这般 其余道友该如何行走 司马全道 我在这处分身无数 足以将他们一一送去 该去之地 魏真人美眸盯着他 难怪世人畏惧天魔 司马全 胆然一笑道 世人畏惧得非是天魔 只是人心罢了 他带着二人 往前走了斜许 又是来着一块铝银碑前 然而凑巧的是 此杯之上 一阵光芒闪动 却是走进来了一名女子 他瞧见三人 神情一正 一道 你等是何人 要往哪里去 司马全目光悠悠 对他一笑 那女子顿时一阵迷惘 而后便似忘了三人一般 往哭到另一处走去 司马全不去管他 指着面前那杯石道 两位 出了此处便就到了 说完 他一步走了出去 薛定元师徒二人立刻跟上 穿过石碑 两人见自身又是回到了地面 前方有一庞大聚落 建筑依山而建 那山势低且平缓 而在最高之处 则立有一座壮美的工程 司马全解释道 此时逐步工程 一是三宫之一 据文 是仿照天轨天朔宫所界 不过天轨部 有1968处打工 山阳市想要比拟 怕是还要再下分力气 薛定元道 山阳族长竹游 并是居此处吗 司马全道 竹游 居游不定 不过 通常都在这一十三宫中 往来巡游 若无差错 大约再有数个时辰 便会往此处来 到时 在宫外 还是在宫内动手 全有两位自觉 魏真人忽然道 司马真人如此本事 稍后可能在一旁相助 司马全 黑然一笑道 我真身在西空绝育 此处只是分身而已 无法使得全力 这时 神情动了动 竹游已是出的行宫了 嗯 魏真人找简问道 如何了 司马全道 按照以往惯例 今日竹游 该会回部中 叫到族中弟子 如此 斩杀二人的石段 便可错开 只是不知何故 线下二人 仍是走在一处 魏真人回头问道 恩师 可要暂缓动手吗 司马全道 两位若是觉得 时机不对 伤害不方便动手 我可带两位 去一处隐秘地界 先折服下来 薛定元 起手一摆 谢过道友好意心灵 不过 痴恐生变 光下两人 也未必不好 稍后 等竹游到来 我师托二人 便就动手 司马全道 那两位 可先稍作调息 若其到来 我自会通传二位一生 薛定元 并没有客气 竹游虽然没有 清大圣那般实力 但也是一方 巨族之主 当慎重以待 便接手道 那就有劳道友了 说完之后 他便盘膝坐下 入至定中 魏真人 则是将一面镜子 寄去天中 一道光亮照下 将身影遮去不见 这才盘坐了下来 调息礼器 这一等 就是三个时辰过去 司马全 本来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直到这一时 忽然转头 看去一个方向 来了 与此同时 也有轰轰顿挫之声 自远方传来 薛定元二人 虽在坐定之中 但随时都保持着警惕 立刻就自定中退出 自地上站了起来 奇目望去 却见山脚之下 有四千余丈高的巨人 正一步步挪动 看去动作虽慢 但每一步跨去 都是树里之远 而其肩膀上 则托有一座公冠 里间正有一股 拿也只眼的熊昏血气 泄透出来 在四名巨人身旁 则有一头怪鸟飞翔 一名干枯瘦小的老者 正闭目坐在上面 好似一阵狂风 便能把他吹走 可若抛开其表面 却不难从其顶上 生腾如争的气血 判断出来 此人 并是山阳市 第一历市 竹屋 他平日为减少消耗 把气血 掩藏在铁内深处 不令外泄 故步发动时 看去比寻常人 还有不足 薛定员看了两眼 言道 暗计行事 卫之人点头道 是 恩师 他衣袖一抖 将一张阴神诊图 字里寄了出来 薛定员则是一弹纸 傻之之间 这方言万里 遁被一座晦色迷雾所笼罩 何人敢来饶我山阳市 随着一个霸道无比的声音响起 自那宫室之中 冲出了一个身高丈许 衣衫华丽 连二带有金环 短发长须的金汉男子 正是山阳市族主 竹游 他一往四周 仅是迷雾一片 打喝了一声 浑身血气鼓荡出来 轰然一声 顿将气武撑开 而脚下四名巨人 不由发出痛苦之声 仿佛背上猛然压下了一座山鸾 齐齐被压倒在地 只是天中那阴神徒 受了这一缕气息 数而一转 字里出了一个 与他面目有三分相似的老者 只是隐身阴质 身上气血更是比他还强上三分 竹游精一道 王妇 这出了之人 赫然是数千载之前 遍野亡国的上任族主 竹丹 他随即醒悟过来 冷笑道 曲曲幻想 也敢在本王面前献仇 顶上气血一转 化作一股龙卷狂风 扑压上去 那老者 那老者非但未躲 反而张开双臂 把头一扬 然后用力一息 竟然将那气血吞入了进来 眼看着略血干瘪的身躯 又膨胀起来 主有剑子景象 不由大吃一惊 能化解他气血攻势的人 不在少数 但是一口吞下 除了同源同血之人 我也是想不出 还有何人 可做到如此地步 心下也是不禁动摇起来 莫非这非是幻象 而是王妇复生无成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风 同一时刻 司马全另一分身 也带着公亲造等人 来这一座满是黑烟的公馆之前 他道 诸位道友 由此处上去 便可到得那天鬼不识者所居之地了 在下不必上去了 这就告退 待司马全离血之后 一名满头白发 容貌却是甚是年轻的大悬士 言道 我倒如何对山羊市内部惊心 这般清楚 原来早就收买了其族中之人 龚献造并未接化 而是往山上看了几眼 这处 有些不对 原吉也道 风才过来之时 土中连一个人也未曾见到 的确有些古怪 那白发大巡是不以为然的 我等有五人在此 只要不是妖族在 便山羊市七民族老都在面前 却也未必不能一战 他话音才落 却听一个声音响起道 尊家如此豪言壮语 想是有几分本事的 那便让在下来领教一耳 那宫灌大门一开 自立间步出一个俊美年轻人 尽管面带微笑 却也掩饰不住 那自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 一股傲气 宫前早 眉头一皱 这人一出来 就给他一种 无比熟悉的感觉 只是一时又无法确定 那年轻人抬手一礼道 在下练技 见过诸位道友 记者来了 他举目看来 冷声道 那便都留下吧 宫前早猛然觉醒过来 对方无论衣饰服色 还是那种做派模样 却是与九州修士 有几分相似之处 他立刻往后飞顿 同时把那护身宝珠 在体内换了出来 指着刹那间 眼前晃过一片迟光 身上也是一阵 随后仿佛挣脱了一个泥沼 世界又变得清晰起来 在看却时 见除他之外 另外死人 都是被照在了一个灵光之中 他骇然道 法宝 同时心下大惊 天鬼不足中人 怎会遇是天外修士 才会运势的法宝 地下行宫之内 东京子身负半空 速手一招 一座宝状自下方飞起 最后化作微小光滑 缓缓落去他手心之中 最后不见 此刻地面之上 则是露出一只身躯有十来丈长 甚是粗壮的怪虫 这虫表面尖壳泛出光亮 异常的玄金之色 两方的前跟触角 高高翘起 身躯两侧 则有两只大鳌 短尾藏钩 牢牢扣住地面 模样恶行恶壮 蛮野可步 此正是山阳市 山离部长老 山离月 其人 夺了这一虫虫王的屈身 才变得如此模样 不过此刻 已然是失去了性命 东京子解决此人 并未花费多少功夫 在九陵宗神通法宝之下 根本未曾支撑几何 就被他杀死 只是麻烦的事 却在后面 山离月 负责镇守这一层的地穴入口 下方到底是何等模样 连山阳市也未曾探明 只知道里间有着 无穷无尽的凶残野虫 如今 代替虫王的山离月一死 无了约束 大股虫群便开始躁动起来 本能向着上一层地面冲来 东京子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往下看去 按照司马全先前给出的消息 这些九捕虫 只是寻常要虫 但是因为几乎杀着不尽 连山阳市都拿起无可奈何 只能派遣人手守在此处 此刻扫了几言 判断此言当时不虚 于是谈口微张 向下吹去一口灵气 一股略带草木清香的大风卷过 成千上万 原本也是爬到入口处的虫制 纷纷被倒卷了回去 随后他一转欲晚 拿一个法诀 镇派之宝九龄藩便飞了出来 旗面之上光滑一闪 放了三个鼓腰炼称的梵灵出来 命其等把地穴入口守住了 自己则是盘坐下来 用心寄恋那一虫 只需两三日 他就能将善离月 粗粗炼作梵灵 到时就可轻松 把这些一虫镇压下去 同一时刻 另一处行宫之内 数百上千头血破 正围绕着一面老者飞舞 每在其身上沾染一点 便将其血气抽取一分 唯有多久 那老者便发出一声 极为不甘的嚎叫 倒了下去 这些血破一拥而上 将他血肉神魂 全部吞吃下去 身上血光又隐隐壮大了一分 温清相心意一患 所有血破化作道道血光 就回到他身躯之内 血破从神通功法 极为克制血气之道 在他压制之下 这一名山阳氏族佬 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便是身躯化作无形 也无任何用处 轻而一举便将之拿下了 身后脚步升起 一名身过白布的中年人 行走过来 对他打个鸡手道 温这人 东黄国几位道友那边 死出了些问题 温清下新年夜转 问道 可是来自天轨部族过来的使者 有些不同寻常吗 那中年人道 我在远处观望 见那使者动用了一件法宝 顷刻就把其中四位道友困住了 哦 温清相有些意外 随即一笑道 有些意思 看来天轨族中埋藏有许多东西 他们来到山海界中 至今为止 没有见过会使用法宝的土著生灵 东黄诸谷有文图之法 若是给其足够时日 给个万千年酝酿 说不定会走上利用文图法器的道路 不过眼下积淀上还不够 至于那天轨部族 那便就很难说了 其很可能与天外势力有过往来 这法宝究竟是自家锻造的 还是在他人手里得来的 这很是值得探究了 他想了想 自己这处敌手已是解决 倒是不妨去见识一下 此刻 黑山行宫之前 宫千早震惊之余 也在飞快地闪身后退 他不敢确定对方身上 是否还有另一件法宝 练记看他远远离去 却未来追赶 而是对着那灵诏身手一指 本来还有几分晃动的齿光 顿时又稳住了下来 只是这个动作 却令宫千早看出了不对 这人浑身血气澎湃 显然走的是气血一道 而九州修士修炼方式 与他们这些山海界生灵不同 除了张眼之外 他还没见过哪个大修士身上 有血气外扬的 察觉到此点后 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不断打量着对方 随着那法照光滑盛起 原本渐渐要从里面 挣脱出来的四名大悬士 又被镇压了下去 甚至所变化出来的 气血之身也是消退 弓箭灶皱起了眉头 这等景象 分明是这四人躯底 针对气血被镇压住了 他心下猜测 那灵光照 当时一件专业 针对气血的法宝 恐怕也正是因为此点 自己方才才可仗着 护身法宝之能 轻而易举地从里面脱身出来 想清楚此点之后 他原本忌惮之心进去 将气血鼓动出来 顿时化身为一头 大如山月的金鸟 向着炼技战烈之处冲去 上回跟随九州修士 征伐面名不足时 他得了不少血淫果 除了交给国中后辈的 余下都被他吞佛了下去 而剿面青大圣之后 更是得了不少血实 此刻实力也是大为提升 气血法身这一放出来 更比原先竟是大了数倍 这气血法身 原本可更为凝练 但是见识到 洞天修士的法相之后 却认识到大而广的好处 譬如对方手中的灵光照 若是此刻落到他身上 也顶多只是占据一语之地 根本动摇不了他分毫 便是那四名被困的大巡视 方才也就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要是把气血之身放了出来 哪可能这么容易被制 炼技身上果然不止一件宝物 捡他过来就把手一扬 一道灵光飞机而起 化作一道刀芒往下劈斩 弓签到这一次 却是不闪不闭 那刀光在他气血法身之上 斩出了一道划痕 但与此刻庞大身躯相比 也不过只是多了一个小伤口罢了 根本不值一提 血气一慢 历史又恢复如初 炼技眼神微微一变 心道 这弓签造居然能把气血 炼到这般地步 几时到了此境之巅 从原先消息来看 此人可无有这般本事 应是从天外修士那里得了不少好处 他抑制灵光照中死人 公道友 莫非你就不在乎这些同道了吗 公前早望去一眼 却没有出声 他能看得出来 这炼技也至多是到了妖圣这一步 依靠法宝 一时制住同行四人倒是可能 但是要说立刻能将其如何 他却不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见言语动摇不了对方 便把手一张 却听得无数爆裂之声响起 天中多出了无数个悬黑孔洞 在那里张缩不定 好似要把一切都吞袭下去 公前早察觉到了危险 痴意一扬绕了过去 正想从侧面冲上 炼技那手再是向前一推 天中凭空多了一个无形屏障 他迎头撞在上方 发出一声轰然大响 居然不曾穿透 再是一冲 仍是未能突破 不觉一惊 炼技则是好整以侠道 公道友 休要白费力去了 此时炼不神通 落空之术 堪比命名是九死之术 只要我不愿 你万纳挨进我身 公前早确实不信 凭他人知 哪怕这神通当真有这般神奇 但耗费的气血应是不小 对方气血总不可能无穷无尽 如此冲撞下去 相信首先撑不住的一定是对手 炼技四也看出了他的打算 不过他却显得一点也不焦躁 黑黑一笑道 公道友 我早闻你明 知你是少见的识时务之人 你本是此方天地生灵 又何必与那天外修士混迹一处 若肯归顺我天鬼步 那些天外修士能给予你的 我天鬼步一样可以给你 公前早冷笑一声 早乃是东皇神国宫史之后 你等不过是异类精怪 也敢让我顺服 炼技摇摇头头 公道友 这话不对 你偏拘异于 故而目光太过狭隘 若是有机会到了天外上界 见识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便不会说如此言语了 公前早耻笑道 你如此说 莫非你去过不成 炼技神秘一笑 我未曾去过 不过族中确实有人去过 你若能归顺过来 却也未必没有这个机会 公前早畏畏一正 随即又变得语气强硬起来 无论你说什么也是无用 我与九州修士乃是有盟 我东皇诸国自立国以来 从无有备盟之举 炼技露出惋惜之色 叹道 可惜了 万年以来 凡是天外来人 皆被我天鬼不足击退 或是杀死 此次也不会例外 你东皇国若是绞入这团浑水之中 难免遭那灭国之祸 公前早边是冲撞那屏障 边是冷言道 我人道之国 一里东皇万余载 岂是你说灭 便能灭的 炼技呵呵一笑 功道有此言说得太大了 功托若不是当年与我天鬼不足以国定约 以主动击对天外来敌为代价 换你东皇国万年安稳 你等又起那安稳存言至今 什么 功亲早听的此言 心中也是免不了震动一下 随即面色一沉倒 尊家以为早会相信此语吗 恋气淡笑一下 道友信也好 不信也罢 但我将你一并拿下了 自会将入侵此处的九州修士 一一擒下 送去我祖部之中 血迹先足 此语方落 却听了一个淡漠声音传来 尊家好大的口气 既如此 那便让平道来会你一会 恋气一惊 转去一瞧 却不知何时 一名黄袍道人 已是站在了身后不远处 其脚下一条浑黄长河 翻腾搅动 有无数正念魔头 在里起伏呼啸 似郑狱冲了出来 功亲早看到此人 惊喜道 语文真人 恋气神情微微一变 却是一声不发 于私底下 阿阿一催 一道灵光已是飞起 化作风锐刀芒 驯斩过来 语文弘扬神情冷漠 站在那里一动未动 而那刀芒过来 却如同站在了虚无之中一般 从他面颊之上 一窗而过 并未起得半分作用 练机眼通不由一宁 语文弘扬目光转来 平静眼道 原先看你使用法宝 还算有模有样 只是你这一刀 却是暴露了 你那浅薄的根底 练机听了他这一话 心下不由 升起了几分羞脑 喝道 想了你便是那 九竹修士来人了 大话谁不会言 我这根底 又岂是你能看得出来的 似你这等 自天外落败此地的人物 我天归不足 不知解决了多少 却也不介意 再多上你一个 他敢如此说 也是有底气的 为对付天外修士 此回也是挟了 不少宝物过来 此刻探手也拿 取了一枚灵珠出来 往天中也扔 去往高处之后 立刻放出了一道 黄黄之光 照得底下一埋进散 屁脚无暗 此宝可寻得灵机最盛一处 炼机想由此 把云红阳的真身给找出来 而后再用手段炮制 只是这一照下来 却发现周围居然 无有任何夜状 莫非此人把气息灵机 混入周遭天底之中吗 他心思一转 随即安自冷哼一声 便是如此 我亦有办法治你 他将身上气血放出 只是一饮 就调运起大团灵机 少清 脚下这一钻黑岩山 就是放出了一圈圈七彩炫光 很快游进去远 不散四方 此山也是一桩宝物 非是地缘之中生出 而是天鬼不足 从一天外来人手中得来 他因不懂得收勇之法 便借助一团浑天清空 自西空绝月之中搬远到此 弱得驱使 能尽所放阳万里之内的灵机 法力稍弱之人 立刻会被定住身形 哪怕来人的修为高深 困附不住 那也可以把其从隐秘之地 给逼了出来 他本以为此物夜出 定能奏效 可光流散步之下 此周仍是没有半分变化 好似面前敌手并不存在 心下不由大惊 这如何可能 天鬼不足 不但与天外来人有过斗战 还有擒祸过几人 其中也不乏擅长隐匿盾行之人 他此前曾经试过 无论是谁 在此光照耀之下 都会暴露行迹 可如今这以为必住的宝物 不起半分作用 心下不禁有些招荒 这一时 而叛呼起潮动之声 继而是无数坚力私教 他一抬头 却见云温洪阳脚下 那道明河水中的魔头 一偷偷跳跃而出 向着自己所在之处 呼啸扑制 原本他在身前 不有一层无形屏障 使得弓箭早难以接近 但此刻 却丝毫阻挡不住这些魔头 被其毫无阻碍的 就穿了过来 炼机一惊 忙鼓动气血 伸出手来 向上也抓 天穷之上 顿时荡开无数的空洞 许多魔头一落进去 就不再出来 这神通虽也厉害 但毕竟魔物数目太多 无法全部挡下 此刻 他也是神情数变 这些魔头看去凶残异常 在未弄明白 有何悬疑之前 正面应对之法 应该是选择避开 可他此刻却不能走 他方才之所以 愿意与公千造 说了那许多话 一方面的确有 劝降的打算 而另一方面 是仗着法宝之能 能一次压制四名大悬士 可若有所松懈 很可能会令这四人 拖得牢笼 要是六人合力 他又哪里能斗得过 是以此刻选择 唯有剩下正面抵挡一途 他一拍胸脯 须内气血激荡 浑身烟腾滚滚 只是片刻之间 就将自身的天轨之相 给变化了出来 角如眼冲 六目三手 找纸细长 獠牙外突 壮貌丑恶 浑身做电缆之色 此刻其中一手转了过来 发出一个古怪英杰 摸头顿身乱了张法 满空乱窜 似难以分辨第一手在何处 天轨部族都是异类精怪 平常与人身相差不大 但若把气血练得一定境地 便可变化为天轨之身 此相显出 身上所具神通 顿又多处许多 宇文弘扬不去管那些魔头 再也挥手 又是无数魔头 自那明和之中飞了出来 练技左侧那也头颅一转 喷出星火烟雾 此里冒出一个个 瘦骨灵循的精怪 与魔头斗在了一处 可是 还未等他松一口气 却见明和水中 咕咕冒泡 又是一股魔头汹涌奔出 仿佛骑士无穷无尽 他不觉咬牙切齿 就是自己手段再多 在这如潮水涌来的魔头之下 也迟早有用尽之时 于是心下一发痕 自腰间皮兜之上 抓了一把四座赤红的宝珠出来 向外就拾一拥 与此同时 他两手一抱肩 向下一矮身 整个人已是顿着黑山之下 弓箭灶 并是隔着极远 也能察觉到 那赤珠之上 所蕴藏的庞大血气 知识不好 急诊赤翼 往后急退 只是一息过去 那所有飞入空中的所有赤珠 骤然炸裂开来 方圆万里之内 都被一道道赤散雷芒 卷盖而过 弓箭灶 只却耳盼轰鸣 头脑发昏 浑身筋骨酸麻 幸好退得足够快 未曾被拖入其中 可哪怕只是余波所及 也是将他气血之身炸得赤质爪断 破散了大半 到了远处之后 他仍是惊魂未定 寸倒 不想炼击还有这等宝物 如此厉害的雷珠 不知宇文真人可能躲了过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黑衣衫之上 气焰一疼 炼击又是钻了出来 他牢牢盯着上方 未曾散去的 气血赤物 安道 却不信这回还伤不得你 他方才所用 乃是天鬼不足 仿得天外来人手中之物 炼造出来的气血雷珠 几乎每一粒 都要用取一味 腰上三分之一的精血 威力惊人一场 哪怕他变作化虚之体 也不敢在这其中筑流 只是待那阴沉 今天散却之后 他却是目瞪口呆 只拿一名黄袍道人 仍是站在天中 神经淡漠 看去半分损伤也无 愣了半晌 他终是反应过来 把眼瞪大道 幻想 宇文弘扬真神 势则还远在数万里之外 他此番所用 乃是明权宗密传神通 神源空行之术 此法一出 可把一个虚项 放到敌方进前 看去与真神无有半分差别 也是因此之故 炼击方才怎么也是 担不出他的底细 而灵机再怎么定拿 也不可能对一个虚项 起得任何作用 而一旦局势许可 此项 随时可有虚化时 把法身投入此间 从而发动攻势 若是局面不妥 又可退了回去 仍把虚项留在此地 此门神通 可绝胜于万里之外 也唯有把万灵阴穴节水 炼至一定境地 再得了掌门口 受灭船 方能休息 然而任何神通都有缺陷 若是经验老道之人 一眼就能看出虚实 从而做出正确反应 而炼击只是一味地出手恭喜 及早之心暴露无遗 直到此刻才发现了真相 由此便能看出 或许之前也接触过祈祷修士 还为此准备了不少克制手段 但也只是陷于纸上谈兵罢了 交手经验太少 故出手之际 不但显得粗糙生疏 刻板无比 对局势的判断 也是异常之差 宇文弘扬此刻 已是看透此人底细 而且自己不化一成 便不欲与之纠缠下去 把法力一个催动 就听到有大水浪涛之声 自远出船来 宫前早转去一看 就千数万里之外 一条滚滚名水 由天极地 仿若一个大罩 已然将此方整个地缘 居士笼罩住了 宇文弘扬方才与炼气几番的对攻 不过只是为了掩盖 其真正意图罢了 直到此时 这一张大网 终是露了出来 若仅仅只是为了击败此人 他不会费如此大的功夫 做下这等布置 是为了将其活捉 一边带回寒与海州 好从其口中探查出更多的内情 练技也是见得 那覆盖头顶之上的浑浊水烟 这时才知道 自己原来身在局中 他危险慌乱 但口中却不服输 大声道 无知之辈 以为这样便可胜我吗 他自皮兜之中 拿了一枚兴气十足的血珠出来 往眉心之上一拍 身躯之外 立时被一层血光包裹 而后带着冲天而起 直直撞入那冥河之中 此物乃是妖祖之血 乃是族中所赐 关键时刻可助他脱身 只是顿心未远 他却震惊发现 那身外血气 竟被那包围上来的浑浊黄气 一层层剥去 不由失声道 怎会如此 不过片刻 身上血气就被消磨干净 而后那黄烟涌了上来 他一时一阵昏沉 随后便就没了知觉 被那水石一掘 就过去不见 宇文弘扬把袖躲开 徐徐收了那冥河回来 此物乃是民权宗镇派之宝 本是灵忧真人所留 以他法力 暂还对付不了妖祖 但只是一缕妖祖精血 却无是不难对付 弓千造见他得胜 也就收了气血之身 上来指日礼道 多谢宇文真人大救 若非真人 我等万不是此人对手 宇文弘扬见他 坦诚自己实力不足 略带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一瞧 那还在灵光照中挣扎的四人道 宫道友可先把那几位道友解救出来 宫千造答应一声 就转去解救四人 宇文弘扬则是飘身落在那大黑山上 他仔细看了一会儿 微微露出一色 他能够认出来 既连这宝物之人 即功法陆树 虽与九州法门相依 但从根底来说 走得仍是气到法门 稍作思索 连打了树的法觉过去 此山形体逐渐缩小 最后化作了一块半尺大小的玄黑锥石 温温落在他手掌之上 再使完一番 就收回了秀能之中 族王行宫这一处 山羊是此人族主 朱游 族中第一历史 朱 两人联手 正对付一名老者 此时 斗战已是进行到了最为激烈关头 朱游二人气喘吁吁 狼狈不堪 而那老者更是浑身残破 气血四明四暗 似是随时可能破散 朱游沉声道 吴长老 这只是我父虚相 非是他真人在此 极可能施展同归于尽的手段 你定要小心了 朱游默默点头 事实上 他们两人联手 就是上任族主当真俯身 也一样可以杀了 但坏就坏在 这虚相并不为死 许多时候都会用上拼命招数 他们心有顾忌 才弄得束手束脚 直到把这虚相所具气血耗干 才算见得甚旺 此刻 那老者四爷知晓自己即将消亡 双手向前按出 两团庞大无比的阴气漩涡 凭空出现 地面之上十粒草木飞起 一落其中 便全部被绞得粉碎 而随此神通施展出来 他身躯却如碎瓷一般 露出片片龟裂纹路 但就算这一般 仍是强自支撑着不倒 朱游眼角一跳的 是父王的绝王之术 快躲 朱游虽得了提醒 但先前消耗不小 身躯又是庞大 躲避不及 顿被那漩涡拖住了肩头 顷客便听得咔咔作响 那是此戏在角磨他血肉筋骨 他也足够狠辣 狂喝一声 生生将自己半边身躯扯了下来 一边吐血一边躲开 朱游闪身虽快 但同样也是被那气旋带到了一点 躯体之上竟然飞出了一块块碎域 然而被这气血一裹 又自飞回 重新拼合在了身上 他怒吓一声 冲上前去一拳 便将那老纸身躯打碎 指纹轰隆一声 就见有无数烟火 自天中轰轰洒落下来 魏之人立在镇外 一直注意着镇内变化 见得此景 他赞叹道 这位山阳氏族主也是厉害的景 身躯已是化虚转实 还以食欲助体 说得尚是别出其境 再进一步 说不定就可脱离了原先翻离苛旧 若不是达为阴神阵困住 要收拾起来 怕也不是容易之事 薛令元道 神通变化是手段 正道法宝也是手段 慈悲不通此事 故只能深陷此中 我若不设法进取 司徒超买前人 难知会否有哪一日 也落到这般景地 魏真人不觉点头 他想了想 问道 恩师 听闻天鬼 曾与天外知识斗战 不知来者 究竟是哪些人 不知会否是那些西州 非生前辈 穿下的家术 西州修士东赌之前 猪派也屡有 非生真人迫戒而去 不过 不知是非赌虚空不易 还是一些别的什么缘故 却从未有人再回来过 薛令元摇了摇头 朱天虚空 亿万周见 撞上前人的机会 极可忽略不计 要想弄清这些人的跟脚 在打下西空决意之后 不难弄个明白 这时魏真人 有所感应 目中撇去 却见一道血光 朝此处过来 便道 恩师 是温之人到了 看来他那边对手已是了结 薛令元道 看来别处也是快乐 我师徒二人也无需急切 这处敌手也非比寻常 薛得慢慢收拾 他也拿法诀 阴神阵徐徐转动 第二个虚项渐渐在里凝食 竹渐一看天出这情形 不由大骂了一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族乃是精怪 虽有延生必劫的神通 但毕竟不是不死之身 都占如此长时间 他们也是有些吃不消 而身旁竹屋 本就比不上他 此刻更是急于跪倒 他一把将颈脖之上挂着的 一串血液扯下 捏碎其中几枚 丢了一半给竹屋 自己把那瘀下的吞了 顿时精神一震 竹屋知道 此物是族中宝药 除了族主 无人可以享用 不由犹豫了一下 可想到身上气血 已不足先前一半 下来未见得还能挺了过去 便也是往嘴中倒入 咀嚼吞响 此药一入腹中 好若烧火天心 身上血气又旺盛了起来 此刻 天中那虚像终是凝聚出来 少青自立走出了一名大汉 其身躯魁梧雄壮 上身赤裸 胸前背后 刺有天鬼舞茅图 竹游打惊道 王兄 那大汉听他呼喊 是根本不认得他 凡把他视作生死大敌一般 眼中光芒残忍无比 竹游哼了一声 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唤醒对方 唯有将之击败 才可了结 大声道 竹游 与本王一同动手 便能变幻无穷 将幻象一一杀死 却不信 还闯不出去 竹游沉声道 请王上暂些片刻 竹董长老 就暂且将有屋来对付吧 虽为族中第一历史 但却不是莽夫 在这里斗了数天 不见有任何一个祖老来源 这就说明 其等所在 也是出了变故 那么 他们只能自救了 可谁知对面 还有多少虚相 在等着他们 那与其一同上去耗费血气 还不如轮替而上 如此便可支撑更长的时间 竹游黑黑一笑 你说的虽是有理 但是无若如此做 反而中了对面的算计 竹游正道 为何 此时 那大汉也是冲了上来 竹游不及回答 将血气放出 与对面狠狠拼撞了一下 趁着鼻子皆被震得 远远退开的机会 他才传言道 你可曾发现 我这位王兄出来之时 四周契机 略是少了几分 这说明 支撑虚相的厚力 其实有限 我若是连连将这击破 他必不及不足 这便有了出去的机会 反而让其积血过久 可能会落其算计 薛定元把这话听得清楚 不由露出赞叹之色 这竹游 倒也不愧是一族之主 一眼就看出了 阴神阵的弊端所在 虚相也无法凭空造出 虚靠阵图源源不断 沟通天地灵机 若是索拟虚相 仅是原因境界 那阵图无需任何人主持 就可运转 但要是敌我双方到了 象象这一层次 便就吃力许多 须得有动天修士 不断以法力补入 也就是说 此阵实则变相 是在比拼法力 只不过 它能得阵图相助 又不用自己冲到前方去拼命 无有任何的性命之忧 但是 眉眼花出了一个虚相 就会大耗它法力 要是短时间内 虚相被连续地击杀 那么此阵就不攻而破了 不过 既然知道这个短处 它也不会没有弥补之策 如今他们师徒两个在此 功法同源 哪怕是它法力耗损过多 也可叫卫真人替代上来 还是有极大机会 先将对方二人耗死 此时郑重 那大汉九宫二人不下 一声咆哮 变作千掌之高 而后上半身化为天鬼模样 不过 只有四手二目 左右头颅 各自张开大口 对着两人咬了下来 主又不仅露出忌惮之色 通常唯有天鬼组部之人 才可返回天鬼之身 这里面 不单单涉及熬练血气的米诀 更有许多苛刻条件 可得这位兄长 偏偏凭自身聪颖天资 声声练得半个天鬼身躯 不过也正是这个缘故 导致其寿数不长 这才使得他得了祖主之位 后来也常常不自觉地 拿他与自身相比较 实际阴神阵所幻化出来的人物 实力可高可低 没有定数 可得形成父亲最是惧怕 而对兄长既有钦佩又有不服 以至于先后出来的虚相 就是这两位 阳首望着那下来大口 他按道 暗不就不暗 绝不可能胜得我这兄长 本王虚冒个险了 他起身一纵 竟是主动投入那大汉口中 那大汉不由身躯一将 竹趁着这个时候怒吼一声 将这牢牢抱住 平原之上 但见两个千丈巨人 跑小连连 互相撕咬扭打 锁过之处 山倒崩塌 地裂路崩 大约数个时辰之后 那大汉轰然倒下 稍过片刻 就见一道气血红光 自他的腹中穿除 竹油落在地上 只是一个量枪 险些没有站稳 忙又吞下一把血药 身上气血剧烈波荡 才稍稍有所平复 但比先前黯淡了许多 阵外 薛顶元这时站起来 对魏真人道 托尔 你来主持阵途 魏真人应声是 坐上阵位 不一会儿 天中虚相再次聚起 稍过片刻 便就走了出来 只是这次出来的 却非是一个 而是三人 竹油一看 其中不但有他兄弟 更有族中长老 不由气劫大叫 但此刻容不得有所退缩 大吼一声 又一次冲了上去 八天之后 当竹油再次 击散一个虚相之后 面前中无任何敌手出现 他已是游进灯窟 身躯看去 变得干扁无比 好似没了血肉 此刻随便来的一名敌手 都可将他击败 只是身为族主 他仍是死撑着站在那里 不曾倒下 至于主 早在两天之前 便就已经耗尽气血而亡 薛定元站了起来 斗手扔了一居生袋出来 将其兜住之后 就又收了回来 一个活着的山羊氏族长 比死去的价值更高 也逮亏有阴神镇相助 否则他们绝难做到这一点 把居生袋收好之后 他转过身 对着旁侧几位同道 打个棘手道 多谢诸位道友护法 温清相笑道 学长们严重 我等可未能帮上什么忙 语文弘扬沉声道 天贵不足未除 这里还不是安稳之地 先收拾残局吧 众人一点头 把法力一晕 各自将洞天之门打开 片刻之后 里间顿时飞出千万顿光 却是各派灵门弟子自立涌出 随后向着地缘四面八方 飞一顿而去 山羊氏人口 不过六七千万 这诸步聚集之地 并未相隔太远 灵门修士用了 不过三十余日的功夫 就将此间四十二个部族 全数攻打下来 其中遇得许多不愿驯服的 举度一改诸楚 灵门也不是一味的杀戮 若是有愿意主动衣服的部族 都是赐下风池令符 仍令其乐书自家部族 对能控制神魂人心的灵门修士来说 只要这些人 能为自己打理下俗物便可 也不在乎其忠心于否 而且这一片鬼域之地 将来正好留给低背弟子 以作历练 两月之后 地缘深处 寒记成顿一家非洲而行 船舟之上 除他进门下弟子之外 还占有两人 即是此回归顺过来的山阳市长老 许久之后 他把令船停下 随后往下望了过去 似在找寻什么 此前他收到消息 一名园英长老 追缴一名山阳市长老 来自这边地界之后 居然莫名的失踪不见了 且也未有任何的书信回来 此事极不寻常 故决定到此查看一番 未有多久 他目光落在一个 百丈大小的地洞上 那下方幽黑漆深 一眼望不到底 也不知道藏纳了什么 便指了指纳出地穴 向着一个相貌端正的 中年男子道 朱长老 你可知道此事何地 那中年人探头看了看 建了那地穴之后 不由露出一丝惧色 挥禀上针 这处是有名的兄弟 叫做埋情洞 此人本是族主朱游之子 因天赋不高 并不为族人所看重 随着山阳市战败 引进着天外修士 入主此街 已是无可阻挡 便第一个头靠了过来 卫士忠心 还将自己最喜爱的一个幼子 送入了韩戒门下 为侍风道童 韩戒观察了一阵 近地洞两侧 还有坍塌的残垣短处 零零碎碎出去有数十里地 看得出来 此处以前是一处宏大的建筑 别问道 此处是何来历 竹高回道 这地缘 本是古时两个业类聚落所居之地 此两族本是世仇 常年比公我罚 我山阳市决定来此之前 本以为免不了会有一场斗战 但等真正入得此地后 才发现这两族 只剩下一些如一野兽一般的移民 其大部早已是不见了踪影 后来才逐渐知晓 两族之人 大多数人是入了地穴之中 自此再也不见出来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竟有如此诡异之地 韩吉威约皱眉 他问道 你山阳市可曾下雪探看过 朱高言道 有过 下去十余里 当会有一个石峰道 听闻 第一任族长来此时 将自身气血涂抹其上 防备意外变故 只是 这数千年下来 凡是来此之人 都是莫名不见 少有族人 敢靠近此地的 韩吉考虑了一会儿 恐怕那位长老 便是追入了这地穴之中 才不得音讯 他吩咐道 来人 将此处周围 布下禁止阵法 以免有人再往此处来 身后弟子早有准备 得命之后 一个个顿光而下 在下方布置起了阵棋 禁止 朱高与另一名 朱部长老松了一口气 这方地界 诡异古怪的很 现下他们最怕的 就是这位真人 执意下去搜寻 那些失踪修士 只是韩吉下一句话 却使得两人心又揪了起来 门中长老失线 韩某继父此责 不敢不问 你二人略做准备 稍后随我下去一关 二人心下大恐 正要劝阻 然而这个时候 却有一道飞书过来 韩吉认得是门中传书 招手拿了一看 发现却是温清相相照 要得暂且放下手中之事 他忘了一眼的地穴 也只好作罢 将门下弟子都换了上来 驾着往回走 周行两个时辰 便来这一座华美宫城之前 此处名为俊爵大宫 本是山阳市立任族主 正居之地 天国业类 只练弃血 不修法力 但也能知晓 天地灵机对自家的好处 是以宫阙玄之所在 恰是灵机最盛的一处 灵门攻下此处之后 宇文弘扬五人看中了此地 稍作布置 便将定化为 临时的修炼所在 韩吉到了之后 方知宇文弘扬等五人 正在殿内一室 只好立在门前相后 这地缘与外界一般 也有昼夜之分 他等到天目尽暗之时 有一名童子出来 棘手道 韩长老 温真人有请 请随小童来 韩吉点了点头 由小童领着路 穿过宫墙 沿着一条金石大道而走 左车又绕数次 最后来着一处 灯火熠熠的御庭之中 见温清相正背对着自己 看着弓笔之上 悬挂着的一幅地缘于土 韩吉正要上前见礼 温清相却抬手道 不必多礼 韩吉 你过来看一看 你放在所去之地 可在此其中 韩吉一眼走上前去 他扫了一眼 却发现这渔途之上 有很多赤点 大约有数百处 分散在不同地界 而那埋情洞也在其中 心下顿之 这标示的定是地缘之中 所有危险所在 只是数目之多 也是出乎意料 他其手一指 回禀这人 方才弟子所见 乃是此地 温清相看了看 才道 方才得报 民权总有一位原人长老 入了一处废墟之后 也是莫名不见 韩吉想了想 地缘广大 可比你地上山河 弟子听山羊市中 几名长老所言 他们虽入得此处数千载 但所占绝的 也只是一小片地界 甚至许多危险地界 也不敢深入 温清相笑道 会必 他们不是不敢 而是不愿 山羊市就是迁来此地 也还需要面对四周的 独虫妖物 还需要提防外族攻打 自不敢轻易折损战力 不过 此为我力派之地 不可留下后患 等征伐西空绝语回来 自当去一一探明 韩吉一听 心下顿时了然 方才自己被叫了回来 应该不是什么巧合 而是几位真人 现在不愿把力量耗费在此 温清相又看了那鱼土片刻 才转过身来 我等先且应称过东荒诸谷 打下此处之后 助其修主禁止大阵 我记得你曾研修过此道 韩吉回道 弟子只是略懂一耳 并不经熟 温清相嗡了一声 方才张神人来说 需把竹游和炼戒二人 送去韩与海州 此次你便随我一同前往吧 韩吉捶一手称事 他不难猜出 如不出意外 自己下来 必是会被派遣到东荒百国 修主护国进阵了 温清相又道 你功行之上 可有不明之处吗 韩吉一听 支持这位温真人 有意关照自己 动天真人之点 这等机会可是不多 连忙抓紧时间请教 他虽自认动天无望 但得来的许多诀窍 却可传给了座下弟子 待未来转生之后 自己再被引渡入门 修行起来 那更是容易许多 数个失臣之后 有一名满脸精干的道人 走了进来 棘手道 真人 那两人也是压道 不知何时启程 温清相道 你却通传东荒国 与新蝶不几位道友一生 请他们到宫前等候 那道人应一生 转身出去了 此刻外界 意图常有百丈的云精 已是横顿在了殿雨之前 而在京背之上 有两只金铜大钟 竹游和链戒两人 手脚大开 被精裂牢牢捆覆在钟身上 他们事先被喂下了丹药 又被俘虏和乌针定住了气血 早已没有了反抗之能 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 练记勉强转头 看向竹游 痛斥道 朱族长 各族子民都是落入他人之手 你怎还有脸面活在世上 竹游写眼看来道 你如今不也一样是阶下之求 怎不见你寻死 练记真正有词道 这却不同 我奉族命来此 本就欲往寒域海州一行 查看这些天外修士的底细 此事未曾做成 不敢轻易言死 倒是贵部 被外敌杀入老巢尚不自知 各不被迫倒还罢了 还连累我一并遭勤 这岂非你这过失 竹游道也坦然道 不错 游无能 类是族中遭难 也对不住你 但越是如此 游越不能死 否则日后族人遭人欺凌 岂非无人为他们做主 练记呵呵冷笑道 竹祖主是想的太多了 你身为山羊氏之首 那些修士 岂肯放心留着你 竹游却很是镇定的 这却难说了 我若主动投靠 不定也可得一条活路 练记嘲弄道 你当那些天外修士 会接纳你不成 竹游沉生道 不试一试 又如何知道 练记一皱眉 他能察觉到 竹游心中 可能还有什么别的用意 但一时却无法看透 他哼了一声 还想再说什么 此时 一个道人过来 喝道 紧声 受俘虏所致 两人顿身无法再开口说话 连击不服气 只是狠狠盯着这道人 后者却是视若无睹 过得片刻 就见两驾法舟自天中醒来 却是东荒国朱玄士 与新蝶部三名长老 一约到了 温清向此时 也带着一行弟子走了出来 两方之人赶忙下来与他见礼 言语一番之后 各自到了京北之上站定 少时 就见云晶顶上 烟雾喷涌而出 将所有人裹了进去 等烟雾续续散开之后 众人面前 已是唤得另一片天地 练记看了看四周 见前方到处 都是悬空电雨 浮天飞风 玉破天河 半霞绕云 好似仙家妙境 此间情形 与他现前所想 大有出入 眼中不由露出 些许惊一道 莫非是足中了错了 这些天外修士 并非是在那处而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那等面前云雾散尽之后 袖子一抖 起得一阵赤光 将练记竹妖二人 卷入进去 而后 回一身对着 东荒新爹两方之人 打了个击手 延倒 请诸位在此等候 周中自会有人 前来此处接应 说完之后 他又对身后弟子 交代几句 令他们自去 落脚之地等候 便起了一道血光 往佛游天宫蹲去 于桃等三名长老 目送他远去 便目光四顾 打亮着海州之中的景象 虽早闻此处 已被天外修士营造的 如同仙境伏地 但此刻亲眼得见 仍免不了心下赞叹 于桃叹道 举雨上帖 悬而不落 出入穷雨 绵星半月 此等神通 我心蝶部 定要学来 心蝶部之人 都是喜好 华美壮丽之物 两名长老 虽与他有所不合 但此刻 也都是赞同此言 于桃道 穷居 听你先前所言 此前全民最大的 两位掌门 并不理事 主持大局之人 乃是那一位 张真人 于穷居道 正是 三位张老 请看天中 那处 便是那位 张真人 修行之地 三人 随着他手指方向看去 见一座天宫 凌驾中风之上 这位灵朝澎湃 如江河汹涌 云起云落之界 自有一股 宏大气急 仰望之余 令呼吸也未一致 于桃看有片刻 面色渐渐严肃起来 转过头道 禅长老 安长老 此回地缘一战 九州修士战力 当也是见识了 不知两位如何看 见两人都是不出声 他又道 修士所修功法 与器械一道 截然不同 或许 这便就是其强横根有所在 于产横了一声 许是如此 可是陶长老可曾想过 我等修行器械之道 已有万载 骤然转去学那 调运灵机之法 莫说他人 愿不愿意传授 便是学了 定能赶上此些人吗 于桃被他反驳 并不生气 反而心平气和道 常常老 陶病尾说 要弃了弃邪之法 我不修行法门 的确传承久远 可也难免有弟子 不合此道 有了灵机运转之法 未来 并可多一条道路选择 许多有用之才 也不至于埋没 你说 是也不是 于产一正 随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处事固然保守 可并不顽固 要是当真对部族有利 也不会上去阻拦 于桃笑了笑 新爹不交好九州修士 主要是为了自保 可他也要为部族未来考虑 如是一成不变 照如此下去 也只能做九州修士的附庸 故而须设法自强 而派遣弟子 前来拜师学艺 便是第一步 此刻 天中有一团刚风过来 到了众人上方 一名俊朗道人 须须飘落至地上 指礼道 各位 可是新爹不胳膊长老 于穷居站了出来 回礼道 周真人 有礼了 周轩笑容温讯 于道又有礼 于穷居回过身 张老 这位周真人 乃此地直视 同时 他私下传音道 张老勿要看清此人 此人师父 乃是那名仓派 下一任掌门 于桃一听 就有数了 这位眼下虽做不得主 但未来却难说得很 便不能交好 也不可按寻常人物对待 他一手一礼 原来是周真人 我等乃是荒州野族 不识规矩 若有违理之处 还望真人担待 周轩道 于长老言重 规矩里 只行留于表 诚心用意 方才为真 诸位 皆是高士 自不必拘手于此 于桃觉得对方这话 虽是说得客气 但似是暗含疾风 知道此人有些不简单 便暗暗打起了精神 周轩与他言说几句之后 就招呼一声 带了心蝶不以兴人 来自一处管阁之内 待把众人安顿下来之后 他道 除了天中公关 和室友禁止这地 不可擅闯之外 于下所在 诸位皆可随意走动 如有为难之事 可来找寻频道 交代完后 他告辞离开 于桃主动将他送至管阁门外 只是分别之际 其却合手一礼 周震人 陶友仪式请教 周轩客气道 于长老请讲 陶听闻东荒几位大公师说起 贵部愿为他们攻城布设禁法 五星迭部辟处穷荒 周围大妖也是极多 如今 给予贵方是有盟 不知科夫请的几位镇人 前去布置镇法 周轩笑道 要叫陶真人失望了 此事重大 须得诸以真人决定 贫道人为言轻 却是无从指挥 于桃今次也只是试着一问 并不指望能成 只要在此机会大的事 笑道 哪里话 是陶某鲁莽啊 温清相到了浮游天空之后 便将炼竹二人摆在了一边 与指手童子言明来意后 稍有片刻 锦游在店里走了出来 到了他面前 打个击手道 老爷此刻在天宫之中 等候真人 这二人就暂且交由小童看管吧 温清相一笑 点了点头 就摆袭往店中去 锦游看向竹丽亚二人 说道 来人 去了他们身上束缚 此有两名指手童儿上来 拿手中如意一敲 就解开了两人身上的金链 锦游又拿出一柄如意来 指示一扬 就将二人身上俘虏金针 都是除去 并抛出两枚血石 老爷宽敏 与你等调戏一个时辰 炼竹二人同时露出敬意之色 束缚一除 他们虽然实力未复 不过想要动手 已是不难 只是 这也来得太过容易 是以 谁都未敢乱动 竹游想了一想 默默拿了血石 一口吞了 坐下调韵血气 炼竞却是心思动了起来 往四下里打量 甚至还试探着 往别处走动了两步 锦游也不来管他 只是站在那里 小眯眯看着二人 炼竞犹豫了一下 终究不敢造次 暗道 这么容易便去了枷锁 必是有诈 待我先恢复元气 再找机会不迟 说服自己之后 他也是拿过血石 坐了下来调膝 不过他并不老实 传音道 炼竹主 束缚进去 这童子看却无甚本事 你可曾想过逃离此地吗 竹游回道 此地可是这些修士聚集之地 不知存有多少强横人物 我若不逃 还有生机 若是起一顿逃 必无性力 怎么 炼上使 想要逃走不成 若是如此 且莫拉上我 炼竞暗骂了一声 表面上 却以强硬语气言道 我为何要逃 这些天外修士 带我到此 正好借此机会 一窥他们的根底 很快 一个时辰过去 李健传了一声 钟庆祥 竟游道 两位随我来 一语说罢 当先往里走去 而逐量二人 只觉一股尽力上的身来 随后 身不由己往里走去 两人顿时吃了一惊 才知这里 还别有悬疑 炼技更是暗教侥幸 清醒方才未曾动手 否则 吃了苦头还是小事 平白丢了性命 才是冤枉 虽是此回被擒 但他却还想着 等祖部将此些修士驱逐之后 将自己解救出去 两人在仅由带领之下 很快到了大殿之中 只是一步踏入此间 脑筋轰然一阵 只觉一股庞大气息起来 浑身气血被强行压下 连步伐也难以迈度 不由得过一幅了下来 两人这是才知 为何刚才要给他们吞服血药 若是方才那等模样 恐怕此刻连呼吸都无法做到 炼己胸中翻起了惊涛海浪 这般宏大气息 莫非是妖族不成 不好 原来补宗都是了错了 这些天外修士 绝不是纳出来人 锦游来自电台之下 躬身道 老爷 两名服求已是带道 张言目光头想 你二人 哪一个是山羊市族主 朱游努力歇了口气 双手撑地 稍稍支撑起一些身躯 开口道 在下便是 张言微微点头道 你可愿祥吗 朱游黑了一声 然后在练迹精察的目光中 颤巍巍站了起来 咔咔扬起头颅 沉声道 在下 原本想假一头顺 而后等组部打过来之后 再找机会出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道争锋 张言诞声道 那么如今呢 朱游哈哈狂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有尊家这般人物在 我便再是反抗 也无济于事 不过 既然屈服无用 我又何必再装模作样 假作臣服 他大吼一声 聚集起全身气血 张开双手道 这门神通 本来留给你等的 话音才落 他整个人猛然爆散 化作一个血气窝流 旋转搅动 似乎要把周围的一切 都吞袭进去 恋气大惊失色 他就在旁处 而且躯体之中血气 被牢牢压制着 此刻可谓是毫无抵挡之力 要是被气血裹住 那是必死无疑 张言神情淡然 直一挥刨袖 店中那声势浩大的血气 傻石消去 再也不存伴侣 他言道 把他神魂收了 送去温镇人处 竟又应了野生 拿出一块玉石 只睡一晃 便见一缕神魂 落入其中 张言这时 把目光转过 看向炼祭 尊家 当是天鬼不作来时 不知是否也存有此念 炼祭此时 却是害惧不已 特别见了神魂 被收缺那一幕 才知 便是死了也不得安稳 他翻身扣手 以额撞地道 小人愿想 这话方才出口 顿圈身上已清 方才那股压力 已是消失无踪 他不由尝出了一口气 张言道 我曾有听闻 没有天外之事到此 你天鬼不足 便会率众迎击 炼祭战战兢兢回道 是 不过我天鬼不 也是遵奉上誉行事 不得不如此 张言听闻 目光一闪 哦 那你等 是奉何人上誉 那下誉之人 又在何处 炼祭回道 小人所知有限 只知那上誉 是来自天外 沿那上界征战 要我将落败此间的修士 全数杀了 至于是何人所发 小人在族内 虽也地位不低 但辈分 却是不及那几位族佬 还未到那知晓的时候 天鬼 非是妖物 而是精怪 未曾修成天鬼之身前 兽数也只与人相仿 炼祭至今 也不过千余岁 在族中 只是小辈 一些真正隐秘之事 无从去知晓 不过炼士 乃是天鬼部族 三大族之一 又为族或亲族 势力也是极大 否则此回 也轮不到他做使者 张言稍作思索 那上誉 是何时落你部族之中的 炼祭想了想 那却极为久远了 又万余载了 好似怕自己说的 不够详细 顿了下 他又道 啊 听族中长辈有言 万数年前 我天鬼部族 只是盘踞在西空绝域的 一只小部族 承闻那时 有一团仿若 焦阳的火光 自天外而来 坠于我祖地之上 自此之后 族部就兴盛起来 也是自那个时候开始 天外陆续有御令飘来 张言微微合手 从这番言语上来看 天鬼部族 应是从那团火光之中 得到了不少好处 但距离情况是否如此 需待以后慢慢验证 好在这并不影响大局 他又问道 东荒国当年 有两位大忌公 受风取天外 可有你等在背后设计 炼祭道 上针发言如炬 此事的确是我天不所为 说到这里 他流露出 以色惊叹与忌惮 东荒身过三位大忌公 当年即使修到了 前所未有的紫阳之境 当时人道大兴 几乎一统东荒 万族为之慈福 因其势力太过庞大 我天鬼部族 深感威胁 不得已拿出了两张符罩 做了些手段 狂其去往上见 不过此符罩听闻 并非是假 送出两张 续文族中 也颇是心疼 张眼点手道 此事阳谋 能修行到非生境地 若非有大境遇 大机缘 大决心不可 自这等人物 所追求的 已不是眼前这些世俗之士了 而是长生万古 与天同兽 可以想象 此被修炼到这一步 发现前方已无道路 迫切需要功法神通 需要与同道论法交流 这就需要更为广阔的天地 山海界显然无法提供给他们这些的 而九十个派便与之不同了 功法传承 无一有缺 局目所见 即使可一同问道长生的道友 四民仓 少卿 明权等派 就是反腿之后的修行功法 亦有传承 真正少的 只是修行外要罢了 可以想见 东荒国那两位大吉公 要是不走 下来就是人道之国一统四江 继而八方蔓延 振服此届深海周路了 再往后去 极可能就是此届修行之人 越来越多 再出的如三位大吉公这般人物 也不是不可能 但他们这一走 却是声称将人道上升之运 给截断了 此等事就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山海界中 不知有多少妖魔精怪 都在拼杀争夺 如今 东荒诸国困手一地 时时面临父王的窘境 就是那时仲下的前因 只是 那两位大吉公 怕也因此得了自己的机缘 此中得失 有无人能说的明白 张言感叹过后 又道 照你所言 你天鬼部是万年前奉令 情杀天外修士 莫非到了如今 那处 还有人到此吗 令验记道 头上千数载中 总有一些修士零零散散 败落到此界 后来 便渐渐不见了 但是那阅令 却每个千年 便要落下一回 此时那里争得未决 而这数千年中 有不少天外之士到来 族中也难以分辨清楚 哪些是纳出来人 后来 干脆不问情犹 只要自称修士之人 都是设法杀了 免得有漏网之鱼 反正也不会有人 来为他们出头 张言清楚 山的海界天底 关门不顾 天外若是有修士 飘游到此 十分容易就能入到此间 要似九州那般建老 除了修士反退 进了修士 根本无人可以闯入 他笑了笑 如此看来 你等 也是坐着将我等 一并扫除的打算了 练机下的脸色苍白 少臣 那是族中的决定 与小人无关呢 张言看他一眼 这么说来 你所用的法宝 也是从这些修士手中得来的 小人因此次出行 族中给了几件 用来防身 本以为能与上针对抗 未想到是自不量力 张言笑道 未必是这般 这些法宝 本为修士所用 逆等修行器械之法 未能将宝物 未能施展出来 练机复合道 对对 祖老也曾说过这般言语 张言问道 既有宝物在手 你祖中莫非一个 修行此道之人也无有吗 炼机回想了一下 好似此前 未曾得过完整功法 只有一些粗浅的炼器之术 并不为人所看重 故未曾去想过 况且 那些修士 最多是人神 我天鬼不 乃是精怪 转去修炼 反而更是不妥 许多祖老 也是反对 张言点了眼头 他能够理解这般想法 按照记载来说 山海界妖魔异类 很多都有祖脉源流 对于其后辈来说 修炼器械之力 返回祖身 乃是最为稳妥的修行之道 那又何必去转修什么祈祷 也正是这等缘故 遍布山海界的灵机 愈加浓盛 反过来 使得诞生出来的妖魔异类 更是兴旺 不过如此 对九州各派来说 反是好事 无人再与他们来争抢灵机 张言略以思索 问道 问你来此时 还有使者之身 练迹急急言道 瞒不过上针 可小人也是封上面而来 身不由己 张言一笑 各位其主 我倒无有责怪你的意思 不过 你既有这重身份 我放你回去 也是说得过去了 练迹眼睛瞪大 上针 要放小人回去 随即是想到什么 脸色一白 他算得上是个聪明人 立刻领悟了这里面的意思 只是犹豫了一下 就浮身道 上针让小人做什么 小人便做什么 他已是知道 眼前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修士 完全不是以前自己对付的 那些人可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这部势力也是势大 但他身为族中轨迹 十分清楚族内的情形 这数千年来 因为内斗不止 鬼族又长久不现身 难以把所有力量都统合起来向外 要不 也不会对北天东荒等地不闻不问 任由灭明士这等部族作大了 他现下难以判断 两方对上会是什么结果 但眼前若是反抗 那就没有以后了 张眼诞声道 我也无需你做什么 只要你设法将那上月来处 探明清楚就可以 恋记听这话 自己果真还有回去的机会 大喜故望赶忙道 小人记住了 回去之后会全力打听此事 张眼这是一挥秀道 带他下去吧 锦游走了上来 炼大使 随小通来吧 炼记悄悄抬眼 看了看座上 又把头一低 就跟着锦游出去了 张眼则是在座上考虑起来 本来以为要对付的只是山海土著 如今看来 局势比先前料想的更是复杂三分 九州修士药队上的 很可能是如他们一样的他界修士 其既能扶植天鬼部 想来亦可扶植其他一类妖魔 山海皆广大 此辈难保不吝藏有暗子 眼下当午之急 是要弄清楚这一势力的来历底细 司马全那里虽也断断续续有消息传来 但因过去时间不长 许多关键消息暂且没有办法探得清楚 如此看来 倒是炼技这里极易有突破的可能 若是有可能 也不妨在背后使力 把此人往上推一推 炼技被带出来后 锦游就将他安置在一处孤岛之上 这里四处都有禁止阵法 无法出去 不过秀行用的血石倒也未曾断了他 他十分忐忑 害怕张眼反悔将他杀了 又怕回去之后事迹泄露 也落不到好下场 眨眼界就是数月过去 就在炼技以为事情有变之时 对方准备将自己困在这里一辈子 锦游又是来到岛上 并递给他一封书信 等回去之后再打开看了 炼技强按下心下激动 把那书信小心接下 小人不会有副上针所托 锦游笑咪咪的道 老爷自是信得过大使的 灰尘法州和礼物已是备妥 大使可看上一看 若无什么短缺 这便可以动身了 炼技此刻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 上了法州粗粗检查了一番 就立刻催动法州往外飞驰 等出了寒玉海州之后 他颇有重见天日之感 这时他才发现有些奇怪 本来以为对方会在自己身边 安插个人手 或者下的什么古怪手段 可是从头到尾都是没有 心思不禁又活泛起来 但又觉得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 挣扎片刻把那一封书写拿了出来 只是打开看了几眼 却连手都抖了起来 李坚所写的 赫人是他在族中的种种过往 有些连他自己也忽略的小事 也记载在上 这说明除他之外 天鬼部族之中 早就有另外安插有人手 而且身份比他可能还要高 想到这里 不由生出了一丝后怕 若是此情有一句虚言 就怕是性命不保了 他把兴致一抓将之化了去 随即长长叹了一口气 直到自己上了这艘舟船 怕就无法再下去了 突然源之上 雷云齐聚 乌风卷径 眼看着有磅磅大雨就要落下 百余驾大车行驶在平原之上 其中最大一辆高有三丈 前后共有二十四头兜牛拖转 其势头乃是一头盘缝 盖度高高挑起 大若碧云 将离许方圆内的车马 都是遮住 原野荒芜 一眼望去 天地平阔 无遮无澜 不过这样 正和车上之人的心意 有什么威胁 变故 一眼便能忘记 主车车账之内 宽敞一长 长宽足可走出去三十来步 靠着青铜魁纹板壁的软踏上 携卧有一名长裙大秀 第一甲技的美貌女子 约莫三十血人 光洁的额头上配有朱玉额氏 皮肤如羊指白玉 细腻光润 看得出是养尊处优之人 外间虽是寒冷 这里却是温暖如春 她脸颊之上 也是冒出了一层红晕 此时 她刺做得气闷 起得甚来 自有女官兴起连慢 一股寒风就灌入进来 李坚带着微微的泥土草木清香 她颇是放肆地吸了几口气 说道 便是这个味道 这么多年了 团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女官道 也有九年了 女子感叹道 只是一晃眼 恒儿已可败入学宫了 她自小体弱多病 新国的学宫 虽比不上书祸国 但是 有团圆守护 却不用出去拼杀 若是无有什么变故 等熬过这六年 十五岁官礼时 就入国拜官 辅佐国主了 女官道 夫人 听闻国主有意送还公子 去那北天寒冤学法 女子叹了一声 身为公亲夫人 她见识也是不弱 只是如今天外修饰势大 听闻连灭鸟妖的老巢 也被那些人供去了 若能到其等门下学法 显然是一条上好出路 可北天寒冤 与此相聚 何止亿万里 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偏偏又身体孱弱 母子这一分离 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得见 事已心下 有些不愿 她这一时目光一瞥 忽然见到原野之上 有三个人影 心中哑然的 这个世界 还有谁人敢到这里来 团圆上的大风也来 那当真是鬼神僻异 连异类精怪 都是避之不及 正是仗着这大风 使外敌难入 新国才能在百国之中 占有一席之地 她虽不是正经玄士 但是也修习过气血之法 目立远胜常人 此刻看去 见为首之人 是一个身着黑袍的年轻人 看去不过二十出头 但是气息深沉莫测 脉步之街 飘逸出尘 似可随身融入天地之中 而其身旁跟着一个小童 还有一名十来岁的少年人 特别是那少年 眼神明亮 看去活不机灵 女子心下一动 细细思索了片刻 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眸中一亮道 来人 快去请了那三位上来 女官应了一声 她并不担心会遇到歹人 不说这里百架车马 上千精锐士族 只是主车之上 就有十余名零行径的悬事 便是去图免一些小国 也是够了 此时此刻 在原野上行走的 正是袁景清一行人 此回 她是收的门中飞书 要她去往新国攻城 以震气不止一个震法 以换取此国之中的 一株真木 六载过去了 战路已是十来岁的少年人了 袁景清并未要她 弃了成为悬神的念想 那等粗暴肤浅的手段 她不屑为之 她知晓 一个人随着眼前开阔见识增多 甚至是能力的增大 哪怕不用自己去刻意思维 其想法自然而然会有所改变 正如她所料 这几年来 把身方国及附近几个诸侯国 都是走了个遍 经历了种种之后 战路线下再也不提玄师二字了 此时 前方有声响传来 三人看去 却见身一名老者顿空而来 此人知道能在团圆从容走动之人 必不简单 落下之后 不敢缺了礼数 合手一礼道 见过这位高士 这大圆将要起得大风 我家夫人有言 三位若不嫌弃 不妨上得车甲同行 袁平抬头问道 老爷 可去吗 袁景清言道 你们也在大风中行走了一日了 就去车上调息片刻吧 这话 听得那老者暗自心惊 他一侧身道 三位请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盗争锋 四人不多时就来自车队之前 可这个时候 那些兜牛确实已偷偷啪伏在地 瑟瑟不敢动他 任凭车夫怎么鞭打都是无用 顿时一片混乱 展露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小元 你吓到他们了 袁平摸了摸后脑勺 很不好意思 他身为蛟龙之身 这几年来 兜牛吃得极多 也难免这些牲口惧怕他 袁景清一挥秀 将他身上气息扫去 这些兜牛 这才不再惊恐 慢慢恢复了平静 那老者把这一切都是看在眼中 惊异的同时 更显恭敬 三位这边凑 引着三人来着那大车边上 说道 我家夫人就在车上 连长已先 数名侍女出来挑起金钩 车阶纸上翻下一块 足可供三人并行的划纱道 袁景清看了一眼 便带着两人走了上去 到了车上之内 见一名工庄女子站在车中 她合手于父 屈膝一礼道 袁真人 疏祸过袁源 有礼了 袁景清抬眼看向此女 袁夫人认得平等 袁夫人妩媚一笑等 妾身也是听人说起 袁真人带着弟子 在东南诸国游历 今日幸得一见 冒昧相邀 真人可不要见怪 战禄眼珠子一转道 夫人这处可有什么吃食吗 这一路上可是饿得惨了 袁夫人微笑一下 拍了拍掌 立刻又说个婢女上来 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精美食物 端了上来 战禄欢呼一声 也不客气 扑了上去 旁若无人般 举案大脚起来 还冲着袁平 举了举一只羊腿 袁平咽了下口水 望了袁景清一眼 得了后者云准 已是上去同时 袁夫人则是请得袁景清 来至主案之上 主动拿起酒盏 妾身敬真人一辈 袁景清神情平淡道 夫人有何话 此刻可以说了 袁夫人妙目头来 真人知晓妾身有所求 袁景清只是静静看着她 袁夫人悠悠一叹道 那妾身便就直言了 不瞒真人 千番十日 九州各派传下御令 允国主挑选子嗣 送去北天寒冤修行 只是 我有一孩儿 自幼体弱 怕经受不了 路途之上的折磨 但方才见得真人 就想着我这孩儿 能否败入真人门下 也可免得一番奔波之苦 袁景清稍以思索 在此处撞见也算有缘 我这处有一套法觉 他若能在十年内敛成 便可做我徒儿 袁夫人目露紧张之色 问道 敢问真人 若是不曾炼成呢 袁景清大慕言道 姿势两不相干 袁夫人有些迟疑 不知名的功法 又无人指点 很可能会耽误一生 但是再一想 就是修不成 有了这层名义 也不用出去与妖魔相斗 便起在身来 正中一礼道 气神愿意带孩儿 接下此法 袁平这一时 推了战路一把 含糊道 师兄 你再不拜师 很可能以后就要做师弟了 战路眼桌子转了转 不知在想什么 三日之后 车驾到了新国多城之下 袁景清关照道 我去往工程中一行 不知震气还有许多不便 你二人可先去城中待着 两人都是硬了 可是战路走了几步 突然回转身 叫了一声 老师 嗯 袁景清硬了一声 战路第一次换他做老师 但是发现似乎袁景清反应 很是平淡 微微有些失望 但还是问了一句 老师 弟子这些时日在想 便是玄神练得再好 也比不过那三位大急功 可弟子觉得 修饰之法 似也不适合自身 不知弟子 可否自家开辟出一条道徒来呢 袁景清道 未必不可 战路眼前一亮 那要如何做 袁景清道 打好根基 用心羞耻 战路一咧嘴 却也发现这句话没错 是弟子 好高悟远了 袁景清看着他道 有高远志向 非是坏事 只看你能否一以贯之 战路隐隐有所悟 点头道 弟子记住了 那弟子先告退了 等一下 袁景清将他换住 你可是忘了什么 战路疑惑看来 袁景清诞声道 跪下 拜师 战路一正 随即黑黑一笑 用力点了点头 往地下一跪 弟子战路 拜见恩师 说着 连口三首 袁平在旁边看着 也是开心的笑了起来 袁景清道 你既拜我为师 那么 你该换个名字了 换名字 战路挠了挠头 有些遗憾 说下来 还是那位莫先生缩取 不过 正是拜入师门 也的确该换了 袁景清道 你已不再是战士族人 便取鹿为行 你既有之开辟道徒 当仙境天地 后眼玄机 便以玄机为名 战路道 那便是 鹿玄机 瞎在此时 天中轰隆一声 却是雷霆轰鸣 有大风卷来 袁景清 抬头一看 若有所思 明星已出 竟引得雷声相鹤 风云相应 自己这个徒儿 将来怕是有大造化的 袁平一拱手 真诚道贺道 恭喜师兄得名 陆玄机开怀一笑 拍了拍袁平肩膀 小元 你也改个名字吧 袁平认真的 小元的名字 就是老爷去的 不能改 是这样 陆玄机略觉有些遗憾 他还想改个名 过把瘾呢 袁景清道 玄机 等我一时办完此事 你便随我一同走 陆玄机好奇问道 恩师 去哪里啊 袁景清道 你是学员洞天门下 此界收得的第一个弟子 记忆入门 自当遂为时回去 拜见失足 西空绝育 驼挖山狼 一只车队 在满是哀哀白雪的山崖道上 艰难跋涉着 这群人身上 都用厚重莽皮围果 这露出脸孔脖颈 身下 则是其乘着赤背鬼灵 这些大洋 身高体贱 体下声音绕烟 只是双目血红 胸光闪烁 看着令人畏惧 实则 最是温顺不过 翻山过岭 更是如履平地 一年之前 天鬼王炯哲 发出了聚落大义的诏令 分散在西空绝业的数千部族 在收到这消息后 各部族长 都是带着亲戚族人 往祖地赶来 各部虽可用云巾盾着此处 但是要真正到得祖地 仍需步行数月的路程 非是他们不想飞盾 而是祖地所在的 金穹山周域之内 有一股乱词之力 若是未有佩戴一种名幻 胸襟的器物 便无法在天穹之上飞盾 车队行在最前方的老者 无意间一撇 忽然间的崖边拐角处 有一抹绿意 立即一伸手 让车队停下 自己独自一人 下的鬼灵被 拨开石块 拽出一出碧绿色的长草 是望白草 他大为兴奋 回身道 告诉族人 翻过这片山岭 就可到达祖地了 随着这消息传递下去 常常车队之中 发出一阵阵欢呼之声 而在车队中间 一名高手男子 也是与众人一般 露出了笑容 此人双眼有神 身上气血之力澎湃 整个人 偷着一股自信与干练 此是祖主之地 卢独良 在熟悉之人看来 他与平日并无不同 但是谁也不知 其实这群身躯 早已被来自天外的 天魔侵夺了 司马全一边假意笑着 一边看着四周情形 他奉命潜入西空绝育后 这几年来 是正往天鬼部祖地渗透 但是这里的乱词之力 给他造成了一些障碍 因他线下法力 还未曾完全恢复 天魔分身 待在此处长久之后 便会被此理逐渐消磨 直至消失 这意味着 他必带衣服在人身之上 才可穿过此地 但这里还是有个麻烦 天鬼祖地平日与世隔绝 与外部交通 也都是派遣使者外出 而其余各处部族 除非奉令 不然不能随意入内 若不是此回聚落大意 他要潜入其中 恐怕还要另寻办法 他潜伏的这一只部族 名为卢独式 本是居于绝与东方 根底雄厚 便是放在万余部族之中 也算得上是大部了 而这却身躯的主人 在这只部族之中 地位不敌 足以进得去聚落大意 即便当真出了意外 只要设法除了族长 便就可替其入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